你一个连下人都不如的贱人 仗着你那下贱的娘亲救过容妃娘娘 与我爱慕的五皇子从小定下婚约 你早就该死了 严小蝶扔掉了皮鞭 从丫鬟的手里接过匕首 你想干什么 我一直把你当姐姐 你不能这么对付我 呸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我娘只生了我一个 我告诉你 五皇子喜欢的人是我 和你那贱人娘亲救过容妃娘娘 与你解除婚约 对她的名声影响太大 只有你死了 婚约就能解除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这张又黑又丑的脸 你配得上五皇子吗 就你这样的贱人 只配被传言中冷面煞神的九皇子 一脚踢飞 哈哈哈哈 若非不得已 杀你 只会脏了我的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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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人 去死吧 你死后 我就能名正言顺的嫁给五皇子了 哈哈哈哈 颜小天 我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等你做了鬼再说 把她的尸体扔下山崖 今晚之事 谁敢透露半句 我定让她死无全尸 吃 两个家丁解开绑着颜西瑶的绳子 一人抓着双脚 一人抓着双手 将她的尸体套下山崖 烫烫烫 烫死人了 颜西瑶醒来的时候 只感觉要被煮熟了 全身火辣辣的疼 眼前漆黑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闭着眼睛扑腾了几下 突然 小手触碰到一片冰冷 她慌乱之中将身体靠近触碰到的冰冷 黑暗中 一双冷若冰霜的毛子 盯着眼前这个往她身上爬的女人 眉头紧紧皱起 此刻她很想把这个往她身上爬的女人撕成碎片 奈何她不能够动弹 也无法开口说话 这他们是个男人啊 这他们是个男人啊 还是个在这么唐人的水中都全身冰冷的男人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爱的呢 我不是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了吗 她记得很清楚 她正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呢 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了她的眼前 她还没来得及趴下 炸弹就爆炸了 作为现代被称为鬼手神医的严新瑶 非常的清楚 那一颗新型炸弹爆炸 她绝对不可能四肢健全的活下来 就在这时 脑袋突然砰的像是要炸开一般 一段不属于她的陌生记忆 如潮水一般涌入脑海 炎熙遥 武圣朝少师府狄次女 现年十五岁 刚及机 我炒你演一个辣子鸡的 如同放电影回放一般 回顾完了原主的一生 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穿越了 而且是穿越到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武圣王朝 炎小蝶 你给我等着 我炎熙遥发誓 得让你身败名裂 身不如死 炎熙遥一脸的气氛 没有注意到烫人的水温 让她的血液循环加速流血更多 脑袋一阵眩晕 失去了知觉 直接倒在男人的身上 女人 看够了没有 看 你不看我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啊 还是个不怕死的主 说吧 你是何人 喂 你别这么冷冰冰的行不行啊 你也看到了 我全身是伤 很快就要死了 你能不能先救我一命 给我找点止血的药啊 这一刻的韩潇明怒火更盛 很想手起刀落 把这个女人杀了泄愤 昨晚她体内的寒毒发作 不得已跑到这烫人的温泉之中 抵御寒毒 这个女人从天而降 害得她差点走火入魔 这还不算什么 还敢摸她的兄弟 现在居然还要要求她 救她一命 没杀她就不错呢 好吗 你先救我一命 我能接你身上的寒毒 韩潇明惊了 她身上的寒毒 除了她身边最为信任的人 没有人知道 这个女人是怎么知道的 正想质问颜西瑶呢 却发现颜西瑶已经昏迷了 强烈的好奇心 让韩潇明蹲下身子 抱起颜西瑶 大步离开了崖底 次日 京城郊外的一处别院里 颜西瑶缓缓缓地睁开眼睛 她的伤口已经被处理包扎过 醒了 告诉本宫 你是如何知道 本宫身中寒毒的 我是看出来的 你脸颊和嘴唇泛巾 全身冰了 我若没有猜错 你身上中的就是寒毒 是吗 韩潇明全身的杀意 瞬间破体而出 邵师傅的二小姐 什么时候学会医术了 本宫怎么没听说过 连我爹娘都不知道我会医术 何况是你 我的医术是跟一个神秘人学的 几年前 他就开始秘密教我医术了 哦 那个神秘人是谁啊 抱歉 我不能泄露他的名号 我曾对天发誓 我泄露他的名号 将死无全尸 你当真能解本宫身上的寒毒 嗯 不确定 我得检查过才知道 毕竟我还不知道 你体内寒毒的成分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诱骗本宫 我诓骗你什么了 我说的事实时啊 没有把脉 没有检查 都不知道你体内寒毒的成分 怎么解啊 现在把脉检查 严西尧也不跟他废话 手指搭上他的脉搏 嗯 能解 但我需要药材 看在你是本宫未来五皇嫂的份上 本宫不与你计较 回你的邵师府去吧 啊 什么玩意儿啊 未来五皇嫂 这个男人是什么身份啊 啊 这个男人自称本宫 那么在皇宫能自称本宫的人 除了皇后太子 就只有最受惩的皇子 可以自称本宫了 难道这个男人 是当今太子 一母同胞的弟弟九皇子 韩湘明 京城中很多人只知道 当今太子 有一个一母同胞的弟弟 和一个妹妹 就是九皇子 韩湘明 和时公主 韩湘云 却很少有人见过 韩湘明的真容 难怪圆祝的记忆里 没有关于韩湘明的容貌记忆 等等 我真的能戒你身上的寒毒 九殿下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本宫凭什么相信你能解毒 你可以去把你府上的府衣找来 我说药方 看看你府上的府衣是否赞同 无尘 属下在 去把陈大夫和严军医请来 是 无尘领命 闪身消失 一刻钟后 府衣 陈大夫和严军医 一起来到了韩湘明的面前 供身行礼 属下见过主子 属下见过主子 不必多礼 这位闫二小姐说 能戒本宫身上的寒毒 本宫让你们来听听 她说的药方 闫二小姐 请吧 霍香 金线藏 如意藏 千年火灵芝 闫二小姐 这个药方的确精妙 但想戒酒殿下身上的寒毒 似乎还不够啊 没错 还得配合真酒 推拿 药欲排毒 陈大夫和严军医 斟酌了好久 两人的眼睛同时亮了 有希望了 酒殿下 解毒有希望了 属下相信 闫二小姐 能戒酒殿下身上的寒毒 别高兴得太早 咱们缺药材 天年火灵芝 整个京城都找不出一出啊 燕军医 你们出去吧 是 输家告退 闫二小姐 叔叔 你要和本宫做什么交易啊 我帮你解毒 但要才你自己准备 你帮我与五皇子结出婚约 而且现在 我不能回去上师府 你借我点银子 我去外面租个房子 你为何要与本宫的五皇兄解除婚约 传言你可是对他一心一意 忠贞不渝啊 那是我以前 眼瞎心眼瞎 我才十五岁 大好的青春 可不能浪费在一个渣男身上 行 本宫答应你的条件 帮你与五皇兄解除婚约 名字不用借 这个别人是本宫的私人住所 你暂时就住在这里 本宫会给你派两个丫鬟伺候你 有什么需要 你告诉他们即可 那就多谢九殿下 你尽快派人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最好是火山口的火灵芝 你体内的寒毒 顶多还能压制一年 韩小明点了点头 转身出了房间 严心咬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翻身下床 走到梳妆台前 靠 这脸怎么黑得跟包公似的呀 这是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洗过脸的节奏 好好好 俗话说一白遮三重 这张脸这么黑 怎么能好看吗 现在又有一道张宁的伤疤 这跟鬼有什么区别啊 雷先想办法 先把脸上的伤治好 再想办法把脸弄白了 不然怎么出去见人呢 突然感觉左手腕一阵冰凉 严心咬低头看去 手腕上的手镯散发着红光 韩玉血纹镯 这个手镯是他在古玩街逃回来的 哎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是我逃回来的那只韩玉血纹镯吗 严心咬伸手抚摸着手镯 眼睛却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部队卫生院 哇靠 这太厉强了吧 这个卫生院是部队出资修建的 总共有四层楼 一楼是药房 左边是中药房 右边是西药房 还有一些特效药 二楼是检查治疗室 手术室 化验室等 医疗器械齐全 四楼有个两居室的套房 供他居住 还有一间武器库 一间研究办公室 一间书房 严心咬以为自己流血过多 出现了幻觉了 把手放开 卫生院消失 再次把手放在手镯上 脑子里想着卫生院 卫生院再次出现 严心咬试了几次 结果都能看到 这不是幻觉 严心咬脑子里想着去八糕 尝试看能不能够取出来 下一秒 去八糕出现在他的右手中 再次尝试取别的东西 甚至尝试进入卫生院 居然都成功了 更神奇的是 他拿掉的东西 还能够自动补上 也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呀 这个惊喜也太大了 有了这个卫生院 姑奶奶以后啊 都能在这武圣王朝横着走 等养好身体 和那个狗屁武王子退了婚 就去替圆主报仇 圆主死得那么惨 那么不甘心 怎么说都占用了圆主的身体 才活了过来 圆主经历的痛 我都要一一替圆主报复回去 奴婢见过二小姐 不必多礼 二小姐 奴婢们是酒店下 派来伺候二小姐的 奴婢叫春兰 她叫夏竹 你有事尽管吩咐奴婢们 有了啦 春兰夏竹 是不是还有两个叫丘吉和东梅的 二小姐 您怎么知道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从你们的名字推荡出来的 春夏秋冬 梅兰竹吉 很容易就能猜到 事实上 这两个丫鬟可不简单 他们是韩潇明 秘密培养的 四大暗影中的两个 是临时派来充当丫鬟 同时监视颜细瑶的 二小姐 该用膳了 多谢 严西瑶坐下来 低头吃饭 春兰和夏竹 收拾着房间 吃完饭 严西瑶继续养伤 两天后 严西瑶发现了不对劲 她身上的伤都在愈合 唯独这脸上的伤 没有愈合的迹象 这就奇怪了 不至于是因为脸皮厚吧 我瞅你爷爷个辣子鸡的 谁他妈给姑奶奶戴了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什么辣子鸡人皮面具 这个颜二小姐说话怎么怪怪的 二小姐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想吃辣子鸡了 辣子鸡是何鸡啊 就是 辣椒炒鸡 二小姐 您现在身上有伤 不能吃辛辣 等您伤好了之后才能吃 嗯 我知道 只是有点嘴馋了 没事 过几天再吃 你们俩先出去吧 不用伺候 是 春兰和夏竹扶了扶身 退了出去 等两个丫鬟都退了出去 严西瑶开始撕扯脸上的人皮面具 一撕那就是钻心的疼 根本就撕不下来 啊 卧槽 难道这骨带还能有万能交不成 呜 严西瑶也不气馁 独自对着镜子研究起来 什么酒精白醋 风油精花露水等等的 全部都拿来一一的尝试 还真让她把脸上那层 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给撕了下来 对着镜子一看 忽略左脸上那道猙獰的伤疤 园主长相绝美呀 一定是王氏母女干的好事 这张脸可是比严小蝶漂亮无数倍 遭人嫉妒了 王氏母女啊 你们都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 我定让你们尝尝 身不如死的滋味 主子 有情况 什么情况 今日杨二小姐从脸上撕下一张人皮面具 她的脸并非是又黑又丑 脸上有人皮面具 是 有点意思啊 本宫都要看看 她想玩什么花样 主子 杨二小姐似乎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人皮面具 哦 怎么回事 春兰把颜西瑶的那句 我朝你爷爷个辣子鸡的谁他妈给姑奶奶戴了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跟韩潇明说了一遍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就更有意思了 继续监视 别让他看出端倪 另外 给他准备两套换洗衣服 是 属下告退 颜西瑶照样每天给自己涂抹换药 之后的三天平安度过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你们这是干嘛 就我这张黑脸 没必要刻意梳妆打扮吧 二小姐 您今天必须梳妆打扮 用完早膳 酒店下要带您进京 进京也不用特意梳妆打扮啊 别弄了别弄了 就我这张黑脸 打不打扮有什么区别啊 二小姐 今天必须要打扮 酒店下要带您去参加葬礼 啥 参加葬礼 谁的葬礼啊 二小姐请恕罪 奴婢不知 参加葬礼你们让我穿红色 这不合适吧 让您穿红色是酒店下交代的 能不能换个颜色 回二小姐 不能 酒店下交代 一定要让您穿红色 好吧 死就死了 春兰 您给我找块面筋 把我脸上的疤遮起来就行了 不用坏妆 梳个头就行 是 别怨门口 管家已经是备好了马车 春兰 夏竹和颜西瑶等在一旁 酒店下 咱们这是去参加谁的葬礼啊 韩小明看了颜西瑶一眼 也不说话 抬手指了指她 我 参加我的葬礼 没错 就是参加你的葬礼 等等 我回去换回掉下山崖时穿的那套衣服 为何要换回那套衣服 我吓死某人 某人 难不成这个颜二小姐受伤掉下山崖 跟某人有关 这个某人 还是她的家人 这个女人 到底经历着什么 没必要换 你穿这套衣服 一样能吓死某人 好吧 那就不换了 马车行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便来到了少师府门口 主子 到了 少师府门口挂着白布 言文中和王室 在门口迎接前来吊咽的宾客 酒店下到 酒店下 里面请 夫人请节 哎 没想到严大小姐年纪轻轻的 就遭死意外 还真是可惜了 哦 酒店下误会了 不是大小姐 死的是二小姐 哦 是吗 那为何不是灵氏出来迎接宾客 似乎灵氏 才是二小姐的生母吧 啊 酒店下有所不知 灵氏伤心过度 几次昏倦 下官才让王室出来迎接 不知这二小姐 是怎么死的 回酒店下 小女士师足掉下悬崖 活活摔死的 夫人如此伤心 本宫当然以为是大小姐死了 这二小姐死了 夫人不是应该开心吗 本夫人当然开心了 我巴不得他早点死了 哎呀 酒店下说的是哪里话呀 二小姐 那可是老爷的亲生女儿 臣妇 怎能不伤心啊 本宫说的可是大实话 我又有用 没想到这个酒店下 还蛮腹黑的呀 韩潇明说完 都懒得看一眼王室 那一脸吃了屎的表情 带着颜西瑶 大步往府里走去 天哪 人家本丧屎呢 这一身红衣来调眼 也不怕被主家哄出去呀 哄啥呀 人家都进来了 真不知道这个女人 和颜二小姐有何仇怨 居然穿红衣来调眼 哎呀就是 难道就不怕晚上 这颜二小姐去找她呀 葬礼穿红衣 可是对死者打不敬呀 你们都不想胡了 没看到她身边的人 是酒店下了 酒店下 我想去看看我的母亲 嗯 去吧 本宫若没猜错 你的母亲应该在灵堂 给你烧吃 哼 我还没死呢 颜西瑶嘴角抽了抽 大步往灵堂走去 娘亲不必难过 女儿没死 女儿还活着呢 颜西瑶将灵石拉起来 将灵石拉到不连背后 你 你真的是瑶儿 那 那棺材里躺的尸体 是谁啊 娘亲 我是瑶儿 棺材里的人 一定是颜小蝶 找来的尸体 易容的 您最清楚女儿的声音 难道您听不出来吗 你的声音 是很像瑶儿 你能让我看看 你的后腰吗 当然没问题 颜西瑶说完 主动掀开衣服 让灵石看到她后腰的 梅花形胎记 这个胎记不会有错 你是瑶儿 瑶儿 你真的没死 可你的脸 娘亲 别激动 女儿的脸没事 放心吧 女儿回来了 以后有女儿保护你 但现在 咱们要演一场戏 我会让伤害 我的人付出代价 瑶儿 娘亲 您听我说 您现在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您放心 一切由我 娘亲 您现在假装和我吵架 就以我穿红衣为由 把我推到外边去 我要让王氏母女 看到我没死 瑶儿 你对付不了他们的 你还是悄悄离开 少师府 娘亲找机会来寻你 娘亲 你就听我的 放心吧 女儿不会有事 酒店下会护着女儿的 瑶儿 是王氏母女害你的 是不是 是 娘亲 女儿以前瞎了眼 这一次 女儿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还有五皇子 女儿要光明正大的 与他解除婚约 可是 你与五皇子解除婚约后 该怎么办呀 女人一旦退了婚 以后还有谁敢娶你呀 娘亲 女儿就算是嫁个平民百姓 也不愿意嫁给一个人渣 女儿还年轻 一个处心积虑 想害死我的人 我怎么可能嫁给他 好 娘亲支持你 你想怎么做 棺材里的尸体 是谁找来的 是严小蝶 带人找回来的 很好 你以我穿红衣为由 向我推出去 然后扯掉我脸上的面纱 让门外的人 一起进来开棺验尸 揭穿严小蝶 好 这一次 娘亲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保护好你 娘亲 您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您的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一身红衣参加别人的葬礼 你安得什么心呀 你给我滚出去 少师傅 不欢迎你 灵氏一边说 一边推着严熙遥往外走 严熙遥笑了笑 假装难过的 被灵氏推着往外走 我 我 韩潇明看着灵氏母女 嘴角勾起一抹 不明显的糊涂 这个丫头进去那么久 这母女俩 是传统演戏了 看来这个丫头还不笨 想解除婚约 得活着才行 躲在角落里 与五皇子韩潇琪 打情骂俏的严小蝶 赶紧跑出来 看到一身红衣的严熙遥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这可是她表现的好机会 在别人的眼里 严小蝶是个爱护妹妹 温柔善良的大美人 这个时候 她怎么可能不跳出来表现呢 你是什么人呀 今天可是我妹妹的葬礼 你怎么能穿一身红衣 来参加葬礼呢 不等严熙遥回答 严小蝶上前 一把扯下了她脸上的面巾 鬼啊 严熙遥一步步靠近严小蝶 严小蝶吓得不停地往后缩 你别过来 走开 走开呀 五皇子 救我 姐姐在害怕什么 你可是我的姐姐 你知道吗 我在那边好寂寞 好孤独 我得来带你过去陪我呀 不要 你别过来 爹爹救命啊 皇子救我 门外的严少师和王室 听到严小蝶的声音 赶紧跑进院子里头查看 护女心切的严少师和王室 几步跑到严熙遥的面前 将严小蝶护在了身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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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遥儿 不然父亲以为是谁呢 不 你不是遥儿 遥儿的脸虽然黑了点 但没有疤痕 你到底是谁 我脸上怎么会有伤疤 你得问问你的宝贝大女儿 严小蝶啊 这可是她亲手画上去的 不仅脸上有 胸口还有 全身都有呢 父亲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伤人呢 本皇子不管你是谁 蝶儿那么善良 连一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 你想诬陷蝶儿 你问过本皇子了吗 五皇子 瑶儿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护着严小蝶 似乎不妥吧 正因为瑶儿是本皇子的未婚妻 瑶儿已经死了 本皇子当然要护着瑶儿的姐姐 是吗 五皇子还真是深情啊 就是不知道棺材里的尸体 到底是不是 炎儿小姐呢 本宫也很疑惑啊 这炎儿小姐 可是本宫 从少师府后山的山崖下救回来的 这棺材里 难不成还躺着一个炎儿小姐 这不应该啊 炎西瑶 怎么可能还活着 五皇子扭头 狠狠地瞪了炎小蝶一眼 那意思不言而喻 炎小蝶慌忙摇头 一脸的无辜 今日那么多人在此做见证 严少师 你就不打算开棺验尸 查明真相吗 还是严少师 想替别人送葬吗 老爷 瑶儿的声音我能听出来 他才是瑶儿 我倒要看看 棺材里的尸体是谁 儿臣参见父皇 父皇 儿臣来看您了 你这个臭小子 你还记得有朕这个父皇 你都多长时间没进宫了 父皇 儿臣这不是来了吗 你也知道儿臣有多忙呢 少跟朕来这一套 说吧 找朕何事啊 呦 父皇什么时候学会占卜算卦了 儿臣找您有事都能算到 真是你的老子 养你那么多年 还能不知道你的性格 夫人 严二小姐 你们进来吧 严西瑶和灵士进了皇上的书房 双双跪在皇上的面前 臣父处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你二人进宫见朕有何事啊 还有你 见朕为何蒙面啊 回皇上 臣女前几天毁容了 面貌丑陋争 臣女怕吓着皇上 你毁容了 若朕没记错 你是老五的未婚妻 怎么会毁容的 臣女是被姐姐 严小迪划伤的 胸口还被她刺了一刀 全身都被鞭子 抽得鲜血淋漓 如非九殿下相救 只怕早死于非命了 哦 她是你的姐姐 她为何要这么做啊 她爱慕五皇子 想和五皇子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杀了我 五皇子和少师傅的婚约 就会落在她的头上 嗯 取下你脸上的面纱 让朕瞧瞧 臣女遵命 燕西瑶抬起手 缓缓地将面纱取下 下手还真够狠大 你此次进宫 是想让朕为你讨回公道 不敢 臣女不奢望讨回公道 臣女是想奏请皇上 允许臣女与五皇子解除婚约 毕竟臣女现在已经毁容了 配不上五皇子了 准奏 朕答应你与老五解除婚约 谢皇上恩典 启离皇上 臣妇奏请皇上 允许臣妇 与阎文忠合理 你为何要合理啊 皇上 您可知道阎文忠 将王室抬为平气 将臣妇 软禁在后院杂物间五年 而现在 臣妇的女儿 被王室的女儿伤成这样 可他只管护着王室的女儿 不管臣妇女儿的死活 他妄为人妇 妄为人妇 明儿 他说的可是事实 是 儿臣今日就在当场 儿臣都怀疑 燕二小姐不是他亲生的女儿 哪有父亲这样对自己女儿的 启禀皇上 严少师在宫门口请求入宫 朕还正想找他呢 让他进来 是 等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五皇子陪着跌跌撞撞的严少师 来到了皇上的御书房 微臣参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儿臣参见父皇 老我 你来得正好 朕已经同意 燕二小姐与你解除婚约 择日 朕重新为你赐婚 你先下去吧 父皇 下去 是 儿臣遵旨 严少师 你可知罪 皇上 微臣何罪之有啊 何罪之有 朕问你 灵氏和王氏 谁是你的正妻 这 自然是灵氏 是吗 那为何 灵氏被你阮禁后院杂物间五年 王氏却成了平纪 谁给你的胆子 冲戒灭旗的 为臣知罪 请皇上恕罪 恕罪 五圣汪朝 怎么就除了你这么个败类 还是从一平大愿 灵氏 朕同意你们和离 谢皇上恩典 言文中 宠妾灭气 包庇凶手 仍看在你这几年还算安分的份上 官将三级 皇上 微臣知错了 求皇上收回成命 再给微臣一次改过自信的机会啊 行 你问问灵氏是否愿意给你机会啊 皇上 臣服信已经死了 只想和离 求皇上成全 听到了 听到了吧 不是朕不给你机会 是你的夫人不给你机会 明儿 朕累了 你来准备和离书和解除婚约的诏书 严少师的家产 分给灵氏一半 是 儿臣遵旨 小丫头 朕给你宣个御医看看 能不能治好你脸上的疤痕 如何呀 多谢皇上好意 不必了 九殿下的府衣已经替臣女看过了 明儿 你监督言文中 让她交出一半家产给灵氏 是 儿臣遵旨 谢皇上恩典 谢皇上恩典 道歉来吧 谢皇上 哎呀老爷 姚儿啊 她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 可她也是严家的二小姐呀 她还是个姑娘 尚未出阁 怎么能够让她死后受辱 不得安宁啊 王氏 你在害怕什么 姚儿是我的女儿 我同意开棺验尸 你却不同意 难道你知道 棺材里躺的是别人 开棺验尸 本宫都要看看棺材里躺的是谁 本宫救回来的人 又是谁 众人的眼睛都看着韩潇明 没有注意到 严小蝶扭着腰肢 逐渐靠近韩潇明 她想用美人计 企图让她不要开棺验尸 韩潇棋回过神来 想要阻止的时候 已经是来不及了 就在严小蝶距离韩潇明 三尺不到的距离 韩潇明抬一脚 狠狠的一脚将严小蝶踹飞了出去 不愧是网面煞神九皇子嘛 干得漂亮了 严小蝶倒飞出去 撞在围墙上 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晕了过去 九弟 你太过分了 本宫过分 五皇兄难道不知道 本宫不让任何女人靠近吗 不看好自己的女人 反而来怪本宫过分 这适合道理啊 你 有谁愿意随本宫 进去开关验尸的 下官陪九殿下进去 下官也陪九殿下进去验尸 韩潇明转身 带着大伙儿大步往灵堂里头走去 棺材盖打开 严心尧走上前 在尸体的脸上一阵摸索 众人还没有来得及感叹 严心尧的大胆 他就从那尸体的脸上 撕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一张陌生又满是伤痕的脸 呈现在众人面前 啊 这 还真不是炎二小姐 此人死亡时间是四天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并非摔死 从他手上的简材来判断 他是个长期干农活的姑娘 这位姑娘身材与我相似 就这样死于非命 下手之人还真是狠心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哼 滚到房间里面面壁思过 明日再收拾你 老爷 滚 爹爹 你的大女儿想杀我 你就不打算给我的娘亲一个交代吗 你要我给什么交代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姐姐 就是害你的凶手 哼 要怪就怪你自己无能 自己愚蠢 你还真是天下好父亲的典范 我颜西瑶为你感到骄傲啊 灵师闭了闭眼 然后猛地睁开 一脸冷漠地道 严少士 随本宫 随本宫进宫 随本宫进宫吧 恭迎皇上 免礼 起来吧 谢皇上 你还要是否认为你 靠近他呀 你说 那个严家的二丫头和老五解除婚约了 是 朕已经同意了 严家那二丫头毁容了 家境皇家也不合适啊 既然解除婚约了 那明儿要是喜欢的话 就让他们定亲也行啊 皇后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严家那二丫头已经毁容了 唉 毁容怎么了 太医院那么多的太医还治不好一道疤痕吗 只要是明儿喜欢 是个女人就行了 臣妾呀 已经是没有任何要求了 好不容易有个女人能够靠近明儿 只要不是男人 是仇是美 那都不重要啊 这 这怎么行啊 皇上 难道你希望明儿是断秀 这 这当然不希望 可这严家的二丫头 也实在太丑了 有多丑啊 非常非常丑 臣妾明日去明儿的别院看看 顺便问问抚衣 那丫头脸上的疤痕 还能不能够治好 唉 看看你就知道了 林夫人 你和二小姐就站住这里吧 本宫的五皇兄和那个女人 绝不会善罢甘休 但还不敢带人到此处厮杀你们 多谢九殿下 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来 我也好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就你 一点武功都不会 难不成你想使唤本宫府上的侍卫 帮你报仇啊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 我研究点毒药 将他们全部毒翻不行吗 或者弄点陷阱 让他们有来无回不行吗 果然 最毒女人心 多谢九殿下收留 明日 我们就去找房子 找到房子 我们就搬出去 林夫人不必着急 本宫已经说了 你们现在出去住不安全 先暂时留在别院吧 来人 带林夫人下去休息 好生伺候 是 林夫人 这边请 铅儿小姐 三日后 你陪本宫出去一趟 去哪啊 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不去 我说了 你自己负责找药材 我得想办法赚钱养家 现在我和我娘 都搬出了少师府 总不能坐这山空吧 只要你陪本宫 找到了千年火灵芝 治好本宫身上的寒毒 本宫付你十万两银子 作为酬劳 十万两 没错 再送你一所宅子 实话当真 绝无半句虚言 好 我答应了 不过得白纸黑字写出来 万一你以后反悔 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没问题 本宫答应你 把你带在本宫的身边 本宫就不信不露出破绽 本宫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能借本宫身上的寒毒 严戏摇将手伸进了袖子里 从空间里取出一颗黑褐色的药丸 递给韩潇明说道 嗯 酒店下这么有诚意 本姑娘呢 也送你点小礼物 这颗药丸你吃了 那压制你一个月的寒毒 一个月后我再给你 韩潇明接过药丸 也不吃 转身离开 哎 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怕死 就怕别人给他下毒 也不想一想 姑奶奶还在你府上 给你下毒 姑奶奶还没活够呢 九殿下 这药丸您从哪儿弄来的 还能从哪儿弄来的 严家二小姐给的 不得了呀 此人医术不得了 九殿下 您快把这药丸吃了 能压制您体内的寒毒 此话当真 这严二小姐的医术 属下甘拜下风 这药丸配我 实在是太过精妙又大胆 绝了 韩潇明半信半疑的 将药丸塞进嘴里 将药丸咽下去 一刻钟后 韩潇明原本冰冷的身体 开始缓缓的暖和了起来 她自己都快忘了身体暖和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这严家二小姐 真是传言中那个一无是处的女人 简直扯淡 看来传言不属实了 这个严西药 隐藏得真够深淡 你们下去吧 准备一下 三日后 随本宫出去找千年火灵芝 是 属下告退 这个严西药 哪里来的药材制作药丸 在遇到她的时候 她连止血的药材都没有 怎么才过了几天就制出药丸来了 她没出去过 难道是以前制作好 放在上师府 这次回去才取回了她 可也不对啊 以前她也不可能知道 本宫中的寒毒 怎么会制作好药丸 放在上师府呢 难道她有什么隐藏的身份 她从小没离开过京城 难不成 跟教她医术的神秘人有关 有可能那个神秘人 就是敌国奸细 只要密切监视 本宫就不信 那个神秘人不露面 想到此 韩潇明起身 出了书房 往严西药住的房间屋顶飞去 落在屋顶 轻轻地掀开瓦片 往屋里看去 这一看 韩潇明差点从屋顶上摔下去 屋里的严西瑶 正一丝不挂地 泡在浴桶里 仰着头 闭着眼睛享受 露出的是她本来的面貌 脸上那又黑又丑的人皮面具 放在一旁 非礼无事 眼睛却是不受控制的 看向严西瑶那张 白皙细嫩的小脸 严西瑶感觉到 有人在注视着她 猛地睁开眼睛 而此时 韩潇明刚好把瓦片放回去 主子也真是的 偷看人家姑娘沐浴 还被人家发现 要不是溜得快 还不得被这严二小姐 抓个正着啊 哎等等 主子不尽女色 怎么会偷看严二小姐洗澡 难道主子转性了 皇后娘娘驾到 儿臣见过母后 母后 您怎么来了 本宫不能来看看你吗 你好不容易进宫一趟 都不去看看本宫就出宫了 一点也不孝顺 母后 儿臣不是有事吗 你有事 那就只能本宫来看你了 名妇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 千千岁 臣女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 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连 谢皇后娘娘 皇后上下打亮 严禧 manage 这身段不错 脸上红纱遮面 露出一点皮肤 也是有黑的发亮 嘩�� 把面纱摘了 让本宫瞧瞧 皇后娘娘 臣女的脸毁容了 怕吓着你 本宫知道 本宫就是想看看你毁容成什么样子了 严夕瑶大方的缓缓摘下面纱 皇后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也太丑了吧 皇后仔细打量着严夕瑶 细心的她发现严夕瑶只是脸黑 脖子和手上的皮肤却是白皙细嫩 要是能治好应该不会丑 明儿啊 去把你府上的府衣叫来 本宫有事要问她 母后 你想问什么 你去找来便是了 好吧 乌尘 去找府衣过来 是 属下遵命 母后 去屋里坐 您用早膳了吗 本宫刚起身就来了 还没用早膳呢 儿臣也刚拿起筷子 您就来了 正好 一起用早膳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臣妇告退 是 臣女告退 皇后跟着韩潇明 去了正厅用早膳 非之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 起来说话 谢皇后娘娘 严家二小姐脸上的伤是你处理的 本宫问你 她的伤能够治好不留疤痕吗 回娘娘 卑职无能为力 但严二小姐的医术在卑职和严军医之上 卑职相信她自己应该能治好 什么 此话当真 卑职绝无半句虚言 明儿 这个严二小姐真的会医术 这丫头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明儿 你去把她叫来 给本宫把把脉 本宫倒是想要看看 她的医术有多高明 韩潇明想到 母后有头疼的毛病 也正好可以试探一下严夕瑶 行礼就免了吧 本宫听陈大夫说 你会医术 你来给本宫把把脉 看看本宫的身体有无问题 是 臣女遵命 严夕瑶答应了一声 上前两步 手指搭上了皇后的脉搏 片刻之后 皇后娘娘 您有偏头痛的小毛病 另外您最近半年 越是不太正常 调理一下即可 丫头 你实话告诉本宫 你脸上的伤疤 还能治好吗 能 臣女能治好 皇后的心里 暗自松了一口气 能治好就行 黑点也无所谓 丫头 那你就给本宫治疗一番吧 是 臣女遵命 皇后娘娘 请移步到房间里吧 来到韩潇明的房间 严夕瑶让皇后躺在床上 头朝外 她伸出小手 开始给皇后按摩头部 严夕瑶的力度掌握得很好 不轻不重 皇后舒服的差点呻吟出声 严夕瑶让皇后坐起来 开始下针 针刺 河谷 猎缺 太冲 风池 丝竹 空等学 留针一刻钟 取针后 严夕瑶继续给皇后 针酒 气海 三阴交 血海 归来等学位 行血 活血 一番专业的操作下来 韩潇明彻底相信了 严夕瑶会医术 施针结束 皇后觉得全身都轻松了不少 但严夕瑶按摩的手法 更加舒服 她又躺回到床上 头朝外 让严夕瑶继续给她按摩头部 严夕瑶没有推子 拉了个椅子 坐在床前 继续给她按摩 韩潇明和府衣陈大夫 则是悄悄地推了出去 直到皇后 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严夕瑶才站起身 本宫的母后怎么样了 皇后娘娘睡着了 我去给皇后娘娘拿点药 给她调理身子 去吧 严夕瑶回到房间 四下打量一遍 这几天 她隐隐感觉有人在监视她 虽然看不到 但还是小心为上 得弄个药箱才行 以后拿药 可以用药箱做掩护 你不是去拿药了吗 药呢 没有 要进京城去买 这要买个药箱 九殿下 你能借我一辆马车吗 你需要什么药材 本宫让府衣去给你取来 不必出去买 严夕瑶无奈 只得说了一大堆药材 顺便说了要一个药箱 韩潇明答应 将严夕瑶需要的药材 寄了下来 让吴臣交给了府衣准备 严夕瑶出了政厅 往茅房走去 他还就不信了 他去茅房 还能够有人监视他不成 进了茅房 严夕瑶进入空间卫生院 找了一些乌鸡白凤丸 剪掉外包装 用一张白纸将药丸包起来 又拿了一些治疗头痛的正天丸 拆去外包装 用纸包起来 塞进袖子里 严夕瑶想上楼去看看 却发现根本上不去 楼梯间仿佛有一道透明的墙挡着 这是怎么回事 有点坑爹呀 无奈 只得出了空间 抓好药 拎着药材往厨房走去 今日不适合将药丸给皇后 先熬点药给她喝 春兰 二小姐 你有何吩咐 你帮我生火 我要给皇后娘娘熬药 二小姐 熬药您吩咐奴婢即可 您去休息吧 有劳了 三碗水煎炒一碗 好的 您放心吧 严夕瑶也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门口 看着春兰如何生活 她得学习学习 将来自己和娘亲独自生活 有些事就得靠自己了 春兰 你这个火折子 能给我一个吗 二小姐 您要这个干嘛 以后奴婢会负责生活 您有需要吩咐奴婢即可 还怕本姑娘 烧了你家祖子的别远不可 严夕瑶瑶转身回房 却在转身时 没注意脚下 又脚在门槛上办了一下 身子往前栽去 二小姐小心 哇塞 你教会武功 好厉害啊 春兰 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二小姐 奴婢 算了 我不为难你了 你熬熬吧 严夕瑶往屋里走去 心里有那么一丁点的失落 连个丫鬟都有武功 她也好想学武功轻功啊 母后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睡够了 你还真别说 严家那二丫头揉得可真舒服 明儿 你就把那丫头 留在你的别院 多住上一段时间 本宫有空呢 就来找那丫头 给本宫揉揉头 母后 你能不能别总想起 有的没的 再说了 儿臣后天要出一趟远门 您来了也找不到 严家那丫头啊 你要去哪儿啊 怎么又要出去啊 儿臣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那本宫就把严家那丫头 接进宫里去 正好啊 让她给本宫 调理调理身子 她也要和儿臣一起去 同行好啊 最好还能够日久生情 那好吧 既然那丫头要跟你一起去 你可得照顾好她 本宫还等着她回来 给本宫调理身子呢 主的 杨儿小姐和纯兰求见 让他们进来 皇后娘娘 您把这碗药喝了 这是调理月氏的药 皇后看着这黑乎乎的药汁 眉头就皱了起来 皇后娘娘 您今天就喝这个 明日臣女把药 制成药丸 就不难喝了 哦 制成药丸 那明日本宫 可是要吃你 制出来的药丸 不用喝着 黑乎乎的药汁了 是 明日臣女 给您送进宫去 明儿啊 你明日呢 亲自送严丫头进宫 给本宫送药 保护好她 知道吗 母后 明日儿臣有事 严二小姐 你现在就去制作药丸 做好了 让本宫的母后 自己带回宫去 是 臣女这就去制作 皇后娘娘 臣女告退 皇后点了点头 严西瑶退出了 韩潇明的书房 春兰欲言又止 韩潇明叫住了她 春兰 你等一下 主子有何吩咐 你想说什么 主子 属下暴露了武功 严二小姐 让属下教她武功 你教她一点入门功夫 你先下去吧 记得用心点教 是 属下告退 主子不会是喜欢上 严二小姐了吧 不然怎么会对 严二小姐如此特别呢 还有皇后娘娘 看严二小姐的眼神 那就是婆婆看儿媳妇的眼神啊 看来以后 得对这个严二小姐 更加上心了 二小姐 晚上奴婢教您入门功夫 你说什么 晚上奴婢教您入门功夫 哎呀 春兰 你太好了 谢谢你啊 皇后娘娘 臣女给您送药来了 这个 是治疗头疼的药 头疼的时候再吃 一次吃一百粒左右 平时不用吃 这个呢 是调理月室的药 一日三次 一次三十粒左右 皇后看严夕瑶 那是越看越满意 她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严夕瑶 能够尽快的恢复容貌 母后 你要是无聊 可以抽空过来 让林夫人陪您聊聊天啊 或者派人 把她接进宫也行 你们这次出去 要去多久啊 不确定 有可能几个月 有可能一年半再 这么久 那本宫还是让林氏 跟本宫进宫去吧 他要是实在想回来 本宫才派人送他回来便是 如此甚好 儿臣担心严文中 会找他的麻烦 跟在您身边 你二小姐就能放心了 丫头啊 你放心吧 本宫不会让你母亲 有事的 多谢皇后娘娘 不必客气 去把你母亲找来 本宫啊 也差不多该回宫了 就把你母亲 一起接进宫去 是 颜希瑶赶紧去找母亲 娘亲 您还是跟皇后娘娘 进宫陪她几天 你想回来 就请皇后娘娘 派人送您回来 您跟皇后娘娘在一起 女儿也比较放心 女儿后天 要陪九皇子出远门 娘亲 你就别让女儿担心了好吗 你要陪九皇子出远门 你们要去哪啊 你们孤男寡女的出门 不太好吧 要去寻找一位药材 能治好女儿脸的药材 还要抚衣他们同行 您就放心吧 灵师一听 松了一口气 收拾了两套换洗衣服 跟着颜希瑶 来到了皇后面前 哎呀别跪了 这些俗礼啊 就免了 灵师 你就随本宫进宫 陪本宫一段时间 你要是想回来了 本宫呢 再派人送你回来 是 您付尊命 多谢皇后娘娘太爱 明儿啊 本宫要回宫了 你可得照顾好 严家二丫头 知道吗 母后 您就放心吧 你儿子的命还指望她呢 能不照顾好吗 皇后带着灵师出了别院 在御灵军保护下 启程回宫 用完了晚膳 休息了一会儿 春兰开始教颜希瑶入门功夫 二小姐 您全身放松 奴婢将内力运行路线 在您身体经脉中游走一遍 然后在您体内 留一点内力 您以后就按照这个内力运行路线 来运功 好 谢谢 春兰开始输送魅力到颜希瑶的体内 在她体内经脉之中游走了两遍 最后留了一丝魅力在颜希瑶的体内 然后将一套简单的入门内功心法交给了她 这一练功 颜希瑶就练了一整夜 她的体内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有那么一丝魅力了 一日一大早 别院门口 管家备了几匹高头大马 韩肖明已经是等在了门口 你们四个负责保护颜二小姐 是 属下遵命 那个 九殿下 可以让我坐马车吗 我不会骑马 管家 去备马车 是 管家小跑着去准备马车 颜希瑶上了马车 其余人则是骑着马 无尘驾车 一行人往西南的方向行去 小童崽子 出去玩也不像我老连家 真是一点要紧都没有啊 师父 怎么哪都有你啊 徒儿是出去办事 又不是出去玩 你快回去吧 出去办事我也要一起去啊 你几个师兄都不带为师玩 为师都快发霉了 你要不带为师去 为师就不走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老人家的小徒弟居然带女人出门 哎呀稀奇 稀奇 太稀奇了 嘿嘿嘿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啊 和我那宝贝小徒弟是什么关系啊 去车里坐着聊吧 别耽误时间 前辈 我叫颜希瑶 和九殿下是债主关系 我请他一条命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命 是徒儿救回来的 你怎么还蒙着脸啊 晚辈毁容了 怕吓着别人 只好蒙着脸了 你这小丫头还是个练武奇才 可你身上怎么就只有 那么一丁点的内力不动啊 仙辈 我才学了一天的武功 丫头 你有师父吗 颜希瑶有些失落的摇头 哦 你可愿做老夫的关门弟子啊 师父 你就这样决定了 哎呀 你忘了我老人家会看向了 我老人家看上的人准没错 这丫头以后的成就可不行 丫头 你倒是说话呀 你愿不愿意当老夫的关门弟子啊 我愿意 我不愿意 去去去 老夫没问你 你给老夫闭嘴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的小师妹 你给我好好保护他啊 他要是受一丁胆上 老夫为你是问 哎 丫头 为师告诉你啊 加上这个臭小子啊 你有四个师兄 等你那正师兄拜师礼 为师在一一给你介绍 多谢前辈 哎 还要前辈呢 虽然没行办事里 但为师晚上就教你武功了 多谢师父 这还差不多 老夫 师父 我不同意你收他为徒 是老夫收徒 又不是你收徒 你俩有仇啊 老夫收徒关你何事啊 本宫不当他的师兄 不当师兄 嘿嘿嘿 你想当什么呀 当夫君啊 那更不可能 老夫又收他为关门弟子 你这个师兄 爱当不当 嘿嘿嘿 哎 丫头 以后别叫他师兄 叫他 臭货 臭混蛋 韩肖鸣气的发抖 但是又拿这个师父没办法 干脆 先开车帘 飞身上了自己的马背 哎 丫头丫头 哎 别管他 整天摆这张臭帘 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一样 来来来 为师教你一套内功心法 晚上开始练 多谢师父 不过师父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您为何就要收我为徒啊 哎呀 为师不是说了吗 为师会看向 你将来的成就啊 会很大 为师当然愿意收你为徒啊 真的假的 您说的也太炫了吧 我现在才十五岁 将来什么样 谁知道呀 不管你将来怎么样 反正你也是真正的练武奇才 好好练武就行 好吧 师父 您有什么响亮的名号 还没啥响亮的外号 认识的人都叫为师 阴老头 阴老头说完 就开始传授 阎西尤内功心法口诀 这以后多个小师妹算怎么回事 多个小师弟不好吗 真是的 非得弄个女人 这以后和她怎么相处 要留她为继续所用 现在去生了小师妹 以后轻不得重不得 可咋整啊 臭小子 咱们这是去何处啊 火灵山 那晚上在福西镇落脚 为师要在那里 举行拜师大礼 随你便 去找老夫的徒儿们 告诉他们晚上 务必赶到福西镇 好的 师父 拜师礼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非常要必要 你也不知道呀 为师多想要个女弟子呀 可以前呀 为师看上一个 被外面那个臭小子搅晃一个 看上一个搅晃一个 今晚行了拜师礼 看她还这么搅晃 为什么呀 那为什么呀 她就是个断修 不敬女子 所以不让为师收女弟子 不是吧 反正呀 她就是不让任何女人接近她 除了她的家人 就只有外面那四个女人 能靠近她三尺 也仅仅是三尺啊 多半尺都不行 你老头 你话太多了 再多话 晚上你的拜师礼就别想了 你个小兔崽子 以前你趁老夫不在 把老夫看上的女弟子都给吓走 今日老夫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你可试试 呸 仗着自己有个皇帝老子 就知道威胁我老人家 师父 您这么怕九殿下吗 怕呀 这个小兔崽子 说到就能做到 他那皇帝老子最出爱的 只要他出面的事 解决起来就跟玩似的 以后呀 他就是你的四师兄 有啥解决不了的事 找他准能轻松解决 他那皇帝老子 可以不给任何人面子 但这个小兔崽子的面子 绝对会给 到了傍晚 他们到了福西镇 哟 几位客官 非常抱歉啊 小店今日被人包了 韩肖明皱起眉头 正想转身离开 小师弟啊 方圆百里就这一家客栈 你真要走吗 臭小子 没想到你还先到了 另外两个兔崽子到了没有啊 到了到了 正在安排饭菜呢 老头 这是你大师兄欧阳轩 大师兄好 师父 你确定要收他为徒 小师弟能同意吗 本宫当然不同意 可这巨老头非说不可 本宫也没办法呀 看来以后要多个小师妹 这一次估计是这个师弟 没办法搅和了 小师妹 你好 大家快进来吧 客栈是我包下来的 两位师弟 快出来 咱们有小师妹了 雅德 这是你二师兄 祝爽 这是你三师兄 唐少龙 三位师兄好 我叫颜西瑶 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 原来师父他老人家 让我们来此 就是要收你为徒 举行拜师大礼呀 太好了 终于有小师妹了 是啊 终于有小师妹了 走 咱们赶快去准备相案 让小师妹抓紧拜师 快快快快 快去准备 先拜师 好吃饭 嘿嘿 是 师父 你就不多考虑考虑啊 不考虑 马上行拜师礼 否则还得被你搅晃 颜二小姐 你确定要拜这个老变态为师 不考虑考虑 不考虑 我就想拜师学义 以后能保护娘亲 也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是啊 如果她有能力保护自己 当初就不会被她的姐姐迫害 扔下山崖了 如今 她和她的娘亲离开了少师府 她不但要保护自己 更要保护她的娘亲 我虽然不希望有小师妹 但她似乎很有必要学点武功放身 我看重她那一身精湛的医术 而她又有能力保护自己 不是更好吗 丫头 你可得坚定信念 那个小兔崴她不管怎么说 你可千万不能动摇啊 师父你去放心吧 我决定的事没人能改变 好 嘿嘿师父下敬你 行了 赶快准备 本宫都饿了 本宫负责泡茶 韩肖明没管他们 直接拿起桌上的茶壶 亲手泡茶 泡完了茶 韩肖明亲手写了拜师帖 韩肖明拿着拜师帖 走到颜西瑶的身边 掏出一定金子 用红纸包上 连同拜师帖 一起递给颜西瑶 同时说道 等会跪下拜师 先递拜师帖 然后把这个给师父 多谢四师兄 拜师不能戴面纱 最好连你脸上的人皮面具 也不要戴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连谁在你脸上 戴人皮面具都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呀 有什么好好奇的 几年前我发了一次高烧 等我醒来 脸就莫名其妙的 变得又黑又丑了 现在知道是谁干的了吧 除了王室还能有谁啊 还不算笨 行拜师礼 必须真面目识人 师父和几个师兄 都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拜师结束再带上 好 多谢四师兄 言细瑶说完 抬手摘下面纱 缓缓地撕下 脸上的人皮面具 脸上的疤痕又淡了一些 韩小明又一次被震惊到了 这丫头到底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效果居然如此明显 呦丫头 是谁划伤你的脸呀 告诉卫师 卫师去帮你报仇 师父 冒仇不着急 我会让伤害我的人 生不如死 先让他蹦到几天 嗯 丫头你记住啊 以后 有威师护着你 有你四个师兄护着你 不要让自己受任何委屈 好了 先行拜师礼 待会儿边吃饭边聊 阳西游 手捧拜师铁 跪在婴老头面前 将拜师铁双手举过头顶 呈上 徒儿拜见师父 嗯 丫头 这是红灵龙经编 为师叫他传给你 你好生保管 以后啊 就是你的随身武器 多谢师父 哎 你们四个臭小子 给老夫记住啊 丫头是老夫的关门弟子 也是唯一的女弟子 你们以后啊 多帮助她 好好保护她啊 师父您就放心吧 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您不交代 我们也会好好保护她的 小师妹 这是聂龙笔 大师兄送你的见面礼 多谢大师兄 小师妹 这是一本阵法秘籍 有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来问我 多谢二师兄 小师妹 这是唐门暗器 梨花飞针 遇到危险 按下这个按钮 就能发射毒针 里面有 一百零八只毒针 能发射六次 每次发射十八只毒针 多谢三师兄 众人看向韩潇明 韩潇明说道 本宫什么都没准备 很会精神补给你 众人一脸的不屑 谁不知道 这个师弟对男人 一向大方 对女人一毛不拔呀 小师妹 你别介意 她就这样 我没在意 其实刚才 她已经给过一定金元宝了 让我给师父红包 金元宝 嘿 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 不过一定金元宝 就像打发老夫的宝贝小徒弟 门都没有 嘿嘿 等回京了 你记得找他要礼物啊 师父 礼物不重要 这样的是我有师父 有师兄 这就足够了 那怎么行呀 师兄送小师妹礼物 天经地义 等回京啊 我一时亲自去为你要 嘿嘿嘿 走走走 现在吃点饭 小师妹 你为何要戴一张 这么丑的人皮面具啊 这是我的仇人 在几年前给我戴上的 现在还不是拿掉的时候 原来如此 你放心吧 我们几个师兄 都不会泄露出去的 嘿 没想到老夫的小徒弟 居然是严家的二小姐 哎呀 只可惜啊 你爹 那你不配为人父 离开了也好 丫头 以后啊 师父和你的师兄 就是你的娘家人 看谁还敢欺负你 来 庆祝师父收徒 咱们多了个小师妹 干杯 干 干 来 几人举杯倡议 吃完饭 大师兄 二师兄 和三师兄 因为还有事 连夜离开福西镇 韩潇明他们 则是留在客栈 英老头 把闫熙遥 抓到屋顶 让他在屋顶上 打坐练功 他静静的 陪在一旁 天亮后 英老头 又开始在客栈后院 教闫熙遥鞭法 中午时 赶到一个小镇 一行人在小镇上 闲逛着寻找饭馆 就在这时 一个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女人 带着两个丫鬟 和几个家丁 迎面而来 他一眼就看到 骑在马背上的韩潇明 瞬间被韩潇明的 天人之姿所吸引 这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本小姐 走 今日本小姐 要将这个男人拿下 带回家 做夫君 见韩潇明一行人 进入了饭馆 女人笑得是花枝乱颤 这个饭馆 正是他家的产业 女人心生一计 绕到后院 进入了后厨 菜里有毒 是名样 丫头 你会医书啊 严西尧点点头 他奶奶的 把凶手引出来 老夫倒要看看 谁敢在老夫的菜里下毒 主子 菜里有毒 本宫知道 有解药吗 属下没有 小师妹 你能解释毒吗 严西尧点点头 把手伸进袖子里 一阵摸索 从空间里取出解毒丸 扔了两颗在茶壶里 把另外两颗不动声色的 递给阴老头 躲在角落里的女人 看着几个人开始吃菜 心里窃喜不已 等饭菜吃得差不多了 几人才假装晕倒 趴在桌子上 把他们给本小姐全部带走 今晚 本小姐就要和他 拜堂成亲 是 家丁丫鬟刚上前准备动手 春兰下竹 秋菊东梅和吴晨 顺兵起身 抽出长剑 架在了几人的脖子上 速度快如鬼妹 臭小子 这个女人是冲着你来的 你看着吧 韩潇明冷着脸站起身来 一步步逼近女人三尺 抬脚 一脚将女人踹飞 女人倒飞出去 砰的一声 撞在柜台上 吐出一口鲜血 昏死过去 大小姐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伤了我家大小姐 小师妹 这几个人 留给你练手了 来人 给本宫换鞋 严兮尧缓缓起身 扭动了一下脖子 捏紧小拳头 对着几个家丁丫鬟 冲了过去 春兰 给二小姐换鞋 夏主 带二小姐去洗手 是 我不用换鞋 她都被你吓得尿裤子了 你踹了她不换鞋 你不嫌脏吗 我又没踹她裤裆 必须换鞋 不换鞋 别上本宫的马车 我去 严重解脾症啊 踩她地上不脏 踹别人一脚就嫌脏 什么玩意儿啊 皇宫中 皇后让灵氏陪着她去逛御花园 灵氏小心翼翼地陪在皇后身边 有意走在皇后的身后 哎呀 灵夫人 本宫又不会吃人 让你陪着本宫逛个御花园 你搞得像个下人一样 本宫都不自在了 可是 娘娘 哎呀 没有可是 跟本宫并排走 是 灵夫人 本宫让你进宫来呢 是让你来陪着本宫几点门儿的 你又不是下人 不要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是 民妇都听您的 灵氏发自内心的笑了 拉着皇后的手臂像是一对姐妹一样有说有笑 突然 刷的一声 皇后的裙摆被御花园里的树枝刮破了 哎呀 这可是本宫最喜欢的一套衣裙了 就这样破了 哎呀 太可惜了 皇后娘娘 您要是信得过臣妇 臣妇帮您缝补一下吧 补了也不好看了 哎 算了 一套衣裙而已 扔了就扔了吧 缝补一下试试 不好看再扔不迟 这么好的料子又是您最喜欢的 就这么扔了 怪可惜的 好吧 本宫听你的 补一下试试 两人回了皇后寝宫 皇后将衣裙换下来交给灵氏 两个多时辰后 皇后惊讶的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 只见灵氏在刮破的裙摆处 绣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凤凰 将整件衣裙衬托的更加好看了 哎呦 林夫人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绣的也太逼真了 就跟活的一样 哎 林夫人 本宫有个想法 咱们合伙开上一家绣房如何呀 本宫来出钱 你出绣品 赚的银子呢 咱们三七分 本宫三成 你七成 皇后见灵氏不说话 还以为自己是给少了灵氏不愿意呢 哎呀二八也行 本宫两成 你八成 皇后娘娘 这怎么能行 哎呀好了 本宫占一成 你就给句通快话 开不开 皇后娘娘 您听林夫把话说完吗 开绣房 没问题 但必须对半开 咱们各占一半 还是四六吧 本宫四成 你六成 对半开 各占五成 您要是非得四六 那林夫四成 您六成 哎呀 对半就对半吧 您先休息一下 本宫出去一趟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求见 让她进来 皇上 您快看哪 这是出自何人之手 这是灵氏帮臣妾缝补的 这绣宫啊 连宫中的顶级绣娘 都得甘拜下风 不错 没想到这灵氏 还有这方面的手艺啊 皇上 臣妾有一事相求 你是想把灵氏 留在绣衣房 不 臣妾想与灵氏 合伙开上一间绣房 赚的银子平分 这事可行 朕支持你 明日 朕便派人去找店铺 对了 你不是去明儿的别院 看灵氏的女儿了吗 回来怎么都不跟朕说说 皇上 咱们的明儿啊 可是捡到宝了 严家的二丫头 还是个神医呢 比严君医和明儿府上的 府衣医术还要高明呢 他亲口告诉臣妾 她的脸能治好 臣妾这两天 就趁那丫头给臣妾治的药丸呢 那丫头什么时候会医术了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哎呀 管她什么时候会医术的 反正啊 明儿是捡到宝了 臣妾不管啊 那丫头是唯一一个 能够靠近明儿的姑娘 你可不许为难那丫头 不为难 没想到燕文中不要的母女 都是才女 你和灵氏合伙做生意 咱们尽量撮合明儿 和那丫头 这灵氏啊 就是咱们的亲家母 以后啊 这两个才女 都是咱们家的 朕怎么可能为难她们呀 哎呀 幸好老五和严家的 二丫头解除婚约了 否则啊 咱们呢 也没这福分 皇上 等到明儿回来 您也让那丫头 给您啊 调理调理身子 说不定 等他们回来 那丫头 已经把脸给织好了呢 好 能治好最好不过 就算治不好 只要明儿喜欢 朕也不会阻拦 朕还真怕明儿这孩子 喜欢的是男人呢 可不是吗 臣妾呀 都担心死了 哎呀 别瞎担心了 走 朕陪你呀 一起去见见灵氏 和她商量一下 开秀风的具体细节 好 多谢皇上 哎 都老夫老妻了 还说什么谢不谢的 走吧 严西摇在马车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时 已是接近晚膳时分 此时的他们 还在关道上 距离下一个城镇 还有上百里的路程 姑臣 找地方休息 是 竹子 严头 走 为时带你去打猎 啊 师徒二人往林中走去 韩潇明下马 漫不经心的 跟在严西摇 和婴老头的身后 韩潇明 跟了一段距离后 竟直往另一边走去 严西摇和婴老头 继续往前 没过多久 两人发现了一只 仓皇逃窜的小鹿 严老头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 当成暗器扔了出去 准确无误地打在了小鹿的头上 将小鹿打晕了 严西摇兴奋地跑过去 将小鹿捡起来 一股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抬头看去 一群狼正向他扑了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狼群 严西摇头皮发麻 鹰老头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了严西摇的身边 严西摇 这群狼给你练练变法 曾经有威士在 这群厨师伤不了你 严西摇点点头 取下腰间的长鞭 做好攻击准备 鹰老头从地上捡了一些石子 飞伸上了一旁的大树 啪的一声 严西摇甩出长鞭 狠狠地抽在离他最近的狼身上 被抽到的狼受伤惨叫 更加刺激的其他狼群凶性大发 严西摇挥动着鞭子 一边又一边地抽打在狼群身上 若有偷袭的狼 鹰老头的石子就会将其击退 严西摇的鞭子越甩越有感觉 脑海里回忆着鹰老头教他的鞭法 没过多久 一套鞭法已经是基本上熟了 唯一不够的就是内力 主子 应该是鹰前辈他们遇到狼群了 有鹰老头子 那些狼群正好可以给那丫头猎手 没什么可担心的 可是主子 有狼叫声 父亲根本打不到猎物 还不如打一头狼回去当晚餐 主仆二人转身 运起了轻钩往狼叫的方向飞掠而去 果不其然 鹰老头悠闲地站在树上 鹰西摇正在奋力地挥动长边 拿着狼群练鞭法 臭小子 你看看 丫头天赋多高呀 鞭法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就是内力还太弱 这丫头的天赋不比你差 天赋好又如何 起不太晚 内力才刚入门 等他有成就 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你太小看他咯 有威师在 不出三年 他绝对能成为武林高手 突然 一匹体型较大的狼 想从颜西摇的身后偷袭 而鹰老头只顾着得意 没注意到 严西摇有危险 眼看着危险临近 胡臣抽出长剑 准备出手 然而 有人确实比他快了一步 韩潇明拔出腰间 别着的一把匕首 毫不犹豫地 将匕首当作暗器 甩了出去 你这臭小的 别跟老夫说话了 还好你出手了 否则丫头就得受伤 是你要跟徒儿 炫耀你的女弟子 徒儿可没主动跟你说话啊 是吗 老夫记得 是你主动跟老夫说话的 你不跟老夫说话 你怎么会站在老夫的身边啊 你师妹体力不支了 你去帮他一把 把狼群赶走 想他三年之内成为武林高手 他就必须突破极限 再让他练一会儿 没倒下 不要去救他 严锡尧体力越来越差 挥出去的长边 已经没有多少力道了 但还在强撑着 阴老头手上的石子也扔完了 眼看着严锡尧即将落入狼口 阴老头和韩潇明同时动了 无尘也跟在两人身后 严头 没事吧 没事 就是体力透支 累死我了 你休息一下 咱们再回去 天都黑了 练那么一块鞭子就累成这样 一本公看 你还是放弃练武吧 原本全身无力的严锡尧 被韩潇明这阴阳怪气的一刺激 白了韩潇明一眼 从地上爬起来 拍拍屁股往回走 韩潇明嘴角勾起一抹 若有似无的弧度 慢慢悠悠地跟在他们身后 回到空地 严锡尧熬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 体内那微弱的可怜的内力 早已消耗殆尽 正想爬到马车上去休息 韩潇明阴阳怪气的声音再次响起 还想去睡觉啊 还不抓紧时间练功 难不成你还真想放弃啊 你身上那么脏 别把本宫的马车弄脏了 我去 又来了 严锡尧熬搭拉着脑袋 走到一旁的树下 盘膝而坐 开始练功 天快亮时 严锡尧熬睁开眼睛 欣喜地发现 魅力增长了不少 严锡尧熬明白了 在魅力消耗殆尽的时候 练功有助于他增长内力 难怪 韩潇明不让他休息呢 阴阳怪气地刺激他练功 这个死傲娇 直说不就完了吗 干嘛非得阴阳怪气地 惹人讨厌 严锡尧熬刚想上马车 韩潇明又一次阴阳怪气地开口 你身上那么脏 也好意思上马车吗 先跑二十里 再换衣服上马车 四师兄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耶 想让我这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小师妹 锻炼肉体强度 你直说不就好了吗 干嘛非得阴阳怪气地呢 你少自恋了 你跑不跑 不跑就赶去换衣服 跑 当然跑 四师兄也是一片好心 我怎么能让四师兄失望呢 你说是吧 主子 属下陪着二小姐一起跑 属下也该锻炼锻炼了 嗯 去吧 主子 我们也该锻炼了 我们陪二小姐一起跑 臭小子 看到没有啊 你的小师妹 就是这么有魅力 你不是还欠你小师妹 一份礼物吗 这四个丫头啊 就是最好的礼物 你把这四个丫头送给她吧 你小师妹现在武功还太差 这四个丫头 武功都不弱 可以保护你小师妹 原本突然还想等回京 带她去库房 让她自己挑礼物 既然这四大暗影都不排斥她 那行吧 就把这四大暗影送给她了 丫头 你等一下 你四师兄 要送你礼物 既然你成了本宫的小师妹 三个师兄都送了你礼物 本宫就将四大暗影 春蓝 夏竹 秋菊 和东梅送给你 你们四个 可愿意追随本宫的小师妹 属下愿意追随二小姐 属下愿意追随二小姐 很好 从现在开始 本宫的小师妹 就是你们的主子 你们务必保护好她 是 属下看见主子 我是在做梦吗 春蓝 我是不是做梦了 小姐 您没有做梦 以后您就是属下的主子了 哎呦 很疼 这不是做梦 韩湘 您吃错药了 不过这个礼物我喜欢 可不能让她后悔 都起来吧 以后你们跟着我 我绝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多谢主子 四师兄 您可不能反悔了 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是我的人了 本宫没那么小气 送出去的礼物 岂有要回来的道理 多谢四师兄 四师兄 你最好了 哎 臭小子 丫头是个不错的姑娘 你可得好好把握啊 把握什么 要不是你开口 本宫才舍不得将四大暗影送给她呢 那四鸭子最佣 等有人看上丫头 老夫倒要看看你 是不是还不动于衷 还能把握什么呀 当然是对丫头好点 别总是阴阳怪气的 本宫就这样 也不是不知道 本宫讨厌女人 你还非得说个女弟子 老夫愿意 嘿嘿 你讨厌女人又如何呀 她就是你小师妹 你就必须对她好 本宫对她还不够好吗 四大暗影都送给她了 臭小子 你实话告诉为师 你是不是喜欢男人啊 你哪知也已经看到 本宫喜欢男人了 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呀 本宫不喜欢男人 也不喜欢女人 女人太麻烦 就拿本宫父皇的后宫来说 那些女人为了上位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些女人能和你小师妹比吗 她要是喜欢权势 又怎会和你五皇兄解除婚约啊 上了马车 阎熙瑶就抓紧时间休息 晚上还得继续练功呢 如此日复一日 转眼过了十来天 这十来天 韩潇明还是时不时的 刺激阎熙瑶 阎熙瑶的魅力增长了不少 肉体强度 也是跟着增强 而她脸上的疤痕 已经是弹道即将消失 戏尘丹田 将内力运到脚下 掌握好平衡啊 阎熙瑶按照婴老头传授的方法 将内力运到脚下 身子往上跳远 嗖的一下 阎熙瑶飞到了半空中 第一次练轻功 平衡没有掌握好 下一秒 大头朝下 急速的往下掉落 救命 阎熙瑶惊慌的大喊 四大暗影刚想飞身去救阎熙瑶呢 韩潇明的身影就是快了一步 飞身来到了阎熙瑶的身边 大手准确无误的抓住了阎熙瑶的腰带 阎熙瑶正暗自庆幸得救了 但是老天爷似乎是有意要跟他过不去 腰带散开了 完蛋了 要春光乍泻了 韩潇明脸色一变 一把搂住了阎熙瑶的腰 抱着他往远处飞跃 避开所有人 韩潇明将阎熙瑶放下 眼睛不敢看他 你赶快把衣服整理好 四师兄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腰带还给我 韩潇明看了一眼 自己还抓在手上的腰带 俊脸瞬间就红到了耳朵根子 反手将腰带递了过去 两人之间的距离伸手够不到腰带 阎熙瑶只好往前走了几步 哎呀我去 四师兄 你后背是有铁板吗 阎熙瑶一把夺过腰带 仰着头快速把腰带系上 快擦擦吧 都流鼻血了 四师兄 你背上是不是有铁板啊 怎么那么硬啊 没有 没有 回去吧 韩潇明说完 转身就要走 阎熙瑶一把抓住他 往他的背后摸去 此时的他早已忘了 要远离 要远离韩潇明的想法 韩潇明一正 身体瞬间紧绷 强忍着抬脚的冲动 心里不停地告诫着自己 可是小师妹 不能穿 不能穿 千万不能穿 真没铁板 四师兄 你那么紧张干嘛 放松点 难怪能把我鼻子撞得流血 阎熙瑶说完 突然意识到什么 赶紧缩回手 一脸后怕的 看了自己的手艺 低着头往回走 根本就不管身后的韩潇明 妈呀 差点小命不保 哎呦 阎熙瑶 你个健忘的笨蛋 不是说了在打不过他之前 要离他远点的吗 还好今天没被穿 万一他没忍住 就芭比丢了 还好忍住了 你脚没踹出去 以后等你小师妹远点 小师妹 你鼻子没事吧 四师兄 下次你要是不想救我 你就别救 川岚他们会救我的 你看看 现在我鼻子都流血了 你说有什么没事啊 好好鼻梁骨没断 否则我鼻子扁了 你负责啊 是你自己撞上本宫的 哎 你要是不撞我腰带 我腰带会散吗 我还会撞上你吗 抱歉 本宫不是故意的 看在你道歉的份上 原谅你了 你现在还达不到内力 收放子儒 刚开始练清宫 并不是要将所有的内力 都用到脚下 而是飞起来以后 要迅速用到全身 一起来掌握平衡 颜希瑶认真地听着 韩潇明的讲解 忍不住再次运转内力 至脚下 搜的一下 颜希瑶再次腾空而起 他迅速将内力运转至全身 下一秒 身子还是不受控制的 往下掉 但这次并不是大头朝下 身体放松 借力再来 颜希瑶放松身体 魅力运送到脚下 往地上一蹬 再次飞起来 如此反复几次 颜希瑶找到了感觉 开始尝试着往前飞 还真就让他找到了 往前飞的技巧 却不会转弯 有装数了 救命啊 韩潇明脚尖一点 身形快如鬼魅 瞬间就追上了颜希瑶 拉着他的小手 左脚蹬在树枝上借力 成功地避开大树 缓缓落地 笨蛋 你就不会借力转弯吗 再来 颜希瑶眨眨眨眼睛 笑嘻嘻地继续练着轻弓 为了不让颜希瑶再次去撞树 韩潇明只得跟在他的身后保护他 随时出声提醒他 下一步该怎么做 京城 皇后和林氏合伙开的绣房 今日正式开业 绣房取名为如意绣房 是皇后取的名 一大早 林氏和皇后就带着下人到店里忙活 准备开业 颜文中听说了林氏要开绣房 下朝后就带着王氏母女 管家和几个家丁准备去找茬 颜文中带着王氏母女和家丁赶到了绣房 一眼就看到了林氏正和皇后有说有笑 赶紧停住脚步 不敢再往前半步 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居然敢在京城里开绣房 老爷 一会儿她的店开业的时候 咱们就上前去捣乱 看她还怎么开 你想死你自己去 别连累我 你没看到皇后在她身边吗 什么 她旁边的女人居然是皇后 她算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小小的绣房开业居然惊动了皇后娘娘 那个贱人旁边的的确是皇后娘娘 今天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 等绣房开业后再想办法让那个贱人开不下去 言小蝶话音刚落 皇上和太子在御灵军的粗拥之下 缓缓走来 这一幕让言文中惊叼了下巴 臣妾恭迎皇上 您赴恭迎皇上 免礼都准备好了吗 回皇上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您来接扁开业呢 微臣参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哈哈哈哈,免礼,都起来吧 谢皇上 这个秀方是朕的小儿子九皇子的产业 聘请陵夫人为秀娘 今日九皇子有事外出,店铺开业 就由朕和太子出面主持大局 还请乡亲们往后多多管兆 皇上若有所思的,看了阎文忠一眼 眼里满是笔 乡亲们,秀方的样品都是灵夫人亲手秀的 若是有喜欢的样品,今日就可定制 现在朕宣布,如意秀方正式开业 我的天啊,这秀宫也太好了 跟真的一样 是啊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秀品图案呢 哎呀不行,我得定上几个图案 将来啊,给女儿做嫁衣用 我也要定,太好看了 简直就跟活的一样 阎文忠看到样品,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和灵氏做了十几年的夫妻 他居然不知道,灵氏居然有如此好的手艺 若是早知道,这秀房就是他严家的产业了 这一刻的阎文忠,心里有了一丝后悔 可是看到严小蝶那张漂亮的脸蛋 纳斯后悔又被他给压了下去 有好手艺又如何 生个女儿竟然又黑又丑 别说是嫁进皇家 就是嫁给朝中大臣的公子 也没有人愿意娶 如何能够帮着他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呢 皇上看了阎文忠一眼 心里止不住地冷笑 灵氏的样品太过于出彩 秀房的生意非常好 刚刚开业就在不断地接订单 皇后笑得那叫一个得意 不停地忙着收银子 另一边,阎西瑶直到中午还是没有醒 依然是沉浸在练功之中 直到傍晚,阎老头发现了他的异样 快,给丫头护发 他要突破了 几人放下烤肉 全部都围在阎西瑶的身边 不让任何外界因素 影响了阎西瑶突破 给我 破 他体内 喷的一声轻响 终于冲破了瓶颈 一鼓作气 直接是越过人脊 突破到了反脊 我一句 什么味道这么臭啊 主子 您快跟属下去洗澡 那边有条小溪 您刚突破 体内排出不少杂质 是您身上排出的杂质臭 阎西瑶文言 拉起袖子来一看 自己的皮肤上还真是有一层黑灰呢 并且散发着恶臭 快去洗澡 臭死了 哎 哇靠 真的太臭了 阎西瑶从地上爬起来 往小溪边跑去 来到了小溪边 阎西瑶连衣服都没有脱 直接跳进了溪水里 下一秒 妈呀 这溪水也太凉了 冻死个人 主子 现在可是深秋季节 山里流出来的溪水当然凉了 您先忍耐一下 把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属下给您洗干净 终于换过来了 差点冻成冰块 主子 您的脸完全恢复了 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而且现在皮肤比以前更好 就像刚包了壳的鸡蛋一样 主子 您实在是太美了 主子真的好美 比京城任何女人都漂亮 阎西瑶刚想戴上人皮面具 春兰说道 哎 主子 这个人皮面具又黑又丑 您就别戴了 这样多好啊 和我现在还不想恢复容吗 主子 您已经和五皇子解除婚约了 一属下看 您根本就没必要藏着胭着 这样子多好看啊 您放心 我们四个能保护好您的 是吗 没必要戴这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吗 当然没有必要戴 就算是五皇子 属下四姐妹 也能够把她做得满地炒牙 说的也是 我都解除婚约了 这玩意儿 苏共也没必要戴了 不过呢 还是先留着 万一以后用得着 主子恢复容貌真漂亮 以后要是成为九皇子妃就好了 很有可能哦 皇后娘娘对主子很特别 也只有主子才能够靠近九殿下 主子长得那么好看 也只有九殿下才能够配得上他 回到露营地 因老头 韩潇明和吴晨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颜西瑶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丫头 你的脸恢复了 太美了 没想到老夫的小徒弟 这么漂亮 嘿嘿嘿 你们几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赶快吃点东西 继续练功 你这一练功 就练一天一夜 还真是费情忘事啊 多谢四师兄关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多个这样的小师妹 似乎也不错 她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 这个杨二小姐实在太漂亮了 又是主子的小师妹 要是能成为主子的皇子妃 皇上皇后不知道会有多开心 自从跟着主子 主子就很讨厌女人 但这个杨二小姐 是唯一一个靠近主子没有被踹飞的人 应该有戏吧 吃完早餐 继续赶路 阎西瑶像往常一样准备跑步 韩肖明阻止 今天别跑了 先吸马 好的 两手抓住缰绳 双脚蹬进马蹬 身体放松 跟随马的节奏 遥控身体 掌握平衡 阎西瑶按照韩肖明的提示 一一照做 马儿走起来 她也就不再紧张了 走了一段距离 开始加快速度 让马儿慢跑起来 韩肖明打马上前 出声提醒颜西瑶 坐稳了 四师兄 你个大坏蛋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你就不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板公已经提醒你了 你提醒个毛蛋呢 都不等我做好准备 就打我的马 害得我差点摔下来 你得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这是突发情况 它会有人提醒你吗 阎西瑶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马儿没跑多远 他就完全适应了狂奔的节奏 没想到今日还能遇到如此抉择美人 后面那四个也不错 兄弟们 干活 把男的杀了 女的带回山寨 今晚老子要拜堂成亲 小师妹 几个小喽喽 给你练手了 去吧 好的 阎西瑶长边一甩 啪的一声 将白日做梦的劫匪首领 打得清醒了过来 女人 臭女人 居然敢打老子 我是你姑奶奶 居然敢在姑奶奶面前自称老子 是你自己找死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阎西瑶体内那点微弱的内力 再次消耗一空 累得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 吴臣 动手解决他们 韩潇明说完 飞升而起 闪身来到了阎西瑶的身边 一把抓住阎西瑶 将他拎回到了马背上 傍晚 一行人赶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再往前走 又得进山 几人决定在小山村借宿 大婶 我们路过此地 错过了吃饭住宿的地方 能在你们家借宿一晚吗 您放心 我们不是坏人 姑娘 大婶家地方小 住不下这么多人呀 大婶 您就放心吧 我们就借您家的锅灶 做个晚饭 晚上坐上一宿就行 您放心 我们会付给您银子的 你们进来吧 我们这个村子 有银子都没地方花 靠打猎为生 想买东西啊 就是用兽皮去换 解锅灶是没问题 这是没有鱼粮啊 多谢大叔 您就放心吧 我们能够自己打猎 只要你们不嫌弃 就进来吧 把马拴在院子里 进入院子 将马匹拴好了 韩潇明让春兰留下来 保护颜西瑶 其余的人进山打猎 半个多时辰后 韩潇明他们拎着许多的猎物 返回了村庄 中年夫妇一家 震惊的张大了嘴巴 他们村里最厉害的猎户 进山一天 也打不到这么多的猎物 这些人才出去不到一个时辰 就打回来了这么多 大兄弟 愣着干嘛呀 赶快烧火做饭 吃不完的全留给你们 哎 我这就去 孩子他娘 快去烧火 我去处理猎物 吃饭的时候 中年夫妇一家都不敢动筷子 颜西瑶只好不停地往他们的碗里夹着菜 夹肉 中年夫妇的孩子低着头大吃特吃 仿佛这十来年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一般 吃完晚饭 颜西瑶正打算找个地方练功呢 中年夫妇的孩子突然抱着肚子哼哼唧唧 还半有恶心 鸟 我肚子好疼 我去找王老头 大叔 你不用去了 这里就有三名大夫 颜军医健壮 赶紧上前来给孩子把脉 一会之后 颜军医皱起了眉头 这孩子的肠胃 怎会如此虚弱 今晚他吃了太多肉 他的肠胃 根本无法消化呀 颜西瑶见着孩子 实在是太痛苦了 也上前来给孩子做了一番检查 检查结果正如颜军医所言 肠胃太过虚弱 一下子吃了太多的肉 引发急性肠胃炎 颜军医和府医都看向颜西瑶 这可是他们学习的好机会 虽然他们也能够治疗 但是效果绝对不可能 比得上颜西瑶的治疗效果的 颜大夫 你先给这个孩子的 梁秋学和天书学进行爱酒 我先去趟茅房啊 主子 属下陪您去吧 不用 我自己去都行 去上茅房又不会有什么危险 难不成 你还怕我掉毛坑脸 那好吧 您自己慢点 颜西瑶点点头 起身往院子外的茅房走去 颜军医正在给男孩做着爱揪 颜西瑶拿出药 先拿几颗消食片递给了男孩 让他先嚼着吃下去 又将剩下的药递给了中年大婶 交代他用法以及用量 让他自己来保管 众人看着这些药片 满脸的问号 要还能做成这样的 怎么做的 二小姐 这是什么药呀 怎么做的 这是治疗肠胃炎的药 是将我医术的神秘人留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他没告诉我 那这个药效果如何 有人试过吗 效果很好 我亲自试过 那个神秘人找什么药 我不能说 抱歉 你小师妹说了不能说 那就是不能说 你不要总是问个不停 怎么 你不相信你的小师妹 没有 徒儿只是好奇 那个神秘人居然有如此好的医术 为何徒儿都没有听说过 你听说过 那还叫神秘人吗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徒儿只是好奇而已 不问便是 嗯 这还差不多 为师啊 就这么一个女弟子 你必须护着她 还不去练功 别明天又让所有人等你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讨厌 说完起身 找了个角落 盘膝而坐 开始练功 春兰守在她的旁边 四日一早 这位大叔 这些银两 你收下 不不不 我不能收你的银子 我们这个村庄 拿着银子也没地方花的 大叔 银两你拿着 我们的这些马匹 还得请你帮我们照顾一段时间 你拿着银两 起码去小镇上 买些细粮给孩子吃 给孩子调理调理身体 哎呀 你们帮我家孩子治病 帮你们照顾马匹是应该的 怎么还能收你们的银子呢 大叔 你就收下吧 你家孩子脾胃虚弱 必须吃点容易消化的细粮 否则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 哎 你就别推辞了 照顾好我们的马匹就行了 用完早膳 韩潇明他们轻装启程 步行上路 深秋季节 早晨比较冷 更适合锻炼身体 严西瑶才锻炼了半个多月 远远还不够呢 于是 带着四大暗影开始慢跑 无尘看了韩潇明一眼 见韩潇明没有多余的表情 也跟着慢跑起来 嘿嘿嘿 臭小子 你慢慢走啊 老夫要陪小徒弟锻炼身体了 主子 我们两个老家伙年纪大了 更应该锻炼一下 您慢慢走 我们也去跑跑步 韩潇明抽了抽嘴角 这就把他一个人扔下了 长得漂亮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韩潇明无奈 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慢慢走 只能跟着慢跑 一二一 一二一 流血流汗不流泪 掉皮掉肉不掉队 叔子 这一二一是何意啊 喊节奏啊 一脉左脚 二脉右脚 跟着节奏跑 哦 属下明白了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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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风飘飘落叶 军队是一朵绿花 亲爱的战友 你不要像家 不要像妈妈 女人就是女人 才离开在一个月不到 就开始想家了 严西遥太想现代的父母 想得太过入神 没注意脚下 一脚踩在一块石头上 把脚给崴了 主子 您怎么样了 我崴脚了 主子 二小姐现在不能走了 只能不能留背着她走 她的脚恢复 需要半个月左右 主子 属下 帮您走 不用 你去给我做个拐杖 我自己能走 你就别逞强了 后面的路 你根本就走不了 要不是现在在这荒山野岭 你干脆留下别去了 你以为我愿意啊 有本事你就把我留在这里啊 我还不想去了呢 去 你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走路不行吗 非得鬼哭狼嚎地唱歌 你就是活该 哼 姑姑奶奶不去了 你自己去 不就是十万两银子吗 我不要了 十万两银子不要 宅子也不要了吗 春兰 背上她 赶紧赶路 我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不去 您能把我怎么样啊 好了 你们师兄妹就别吵了 还是春兰背吧 果然如韩潇明所说 后面的路是越来越难走 春兰背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换下烛背 四大暗影都背上了一轮后 春兰再次要背的时候 本宫来背吧 再往前你背着她 可能上不去 春兰点点头 心中窃喜 原来酒店下不是不背主子 而是要在最难走的路段背 韩潇明走到严西瑶的面前 半蹲着 等着严西瑶爬上她的背 严西瑶爬在她的背上 她更加的紧张了 心里不停的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够把她扔出去 韩潇明也不伸手 搂着她就起身往前走 她吓得双手死死的 搂着韩潇明的脖子 韩潇明呼吸都不顺畅了 你就不能扶着本宫的肩膀吗 你想累死本宫吗 好吧 严西瑶爬双脚紧紧的 盘在了韩潇明的腰上 两手死死的抓着她的肩膀 小师妹 你的腿能放开本宫的腰吗 你不想背就算了 放我下来 你又想干嘛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准我摟你的脖子 又不准我盘着你的腰 你不摟着我 我能趴在你背上吗 你当我是基础啊 韩潇明伸手僵硬的 搂着严西瑶的双腿 大步往前走去 严西瑶趴在她背上 一动也不敢动 她能感觉到 韩潇明的紧张 手臂上的肌肉 硬得要死 她怕自己一动 韩潇明会条件反射的 把她扔出去 走了约梦一刻钟 来到一处悬崖峭壁下 韩潇明停住脚步 将严西瑶放下来 把鞭子解下来 你想要鞭子干嘛 把你绑在我背上 不然这悬崖峭壁 爬不上去 哦 四师兄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非得往这爬上去啊 有 让路三百里还有一条道 比这条道好不了多少 拜托你可再抓稳点啊 我可不想陪着你一起死 本姑娘年纪还小 还有大口的青春等个享受 得吸命哦 放心 要死也是你死 本宫背着你 你先落地 本宫死不了 不会给你机会 与本宫一起死的 我后悔了 我不要你的十万两银子 也不要什么宅子 你放我下来吧 我不去了 韩潇鸣嘴角扯出一抹 不易察觉的糊涂 现在后悔啊 晚了 我插插你个大圈圈 你要是敢让本姑娘死 本姑娘化作厉鬼 天天缠着你 丫头别害怕 为师会保护你的 别太紧张 相信你四师兄 这点悬崖峭壁 他还不放在眼里 韩潇鸣看准 峭壁上的凸起 运起轻功 横空而起 双手不偏不倚的 抓住凸起来的石头切粒 再次往上飞去 鹰老头等到 韩潇鸣上去了 差不多一半 才运起轻功 眼睛 眼睛却是随时 注意着两个人 啊 眼睛摇紧张的大喊 双手吓得抱紧了 韩潇鸣的脖子 韩潇鸣顾不上紧张 眼睛注意着崖壁 寻找可借力之处 因老头借力往上飞 在接近韩潇鸣的时候 内力运转了一部分 到右手上 右手举过头顶 拖住了韩潇鸣的脚 内力爆发 将这两人往上送 韩潇鸣抓住机会 在鹰老头的手上接力 将轻功运转到极致 往崖顶飞去 背着颜西遥 成功地飞上崖顶 哎呀妈呀 差点死翘翘了 要是摔下去了 肯定会被砸成肉饼 死相得多难看呀 小师妹 没事了 咱们上来了 有师兄和师父在 不会让你死的 谁让你吓我的 我现在腿软了 我不管 你先让我缓一缓 好好好 你先缓一缓 颜西遥搂着韩潇鸣的脖子 小脸靠在他 宽厚的背上 闭上眼睛 等所有人都上到了崖顶 颜西遥已经是趴在 韩潇鸣的背上 睡着了 殿下 属下先抱着主子 您恢复一下消耗的魅力 算了 刚才他吓得不轻 先让他睡一会儿 继续赶路 找个合适的地方才休息不是 是 一行人继续赶路 韩潇鸣背着颜西遥 微微弯腰 让他睡得更舒服一些 几人看在眼里 洗在心上 九殿下终于开窍了 都知道心疼小师妹了 京城 皇宫中 父皇 得行有亏 做皇家的儿媳 他不配 父皇 颜二兄弟善良 连一只蚂蚁都不忍猜死 怎会得行有亏 你以为朕不知道 那颜家二小姐 毁容掉下山崖 是那颜小殿 亲自动的手吗 这样狠毒 连自己妹妹都狠心 杀害的人 如何被嫁入皇家 一定是燕西遥 这个贱人告诉父皇的 这个女生必须死 要不是她交性没死 说不定父皇 已经同意此婚了 这样狠毒的女人 别说成为你的正妃 就是做妾 朕也不答应 还有你 政天无所事事 等你九弟回来 朕就给你们兄弟几个疯王 滚出皇宫去住 父皇 滚出去 朕看到你就心烦 儿臣告退 来到茶楼 要了一间贵兵间 叫了一壶茶 韩萧綦将门关上 两个人迫不及待地 抱在了一起 颜小蝶搂着韩萧綦的脖子 主动送上红唇 小妖精 想死本皇子了 第二 咱们得想办法 把颜西遥那个贱人弄死 今日本皇子去找父皇 给咱们赐婚 父皇已经知道了 是你害了他 说什么都不给咱们赐婚 都是那个小贱人害的 什么 皇上知道了 是 肯定是颜西遥那个贱人说的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弄死他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找杀手 我听说江湖上 有一个叫血影楼的杀手组织 只认钱 拿钱就杀人 不会泄露雇主的身份 让他死在杀手的手里 没有人 会怀疑到咱们身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杀手组织 要多少银子才肯杀人 杀手组织本皇子没有熟人 得先打听打听 不管对方要多少银子 本皇子 都要颜西遥死 等颜西遥那个贱人一死 咱们就可以派人散播谣言 说他当初不知检点 和外面的野男人乱来 被我发现 他想杀我面口 自己 却身足掉下悬崖 好主意 就这么办 明日 本皇子就派人去打听血影楼的 这个杀手组织 两人商量好之后 又是一阵的腻歪 才走出茶楼 三日后 一行人来到了火灵山山脚下 今天的颜西遥活不乱跳 能够下地走路了 丫头 你不热吗 为何你一点汗都没出啊 不热啊 感觉这温度刚刚好 很舒服啊 颜尔小姐 属下给你把把脉吧 不用了 我没生病 你还是让颜君医给你把把脉 连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 我真没生病 不信你把脉试试 颜君医手指搭上颜西遥的脉搏 顿时感觉到一阵凉爽扑面而来 精神为之一阵 好奇怪的感觉啊 颜尔小姐的身体没有问题 不过 属下觉得很奇怪 属下的手摸到颜尔小姐的脉搏 就感觉浑身凉爽 放开她的手 就没有这种感觉 属下试试啊 还真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啊 鹰老头也是走过来尝试 感觉也是一样 这太奇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颜西遥也想不明白 她主动去拉着春兰的手 春兰 你感觉如何 凉爽吗 主子 好凉快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清楚啊 真的好奇怪啊 我有个想法 来 我们大伙手拉着手 试一下有没有这种效果 众人一听 除了韩潇明 其他人都是手拉着手 围成一个圈 顿时感觉到浑身凉爽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难不成我上辈子 是一台空调 主子 什么是空调啊 马爷 说到嘴了 这张臭嘴 怎么能一激动 就把空调给整出来呢 空调就是可以降温的机器 我有次做梦梦的过 空调找什么样 我忘了 小师妹 你的手镯怎么会发光啊 妈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韩潇明上前 伸手触摸手镯 一股寒意 瞬间破体而出 奇数被手镯吸收 韩潇明如同触了电一般 往后推了两步 胸口一阵的翻腾 嘴里吐出一大口的黑血 所有人大惊 严君一和府一 急忙跑过去 给韩潇明检查 韩潇明摆手 本宫没事 脱出这口血 感觉好多了 这 这 四师兄 你的寒毒又得到压制了 我没给你吃药啊 你吃了什么呀 本宫什么也没吃啊 只是摸到你的手镯 就感觉你的手镯 把本宫体内的寒气 吸收了不少 啊 我知道了 是我的手镯 我的手镯是寒玉 所以你们拉着我的手 才会感觉到凉快 而四师兄体内有寒毒 就被手镯吸收了一些 要不 本宫再试试 嗯 你可以试试 韩潇明再次触摸手镯 却是没有了刚才 那么大的反应 虽然还是能够感觉到 手镯在吸收 它体内的寒气 但是吸收的并不多 怎么样 什么感觉啊 你这手镯能吸收寒气 却也只能压制 本宫体内的寒毒 达不到解毒的效果 哎呀 算了 没关系的 赶快找千年火灵芝 你放心 只要找到药材 我一定能帮你解毒 走吧 寻找火灵芝 啊 这里居然长了石壶 好东西啊 这可是有救命仙草之称的火山石壶啊 不错 是火山石壶 珍贵无比 这一趟啊 来得真值 不知道是谁前几天说 不要十万两银子 也不要宅子 不来了 我为什么不来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还不是被你气的 就是还不是被你这臭小子气的 你小师妹还小 你就应该啊 多让着他 一点也没有当师兄的觉悟 本宫又做错了什么 这小丫头哪来的魅力 连本宫的手下都站在他那边 用这样的眼神看门宫 小师妹 快过来 这里也有石壶 来了 你们先踩摘这里的石壶 我过去看看 好的 二小姐 这么多啊 发财了 发财了 还好忍住了 见颜心瑶开心的 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 韩肖鸣缓缓缓地放松身体 鬼使神差地伸出双手 搂住颜心瑶 只听扑通一声 看到这一幕的吴臣 一头栽倒在地 主子居然主动伸手抱 阳二小姐 这太惊悚了 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两个人认识 好像也才一个月左右啊 那个四师兄 非常抱歉啊 我太激动了 你别介意 我下次注意 嘿嘿 赶快采摘吧 睡神不早了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还有没有 这才像话嘛 老夫的两个小徒弟 增进感情 怎么能被打扰呢 嘿嘿嘿 等韩肖鸣和颜西瑶 把石壶采摘完 众人又热又饿 赶紧靠近颜西瑶 喝水吃东西 春兰和夏竹 各腾出一只手 拉着颜西瑶 其他人则是 拉着他们两个 以此来缓解 高温带来的不适感 喂喂 你们一边拉一个 我怎么吃东西啊 我也饿呀 臭小子 你不怕热啊 还不赶紧过来 为你小师妹吃点东西 我们快热死了 你小师妹啊 得给我们降温 韩肖鸣看着大伙 热得几乎虚脱 这些都是自己身边 最为信任的人 看他们热成狗 自己也会于心不忍 于是韩肖鸣拿出一块烤肉 亲自喂给颜西瑶吃 众人要么抬头看天 要么左顾右盼 但就是不放开颜西瑶 只有这样 韩肖鸣才会心甘情愿的 给颜西瑶喂食 把颜西瑶喂饱 此日一早 东方露出鱼肚白 除了颜西瑶 所有人都睁开了眼睛 随便吃了点东西 颜西瑶还是没醒 赤兰 你留下看着他 其他人先去寻找 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本公 是 殿下 主子好像要突破了 韩肖鸣扭头一看 立马露出一副看怪物的表情来 其他人亦是如此 老夫到底是收了个什么怪财啊 这才几天 又要突破了 变态啊 变态鬼财啊 果然是鬼财 先别着急去找宝石和火灵芝了 所有人后退 给小师妹护法 连一只虫子都不要放过去 是 大伙儿齐声答应 颜西瑶吸收着空间中的能量 转换成内力 一个劲儿的冲击着瓶颈 从繁极一品突破到二品 三品 四品 一直到九品 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半个时辰多后 颜西瑶成功的突破 而且是月极突破 直接从繁极一品 突破到了五道宗师黄极初七 这才停了下来 哇 太臭了 春兰 我要洗澡 我快被自己给熏晕了 主子 属下给您拿衣服 您这次突破 体内再次排出了许多杂志 以后您就不会轻易生病了 快快快 快带我去洗澡 臭死了 可是主子 属下不知道这附近 哪里有水源 本宫知道 拿上衣服 本宫带你去 主子 您快去洗澡吧 等晚些时候 属下再去给您洗衣服 你现在陪我去 顺便把我的衣服洗了 可属下真的不知道 水源在哪里啊 四师兄 水源在哪啊 北边 离此地二十里地 我去 这么远 你到底要不要去 你现在是五道宗师 皇级初期 二十里地远吗 不远 春兰 你也陪我一起去吧 你得跟我搓背呢 春兰 你也一起去 是 春兰也拿了一套换洗衣服 三人运起了轻功 往北边飞绿 这特么的是冰水啊 还冷刺骨啊 主子 现在是早上啊 又是吸水当然凉了 您可以运工 抵御寒冷 您快把衣服脱了 属下给您洗衣服 春兰 你也先来一起洗吧 那火鳞山那么热 我可不相信你不想洗澡 主子 等您洗好了属下再洗 哎呀别啰嗦了快下来一起洗 我都快冻成冰块了 小师妹 几好没有啊 可以回去的吧 可以了 马上就来 四师兄 你洗了吗 你要不要洗一下 我们在这里等你 等宫洗过了 回去吧 好的 三人运起轻功 返回火灵山 三人回到火灵山 与大伙会合 继续寻找宝石和火灵芝 而严锡瑶的空间卫生院 也是解锁了三楼 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一连找了三天 还是没有找到火灵芝的踪迹 宝石倒是找到了不少 韩潇明有些失望 赶了差不多一个月 才来到火灵山 整整找了三天半 都没能找到 大伙是又热又饿 找了个地方坐下 拿出紧剩的一点水和食物 啃了起来 韩潇明却什么也不吃 没什么胃口 默默地坐在一旁 想着下一个火山口会在哪里 众人都低头啃着肉干 情绪都有一些低落 燕西瑶拿着一块肉干啃着 起身往火山口走去 燕西瑶接近火山口 往岩浆洞里头看去 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连带着韩玉手镯的燕西瑶 都感觉到热了 哎 火灵芝 正在郁闷的韩潇明 听到了燕西瑶的声音 身前一闪就来到了燕西瑶的身边 在哪 火灵芝在哪啊 在那 四师兄 我找到火灵芝了 你的毒能解了 我找到了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太好了 等到两人反应过来 激动过头了 四目相望 同时放开了对方 后退了两步 扭头看向众人 众人瞪大了眼睛盯着他们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臭小子 抱习惯了是吧 妖儿丫头可是维世唯一的女弟子 你抱了她 就得负责 等回京城啊 赶紧让你那皇帝老子给你赐婚 只扯先定期 师父啊 突然还想啊 您别乱点鸳鸯谱行不行啊 他是我的四师兄 我激动过头了 抱他一下 他就要对我负责 万一哪天 我抱了大师兄他们一下 您是不是也要他们对我负责啊 师父 是小师妹 先抱的不够 颜细瑶一正 懊恼的别过头去 转身去采摘火灵芝 哎呀 颜细瑶 你激动毛线呢 又不是捡到钱 万一被扔出去 以后还要脸见人吗 这些话 应该是让小师妹心里不舒服了 哎呀 还以为你终于开脚了 原来还是快烂木头 小木不可调也 颜细瑶将火灵芝采摘下来 直接扔给韩肖明 大步往山下走去 丫头啊 你别生气啊 那臭小子呀 就这德行 改天呀 为时帮你教训他 我没生气 他说的是事实 那你干嘛走那么快呀 我饿了 我想下山去找点吃的 这些肯肉干 嘴里都快起胖了 颜细瑶越走越快 最后干脆运气轻功 往山下飞掠 这家头 你慢点 别生气了 为时啊 这就去帮你教训他 师父 我真没生气 快走吧 火灵芝被挖了 我怀疑火山会爆发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师兄还没下山呢 我可 大意了 没提醒他们一声 四师兄 快跑 不对劲 这怎么温度越来越高了 快跑 那玩意儿要出来了 快跑 好像爆发了 我去 真爆发了 快跑 颜细瑶说完 转身撕腿就跑 韩肖明使劲地将颜军衣扔向鹰老头 同时掠向颜细瑶 鹰老头头口方大 这是什么神操作呀 韩肖明急速来到颜细瑶的身边 大手一捞 缓住颜细瑶的腰继续飞掠 其他人赶紧跟上 这次是你先报的 还有 我自己会进攻 你速度太慢了 好吧 现在逃命要紧 得安全了再刷 身后是通红的岩浆 滚滚而来 众人轻功都是运转到了极限 包括被人抓着的颜细瑶 颜军一和陈大夫 也是运气轻功 减轻对方的压力 飞速地逃离火灵山 离开火灵山 到了安全的地方 大伙儿全部都是脸色发白 累得气喘吁吁 内力消耗的都溅了点了 我炒大爷爷个辣子鸡的 吓死宝宝了 丫头 你怎么知道挖了火灵芝会爆发火山 我不知道呀 刚才就告诉你了 我是怀疑会爆发火山 没想到真的爆发了 你为何会有此怀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第六感吧 女人的第六感有时候很准的 何为第六感 就是预感 你们有这个预感吗 四人同时摇头 臭小子 你以为谁都有你小师妹这么聪明啊 那岂不是全殿下的人都是天才了 你咋想的 大家抓紧运功调息 恢复一下消耗的内力 等会还得准备吃的 你们先运功调息 我来护法 还是我来护法 你们运功调息 毕竟我的消耗没你们的 纯兰 别争了 赶快运功调息 好吧 陈大夫护法 众人盘系而坐 开始运功调息 一个时辰后 韩潇明睁开眼睛 让陈大夫赶紧坐下来运功调息 他起身给大家护法 又过了半个时辰 严君一和四大暗影相继醒来 五人悄悄起身去准备吃的 五人刚离开没多久 严息遥也是睁开了眼睛 小舍妹 你来护法 本宫再调息一下 韩潇明抱着严息遥 一路从火灵山飞掠下来 消耗的比较多 刚才调息一个时辰 消耗的内力才恢复了三成 实际上 严君一和四大暗影 也只恢复了三四成 但是现在时辰不早了 得准备晚饭 等天黑了 做什么都不方便 严息遥眼睛四下打量 发现不远处 有一块青石 他眼睛一亮 这块青石可以做成石锅 这段时间以来 在野外露营都是吃的烤肉 早就吃腻了 今天晚上可以换换口味 吃个石锅炖肉也很不错呀 来 你去把那块青石拿远一些 把青石削成一口石锅 今晚咱们吃石锅炖肉 主子 这石头削成石锅炖肉 能行吗 绝对能行 小九 快去吧 秋菊点头 走过去抱起了青石 往稍远的地方走去 秋菊 你抱我石头做什么 快来帮忙 主子吩咐让我把青石削成石锅 今晚吃石锅炖肉 好 师傅 您看着四师兄 我去看看石锅削好了没有 丫头 削什么石锅呀 就是用石头削成一口石锅 今晚咱们吃石锅炖肉 这段时间都是吃烤肉 今晚换换口味 嗯 这想法不错 你去吧 今晚为时要尝尝这石锅炖肉 是何滋味 嗯 没问题 那突然去忙了 那去吧 严西瑶兴冲冲的跑到四大暗影身边 吴臣也好奇的跟在身后 等石锅削好了 严西瑶亲自动手清洗石锅 吴臣用石头围成火炉形状 先用石锅烧水 加盐 反复清洗石锅 人多肉也多 石锅削得也足够大 二小姐 属下还是再去打点内物来 这些恐怕不够吃 可以 您去吧 嗯 什么东西这么香 你小师妹做的石锅炖肉 怎么样 香吧 今晚为时要放开了吃 师傅 您尽管吃 好大一罐呢 不过这在煮 吴臣他们又去打猎了 母后 爱人丫头孝顺 为时啊 没看错人 小师妹 你是怎么想到 用石锅来炖肉的 这腻了烤肉 想换换口味 清石呢 比较坚硬耐火 瘦热快 看到这块清石就想试试 没想到还真做出来了 原来如此 你是如何知道 清石坚硬耐火 瘦热快的 将我医术的神秘人告诉我的 好吃 太好吃了 老夫啊 从来没吃过如此鲜香的盐味 哇 好爽啊 韩肖明尝了一口 也是一脸的惊喜 这段时间吃烤肉 他也吃得快要吐了 虽然什么佐料都没有 只放了点盐和酒 但却是鲜香无比 不行了 老夫肚皮都快撑破了 得去把腰带放松一点 我也好饱啊 春来 你们四个要不要一起去散步小时 本宫陪你去吧 盐西瑶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两人开始在林中漫步 这是怎么看怎么怪异 盐西瑶走在前面 韩肖明跟在他的后面 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 小师妹 抱歉啊 今日本宫 不该那样说 没关系 我不是小气之人 没生气 不光你说的也是事实 小师妹 这个石锅炖肉 味道真的很鲜美 不如等回了京城 本宫找店铺 你开个店如何 可以啊 你的意思是要合伙开吗 当时怎么投资 如何分成呢 本宫找店铺 出银子 赚的钱归你 但本宫想吃的时候 要随时能吃的 啊 四师兄 你没开玩笑吧 你看本宫像是在开玩笑吗 那我可以提个要求吗 嗯 说来听听 开店的话 做石锅药扇机 你当这个店的老板 这样就不敢有人来找茬了 不过赚的银子 咱们五五分成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分成就不必了 本宫不缺银子 等店铺开业 本宫出面承认是本宫的产业即可 你确定不要分成 确定 四师兄 我真不想占你便宜 开店要不少银子的吧 开一个店铺 要不了多少银子 就当本宫 向你赔礼道歉吧 那怎么行啊 你已经道歉了 你不要分成的话 你就帮我找店铺 我自己出银子开店 本宫不要分成 但可以随时去吃饭 行了 就这么定了 不许再推辞 这 好吧 哎呀妈 有钱就任性哈 多谢四师兄 不过 你之前答应的十万两银子和宅子 可不能反悔啊 你不是让本宫白纸黑字 给你写了条子 有这一账 害怕本宫反悔啊 对啊 我有证据的 你要是反悔 我就找皇上告状去 你确定找皇上有用 他是本宫的父皇 不找皇上 你也得乖乖履行承诺 等会今呢 你先把银子和宅子给我 我再替你解读 放心 一两银子都不会少给你 这个小师妹 还真是有趣 四日一早醒来 吃了点东西 准备启程 韩潇明看了一眼石锅 吩咐 无尘 把石锅带上 是 大伙一听 两眼放光 带上石锅 回去的路上 就不用总是吃烤肉了 随时都能够吃到 美味的石锅炖肉 无尘找了一些藤条 把锅绑起来 背在背上 成了名副其实的 背锅侠 众人一阵笑闹 启程赶路 京城 蝶儿 你说灵氏那个贱人 为何每天都有人 接送他进出宫啊 会不会是荣妃娘娘 毕竟 灵氏那个贱人 救过荣妃娘娘的命吗 娘亲 我也不知道 但应该不是荣妃娘娘 荣妃娘娘 不喜欢颜西瑶那个贱人 秀房开业那天 皇上皇后都来了 会不会是 皇后娘娘 灵氏这个贱人 和皇后娘娘到底是何关系啊 为何皇后会出现在秀房 秀房开业那天 皇上不是说了吗 秀房是酒店下的产业 会不会是 酒店下安排的 还真是有可能 哼 没想到灵氏这对贱人母女 离开了邵师府 还能攀上酒店下这棵大树 母女俩的谈话 刚好被夏朝回来 走到门口的阎文忠听到 阎文忠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灵氏母女抱上了酒店下的大腿 比起五皇子 韩潇琪 酒店下 韩潇明的势力更大 更是深得皇上和皇后的宠爱 错了 当初决定保严小蝶 选错了 后悔在阎文中的心中蔓延 自从灵氏娘家落寞 严西瑶变丑 自己就将灵氏软禁在后院 她是如何与皇后搭上关系的 难道是因为姚儿 酒店下说 是在少师傅后山悬崖下 将姚儿救回来的 酒店下不让任何女人靠近她三尺 姚儿却是能站在她的身边 现在姚儿和五皇子 解除了婚约 姚儿以前那么喜欢五皇子 难道是因为酒店下 才和五皇子解除婚约的 一定是这样 错了 真的选错了呀 老爷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还需要向你请示吗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呀 滚回去 别跟着我 爹爹 是女儿做错什么了吗 您说出来 女儿一定敢 求您不要生气 不要凶母亲 你没错 错的是我 颜文中 帅袖离开 直奔如意袖房 灵士 我想和你谈谈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别忘了 我们已经和离了 你我如今 只是路人 你我夫妻十几年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现在就想心平气和的 和你谈谈 难道你我之间 连这点恩情都没有了吗 恩情 你软禁我五年 你想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吗 瑶儿毁容被伤害 你想过她是你的女儿吗 你跟我谈恩情 你配吗 灵士 我知错了 我后悔了 你原谅我一次好吗 就这一次 以后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瑶儿 姓颜的 你后悔是你的事 别再来打扰我 我从来都不后悔 与你合理 灵士 你到底要如何 才肯原谅我呀 她出声让店里的伙计 帮她打来一盆水 然后端着水来到门口 将水泼了出去 姓颜的 你能把泼出去的水 一滴不胜的收回来 我就原谅你 说做不到 就请你离开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能收回来吗 不能 就请你离开 别再来打扰我 灵士将盆塞进阎文忠手里 转身就去招呼客人了 阎文忠将盆放在地上 一脸颓废的出了绣房 韩小姐已经去找杀手了 阎西瑶很快 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只要阎西瑶一死 那个该死的酒店下 还会护着灵士吗 邵师傅只能是我的后盾 灵士母女 你们想回来 门都没有 丫头 你是不是着凉了 要多穿点衣服 我没着凉 一个喷嚏是响 两个喷嚏是骂 应该是有人在背后骂我 等我回到京城 就该去报仇了 需要为师帮忙吗 不用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 那几个跳梁小丑 我还不放在盈里 师傅 你去放心吧 不是还有徒儿 做小师妹的后盾吗 如此甚好 丫头啊 无论何时呢 别忘了你还有师傅 和四个师兄 做你的坚强后盾 谁敢欺负你啊 第一时间告诉卑士 好 两天后 众人来到了 寄存马匹的中年大叔家 大叔 大婶 我们回来了 快进屋 我去菜园子里 摘点菜 给你们做饭 韩潇明他们知道 中年大叔一家 生活困难 将包袱放下 便进山去打猎 阎西瑶自然是跟着一起去 奇怪 怎么什么小动物都没有啊 小师妹 走慢点 本宫感觉 有些不对劲 阎西瑶皱了皱眉头 闭上眼睛 仔细地感受了一番 前方不远处 空气中有能量波动异常 哇靠 野猪有这么大的吗 小师妹小心 这野猪多半是成精了 这这成精了 四师兄 你别吓我行不行啊 本宫吓你干嘛 反正小心一些 准备出招吧 野猪大叫一声 冲向了两人 速度快如闪电 我里个娘了 体型这么大的野猪 居然速度如此之快 这么科学 他那爱那爱的 累死我老人家了 不过这地方能量特别出错 你们几个护法 我们师徒三人要运功调戏 恢复一下了消耗的内力 鹰老头说完 和韩肖明一起盘戏而坐 运功调戏 严夕尧却是没有坐下 他想起曾经看过一本书 书中记载 有守护兽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天才地宝 想到此 严夕尧开始感应着能量 四处寻找 走到第一眼看到野猪的地方 严夕尧惊奇的发现 杂草丛中有一棵 叶子翠绿的小树 竹子 这是什么 别出声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天才地宝 我等着他成熟 嘿 终于成熟了 严夕尧喜滋滋的 伸手摘一下三颗果子 竹子 这果子像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只是感觉是好东西 暂时就叫它能量果吧 等我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春兰 你给我找个小盒子装起来 竹子 您看 小树的叶子要枯萎了 春兰 我想把这个小树移植回去 看看能不能成活 你们帮我把这个小树挖起来 连周围的土一起带回去 别伤到根了 是 竹子 竹子 您快去调戏一下 这里交给我们即可 严夕尧点点头 转身走到无尘的身边 无尘 你下山去一趟 让大叔召集人来把野猪抬过去 都够他们一整个村子的人吃了 好的 二小姐 属下接就去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鹰老头和韩肖明前后睁开眼睛 鹰老头拎着韩肖明的宝剑 对准野猪头上的骨包就要披下去 韩肖明把宝剑收回剑鞘 重新取出匕首 往野猪脑袋上的骨包倾去 费了好大的劲 韩肖明才将野猪头上的包切开 从里面滚出一颗带血的珠子 哎呀 是能量珠啊 哎呀 老夫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啊 这珠子里蕴含了许许多多的能量 而且十分纯净啊 那应该是好东西 你说起来吧 哎 为事不需要 你拿着 等会儿呀 亲手送给你小师妹 他才最需要 你给他不一样吗 能能能一样吗 你你你你就是个木头 别废话了 快点拿着 你亲手送给他 好吧 师傅 帮忙把这两颗獠牙挖出来 土耳打算做成两把匕首 送给小师妹一把 嘿嘿嘿嘿 这主意不错 为师支持你啊 小师妹 这颗珠子是从野猪脑袋上切出来的 里面蕴含许多的能量 你应该用得上 把它收好 哎 多谢四师兄 这能量珠里面蕴含的能量非常纯净 的确是好东西 野猪应该是吃了天才地宝有智慧了 才会有这颗能量珠 丫头 什么天才地宝啊 啊 这是我刚才发现的 这头野猪应该是这个果子的守护兽 它应该是以前吃了这个果子 才会变得那么厉害 小师妹 这东西除了我们几个知道 不可告诉任何人 你师兄说的没错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为师活了这么大年纪 还是第一次见到天才地宝 以前只是听说过从未见过 这天才地宝可是武林中人 梦寐以求的宝贝 若消息泄露出去 你会被武林中人围追堵截的 师父 我知道 您是我的师父 我当然不能瞒着您了 等回京 咱们三人一人一科 这可是天才地宝啊 小师妹居然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说要给自己一科 这丫头是傻了吗 丫头 为师不要啊 你自己留着 等下次突破的时候吃 现在啊 就你武功最差 你留着 提升自己的实力 本宫也不需要 你自己留着吧 赶快提升实力 下次再遇到这么厉害的野猪 就不用喊救命了 你们真的不要啊 这可是增强功力的天才地宝 真的不要啊 你赶快提升才是关键 现在啊 就你武功最差了 你赶快收起来吧 对了 无尘呢 我让他下山去找大叔 召集村民来扛野猪 这头野猪啊 都够他们整个村子的人吃了 谁敢泄露小师妹身上的秘密 本宫不管他是谁 一律杀无赦 是 韩潇明吩咐严君一和陈大夫留下来 等无尘 其他人继续去打猎 乡亲们 大家都赶快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等休息好了 就一起处理这条野猪 把全村人都叫来 一起吃肉喝酒 好好热闹热闹 咱们村靠东边 有一块空地 不如就把野猪抬到那边去 在那块空地上烧火炖肉 如何呀 没问题 大婶 您给我煮一锅青菜吧 我不想吃肉了 这段时间天天吃肉 我都吃腻了 好 要别的没有 青菜有的是 你不是要让全村村民热闹热闹吗 咱们就只想吃青菜了 这不冲突呀 我吃青菜 你们吃肉就行 反正我不吃那玩意儿 丫头 你为何不吃野猪肉啊 师父啊 那玩意儿都成精了 我才不吃呢 想想都恶心 再说了 野猪肉又不好吃 那那那我也不吃了 本宫也要吃青菜 肉吃腻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中年大婶煮了一大锅的青菜 严西瑶他们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此刻 这一行人 已经是没有人想着要去吃野猪肉了 吃完一锅爽口的青菜 大伙抓紧时间运功调息 恢复消耗的内力 直到夜幕降临 大伙才收工起身 往东边的空地上走去 英雄来了 打死野猪的英雄来了 快请上座 肉很快就可以吃了 韩消明看向严西瑶 严西瑶笑着说道 我们已经吃过了 就是过来凑个热闹 您吃 我们这段时间天天吃肉 都吃腻了 那怎么行啊 你们打的野猪 说分给我们就分给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如何感谢你们呢 怎么说也得吃点 我是吃不下了 您要是想感谢我们 等会儿多吃点就行 大家开心就行 这就就是大家多吃点 等会儿陪我老人家喝几口就行 喝酒没问题 划拳都可以 好 一样没定啊 等会儿陪老夫喝酒划拳 要不 现在来两拳 谁怕谁呀 更好啊 六黑手 六六六 亲啊 小姐们 端起你们的酒碗 咱们一起敬英雄们 感谢英雄们 给我们送来这么大一套野猪 各位英雄 我们先干为敬 严西瑶却是皱着眉头 看着手里的酒碗 喝也不是 不喝也不是 你不会喝酒 我还小 才十五岁呢 喝酒会影响我的身体发育的 拿来 师兄替你喝 多谢四师兄 经过酒之后 村民们给韩肖明他们 端了一些肉 放在桌子上 围着火堆 开始大口吃肉 那个年轻的英雄 长得真英俊啊 要不 去邀请他来 和我们一起跳舞 是很英俊 但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 要是能够和他一起跳舞 那就太幸福了 哎呀 去邀请一下试试呗 人家要是不愿意 小姆也不勉强 人家可是打死野猪大英雄呢 小雅你去 连他旁边的女英雄 一起邀请 那个女英雄 长得可真美啊 对对对 连女英雄 一起邀请 好吧 我去邀请 韩肖明看着走向自己的女孩 眉头瞬间皱起来 周身示范的冷气 右脚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小师妹 别让他靠近本宫 去把他赶走 四师兄 你别冲动 我来搞定 你千万要忍住啊 小仙女 你不能再过去了 再过去 我也保不住你了 女英雄 您叫我什么 小仙女啊 就是小美女的意思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女英雄 我是来邀请您 和那位英雄哥哥 一起去跳舞的 哦 他不会跳舞 我和你一起去跳 还有 你不能靠近他 他是危险分子 你靠近他 他会把你踹飞的 为什么呀 他有病啊 而且从小就有 叫女子恐惧综合症 除了他的家人 靠近他的女人 废死几惨 嗯 啊 那不邀请他了 你和我们 一起去跳舞吧 没问题 走吧 都说漂亮的 女人都带刺 那长得帅的男人呢 带什么呢 这韩潇明长得帅 却是带刀 而且是脆毒的刀 嗯 怎么还手拉手了 女人和女人之间 可以随便拉手吗 男人手拉手 就说是龙羊之口 女人手拉手 是什么鬼啊 韩潇明转身 坐在村民们 为他们准备的 椅子上 心不在焉地 抓起一块野猪肉 啃了起来 下一秒 他瞬间瞪大了双眼 倒不是野猪肉 有多好吃 而是他清晰地感觉到 野猪肉里 居然蕴含着能量 韩潇明拿起一块野猪肉 走到鹰老头的身边 将野猪肉递给鹰老头 师父 你尝一口 我不吃 要吃你自己吃 你就尝一口 有惊喜 什么惊喜啊 你尝了不就知道了吗 给你 他奶奶的 原来如此啊 丁老头又狠狠地咬了两口 这野猪肉里居然有能量 你叫他们多吃点啊 能增强功力 普通人吃了 还能强身健体 为时就叫你小师妹也来吃点 无尘他们一听到这野猪肉里 暗含能量 吃了能够增强功力 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吃了起来 丫头别跳了 你过来 为时有话跟你说 师父 什么事啊 丫头 这野猪肉里面啊 蕴含能量 你多吃点 能增强功力 对你身体也有好处 我不吃 要吃你们自己吃 丫头 这么好的东西 你为何不吃啊 能强身健体 还能增强功力啊 我知道啊 这野猪吃过果子 身体里肯定有能量 可是这么大的野猪 您见过吗 反正我是不敢吃 我怕那野猪以前吃过人 众人闻言一愣 大伙愣住了好几秒 丫头 你不厚道 为何不早说啊 我已经提醒你们了 你还要我怎么说嘛 是你们自己要吃的呀 臭小子 都怪你 是你非要让老服尝的 本宫怎么会知道 走了走了 回去了 这热闹呀 不错了 难受死老人家磨了 你们也不用这么大反应吧 我只是怀疑而已 说不定没吃过呢 丫头 我怀疑 你是故意的 我只是怀疑而已啊 说不定你不是故意的 众人猛然点头 颜西游愣住了 什么叫我是故意的 大婶煮这么多青菜 你们全都吃完了 还跑来这里吃了 怪我了 让子差 活该 回到中年大书家 韩肖明和鹰老头 一脸的生无可恋 鹰老头苦着一张脸 丫头啊 你快帮卫士 把吃进去的野猪肉 弄出来 卫士吐不出来啊 好吧 我帮你吹吐 小师妹 你也帮我吹吐吧 四师兄 你能不能放松点 我按不动 连银针都刺不进去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深呼吸 身体放松 韩肖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缓缓吐出 反复几次 终于是将身体放松了 可当颜西游的手 再次碰到他的皮肤时 他的肌肉 再次不受控制的紧绷起来 而且右脚 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四师兄 你还是让颜军医他们帮你吧 我怕被你踹成半残废 臭小子 你别不是好歹 你要是敢踹老夫的小徒弟 老夫跟你拼命 本宫不会吹小师妹 让颜军医来帮你吹吐吧 反正我是不干了 给你把脉你不紧张 碰一下你肚皮就紧张 我可不想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帮你吹吐啊 二小姐 还是您帮主子催吐吧 主子醒知的时候 属下也不敢碰到主子的肚皮啊 啊 什么意思啊 属下和颜军医都被踹过 主子清醒的情况下 唯独没踹过您 每次给主子治疗呀 都得把他弄晕 师傅 您要这双筷子 刺激四师兄的咽喉和蛇根处 也可以催吐 为师不会 还是你来吧 为师按住他的双腿 保证不会踹到你 本宫什么时候踹过你们了 属下刚追随您的第三天 您腿受伤 属下给您支腿的时候踹了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现在居然翻九章 而且你摸的是本宫的大腿 属下第一次给您治疗腹痛的时候 被您踹了一脚 那时候还不熟好吗 用筷子压舌根而已 本宫难不成会吃人啊 四师兄 您要是敢踹我 我就不把你解毒了 小师妹放心 本宫保证不会踹你 行 那你张开嘴 韩肖明张嘴 严夕瑶用筷子刺激韩肖明的咽喉和舌根 弄了好一会儿 才将他吃下去的野猪肉给吐出来 几位英雄 还真的回来了 大伙还到处找你们呢 大叔啊 你就告诉大家 我们今日打野猪太累了 想好好休息一下 明日还要赶路 就不去凑热闹了 大家玩得开心就行 我就是这样跟大家解释的 你们累了一天了 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去烧水 给你们洗漱休息啊 多谢大叔 你们去玩吧 不用管我们 我们自己动手即可 那怎么行呢 你们是客人 又是英雄 怎么能让你们动手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邻居们还给我们家 留了一大块野猪肉呢 大叔不用客气 我们在你家借宿 你又帮我们照顾马匹 是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姐姐 你们明天就要走了吗 能不能在我家多住几天呀 小弟弟 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再来你家 或者等你长大了 就到京城去找我们好不好 姐姐 等我长大了 真的可以去京城找您吗 当然可以了 可是我听爹爹说 此地离京城很远很远 我都不知道要走多久 才能够到达京城 哎呀 小家伙 你为何要去京城找我们呢 你们都是好人 帮我治病 而且是大英雄 等我长大了 我也想当英雄 娘亲说了 你们是我们家的大安人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长大了要报答你们的 小弟弟 你不用报答我们 我们在你家借助 帮你治病 只是举手治牢 以后长大了 好好报答你的爹娘就够了 他们把你养大不容易 嗯 我会好好孝敬爹娘的 姐姐 你能教我医术吗 我想学习治病 学会了 村里的人生病 或者是上山打猎受伤 也就不会死了 小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字吗 哎 我叫牛小虎 字认识的不多 我跟村里的王伯伯学过 认识一些字 小家伙 这本医书我送给你 你有不认识的字啊 就去问你王伯伯 三年后 要是能看完这本医书 并理解里面的内容 你就来京城找我 我收你为徒 亲自教你医书 好 多谢英雄伯伯 三年之后 我一定来京城找你 好 我等着你 三年后 你到京城杏林百草堂 打听陈明顺大夫 就能找到我 多谢英雄伯伯 陈大夫 杏林百草堂是你的产业 不是 是主子的产业 属下有空就会去帮忙打理 丫头 你四师兄呀 不仅有药房 还有其他产业 甚至还拥有江湖势力呀 幽冥公也是你四师兄的势力 师父 幽冥公是什么组织啊 幽冥公啊 是江湖中的正道势力 是你四师兄啊 暗中培养的组织 她是幽冥公公主 四师兄 原来你这么有钱有势啊 难怪这么大方 你很喜欢钱吗 当然喜欢啦 我又不是圣人 我是俗人 做不到是金钱为粪土 那等你的店开业 你好好经营 你也会有很多钱 那是必须的 我也要争取当个有钱人 俗人 赶紧去洗漱 然后去练功吧 目前提升实力 才是最关键的 你说的有道理 听你的 总有一天 我要成为有钱有势的人 此日一早 众人稍作收拾 韩潇明细心的 给中年大叔一家 留了一些银两 悄悄放在枕头下 又给他们留下了一匹骏马 告别中年大叔一家 启程回京 马匹又少了一匹 严西遥想和春兰同城一起 却被韩潇明直接拎到了他的马背上 严西遥僵直着身体 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被韩潇明给扔下去 四师兄 我还是去和春兰同城一起吧 我腰都快断了 你坚持一下 到镇上就可以乘坐马车了 身体放松 你那么紧张 我能放松才怪呢 本宫紧张了吗 你不紧张 那你还肌肉紧绷 本宫不紧张 我让你死丫子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会不会把我扔出去 严西遥的身体故意往后靠 直接靠在了韩潇明的环里 嗯 这样舒服多了 四师兄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把我扔下去 你就等着寒毒发作而死吧 不会 放心吧 是你不让我去跟春兰起来 我得让你尝尝腰酸背痛子吧 傍晚 终于赶到寄存马车的小镇 次日一早 用完早晒 无尘架好马车 终于可以将背上的石锅 和用草席包好的小树苗 放到马车上了 严西遥上了马车 鹰老头没有像往常一样 跟着他上车 而是飞身 上了韩潇明的巨马 目的自然是给两人制造 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家伙 怎么就跑来坐马车了 危险呢 这家伙在马车上 我好敢肆无忌惮地睡觉了嘛 孤臣 等会儿记得去买个花盆 把小树苗栽好栽走 是 七日后 由于一路上没有耽搁 终于是赶到了离京城较近的梁东城 梁东四公子 至薛公子突然疾病 四处求医聚无果 梁东四公子青铜手足 甚及又无忌 世日 张榜寻医 若能去及康复 梁东四公子任其差遣 或赏金百万两 即带接榜 薛家黎原警候 张榜人 梁东四公子 哎呀 这好事啊 得赶紧告诉宝贝小兔 要是他能治好 就能将梁东四公子收尾起用 老夫也能跟着赞赞光 嘿嘿嘿嘿 丫头 好机会 哎 你的好机会来了 师傅 什么好机会啊 哎 梁东四公子啊 中了薛公子病了 哎 张榜寻医 若能治好 赏金万两 或者四公子任其差遣 你能捡你四师兄身上的憨毒 治疗薛公子 应该不是问题 去试试 说不定了 你还真能把梁东四公子 设为己用 梁东四公子很厉害吗 很厉害 你要是能将那梁东四公子收服 你的势力 不比本宫小 既然梁东四公子如此厉害 那本姑娘得去试试 试试的一试 乌尘 去接吧 是 竹子 无尘 直接运起了轻功 飞到告示上方 伸手将告示撕了下来 又飞回到马车上 将告示递给了韩肖明 公子既然接绑 请随在下 前往薛家里员 前面带路 你们之中谁是大夫 再次排队后枕 其余人 随在下到偏庭引查等候 严西遥 陈大夫 和严军一 留下来排队 韩肖明等人 则是跟随着管家 前往偏厅 等了约莫半个时辰 终于是轮到 排在前面的陈大夫 陈大夫刚想进去 严西遥 开口说道 我们一起来的 就一起进去吧 陈大夫 你先看看 是 二小姐 在下是来自京城的 陈明顺大夫 薛中华有气无力地 点点头 伸出了手臂 陈大夫给薛中华把脉 眉头是越皱越紧 淡赏之后 陈大夫起身说道 薛公子病在肝脏上 应该是肝脏结结 属在下无能为力 严大夫 你试试 是 二小姐 在下姓严 明尚德 也来自京城 薛中华点头 严军一开始把脉 半赏之后 也是收回了手 在下的诊断 和陈大夫一样 但也无能为力 我来看看吧 小女子姓严 明熙瑶 来自京城 燕熙瑶话音刚落 楚浩天就是一阵 燕熙瑶 自己没听错吧 三天前 有属下来报告 说是有人花钱 买燕熙瑶的命 而且一出手 就是五千两银子 燕熙瑶纤细的手指 搭上薛中华的脉搏 闭上眼睛 仔细的感应着脉搏跳动 你是否口干 口苦 右边斜泪疼痛 薛中华点头 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燕熙瑶收回手 你的病确实是在肝脏上 初步怀疑 是湿热 剧毒型肝癌中期 也就是肝脏结结 燕熙瑶 要起身 让薛中华掀起衣服 再次仔细检查一遍 已经确定了 就是肝脏结结 这是能治 但是有点麻烦 也需要一段时间 姑娘 梁东四公子的玩笑 不是你能开得起的 你确定你能治疗 我确定能治 但想要治疗 薛公子必须随我前往京城 我说过 她的病三两天治不好的 我家二小姐说能治 就一定能治 在下敢用性命担保 在下也敢用性命担保 我家二小姐的医术 我和严大夫都望尘莫及呀 说说你的条件 要黄金 还是要什么 若我治不好 分文不取 若治好你 我要你们四公子 做我的左膀右臂 同闯天下 不是像人 当然不是 是左膀右臂 更是兄弟 姑娘 在下有一事 不知当不当家 你请说 有事但说无妨 在下是血影楼楼主 楚浩天 三日前 有人出五千两银子 买一个叫严西瑶的女孩的命 只是根据来人的描述 她要杀的人 又黑又丑 左脸上还有一道疤痕 听说是京城邵师府的二小姐 不知您是否听说此人 若我说我认识此人 也知道他在何处 那你是否要去杀他 不去 我血影楼虽是杀手组织 却不是什么人都杀 血影楼只杀贪官 以及大奸大恶之人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丑的 严西瑶 痛快 没想到严小姐 如此胆大爽快 不拒小姐 只要你能治好薛老弟 在下四人 愿意誓死追随 同闯天下 金子一言 四马难追 外加九个香炉 就是一言九鼎的意思 严小姐不必在意 这小子就这样 他爹让他去读书 他要去做贼 大字不认识几个 说话呀颠三倒四 原来如此啊 我说的不对吗 九个鼎 不就是九个香炉吗 还意思一样 我师父和我师兄 还在偏厅候着 薛光子 您收拾行李 由我们一起前往京城 到京城后 我便开始给你治疗 此事不急 今晚在离院休息一晚 我们四兄弟 得安排一下 所遂杂事 明日一早动身不迟 管家 去偏厅 请严小姐的师父师兄 来正厅 喷腹厨房 正备晚宴 是 严小姐 快请上座 薛公子 你家茅房在何处啊 我想去方便一下 薛中华立刻派丫鬟 带着严西瑶去了茅房 严西瑶去茅房 当然是去给薛中华 取饱肝护肝的药了 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韩肖明 曹明拜见九殿下 免礼都起了吧 在外人面前 不可泄露本宫的真实身份 是 草民遵命 严西瑶回到正厅时 几人若无其事地喝茶聊着天 严小姐就不问问是谁想雇佣杀手杀您 不用问我也知道是谁 严小姐若是愿意 薛影楼可以派人帮您解决麻烦 不用 我并不想他们死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好吧 在下尊重您的决定 有需要尽管吩咐 严小姐 这 真的是药吗 为何如此奇特 这是饱肝护肝的药 你不觉得做成这样很方便吗 不用喝那又黑又苦的药汁 严小姐言之有理 在下相信严小姐的医术 只是 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药 有些疑惑罢了 药做成什么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药的效果 这个药呢 你直接用水吞服即可 还方便携带 次日一早 在梨园用完早晒 梁东四公子跟随着韩肖明汉们 启程赶往京城 梁东四公子 明目张胆地出行 一路上 没有不长眼地改惹麻烦 三日后 顺利地回到了韩肖明 京城郊外的别院 主子这是从何处弄来一个 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啊 难道主子不讨厌女人了 不过这身形和严二小姐 实在太一样了 她就是严二小姐 只是恢复了容貌 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本宫的小师妹 以后她有任何需求 你们必须尽全力满足 是 管家 带人准备房间 梁东四公子暂住别院 是 老奴这就去准备 等等 管家 请问我母亲在吗 二小姐 你母亲不在别院 自从皇后娘娘 把她接进宫 就没回来过 不过 你母亲和皇后娘娘 在京城开了一家如意绣房 这个时辰 你母亲应该在绣房中 好 我知道了 多谢 母后居然和林氏合伙开绣房 四师兄 我想去看看我的母亲 对了 你不是答应给我一所宅子吗 能不能给我在京城里的宅子啊 这样我母亲回来也方便些 没问题 就跟你京城内的宅子 不过这别院比较清静 缺公子治病 就在别院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了 你再帮我准备一个房间 要干燥通风 作为治疗室 可以 还需要什么 你只管吩咐管家去准备 好 多谢四师兄 借你马车一用 我去绣房看看我母亲 不必着急 先去换身衣服 本宫陪你去 老夫也要去 老夫也要去 老夫也得去 见丫头的母亲 师父 你就别去了 再次陪陪梁东四公子 晚些时候 土耳本林氏接回来即可 那就没问题 你们去吧 老夫去和四位公子聊聊 韩肖明和严西瑶 换了身衣服 坐上马车 由吴臣赶车 往京城赶去 四师兄 那十万两银子和宅子 你什么时候给我 怎么 你还怕师兄赖账不成 放心吧 说了给你就给你 今日先去看看 绣房的位置 再决定给你哪一所宅子 明日本宫就派人 去把宅子打扫出来 你想什么时候搬过去都可以 多谢四师兄 现在药材已经准备妥当 你什么时候 给本宫解毒啊 明天给你解毒都可以 不过 我还怕你不配合我 又怕你踹我 解毒呢 得给你施针推拿 得触碰你全身的皮肤 你确定你能配合我吗 那现在该怎么办 当然是每天训练你了 直到我能触碰你全身 我才敢给你解毒 主子 到了 韩潇明和颜西瑶下了马车 一起走进绣房 这一幕 可好被前来寻找机会收拾灵世的王室母女看到 那不是九殿下吗 他身边的女人是谁啊 九殿下不是不让女人接近吗 这女人的身段倒是和颜西瑶那个小贱皮子很像 不知道是不是他 哎呀 先看看再说吧 娘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很像 可那张脸 不是颜西瑶那个贱人啊 她的脸又黑又丑 何况我在她脸上 划的那一刀可是很深的 根本不可能治好 王室脸上闪过一抹恶毒 她知道 九殿下身边的女人 八成就是颜西瑶 当年就是因为发现颜西瑶越长越漂亮了 害怕她抢了颜小蝶的风头 读得颜文中的宠爱 才会趁着颜西瑶发高烧昏迷的时候 给她戴上了那个又黑又丑的人皮面具 娘亲 我回来了 我的脸治好了 恢复容貌了 姚儿 真的是你 你的脸真的好了 哎呀 我的女儿真好看 快让娘亲好好看看 太好了 我的女儿终于恢复容貌了 娘亲 以后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娘俩 好 这一次 娘就是拼了命 也要护你周全 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娘亲 以后女儿会保护您的 女儿拜了师父学了武功 女儿有能力保护您了 好 我的女儿 终于长大了 灵师放开颜西瑶 看向韩潇明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韩潇明的面前 林夫人 林夫人这是何意啊 九天下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请受名副一拜 林夫人可可请起 本宫受不起你这一拜 你女儿的脸 是她自己治好的 与本宫无关 娘亲 是我自己治好的 我会医术 从五岁开始就有一个神秘人 每天晚上来教女儿医术 女儿怕您担心 更怕被王室和阎文忠发现 就一直没告诉您 娘亲 对不起了 我也不想骗您的 可没办法 您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 您会承睡不住的 我只能说谎了 傻孩子 娘亲还能出卖你不成 不过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你是该瞒着 林夫人 今日就早起 随我们回去吧 家事还在府中 等着与您见面呢 娘亲 九殿下现在是女儿的四师兄 我们是同一个师父 女儿有幸成为师父 他老人家的关门弟子 好好好 这是大好事 大喜事 娘亲这就随你们回去 林氏转身交代了店里的伙计 便跟着韩潇明上了马车 王氏母女眼睁睁地看着林氏 上了韩潇明的马车 极度地要抓狂了 却是又无计可施 姚儿 你现在容貌恢复了 抽个时间 咱们去看看你外祖父 外祖母 这些年 娘亲没保护好你 又被软禁 都没能回去见他们 好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情 就去看看他们 姚儿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忙 娘亲 我现在有个病人需要治疗 不过不要紧 等我控制好她的病情 就陪您去看外祖父他们 杨儿 就算你五岁开始学医 你的医术恐怕也不是很好 你有把握吗 不能耽误了人家呀 娘亲放心吧 女儿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林夫人 你就放心吧 小师妹的医术很高明 连宫中的寓医 都没办法与小师妹相提并论 何况 她要治疗的那个人 本事不小 本宫不在小师妹身边的时候 这个人能护小师妹周全 好 这事不急 你专心给人治病 去你外祖父家 什么时候都可以 现在时辰还早 不如就现在去一趟 晚膳前回彼院即可 多谢四师兄 娘亲 咱们现在就去 等有空了 再多去陪陪外祖父 外祖母 好 福尘 去林府 是 你们怎么就回来了呀 林夫人呢 启禀皇后娘娘 林夫人被九殿下 和严小姐接回去了 明儿回来了 行 本宫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皇后娘娘 奴才还有一事禀报 那严二小姐恢复容貌了 长得美若天仙 比严家的大小姐 漂亮无数倍 什么 恢复了 而且还长得美若天仙 是 奴才亲眼看见的 你先下去吧 是 奴才告退 侍卫退了出去 皇后笑得特别的开心 风风火火的赶往皇上的御书房 皇后 你都多大人了 以前也不见你如此 怎么最近总是冒冒实实的 你的温婉端庄呢 皇上 明儿回来了 而且 严家的二丫头 恢复了容貌 侍卫说 那丫头呀 长得可漂亮了 是吗 这个臭小子 回来也不险进宫 看看朕 真是越来也不像话了 皇上 严家的二丫头 恢复了容貌 依着臣妾看 您应该 给明儿和那个丫头赐婚 让他们呢 先把这亲事定下来 此事不及 还是先问问明儿的意思 万一这臭小子发飙 朕可压不住他呀 可是臣妾担心 别人接足仙灯啊 就那丫头 能够接紧明儿 难道 您就不担心 咱们家明儿 打一辈子的光棍呢 朕是他老子 朕能不担心吗 走走走 现在就去明儿的别院 问问他的意思 顺便 看看那丫头 恢复的如何了 臣妾也是正有此意 吴公公 准备叫您 朕要出宫 是 奴才遵旨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正在和四位公子聊天的 鹰老头 猛的跳了起来 快快快 去营典那臭小子的父皇母后 别院下人和梁东四公子 跪了一地 鹰老头只是弯腰行礼 明儿呢 灵氏母女呢 她们还没有回来吗 回皇上 殿下和颜二小姐去绣房了 说是要接灵夫人回来 应该是有事耽搁了 都起来 都起来吧 给朕倒茶 朕在此等着 英老头 你也来了 这四位是 嘿嘿嘿嘿 喂皇上 这四位是梁东四公子 此次前来 是找姚儿那丫头治病的 梁东四公子 朕略有耳闻 原来自人如此年轻 朕是闻名不如见面呀 走 都陪朕进屋喝茶 是 是 草门遵旨 嘿嘿嘿 皇上 在下正想和您说说 明儿的事呢 哦 何事啊 哎呀皇上 您一定想不到 明儿那臭小子 现在变化有多大 姚儿那丫头 能随意接近她 她还背了姚儿那丫头呢 背 背了 啊 不仅背了 还背了 脑子里头轰的一声 犹如平地惊雷 竟然 还又背又抱 这还了得 这还是自己的那个小儿子吗 负责 必须得负责 嘿 您不知啊 你快给朕说说习件 怎么背的 怎么抱的 嘿嘿 得嘞 走走走 进屋老头话慢慢跟您说 啊 都起了吧 本宫只是宋后林夫人和小师妹过来 你们不必紧张 你是 姚儿 外祖母 我是姚儿 您最近身体可好 好 外祖母很好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 外祖父 外祖母 我的脸一直都是这样的 只是五年前 被人偷偷给我戴了个又黑又丑的人皮面具 直到严小蝶划伤我的脸 我才发现的 原来是这样啊 那伤得严重嘛 快让外祖母看看 已经没事了 全都好了 连一点疤痕都没有留下 好 好了就好啊 你爹因为你的脸又黑又丑 才冷落了你们娘儿俩 以后啊 他应该会好好地待你们娘儿俩的 爹娘回屋说吧 爹娘 女儿已经跟阎文忠合离了 什么 芙蓉啊 你真的和阎文忠合离了 你怎的这般糊涂啊 你这合离了以后 日子可要怎么过呀 哎呀 芙蓉 你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做的决定吗 爹 女儿是考虑清楚后 才做的决定 随后 林氏将这五年来的 所有经历的一切 都跟林老爷子说了一遍 好 合离了也好 林家高攀不起他言文忠 哎 林老爷子此言差异 是他言文忠 高攀不起本宫的小师妹 这 本宫的小师妹 是要人才有人才 要能力有能力 要势力有势力 岂是他一个小小的 言文忠能高攀得起的 甚至包括你们林家 他言文忠也高攀不起 有本宫的小师妹在 你们林家崛起 指日可待 好好啊 姚儿终于有出息了 老夫就算死了 也瞑目了 老婆子 快 快让人准备晚饭 林老爷子 不必麻烦了 我们马上要走 府上还有贵客等着的 改日再来掏扰 哎呦 那怎么能行啊 来了连饭都不吃一口就走了 我祖母啊 今日真有事 改日我和娘亲 再来多陪陪您和外祖父 既然你们有事要忙 就早些回去 别耽误了正事 好 那女儿改日再来看你们 回去吧 以后啊 常回来看看就行了 告别林家人 一行人往韩肖明的别院赶去 此时别院中 鹰老头唾沫横飞 添油加醋的说着韩肖明和颜西瑶 去火灵山时的精彩故事 皇上和皇后那是越听越上头 越听越开心 刺激啊 哎呀皇上 咱们哪得赶紧抓紧时间把俩孩子的婚事啊 给他定下来 万一鹰丫头被人杰足先登了 那咱们家明儿可是要打一辈子的光棍了 嗯 这事是得抓紧 等灵夫人回来 你去找灵夫人谈谈 把情史定下来 是 臣妾遵旨 皇上突然在身上到处乱摸 皇后问 哎 皇上 您找什么呢 哎呀 真的应喜呀 居然没带出来 朕想现在就你赐婚照说 皇上不必着急 您明日下着赐婚也不迟 反正 严小姐跑不了 嗯 有道理 朕今晚回去就拟址 得先下手为枪 这是一个堂堂皇上说出来的话 谁他们敢跟皇家抢儿媳妇啊 还先下手为枪呢 您咋不直接抢进宫里去养着去呀 就在这时 韩潇明他们回来了 皇上和皇后听到动静 迫不及待的跑出来 想要看看严西瑶的容颜 免了 又不是在宫里 在外面随意就好 谢皇上 严丫头 抬起头来 让朕瞧瞧 哎哟 本宫咋就那么有福呢 这丫头和老五的婚约 解除得好啊 哈哈哈哈 天丫头 你去给皇上请个平安麦 你的医术 本宫可是亲身体会过的 朕好好的 把什么麦啊 皇后狠狠地瞪了皇上一眼 您不是让臣妾找灵夫人谈谈吗 哦 对对对 严丫头 来替朕请个平安麦吧 是 臣女遵旨 严丫头 朕身体没问题吧 皇上 臣女给您请慢 您激动什么呀 应该是臣女紧张才是呀 哎 怎么 朕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朕不能激动 不能紧张吗 当然不是 皇上当然能激动 可您一激动 卖不过跳得太快 根本看不出来 您还是缓一缓再重新把卖吧 真的名儿不是断秀 能让你接近 只能不激动吗 哈哈哈哈 林夫人啊 本宫对这严丫头很是满意 你看两个孩子相处的也十分融洽 要不咱们把两个孩子的亲事定下来如何呀 皇后娘娘 书民妇不能答应你 民妇想征求芽儿的意见 让她自己选择她想要的未来 哎呀 林夫人哪 这自古婚姻之事都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你就答应吧 本宫啊 一定会像对待青生女儿一样的对待严丫头的 再说了 严丫头要是与明儿定了亲 以后还有谁敢欺负你们娘俩呀 就是老五那个混账东西 想欺负丫头 那也得掂量掂量不是吗 林夫人啊 就明儿的性格 除了严丫头 她不让任何女人靠近她三尺之内 你以后啊 都不必担心明儿会纳妾 给严丫头心里头添堵 有本宫与皇上 给严丫头撑着腰呢 明儿绝对不能够让严丫头受委屈 开玩笑就韩潇明那不让女人靠近的臭毛病 能有一个媳妇那就是烧了高香了 那妾想都不敢想 皇后娘娘 只要瑶尔不受委屈 瑶尔自己同意 明妇就答应这桩婚事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林夫人啊 你就放心吧 本宫绝对不会让严丫头受委屈的 明妇相信皇后娘娘 可明妇担心瑶尔不同意 让皇上下旨 她还敢抗旨不成 反正啊 本宫就是认准了这个儿媳妇了 那好吧 这才对嘛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门不当户不对了 明日啊 本宫就让皇上封你一个一品告命夫人 这不就门当户对了吗 多谢皇后娘娘 民妇何德何能 能当这一品告命夫人 哎 本宫说你能当你就能当 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女儿 给本宫来当儿媳妇 功劳不小呢 皇后娘娘过奖了 好了 走吧 出去用晚上 明日本宫还派人接你进宫 到时候啊 你再与本宫好好地聊聊 是 皇上 您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睡眠不太好 得多注意休息 等明日 臣女给您弄点 安神补脑的药 好 不过 朕不愿意和那 黑乎乎的药汁 你给臣做成药丸 像皇后吃的那种 皇上 您的药不一定做成药丸 但趁您保证 不能吃 准了 只要不是南河又黑乎乎的药汁 做成什么样都行 丫头啊 为师还未正式与你母亲认识 你是不是得给为师引药引药呀 啊 好 给您引药一下 皇上 师陪一下 去吧 皇上 一臣妾看 您还是不要问明儿的意见了 直接呀 下指赐婚 皇后 何出此言啊 灵夫人担心严丫头不同意 明儿的性格您知道啊 咱们就以她抱了严丫头为由 让她负责 她应该会答应的 但严丫头知道明儿不让人靠近 应该会反对 只能下指 她应该也不敢抗指才是啊 有道理 那就直接下指赐婚 明儿这臭小子还真让人操心啊 还有啊 灵夫人与严文中合理 那她就是个平民的身份了 严丫头和明儿可就门不当户不对了 你得先给严夫人一个封号 再给严丫头一个封号 理由呢 就以严丫头给臣妾和明治病立功为由 策封 这个朕已经想到了 嗯 这样 让他们母女俩明日进宫 朕让他们等着文武百官的面守风 老五他们也该封王了 让他们滚出皇宫居住 皇上英明 哎 明儿呢 这孩子 不会是又躲在书房里头看书去了吧 没有 朕把他给支开了 让他带梁东四公子去逛别院了 嗯 时辰也不早了 咱们用完膳也该回宫了 那行 朕派人啊 去把他叫回来 师父 娘亲 你们能不能不谢来谢去的呀 该吃晚饭了 你们不饿吗 林夫人 非常抱歉啊 瞧我这一高兴 聊得都忘了时辰 咱们去吃饭吧 殷先生说的哪里话 该说抱歉的是我 瑶儿能拜您为师 是我太高兴了 忘了时辰 又来了 谢完了又开始道歉 没完没了的 殷前辈 林夫人 严小姐 殿下让你们去正庭用膳 啊 申先生 您先请 林夫人 请 啊 你们慢慢互相谦让 我先去了 饿死了 入院 严夕摇回到房间里 换了一身夜行衣 戴上那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主子 您这身装扮 是要去往何处啊 哼 去报仇 主子 属下非您全您去 好呀 那你们快去换衣服吧 是 主子请稍等 快去吧 王氏 言小蝶 今日便是你们噩梦的开始 小师妹打算如何做 师兄可是帮你 准备了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送给王氏母女的见面礼 本宫好不容易去一趟少师府 总不能空手而去吧 韩湘明说完 抖了抖手里的黑布袋子 袋子里的东西不停地蠕动着 还吱吱地叫了起来 好家伙 这玩意儿我喜欢 多谢四师兄准备的大礼 这可是本宫和梁东四公子下午时为你准备的 你喜欢就好 走吧 本宫陪你走一趟 等春兰他们一起 有本宫在 春兰他们就不用去了 那好吧 咱们走 本宫知道 你舍不得用大师兄送你的那把匕首 那把匕首可是罕见的保护 你说好 这把给你 多谢四师兄 夜晚的少师 很是安静 小师妹 你自己的手自己报 本宫不进女人的房间 好 那我自己进去了 严细瑶轻轻地推开严小蝶的房间 严小蝶似乎是感觉到了危险靠近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你 你是人 是鬼啊 你说呢 你觉得我应该是人 还是鬼啊 你 你别过来 把你的匕首拿开 我可是你的姐姐 姐姐 你配吗 我娘亲只生了我一个 我何来的姐姐 我记得这话你也说过 你娘只生了你一个 你也没有妹妹啊 妹妹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放过你 好呀 反正我不会要你的命 我只是有仇报仇而已 今日呢 姑奶奶答应让你不死 你不是喜欢给我毁容吗 不知道你自己毁容 你能不能接受啊 妹妹 妹妹 我错了 求你 求你放过我 我不能毁容 闭嘴 谢谢你妹妹啊 你划我脸的时候 可有想过放过我呢 没关系 我这个人呢 很好说话 今天不会杀你 但你给我的伤害 我只会 加倍 还给你啊 阎西瑶 一字一句的说完 匕首贴在 严小蝶的脸上 接下来好好享受 这匕首 滑下去的快感吧 救命啊 娘亲救我 爹地救我 严西瑶的匕首 刺进了严小蝶的脸上 慢慢的 一点点的往上拉 严小蝶疼得是直翻白眼 眼珠子差点没翻出来 滑完了一边 严西瑶的匕首 再次挪到了 严小蝶的另一边脸上 二位请稍等 本宫的小师妹 正在屋里办事 还请二位 不要进去打扰 否则 别怪本宫不客气 严文中和王氏 一脸惊恐 焦急的后退 他们可是不敢 靠近韩笑名啊 严西瑶照样 一点点的 将严小蝶的 另一边脸划开 鲜血流的 到处都是 这两刀呢 是抱你划伤我脸的丑 胸口的那一刀 全身的鞭伤和 抛尸杀牙的丑 等你把脸上的伤痒痒 姑奶奶再来找你 一点点清算 韩笑名耳力超群 听到了严西瑶的话 他一步步绕到了 王氏的身后 抬脚 王氏惨叫着 如同炮弹一般 飞进了严小蝶的房间里 多谢四师兄 四师兄 严西瑶 居然叫韩笑名四师兄 错了 大拓特拓呀 当初不该保严小蝶呀 现在后悔 不觉得太晚了吗 等明日朝堂之上 林氏和小师妹受风 那时候 才是你真正后悔的时候 王氏 我年前是你给我戴上的人皮面具 对吧 不 不是我 我不知道你脸上 有什么人皮面具 想清楚再回答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敢说半句谎言 我割了你的舌头 是我给你戴上的 我娘的陪家丫鬟是怎么死的 说 是我把他对下井里淹死的 你为何要杀他 因为 因为他看到了我 拿岩府的珠宝给我的哥哥 他要去告诉老爷 我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杀了他 将我拿走的珠宝 家伙在他的身上 林家造奸臣陷害 是你搞的鬼吧 快说 是我 是我让蝶儿的舅舅伪造 伪造的 这只是证据 哎呀呀呀杨儿 你你别杀我 我我知道错了 杀你 你想的太美好了 我当然不会杀你了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这些年 你家住在我娘和我身上的伤害 我会一点点慢慢的还给你 现在杀你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嗯 若我没记错的话 你在你娘家 只是个不受待见的庶女 为了翻身 为了成为严家的当家主母 自打你进严府这些年 你花了不少心思吧 你拿了多少严家的财产 孝敬你娘家 你那所谓的哥哥 才帮你伪造证据的吧 啊 你你你你你你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不 不不不是这样的 不不不是这样的 这严头还真是聪明 严家被陷害的事 他都能想到王室身上 都不用本宫去调查了 小师妹这手都还不错 随便下一下就全招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真正蛇系心肠的女人 是王室母女 是我 是我的错 手放任王室母女 伤害了林室母女啊 哼 王室 今晚只是开始 先享受享受 我为你准备的开胃菜吧 严夕瑶说完 手里的匕首 缓缓地刺进了王室的左脸 然后一点点地往上拉 严夕瑶从空间里头 取出一瓶酒精来 拧开盖子 直接往母女俩的脸上倒 火辣辣的疼痛 将王室母女俩 从那昏迷之中唤醒 这是菜后甜点 你们慢慢享受 严夕瑶说完 将黑布袋打开 半袋子的老鼠 全部都倒在了王室母女俩身上 转身走出房门 老鼠 老鼠 韩潇明也不等言文中反应过来 拉着严夕瑶的手 运气轻功 急速飞略 很快消失在了严文中的面前 严文中愣了好一会儿 就才回过神来 拿了一把条着 奋力地驱赶着王室母女身上的老鼠 打得王室母女俩哇哇大叫 一家三口 狼狈不堪呢 好不容易将老鼠赶走了 严文中看着王室母女 鲜血淋漓的脸 更是悔不当初 完了 特地完了 四十九晚安 明天见了 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 随本宫进宫 好的 严夕瑶转身 蹦蹦跳跳地 往自己居住的院子走去 韩潇明嘴角勾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弧度 目送着严夕瑶离开 严夕瑶盘膝坐在床上 想起那颗 从野猪身上得来的能量猪 还放在空间里头呢 还没有好好地研究研究 小仙女主婴 你能不能不要拿走能量猪 卧槽 谁 谁在说坏 小仙女主婴 你不要害怕了 俺是你手上那个手镯的精灵宝宝 俺在你的空间里 你想对宝宝说什么 只要你在脑海里头想着 宝宝就能够知道 精灵宝宝 你什么鬼啊 你手上那个手镯 是万年韩玉制作而成的 俺是韩玉孕育出来的精灵宝宝 最近你把那颗能量猪放进空间里 宝宝吸收了能量猪里面的能量 已经能够通过精神力跟你说坏了 要是你没有练武 没有那颗能量猪 可能还得过个百八十年的 宝宝才能够与你沟通呢 卧槽 这太离奇了 你说你在我的空间里 我再来看看你长什么样啊 你进来也没有用 你现在还看不到宝宝的 除非你有精神力 可以用精神力看到宝宝 因为现在宝宝还是透明的 什么是精神力啊 精神力说白了就是意念呗 等你学会了用意念控制物体 你就能够用精神力看到你家可爱的精灵宝宝了 那又怎么样才能有精神力呢 你自己练啊 看在能量猪的份儿上 宝宝教你入门 你先找一枚铜钱拴起来挂在墙上 然后眼睛盯着铜钱 尝试用意念力让铜钱晃动 等你能够用精神力控制一串铜钱 漂浮在空中 你就能够见到宝宝了 我不练 是为了见你一面 我还得练精神力 有那时间 我还不如好练功呢 小仙女主爷 你别小看精神力好不好 精神力练到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用精神力攻击敌人大脑 还能监视敌人追踪敌人呢 就跟扫描仪一样 我去 精神力这么牛 那我得好好练练啊 嘿嘿 你好好练哈 有机会多给宝宝弄上几颗能量猪 对你有好处的 有何好处啊 对了 为何我空间卫生院 我上不了四楼啊 你现在能上到三楼了 四楼还没解锁呢 得等到你的实力再突破到一个层次 至于好处嘛 宝宝吸收了能量猪里面的能量 会实力大胀 能够凝聚出实体 还能够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哦 那你现在能帮我做事吗 当然能了 你以为你空间里面的药房 为何整齐又干净啊 那都是宝宝在帮你整理的 可以啊 行 有机会我就给你弄能量猪 你现在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送一些小次瓶进来 你帮我把安神补脑液拆一些装进小瓷瓶里 一个瓷瓶里装多少补脑液 到时候你告诉我 没问题了 那你现在可以把能量猪给宝宝了吧 可以可以 现在就给你 对了 你有名字吗 我怎么称呼你啊 你还没有给宝宝取名字 宝宝哪有什么名字嘛 嗯 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宝宝有小鸡鸡哦 那我就叫你小豆芽吧 小豆芽宝宝 哦 你 俺可是个可爱的小帅哥 你给宝宝叫个小豆芽 你没有搞错啊 难听我死了 你个取名废 嗯 那你自己想一个吧 想好了告诉我 我真不会取名字 哎 我把小字瓶给你 记得包装好哦 找了一枚铜钱 按照精灵宝宝教的 找一根线拴起来 挂在墙上 开始盯着铜钱练精神力 一夜 严西遥眼前的铜钱 愣是没动一下 这练精神力可不是一般的难啊 主子 该起床了 一晚早膳 您还得和酒店一下 一起进宫呢 春兰 你进来吧 我没睡觉 主子 您这眼睛是怎么回事 这么红的跟兔子眼睛一样 哦 没事 看铜钱看了一夜 你去给我打点水 我洗漱一下 哎呀 要不 属下还是请颜军医 来给您看看吧 哎呀 真不用 我自己就是大夫 我有药 你去打水吧 是 安生不闹 夜已经给你装好了 一个小瓶 里装了六瓶 嘿 好 谢谢小精灵宝宝 哎 丫头 你的眼睛怎么了 怎么红成这样啊 师父 我的眼睛没事 就昨晚掉前眼里了 看铜钱看了一夜 这是答应给你的十万两银票 不够用就跟师兄说 十万两呀 不够用才跟他说 女儿这是想干嘛呀 十万两还不够用 哇 谢谢四师兄啊 姚儿 你怎么能要酒店下的银票 你吃猪都在殿下的别院 怎么还能要殿下的钱呢 我 林夫人 这是本宫答应给小师妹的 何况 本宫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她要点零花钱 本宫还供得起 嘿嘿 林夫人 你就别操心姚儿丫头的事了啊 姚儿丫头做事有分寸 再说了 明儿这臭小子说的也没错 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她是得好好宠着 不仅她宠 老夫也宠 她另外三个师兄也得宠 这样 会把她宠得无法无天的 放心吧 老夫看上的关门弟子 可不是那样的人 用完早膳 颜希瑶把薛中华要吃的药 交给阴老头 并交代用法和用量之后 韩潇明带着林氏和颜希瑶入宫 进宫之前 韩潇明还专门去了一趟林府 接上了颜希瑶的舅舅林长生 四个人磨磨蹭蹭的进宫时 皇上都快要下朝了 酒殿下到 宣 宣 宣 酒殿下进殿 本宫先进去 你们先在此稍等 好 儿臣 参见父皇 儿臣来迟了 请父皇恕罪 免礼 你的边缘离皇宫较远 迟一点没关系 周围爱情 身的几个儿子 除了老九 其他都已经过了弱冠之年 早开封王了 朕今日啊 让几个皇子全都上朝堂 便是要给几个皇子 封王 赐福底 并照高天下 皇上英明 吴公公 宣读生旨 是 奴才遵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五皇子韩潇齐 六皇子韩潇阳 七皇子韩潇臣 八皇子韩潇井 皆吉冠 着急册封 韩潇齐为瑞王 赐居瑞王府 韩潇阳为康王 赐居康王府 韩潇臣为贤王 赐居贤王府 韩潇井为端王 赐居端王府 签此 谢父皇 谢父皇恩典 都起来吧 你们各自的王府 朕会派人带你们过去 以后没有召见 不得私自入宫 是 是 儿臣尊 儿臣尊 宣 宣 林芙蓉 颜西瑶 进殿 宣 林芙蓉 颜西瑶 进殿 颜西瑶怎么还活着 血永楼没动手吗 这个女神的命 还真贪扬的不是一般的呢 连杀手都没能弄死她 那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 是颜西瑶 她不是又黑又丑 还温柔了吗 脸是她疤痕呢 名妇参见皇上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以后林夫人和姚儿丫头见朕 可免行贵礼 谢皇上 轰的一声 皇上的这句话 如同轻雷一般 在文武百官的脑海之中乍响 都给朕安静 吴公公 宣读册封圣旨 是 奴才遵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颜西瑶 医术抄群 替朕治好了失眠之政 替皇后 治好了头痛顽疾 功不可没 拙击册封 颜西瑶 为正一品 安平长郡主 林芙蓉 教女友方 心地善良 拙击册封林芙蓉 为一品 告命夫人 签辞 谢皇上 谢皇上恩典 又是轰的一声 吴公公宣读的圣旨 更是如同平地惊雷一般 在整个朝堂炸响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朕之皇子 韩肖明 人品贵重 形效有佳 文武并重 竟已过树发 即将若冠 今有一品 告命夫人 林芙蓉之女 颜西瑶 执及姬之年 品貌端庄 秀外惠中 故朕下旨 亲定为 旧皇子 韩肖明之正妃 择日大婚 亲此 所有人都待住了 包括韩肖明 和颜西瑶 韩肖奇的脑子嗡的一声响 差点站立不稳 一脸的不敢相信 言文中更是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脑子嗡嗡作响 一切的荣誉都与他无关 九殿下 安平长郡主 还不快领旨谢恩呢 韩肖明虽然震惊 但内心似乎并不反感 反而有一丝窃喜 是怎么回事啊 窃父皇隆恩 皇上 臣女可以抗旨吗 颜西瑶此话一出 韩肖奇的眼里 闪过一丝心心 果然 自己猜的没错 颜西瑶啊 果然还是对自己 念念不忘 可以 公然抗旨 驻灭九族 你可以试试 啊 这么严重啊 你觉得呢 安平长郡主啊 你不要命了 公然抗旨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呀 可是四十凶就是个仙人囚 谁捧扎神 臣女怕被扎成马蜂窝 他敢 他要是敢扎你啊 朕拔了他的刺 启禀父皇 姚儿曾经是儿臣的未婚妻 解除婚约并非是儿臣意愿 还请父皇收回成命 重新给儿臣和姚儿赐婚 老五出面要求刺婚 严丫头 你还扛直播 你是愿意嫁老五 还是愿意嫁仙人囚呢 嘿嘿嘿 真倒要看看你如何选择 小师妹 你没了本宫 难道不该对本宫负责吗 啥负责 我那是帮你治病好吗 小师妹 在少师府后山崖底的温泉池 你似乎不是给本宫治病吧 严丫头 朕也不是不同情达理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嫁给老九呀 那朕就重新给你和老五赐婚 皇上 臣女哪敢真的抗旨呀 臣女最喜欢四师兄了 谢皇上恩典 父皇 求父皇收回成命 成全儿臣与瑶尔 瑶尔喜欢的是儿臣啊 成全你和严丫头 严丫头要是真的喜欢你 为何她会来找朕要求与你解除婚约 父皇 这都是儿臣的错 儿臣和瑶尔的姐姐走得有些近 让瑶尔误会了儿臣 是瑶尔的姐姐 是她故意勾引儿臣的 儿臣的心里只有瑶尔一个人 哎呀 对啊 五皇兄对本宫的小师妹还真的是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倒恨不得本宫的小师妹死 你说对吗 五皇兄 九弟何出此言 本宫说错了吗 五皇兄可是不辞辛劳地跑到梁东城 花五千两银子 雇佣血影楼的杀手 刺杀本宫的小师妹 这难道不是情有独钟倒恨不得本宫的小师妹死吗 九弟 你少再走胡说八道 你有何证据啊 本宫当然有证据 父皇可还记得住在儿臣别院的梁东寺公子 朕当然记得 其中楚公子便是血影楼楼主 楚浩天 五皇兄雇佣血影楼杀手刺杀小师妹的事 就是楚公子亲口说的 血影楼 感谢楼本王的身份 你们给本王挡仗 老五 可有此事啊 父皇 绝无此事 儿臣从未离开京城 姚二曾经是儿臣的未婚妻 儿臣又怎么可能要置他于死地呢 儿臣心里只有姚二 一定是九弟担心儿臣抢了姚二 污蔑儿臣 好让儿臣知难而退 是吗 那要不要臣弟请血影楼楼主楚浩天 前来对质啊 九弟 血影楼楼主如今住在你的别院 当人向着你说话 这样的证词 怎能服众 这个韩萧綦 还真能狡辩 我倒看看你会不会去血影楼退银子 我还真就不幸抓不到你的拔 是 皇上 臣女并未遭到追杀 应该只是误会 此事就算了吧 众位大臣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父皇 儿臣有事起奏 这小子该不会是又想反悔吧 何事起奏啊 父皇 昨晚儿臣与小师妹去了一趟少师府 轻而听到王室承认 五年前林家之事 是王室的哥哥伪造证据 污蔑陷害林家 你说什么 竟要此事 明儿 你给朕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小明将昨晚上王室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 皇上听得是怒不可遏 他是真没想到 五年前 林家林长生真的是被冤枉的 他没有贪污受贿 王大夫 你有何话说 皇上 微臣冤枉呀 微臣的庶妹与王家几乎没有来往 微臣又怎会伪造证据陷害林家 父皇 昨晚严少师也在场 您不妨问问严少师是否听到 严爱经 昨晚王室说了什么 启禀皇上 微臣确实听到了 王室拿严府的财产讨好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王大夫 才会伪造证据陷害林家 为他 只为成为严府的当家主母 严大人 你休要血口喷人 父皇 这是昨晚 儿臣在王家找到的证据 真正贪污受贿的人是王大夫 五年前林长生被污蔑贪污的银两 这账本上都有记录 不可能 账本一定是假的 我明明放在创办阁层里 怎么可能被韩小明找到 皇上翻看着账本 脸色越来越难看 王大夫看得是心惊胆战 逗大的汗珠直往下掉 四师兄 你什么时候去找的账本啊 昨晚你回房间后 本宫找段林峰那小子 陪本宫去找来的 你还别说 那小子不会是做贼的 找东西真有一手 啊 原来如此 人家可不是普通的贼 神偷哎 没点本事敢称神偷吗 嗯 说的也是 王大夫 你好大的勾胆 朕还真是小看你了 来人 奴才在 摘了王大夫的乌纱帽 将他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皇上 皇上开恩啊 罪臣知错了 就皇上开恩 再给罪臣一次 改过自行的机会 戳下去 是 太子 此事真交给你彻查 相关之人 一个都不要放过 是 儿臣遵旨 父皇 儿臣他把林家的林长生 给带来了 在殿外 等候父皇召见 宣 宣 林长生进殿 殿外的林长生 赶紧整理衣冠 大步进入了朝堂 草民参见皇上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谢皇上 林长生啊 这些年 犹豫朕的疏忽 让你林家受委屈了 皇上 皇上 这不是您的错 当年草民找到了一些证据 想要呈给皇上 可总有人暗中搞鬼 草民始终无法将证据送到您的手上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当年的证据你可还留着 草民一直留着 很好 你将你找到的证据交给太子 让太子彻查此事 是 草民遵旨 林长生听旨 即日起 林长生担任大理寺听旨旨 官居正二平 即刻上任 不得有误 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即刻上任 不得让朕失望 微臣遵旨 多谢旧殿下 替林家平反 下官感激不尽 不必多礼 去上任吧 记得把证据交给本宫的大皇兄 是 下官记住了 退朝 恭送皇上 丫头 等会儿到朕的御书房一趟 是 臣女遵旨 恭喜九弟啊 贺喜九弟啊 终于有女人能靠近你小子了 皇兄替你高兴啊 未来九弟妹 倾城角色 你小子有福啊 多谢皇兄 今晚去臣弟的别院一句如何 本宫求之不得 几个兄弟之中 太子韩潇雷 齐王韩潇瑞 贤王韩潇晨 与韩潇明的关系要好 如今韩潇明被赐了婚 还是个清诚绝美的女子 几位兄弟当然是要庆祝一下了 姚儿 是爹爹错了 你原谅爹爹这一次吧 跟爹爹回家 好吗 爹爹 哼 这五年来 你有把我当女儿看待吗 哪怕是我的尸体摆在你的面前 你也觉得我死不足惜 爹爹这两个字太过沉重 这个身份代表的是什么你明白吗 你不配为人父 姚儿 是爹爹对不起你 爹爹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爹爹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阎西遥看着阎文忠 闭上眼睛 思索良久 阎文忠毕竟是原主的亲生父亲 或许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就当是为原主尽孝吧 要我原谅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你去向皇上请辞 告老还乡 辞官归隐 离开京城 你的赤川用的我会负责 但我不会养你后院的那些姨娘 你可愿意 姚儿 爹爹再超为官 也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你为何要让爹爹 辞官归隐呢 给我更好的生活 你觉得有必要吗 想让我原谅你 必须辞官归隐 我还会叫你一声父亲 但是你想利用我继续往上爬 那你就打出算盘了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好好考虑 考虑清楚了 就去向皇上请辞 我会安排你离开京城 颜西瑶说完 拉着灵士 走出了朝堂 哎呀 皇上 臣妾还真是没想到 明儿这孩子居然没有拒绝 真是太出乎臣妾的预料了 朕也没想到 不过这是好事 至少证明了 明儿不是断休 那皇上打算 什么时候给他们完婚呢 哎 此事不及 严丫头还有些抗拒 得等严丫头 能彻底接受明儿 朕可不像这么好的儿媳妇受委屈啊 更希望明儿幸福 好不容易有个媳妇 可别把严丫头给吓跑了 哎呀 说的也是 这样吧 婚期啊 让严丫头自己来选择 毕竟呢 咱们的儿子 确实是不太好相处 咱们多给他们一点时间 磨合磨合 嗯 朕也是这样想的 严丫头能靠近明儿 朕相信她将来能和明儿和睦相处 严丫头说明儿就是个闲人球 谁碰扎谁 朕相信严丫头能将明儿的刺 给磨平了 哎 除了她 恐怕也不会有人能将明儿的刺磨平 皇上 酒殿下 长郡主和林夫人来了 快让他们进来 皇上 臣女给您送药来了 这么快 那是必须的 臣女可是连夜赶制出来的 你昨晚 不是看了一夜的铜钱吗 是啊 我就不能把药治好再看铜钱吗 那 我可是一边治药一边看铜钱 严丫头 原来你的眼睛是看铜钱看红的呀 你缺钱吗 要不 朕先给你拿点 多谢皇上 臣女有钱 四师兄刚给了臣女十万两的银票呢 严丫头 这是本宫给你的见面礼 你收着 多谢皇后娘娘 你这傻丫头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也不必先来先去的 严丫头 你不是给朕送药来了吗 给朕看看 皇上 这个药一瓶可以吃三天 一次喝一小口 一日两次 用上后一个时辰再服用 那现在正好 可以喝一小口 朕先尝尝是什么味道 皇上打开一个小瓷瓶 凑近了鼻子 闻了一下 嗯 气味风香 味甜 带心 的确不难喝 严丫头啊 你先暂时住在明儿的边院 敬祝福啊 等朕派人收拾好 你再搬过去住 好 谢皇上 行啊 令夫人今晚留在宫里陪陪皇后 你们去忙你们的事吧 是 臣你去要退 孙世兄 等我帮你解了寒毒 你找皇上解除婚约好不好 为何要解除婚约 你就这么讨厌本宫吗 我没有讨厌你 我就是怕没办法和你和平相处 毕竟你讨厌女人 可本宫不讨厌你 你摸了本宫 就必须对本宫负责 哎呀 四师兄你无赖 你才无赖 摸了就想一走了之啊 本宫长这么大 还没被任何女人摸过 不行 你必须对本宫负责 行 你说得要我负责 你要是敢揣我一下 我就弄底毒药 把你毒的半身不随 放心 本宫绝不会揣你 你的毒药 留给别人享用去吧 哼 这可是你说的啊 走 回你的别院 回去就给你训练 小师妹 要如何训练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反正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你全身上下 我哪都能摸 记住啊 不许揣我 知道了 小师妹到底想玩什么花药 你们没事吧 没事 那你们干嘛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师傅 我要给四师兄训练 要不您陪我 一起给四师兄一起训练吧 我打不过他 我怕他拽我 丫头 你要训练什么呀 你四师兄 怎么会拽你呢 我要给四师兄解寒毒 就得给他全身推拿排毒 四师兄又不让人碰 得训练训练 什么时候他能让我触碰了 我才敢给他排毒 哦 原来如此 解毒的时候呀 把他打晕不就没事了 干嘛非得训练呢 打晕了要是能解毒 我就不费力去训练他了 他得保持清醒 配合我施针推拿 那好吧 我也是陪你去 你师兄要是敢揣你 我也是替你教育的 谢谢师父 那咱们现在就去训练 丫头 皇上让你今日进宫 所为何事啊 师父 我娘亲被封为一品高明夫人 我被封为安平长郡主 这是好事呀 你干嘛哭这小脸呀 你说皇上是不是吃错药了 居然给我和四师兄赐婚 不迟早被四师兄这个仙人球 扎成马蜂窝 不会 你四师兄呀 背过你也抱过你 你成马蜂窝了吗 我也是告诉你啊 你四师兄呀 这臭毛病 也不是没有好处 至少你以后不用担心 你四师兄去刺飞 那些什么的呀 嗯 您这么说 好像还真有那么点好处 但我还那么小才十五岁 我有大好的青春等着去享受呢 我可不想还没长大就得嫁人 本宫等你长大 等我长大你都老了 本宫才比你大四岁 好了好了 你不是要训练你四师兄吗 快走吧 师徒三人一起来到韩肖明的房间里 燕西瑶让韩肖明坐在椅子上 自己绕到他的背后 深吸一口气 然后伸出小手 开始对着韩肖明的后背 一阵的乱摸 韩肖明肌肉瞬间紧绷 但还是强忍着 一动也不动 拳头捏得咔咔作响 师父 你看 师兄他又紧张了 您干脆找一根粗一点的绳子 把他绑起来吧 我打不过他 我啪啪 嗯 别怕别怕啊 有威士在 威士马上帮你把他绑起来 师父 你别太过分了 本宫说了不会踹就不会踹 你先出去 你在此本宫只会更紧张 此话当真 不信你试试 行 丫头 为师就在门口啊 有事啊 你就大声叫 好 等鹰老头出去 颜西瑶靠近韩肖明 抬起左手 摸拎一下韩肖明的聚脸 四师兄 我要开始了 记住不许搭我 更不许踹我 来吧 本宫保证不踹你 颜西瑶抬手 解开了韩肖明的头发 从额头开始缓缓往下 小手就如同羽毛一般 轻轻地触碰着韩肖明 颜西瑶的小手 继续往下一通乱摸 最终停留在了 韩肖明的小腹上 韩肖明肌肉紧绷到了极限 可颜西瑶并不打算放过他 颜西瑶低头 迅速在韩肖明的薄唇上 落下蜻蜓点水的一吻 闪电般的撤退到三尺开外 卧槽 太夸张了吧 师父救命啊 丫头 你对你师兄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呀 就是训练师兄而已呀 哎呀 满下子猛猛了 我这纯粹是在玩命 这一吻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爆炸头啊 他妈的谁都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这他妈欠负古人不来者 师父 你出去啊 别吃吃 臭小子 你想干嘛 老夫请告你啊 不许打你小师妹 不打 本宫舍不得打 你出去啊 师父 你别出去啊 师父 你最好是马上出去 否则突然让你后悔留下来 鹰老头瞬间就瞄懂 假装认怂了 一脸歉意的看了颜希瑶一眼 敲咪咪的退了出去 还很贴心的把房门带上了 颜希瑶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果断转身 想要开门逃跑 韩湘明身形一闪 挡在了他的面前 完了 我死给天看了 师父 你这个大骗子 以后我再也不相信您了 小师妹 你倒是跑啊 你倒是放开我了 你看我跑不跑 这丫头以前一定是阴影不良 都不长个 看来以后 得给他多弄点好吃的补补 韩湘明将颜希瑶抱起来 凑上宝唇 吻了一下他的樱桃小嘴 很甜 再来一次 我插插你个大圈圈 你还上瘾了 韩湘明低头 再次稳住了颜希瑶的小嘴 颜希瑶的脑袋里头一片空白 眼睛动得老大 快 闭上眼睛 你肯低瓜呢 你咬疼我了 对不起对不起 师兄不是故意的 你放开我 不放 你不觉得这样训练效果更好吗 完了 热火上升了 而且热火烧的还不是一般的旺 四师兄 我还想这样不合适的旺 放心 本宫会等你长大的 说完 在颜希瑶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以后不许说解除会员的事了 完了 本宫 就是本宫的人了 颜希瑶抬起头来 看着一脸认真的韩湘明 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 英老头一直守在门口 见两人手拉着手出来 笑得那叫一个春光灿烂 颜希瑶 你个没用的东西 这么快就脚械投降了 致命出息 不行 不能这么轻易就陷进韩湘明的温柔香 万一他以后受信大发 揣了我怎么办 我可不是受虐狂 我可不是受虐狂 你好好考验考验他 四师兄 我不提解除婚约可以 但前提是 你不能对我家暴 无意的也不行啊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立马跟你解除婚约 可以 吃完饭继续训练 啊 还训练啊 当然了 否则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本宫解读啊 那好吧 颜希瑶答应的不情不愿的 韩湘明拉着颜希瑶往正厅走去 英老头屁颠屁颠的跟上 管家 备菜 是 主子 您的三位师兄来了 哎 三位师兄来了 四师兄 咱们快去迎接吧 不用迎接 他们自己又不是没张腿 让他们自己进来 你不去我自己去 颜希瑶说完 一阵风似的往门口跑去 韩湘明无奈 起身跟了出去 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你们是来看我的吗 当然 除了你 还有谁值得我们来看呢 哎 老夫不值得你们来看吗 师父 图儿不知道您老人家也在师弟府上 还以为您又去哪儿玩了呢 您当然值得图儿来看啊 本宫不值得你们来看 你们来本宫的府上做事啊 我们是来看小师妹和师父他老人家的 他们都住在你府上 不管你府上怎么看啊 哎 就是 你有何好看呢 小师妹 这是三师兄给你买的糕点 你尝尝 多谢三师兄 小师妹你们也看到了 赶紧走啊 别在这儿暗眼 哎 四师弟 你太不厚道了啊 我们大佬远来的 你连口水都不让我们喝就赶我们走啊 是你们说来看小师妹的 小师妹看到了 你们还想干什么呀 小师妹对三位师兄如此热情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大师兄 别理他 咱们叫上师父去外面吃饭 小师妹 本宫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啊 三位师兄来的正是时候 来 快进屋吃饭 这还差不多 四师弟啊 你小子 终于有人能治得了你了 这是好事啊 那又如何 本宫乐意 不如何呀 大师兄替你高兴 少废话 进屋吃饭 臭德行 小师妹 你四师兄好像挺怕你的 你可得好好支持他 这小子呀 太没礼貌了 大师兄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进屋吃饭 师徒六人再次坐在一起吃饭 三位师兄后知后觉地发现 严西瑶脸上的疤痕 早已消失不见 小师妹 你的脸这么快就恢复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你们的小师妹 他可是神医 那点小疤痕 他还不放在眼里 三位师兄同时竖起了大拇指 欧阳轩特意看了一下 严西瑶的内力修为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这就五道宗师皇级出气了 这也太快了吧 师父 您老人家是不是给小师妹吃什么灵丹妙药了 小师妹这提升速度也太快了吧 老夫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呀 你们的小师妹去火灵山的路上 那是昭夜都在练功 天赋本就比你们强嘛 再加上后天努力 想不快速提升都难 小师妹 二师兄送给你的秘籍 你看了没有啊 还没有 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看 要不你把它还给我吧 等你学会了阵法机关 你就不需要二师兄保护了 哪有送出去的礼物 还有要回去的道理啊 小师妹有本宫保护 不劳你费心啊 我开个玩笑而已 怎么可能真的要回去啊 都是你啊 你送给小师妹什么礼物啊 本宫的所有东西都是小师妹的 包括本宫 什么 别大惊小怪的 今早皇上下旨 给他们赐婚了 四师弟 你不厚道呀 居然先下手为强 小师妹啊 四师弟配不上你 你赶快跟他解除婚约 二师兄 带你去云游四海啊 就是 小师妹 四师弟可是专门串女人的 你跟他解除婚约 大师兄将全部身家都给你当聘礼 三位师兄是想让本宫 把你们都打出去吗 别别别 开个玩笑啊 不过我可警告你啊 小师妹是我们大家的 你要是敢欺负小师妹 别怪我们跟你翻脸啊 本宫不用你提醒 最好是这样啊 来 喝酒 大师兄祝贺你们 吃完饭 师徒六人聊了一会儿天 三位师兄起身告辞 他们要去京城办事 顺道来看看小师妹 三位师兄离开后 韩潇明就拉着袁熙遥 继续给他训练 九皇兄 你们在干什么 老人 太丢人了 这么兮兮的姿势 居然让人给看到了 云儿 你何时回来的 你进来之前 都不知道敲门的吗 我刚回来还没进宫呢 刚进京城就听人议论 你被父皇赐婚了 我以前来也没有敲过门啊 谁知道你这大白天的 躲在房间里干坏事 本宫干什么坏事了 你未来九皇嫂 再给本宫训练 你看看你多莽撞 吓到你未来九皇嫂了 我啥 九皇兄一定是疯了 九皇兄 父皇真的给你赐婚了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居然会同意父皇赐婚啊 本宫不能同意吗 你一定不是九皇兄 九皇兄 根本就不让任何女人 靠近他三尺之内 你到底是谁 鱼儿 别无力取闹 我无力取闹 你知不知道我为何没有跟黄奶奶一起进宫 而是找了个借口来找你 我告诉你啊 黄奶奶这次回来带了个女人 是黄奶奶娘家那边的什么什么亲戚 说是要给你赐婚 你完蛋了 此话当真 九皇兄 我可是你亲妹妹啊 我能骗你吗 刚进京城听到有人议论父皇给你下旨赐婚 黄奶奶可生气了 这个女人比黄奶奶带回来的那个女人 更加配得上我的九皇兄啊 本公主是九皇兄的亲妹妹 是公主韩笑云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颜希盈 什么 你就是颜希盈 天哪 你不是五皇兄的未婚妻吗 传言你还是一个又黑又丑的丑女 你这也不丑啊 还这么漂亮 谁造的谣啊 哎 其实也不是造谣 以前有人趁我高烧昏迷 给我脸上戴了个又丑又黑的人皮面具 两个月前我才发现摘的 至于和你五皇兄 也是那个时候解除婚约的 哦 原来如此啊 不过本公主得提醒你啊 想要嫁给本公主的九皇兄可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黄奶奶那一关就不好过 哎 我也不想嫁 可你父皇说抗旨就要灭我九族 为了给你九皇兄治病 我爱得冒着被踹成残废的风险 训练你九皇兄 不容易吗 你刚才真的是在训练我九皇兄 九皇兄生病了 什么病啊 本公中了寒毒 服衣和颜军医都束手不测 目前只有你未来九皇嫂能解此毒 啊 那你们这训练还抱在一起 这也太奇怪了吧 我也不想啊 可你九皇兄就是个仙人球 不让人碰怎么失真解毒啊 哎 是公主啊 你说我能怎么办 怎么能为了叫你九皇兄 落得个残疾 或者没命的下场吧 九皇嫂 你也太憋屈了吧 一让了九皇兄 你也真是够倒霉的 不过没关系 以后呢 我照着你 说实话 我也不喜欢黄奶奶 带回来的那个女人 还是你来当我的九皇嫂 更合适 九皇嫂 走 你陪我去九皇兄的别人逛逛 咱们呢 好好地聊聊 十公主 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这九皇嫂 听着太别扭了 那我叫你雅儿姐姐 你也叫我云儿 就这么设定了 好吧 黄奶奶 这是又闹到哪一处啊 随便带个女人来 就想塞给本宫 有没有搞错啊 本宫是很久没串人了吗 雅儿姐姐 你是怎么跟我九皇兄认识的 你真的想知道 当然想了 我那个九皇兄 就如你说的那样 他就是一个全身都是刺的仙人球 根本就不让任何女人靠近他三尺之内 如今你却是能够坐在他的腿上 我能不好奇吗 那是因为你九皇兄的小命 还等着我救呢 我要是不会一术 早就被你九皇兄啊 大谢八快了 严西瑶接着将自己与韩潇明认识的经过 说了一遍 雅儿姐姐 你放心 那个严小蝶敢杀你 我去帮你报仇 不用 我死过一次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 何况我已经小小的报了一次仇了 他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不能这么快结束 嗯 就应该这样 雅儿姐姐 下次你什么时候再去报仇 我跟你一起去测测热呢 不急 等他们先痒痒伤再去 雅儿姐姐 你好坏哦 不过 我喜欢 我可不想当好人 好人只会被人欺负 嗯 有道理 我也不想当好人啊 雅儿姐姐 你会武功吗 会一点 怎么了 我好久没有跟人过招了 你陪我过几招如何呀 没问题 来吧 主子 公主和雅儿小姐在后院打起来了 韩小明一听 如一阵风一般的赶往了后院 哎呀 雅儿姐姐 雅儿姐姐 你快放手 你咬死我了 你耍了 你快别挠了 不放 我就闹你痒痒 想让我放手啊 说两句好听的懒狗听听 我不说 你不放是吧 我也闹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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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儿姐姐 你最好了 哈哈哈哈 你是最漂亮的姑娘 你快 你快 你快饶了我吧 你别挠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吧 一起放手啊 哈哈 可以可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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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儿姐姐 你太阴险了你 你居然挠人家痒痒 你不强伍德你 你见过女人打架讲究伍德的吗 打赢才是王的 哎 哎 有道理 这一架打得可真舒服 有机会我还来找你去做 嘿嘿 随时动靠 韩潇明笑着转身离开 自己的亲妹妹与未婚妻能够和睦相处 那是再好不过 走 洗澡换衣服去 咱们俩都成小块猫了 嘿嘿 嘿 行 不过我要穿你的衣服 我们要带衣服过来 那有什么问题啊 只要你不嫌弃 我的衣服随便你挑 太子韩潇雷 齐王韩潇睿 以及贤王韩潇晨三兄弟 一脸兴事重重的来到韩潇明的别院 哎 九弟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黄奶奶今日回宫 大发雷霆 责怪父皇呀 你的婚事不予他赏量 还带了个女生回来 要赐婚给你当正妃 臣弟知道 云儿死客就在臣弟的府上 黄奶奶想给臣弟塞女人 臣弟还不放在心上 九弟有什么好主意 四皇兄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臣弟讨厌女人 踹飞不就完了 九弟 我觉得不妥 那女人毕竟是黄奶奶的亲戚 亲戚又如何 臣弟照踹不误 没错 九皇兄说的对 心气又如何 该踹就得踹 小师妹 你放心 本宫绝不会让任何女人 靠近本宫三尺 小师妹 九皇兄 你是说 瑶儿姐姐她 她是你小师妹 没错 她是皇兄的小师妹 而且 习武才两个月 瑶儿姐姐 你是神仙下凡吧 习武两个月 你就能跟我打成平手了 我可是从八岁 就开始习武了 你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就当我是神仙下凡吧 变态啊 两个月 是不是吃了什么 灵丹妙药了 绝对没有 九弟 看你这骄傲的母用 好像弟妹的武功 是你骄的似的 特色个什么劲啊 有些东西啊 还真是四师兄骄的 哟 这就护上了 不错不错 弟妹啊 四皇兄看好你 明日皇奶奶 应该会召你们入宫 你们今晚还是想想 该如何应付吧 我为何要应付啊 太后不同意正好 我还不想嫁呢 小师妹 你不是答应师兄 不急解除婚约了吗 我是答应了 和太后不同意 不是正好吗 我也不用抗旨 太后要我与你解除婚约 我当然不能说不来 我得顺着他老人家 小师妹 你这话是何意 四师兄 你就放心吧 明天看我的 四师兄 说实话 我真没想过皇上会给咱们赐婚 我想要的是婚姻自由 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轰轰烈烈的一起 经历酸甜苦辣再澄清 我现在才十五岁 并不想考虑婚姻大事 但既然皇上赐婚了 我也没办法改变 那就尝试着与你相处 等我满二十岁 你若真心爱我 我们就成亲 既然你是我的未婚夫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韩肖明笑了 笑得一脸的灿烂 众人都看呆了 这是兄妹几人第一次看到韩肖明 发自内心的笑 兄妹五人和颜西瑶一起聊了很久 酒租饭饱之后 韩肖明跟着太子他们回了宫 四日一大早 颜西瑶早早的起来洗漱化妆 主子 您为何把自己化成这样 这也太惨了吧 太后今天不是要召见我吗 我得让他老人家 看看我过得有多好 可您这也太逼真了吧 那必须的 不逼真怎么行呢 主子 那属下给您梳头 好 来吧 小师妹 你脸上的伤 是谁打的 你打的呀 嗯 是师兄打的 来 用早膳吧 这会宫里的人 应该快到了 两人早餐还没吃完 宫里的人就到了 太后娘娘一指 宣九殿下与颜西瑶 即刻进宫 面见哀家 九殿下 颜小姐 教年已在门外候着 请吧 滚 本宫自己会进宫 是 老奴先行告退 一路上 颜西瑶将自己的计划 跟韩潇明说了一遍 韩潇明宠溺地笑着点头 黄奶奶 不知您这孙儿入宫 所为何事 明儿呀 哀家才去静兴安三个月 你父皇就给你下支赐婚了 这婚事 哀家不同意 你今日 必须跟这个女人解除婚约 这是哀家堂弟的孙女儿 也是你的表妹 梅啊 你解除婚约 哀家把她 赐给你当正妃 黄奶奶 孙儿不愿意解除婚约 太麻烦了 孙儿身边有一个女人就够了 胡闹 反正哀家不同意这门亲事 今日 你必须解除婚约 去梅儿为正妃 你若实在不愿意解除婚约也行 姓严的丫头 给你当个侧妃 正妃 必须是梅 太后娘娘 你实在是活菩萨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人 臣女求你 替臣女和九殿下解除婚约 救臣女命啊 你这话是何意啊 燕西尧缓缓抬起头来 露出她那一脸的惨不忍睹的伤 太后娘娘 臣女不扛揍啊 臣女就被九殿下打了八遍 九殿下不让任何女人靠近 臣女都离她远远的 可她还是把臣女打成这样 皇上不允许臣女抗制 抗制教主臣女九族 臣女跪求太后娘娘大发自卑 让臣女与九殿下解除婚约 救臣女一命啊 这打得也太狠了吧 明儿 这真是你打的 黄奶奶 你又不是不知道孙儿讨厌女人 父皇非要把她塞给孙儿 孙儿也是一时没忍住 下手中了点 她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呀 谁让她出现在孙儿的视线范围之内呢 孙儿当然忍不住了 太后娘娘 臣女才十五岁 还那么年轻 臣女不想死啊 求太后娘娘替臣女做主 让臣女与九殿下解除婚约 臣女立马离开京城 太后娘娘慈悲 求太后娘娘成全呢 太后左右为难 看了身边的女人一眼 见女人已经是吓得小脸惨白 不停地对着太后摇头 太后娘娘 您看看不止这些 臣女全身都是伤 才这样下去 臣女活不过一个月呀 太后娘娘 您是菩萨转世 依旧法法慈悲 救臣女一命吧 明儿 你当真不愿意解除婚约 其实解不解除婚约 孙儿都不在意 孙儿只是需要一个女人在身边 免得外人说孙儿是断秀 这个女人是谁都不重要 既然黄奶奶要把表妹支给孙儿 那孙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您不就是想让孙儿解除婚约 就是孙儿 这孙儿只能让你失望吗 就看您舍不舍得让您的亲戚哀喘 只要一脚 孙儿保证您的亲戚成残废 孙儿保证您的亲戚成残废 艾家也做不了主 你还是去求皇上吧 太后娘娘 你不是说让九殿下 与臣女解除婚约的吗 救你了 你救救臣女吧 艾家不是不想帮你 可皇帝 已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下旨赐婚了 艾家也无能为力啊 皇奶奶 孙儿知道 你能替孙儿解除婚约 这姓严的太弱了 孙儿又是失手 将她给打死了 那孙儿身边 就没有能帮孙儿辟谣的女人了 嗯 孙儿看这表妹 比姓严的强壮不少 她应该能扛一段时间 皇奶奶 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孙儿不可胡闹 她可是你的表妹 总之艾家 不会帮你和严丫头解除婚约 严戏遥一听 心里头冷笑 瞬间按着戏精上身 摆出了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 眼睛一翻 装晕过去 别装死 赶紧给本宫起来 滚过去 还想要与本宫解除婚约 哼 等回去本宫再收拾你 皇奶奶 您也看到了 这姓严的太弱了 恐怕活不了几天 您还是把表妹 指给孙儿吧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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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想了一下 梅儿不适合你 你还是带着这姓严的丫头 回去吧 给她找个大夫瞧瞧 找什么大夫呀 死了再换表妹就好 天下女人多得是 死了就换 找大夫 不还得浪费药材吗 姑姑奶奶 你快救救我 我不要嫁给表哥 哎 明儿 你回去吧 这姓严的丫头 伤得不轻 把她带回去 哀家乏了 是 孙儿告退 韩潇明说完 很有深意地 看了太后身边的梅儿一眼 抓起颜细瑶的一只脚 拖着走了几步 你们去把那丫头 送上明儿的马车 再这么拖下去 只会死得更快 是 奴婢自命 四师兄 我的眼睛如何 没让你失望吧 高 实在是高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麻烦解决了 那是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你踹人还得换鞋 买鞋不要钱了 别忘了你说过 你的财产都是我的 可不能乱花冤枉钱 好 都给你 受财猛 不好 怎么啦 倾过咱俩这么一下 黄奶奶八成 会打其他皇兄的主意 本宫得去通知大皇兄 四皇兄 和七皇兄避一避 那你快去吧 吴臣 停车 你带本宫的小师妹 去新宅子 等着本宫 是 竹子 韩肖明掀开车帘 运气轻功 往太子的东宫飞略 啊 姑奶奶 我该怎么办啊 万一那个女人死了 表哥要来与我定亲怎么办 姑奶奶 我不想死 我想回家 慌什么 哀家现在就去找皇帝 让他把你 赐婚给其他皇子 多谢姑奶奶 而皇上的运输房里 侍卫正口若悬河地 讲述着严西遥和韩肖明 在慈明宫中的精彩表演 皇上听得眼睛发亮 脸上的笑容 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妙呀 朕和皇后还真没看错人 这丫头呀 就是个小机灵鬼 皇上 您为何不将那个梅儿姑娘 只给九殿下当侧妃呢 你有没有脑子呀 那个小梅儿 好歹是朕唐旧的村院 万一让明儿一脚 给踹肺 或者踹死了 朕的母后会是何反应啊 再说了 那个小梅儿 她配得上明儿吗 她能靠近明儿吗 她跟严丫头提鞋还差不多 看她那一双眼睛呀 第六直串 就知道她行事不单纯 给明儿当侧妃 把严丫头给气跑了 谁负责呀 皇上英明 太后带着肖梅儿来到了御书房 儿臣见过母后 免了 皇儿 明儿那孩子怎么还是那么讨厌女人呀 你昨天怎么不告诉A家 母后啊 儿臣也不知道呀 您也知道 明儿没什么事 她几乎不进宫 儿臣也是怕外人误传明儿是断修 才着急给她赐婚 没想到 她居然没有拒绝呀 儿臣以为 她已经不讨厌女人了 怎么了 母后 母后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爱家今早 见过明儿 和姓妍的丫头了 那姓妍的丫头 被明儿打得浑身是伤 那身上 都没一块好肉了 哎呀 真不知道这孩子 何时能不讨厌女人 什么 怎会如此严重 哎呀 真是糟糕头了 这得赶紧重新给她 物色个女人 万一严丫头被她打死了 得有个替补才行呀 母后啊 这梅儿姑娘 来的还真是时候 一儿臣看 就她了 萧梅儿吓得瑟瑟发抖 太后一把将萧梅儿 拉到了身后 怒瞪着眼睛 不行 你找谁都可以 不许打你 堂救孙女的主意 母后 这不是您要求的吗 正好 朕下旨啊 替明儿和严丫头 解除婚约 然后呢 给梅儿姑娘赐婚 趁严丫头还没死 也能救她一命 皇儿 你非要和哀家过不去吗 要是明儿把梅儿打死了 哀家如何向你舅舅交代 你 把其他几个皇子叫来 让梅儿自己选一个如意夫君 你倒是派人去叫啊 难道要哀家亲自派人去叫吗 皇上无奈 只好吩咐吴公公去请其他的皇子来 没过多久 吴公公派侍卫去请的几个皇子 全都来到了皇上的御书房 却是不见太子齐王和贤王 老四和老七呢 怎么不见人影 回太后娘娘 齐王和贤王有事 一大早就出宫去了 算了 梅儿 还加这三个孙儿 你选一个吧 多谢古奶奶 萧梅儿心花怒放 一个个的仔细看过去 萧梅儿看了一遍又一遍 除了韩萧琪对着他笑 其他的皇子都是一脸的严肃 古奶奶 我选他 韩萧琪笑了 脑子里头幻想着左拥右抱 幻想着当上皇上 严西瑶就是他的皇后 梅儿 你确定就选他了 萧梅儿娇羞的点点头 那好 王儿 你给他们赐婚 梅儿 就是老五的正妃 是 儿臣这就下旨赐婚 谢皇上恩典 怎么样 这所宅子 你喜欢吗 很喜欢 多谢四师兄 郡主府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才能入住 这里离绣坊较近 今天就可以将你母亲接过来住 安全问题 你不用担心 本宫会派一批暗卫 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多谢四师兄 你暂时还住在别院 等薛公子的病治好 替本宫解了寒毒 你再搬过来也不吃 九弟妹 你这伤得也太惨了 难怪皇奶奶被你吓得 都不敢让九弟解除婚约了 哈哈 越惨 效果越好嘛 哈哈 没错 下次我们兄弟 遇到类似的事情 可得来找九弟妹取经啊 没问题 我一定帮你们出主意 九弟 母后让我转告你 九弟妹喜欢首饰 让你多准备些 送给九弟妹 小师妹可不是喜欢首饰 她喜欢的是钱 首才奴一个 那你得多赚钱了啊 哈哈哈哈 那还用说 陈弟已经派人去找青石了 小师妹要开一家石锅药扇鸡 到时候 你们都来捧场啊 保证你们吃了忘不了 九弟妹的产业 当皇兄的 当然要来捧场 我倒是要看看 是什么人间美味 让你如此夸赞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要不今天就让九弟妹露一手 让咱们兄弟先尝尝 这石锅药扇鸡的滋味 如何啊 当然没问题啦 不过这里没有石锅 得去别人去取 本宫让吴臣去取 需要什么 你先让下人准备 我把需要的药材写出来 你派人去买些药材回来 行 吴表哥 你了解九表哥吗 你打听他做什么 我今日见到九表哥 和他的未婚妻了 他的未婚妻 被他打得遍体鳞伤 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你说什么 韩宵明 把姚二打得遍体鳞伤 吴表哥 你在紧张那个女人 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本王会紧张他呀 本王只是震惊罢了 你知道那个女人 曾经是本王的未婚妻吗 他跟父皇提出 与本王解除婚约了 却没想到 父皇将他下旨 赐婚给韩宵明 他被打不是活该吗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他还真是活该 韩宵齐陪了 萧梅儿一会儿 便以回去用膳为由 将萧梅儿给带回去 他要回去想办法 今晚将闫夕瑶 从韩宵明的别院里头 救出来 他想得很简单 只要救了闫夕瑶 闫夕瑶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 从此再也不离开他 哇呼 开饭啦 哇 真是人间美味 九弟妹 你这药膳机放了这么些药材 可药味很淡 反而让肌肉感觉更加的美味 怪不得九弟赞不绝口呢 这锅药膳机对身体有些什么好处 这是养生长寿的配方啊 药膳机可以配出多种配方 能达到养心安神 强身健体 美容养颜 增强抵抗力等多种好处 这石锅药膳机 看你做起来并不难 目前京城还没有这样的店铺 但如果九弟妹开起来生意好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人跟着开这样的店铺 这个呢 我一点也不担心 或许别人可以模仿 但是药材和调味料才是关键啊 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原来如此 这药膳机的味道 比宫里的玉厨做得更加美费 等你这店铺开起来 生意一定很好 可现在那么忙 还有许多事情没做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小师妹放心 很快的 本宫已经派人去寻找青石了 你就专心给薛公子治病 其他的事 本宫会安排妥当 吃完饭 太子韩肖雷的亲信 先来报信 萧梅儿被皇上赐婚给了五皇子 大伙儿才各自回去 薛公子 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谈 你的病情和治疗过程 啊 殷小姐 有话尽管直说 薛公子 你的病是在肝脏上 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肝脏上长了一颗肿瘤 这个肿瘤如果不尽早切除 继续放任它恶化下去 到了晚期一旦扩散 那就是真的神仙难救了 想治疗你的病 就必须做手术 手术呢 存在一定风险 首先 我得给你全身麻醉 让你失去意识 然后在你的肚皮上 划开一个口子 将肿瘤切除取出 再将你的肚皮缝上 这样的治疗方式 不知你是否能接受 严小姐 您确定您这是治病 当然确定 我实话跟你们说吧 薛公子的病除了这个办法 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 这 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 那您说的风险 就是什么风险呢 薛公子这种病 治疗的办法 叫手术治疗 手术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首先 最常出现的就是术中出血 肝脏肿瘤周围 血管胆管组成非常丰富 一不小心就会割破血管 引起出血 其次是麻醉风险 麻醉风险 包括麻醉药物过敏 气管插管 可能出现声带损伤 呕托物进入气管 引起窒息等 另外 有可能存在术后恢复不良 术后肝癌复发 或者转移 还有就是有可能 出现下肢经脉血栓 这些呢 我都会严密监控 风险会有 但治愈的可能 有六到七成 这都开膛破肚了 人还能活吗 能活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被划开肚皮 人还能活着 这样 我给你们做个实验 四师兄 你帮我把那只活的兔子 拿来 好 你的病真的很严重 保守治疗的话 我连三成的把握都没有 你好好考虑考虑 实在不愿意手术治疗 那你们就和梁东去吧 我会给你配一些药 延长你的生命 严小姐 如果保守治疗的话 薛兄还能活多久 半年到一年 我拿一只活的兔子 给你们做示范 若兔子做完手术还活着 薛公子在考虑 要不要接受手术治疗 你们在此稍等 我去准备手术用具 好 严戏摇出了房间 回到自己的院子 取来药箱 从空间里 取出需要用到的手术用具 装进药箱里 拎着药箱返回薛中华住的房间 韩潇宁已经是将兔子拿来了 严戏摇一边动手 一边讲解 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 却又熟练无比 缝合完毕 小兔子安静地躺在桌子上 起伏的肚子 正明这小兔子还活着呢 兔子还活着 只是麻药还没过 要等一会儿才会醒过来 薛公子 你的手术跟兔子这个没多大区别 这只兔子的肝脏被我切了一小块 而你的只是切除肝脏上的肿瘤 约莫过了一刻钟 小兔子睁开了眼睛 只是还不能动 我愿意手术治疗 薛兄 薛老弟 自从患病到现在 我每天都在承受病痛的折磨 说真的 我不想死 不想离开兄弟们 不做手术 只能活半年到一年 可每天都活得非常痛苦 与其这样 我不如选择相信严小姐 若出现一半 就当我提前解脱了 严小姐 薛老弟既然愿意接受手术治疗 在下请求您尽全力保住薛老弟的性命 若薛老弟平安无事 在下愿世子追随严小姐 在下的产业双手奉上 裴振北和段凌峰也跟着跪下 表示只要薛中华平安无事 他们都愿意誓死追随 此生有这样的兄弟 直了 薛某 死而无憾 严小姐 我不想死 我愿意接受手术治疗 若薛某矫性活下来 我们兄弟四人 誓死追随严小姐 携手同港天下 梁东四公子重情重义 我定会拼尽全力 不让你们留下遗憾 你做好心理准备 后天手术 多谢严小姐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都会过来给你检查 你要做的就是多休息 放松心情 这样有利于治疗 好 在下记住了 那你好好休息 晚上我再来给你检查检查 两位慢走 小师妹 把人的肚皮划开 你不会害怕吗 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只是一种救人的方式 习惯就好了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手术吗 梦里做过不下千百次 小师妹 那现在是不是该给本宫训练了 小师妹怎么了 怎么脸红了 害羞了吗 谁害羞了 我只是有点热 是吗 难道不是害羞 我害羞你个大头鬼啊 你都不害羞 我害羞什么 本宫有个好害羞的 不知道是谁 瞬间成爆炸头的 刷的一下 韩小明的脸 也是瞬间红到了耳根 比闫熙瑶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韩小明的强烈要求下 闫熙瑶还是答应 给韩小明做训练 两人刚来到门口 一名全身黑衣的暗卫 出现在韩小明面前 小师妹 你先进去 暗卫对着韩小明 耳语了几句 便闪身消失 小师妹 你刚才坐手书用的那些东西 都是你所说的神秘人 留给你的吗 对啊 你怎么知道 那些东西本宫从未见过 还是精致 不知道京城的工匠 是否能做出来 我也不知道 当初那个神秘人 把东西留给我的时候 也不允许我多问 要不咱们改天去找工匠 问问 能不能做出来 可以 若是能做出来 就让工匠 给你多做几套备用 好 咱们开始训练吧 韩小明点了点头 在椅子上坐下 颜西瑶开始从 韩小明的后背 开始用推拿手法揉捏 韩小明紧张的状态 好了不少 在训练结束的时候 韩小明再一次 忍不住将颜西瑶 抱进怀里 小师妹 本宫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看来你的训练非常有效果 明天继续 四师兄 你放开我了 再抱一会儿 这也是训练啊 四师兄 既然你那么想训练 那就再训练一下 颜西瑶张开小嘴 往韩小明的喉结上咬去 韩小明一愣 韩毛瞬间就竖了起来 脸上的鸡皮疙瘩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 韩小明气脑的 一手托住颜西瑶的小脑袋 低下头 稳住颜西瑶的小嘴 我吵你爷爷的辣子鸡的 我军被那东西捆光了 快点下 我被动为主动 记得在这女王 来吧 两酒之后 两人松开 颜西瑶的小脸微微泛红 有点害羞 韩小明的脸 也却是红得可怕 小师妹 你猜今晚本宫的别院 会不会有热闹看 什么热闹 前天在朝堂上 本宫就一直注意着五皇兄 他看到你恢复容貌 对他的刺激有点大 听到父皇给咱们下旨赐婚 他可是非常不甘心的 今日你被本宫打得满身是伤的事 若是传入他的耳中 你猜 他会如何 我管他会如何 我又不是他什么人 他爱咋咋的 本宫猜测 他今晚会冒险 来本宫的别院救你 呦呵 他不怕你啊 怕 但他一定会来 你怎么知道的 本宫在他身边 安插了眼心 哦 我明白了 刚才那个暗卫告诉你呢 没错 那咱们得给他准备个惊喜啊 没问题 到了晚上 韩潇明和颜西瑶隐藏在暗处 等着韩潇琪上钩 一直等到此时 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哎 四叔兄 不会是你的情报出问题了吧 都这个时候来没了 快了 再等等 来了 严西瑶瞬间来了精神 定睛一看 果然有一批黑衣蒙面人正缓缓靠近别院 韩潇琪挥了挥手 几名黑衣蒙面人飞身上了围墙 紧接着纵身往院子里头跳去 严西瑶的院子里 春兰扮成了丫鬟 守在门口假装打瞌睡 黑衣蒙面人的眼里闪过一抹喜色 从窗户飞了进去 床上的人被子盖得严严实实 黑衣蒙面人直接连被子一起将床上的人抱起来 扛在肩上 从窗户飞了出去 速度很快 妖儿别怕 本王来救你了 以后韩潇明那个煞神再也不能打你了 本王带你回家 你想带老夫去哪儿啊 婴老头话音刚落 四周的火把就亮了起来 韩潇棋大惊 正想制服婴老头当人质呢 婴老头内力外放 醒客之间震碎了被子 人飞到了半空之中 紧接着落到了韩潇棋的面前 顺手点了他的穴道 小子 你想带老夫的小徒弟回家 老夫的小徒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五皇兄好兴致啊 居然到本宫的别人抢本宫的未婚妻 不知那位梅儿姑娘若是知道了 会适何反应呢 韩潇明 你少得意 然而是你的未婚妻还被你打得半死 她曾经是本王的未婚妻 本王就不能来救她吗 明日本王一定奏请父皇 给你们解除婚约 瑞王爷还真是搞笑 我是你未婚妻的时候 你与严小蝶狼狈为奸 主心积虑置我于死地 如今却想救我出去 是看我如今不丑了 想把我抢回去 充实你的后宫吗 姚儿 本王何时要置你于死地了 那都是 那都是严小蝶自己干的 与本王无关 是吗 敢问瑞王爷 是谁去找血影楼的杀手 出五千两银子买我的命啊 本王怎么会知道 说不定就是严小蝶 可血影楼的楼主告诉我 想杀我的人是京城的五皇子 不可能 你与本王无冤无仇 又是本王的未婚妻 本王怎么可能雇佣杀手去杀你啊 因为我长得丑 杀了我 你与严家的婚约 就会落在严小蝶的头上 你就能名正言顺地娶她 姚儿 你真的误会了 本王在意的是你 是严小蝶他勾引本王的 本王不可能雇佣杀手去杀你的 是吗 据本宫调查 当初躺在棺材里 易容成小师妹的尸体 可是五皇兄弟亲自到乡下挑选 并杀死的女人 不 不是本王 这话你留着明日 去跟那个梅儿姑娘解释去吧 今晚你既然来了 怎么说我和酒店下 也得好好招待招待你啊 颜细瑶一挥手 四大暗影手里拎着四只水桶走了出来 将水桶里头黑漆漆的水 洒向了韩潇琪和她的手下 水桶里的水 加了锅灰和爆辣辣椒粉 还加了一些颜细瑶特制的痒痒粉 韩潇琪被鹰老头点了穴道 全身痒痒也不能动弹 而其他的黑衣蒙面人 则是痒的伸出手来到处挠 却是越挠越痒 还火辣辣的 师父 小师妹 咱们回房间休息 让暗卫守着 等天亮再送他们进宫 韩潇明 你卑鄙无耻 论卑鄙无耻 谁比得过你韩潇琪啊 韩潇明 你快给本王解药 本宫没有解药 这毒药 是本宫的小师妹研制出来的 你找错人了 姚儿 你快给本王解药 本王可是来救你的 我让你来救我了吗 你会真心来救我 不过是黄鼠狼给击败你 没安好心 难道你就愿意被韩潇明活活打死 我愿意啊 你没听说过 打是亲 骂是爱吗 这叫情趣 我就愿意被我的未婚夫打 跟你有关系吗 还来救我 真是狗男耗子 多管闲事 颜西遥说完 和韩潇明 阴老头一起 带着四大暗影 头也不回的走了 颜西遥洗漱后 盘西坐在床上 开始盯着铜钱 练精神力 直到天蒙蒙亮时 颜西遥眼前的铜钱 微微的动了一下 晃动的幅度特别小 妈蛋了 不容易啊 眼睛都快凸出来了 才蹦了那么一下下 小师妹 你起来了吗 我没事 进来吧 韩潇明推门而入 看到颜西遥 又顶着一双通红的眼睛 小师妹 你又没钱了 有啊 怎么 我的眼睛又红了 你到底干什么了 看铜钱啊 四师兄 你看着铜钱 颜西遥重新盘膝 坐回到床上 集中精力的盯着铜钱 好一会儿之后 铜钱微微晃动 怎么样 看到了吗 铜钱动了 你是怎么做的 这房间里也没有风啊 这是我刚练出来的新技能 厉害吧 新技能 你就为了练这个 把两只眼睛看得那么红 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没用我干嘛 费心费力费眼睛的练啊 我可告诉你啊 这叫精神力 将来精神力强大了 可以用精神力攻击敌人的大脑 神不知鬼不觉 你说有没有用啊 此话当真 那你教教师兄如何练 你是我未婚夫耶 我还能骗你不成 你就像我一样 刷个铜钱挂在墙上 一直盯着铜钱 用你的意念 让铜钱动起来 就这么简单 简单 那你练一个晚上试试 试试就试试 不过 现在咱们得去处理 外面那群苍蝇 你先化个妆 咱们要进宫去 可不能让黄奶奶看到 你一点都没受伤 没问题 你等我一下 马上就好 你这怎么跟白白戏法似的 关键还那么逼真 简直跟真的受伤一样 那必须一样啊 不然怎么骗过太后他老人家 说的也是 咱们走吧 去看看本宫的五皇兄 死了没有 好 你先去外面等我 我换身衣服就来 小命 万王与你施不两立 把他们都绑起来 送进宫去 是 进宫后 韩小明也不去找皇上 而是直接去了太后的慈宁宫 明儿 他们是什么人 你为何将他们 带到哀家这里来 黄奶奶 孙儿是将表妹的未婚夫 给她送回来的 五皇兄昨晚 夜叹孙儿的别院 想要抢走孙儿的未婚妻 齐儿 你告诉哀家 有没有这回事 黄奶奶 姚儿曾经是孙儿的未婚妻 孙儿不忍心 看着她被九弟活活打死 孙儿只是想救她一命 你不是说她被打死都是她活该吗 这话又不忍心了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未婚妻放在眼里啊 人非草木 殊能无情 她曾经是本王的未婚妻 那也是一条命 就任一命 盛造七级腐屠 就算是个陌生人被欺负 本王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难道你希望本王是个冷血无情的人 本宫的小师妹 还是你未婚妻的时候 可是名副其实的丑女 那时候 你可是一心要置她于死地 那个时候 怎么不见你大发善心 饶她一命呢 你为了找人冒充小师妹的尸体 亲手杀死一个乡下女人 一容成小师妹的样子 那个时候 你为何不说那也是一条生命呢 如今本宫的小师妹恢复了容貌 你打着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腐屠的幌子 想要将本宫的小师妹 据为己有 五皇兄 你真虚伪啊 大妹 五皇兄 本宫给你送回来了 麻烦你管好自己的未婚夫 再打本宫小师妹的主意 本宫一定废了她 黄奶奶 孙儿先行告退 等等 颜家丫头 抬起头来 给哀家瞧瞧 颜西瑶听话的 缓缓抬起头来 脸上的伤 比起昨天更加的严重 太后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去把哀家废宫里的那株人参拿来 是 等宫女把人参取来 太后接过人参 走到颜西瑶的面前来 丫头 哀家也没什么能帮你的 这株人参就给你调理调理身子吧 多谢太后娘娘 回去吧 以后尽量不要出现在明儿的面前 是 臣女记住了 等韩潇明和颜西瑶一走 萧梅儿立马就爆发了 姑奶奶 我不要嫁给她 昨天才定下的婚约 她就想着去抢别的女人 我才不要嫁给她呢 我要重新选夫君 胡娜 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呀 况且齐儿还是王毅 齐儿是你自己选的 皇帝都已经下旨了 你说要重新选就得重新选 你当哀家的孙儿们 是萝卜白菜 可以任你挑选吗 姑奶奶 可是这瑞王爷的心里都没有我 你以为你是银子 全天下的人看你一眼 都得把你放在心上 想让齐儿心里有你 你得靠自己的本事走进她的心里 你重新选一个 别人的心里就有你了吗 姑奶奶 行了 哀家已经够烦的了 还不快去给齐儿松宝 你若不想嫁给本王 以后离本王远一点 自己去请父皇解除婚约 盘霄奇说完 转身带着手下离开 小师妹 这株人参也值不了多少银子 有必要那么开心吗 蚂蚱也是肉 鸡少成多懂不懂啊 实会跟钱过不去 我告诉你哦 有钱就有底气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物的 在我心里呀 钱才是最重要 其他呀 都是浮云 钱比本宫这个未婚夫 还重要吗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钱的确比你重要啊 什么情况下 饿肚子的情况下 钱可以买食物充饥 你又不能果付 那个时候钱就比你重要啊 嗯 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放心 以后本宫绝对不会让你缺钱 在你不缺钱的情况下 那本宫是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钱 对我来说重要的可就多了 比如我的娘亲 师父 我的身体健康 我的容貌 这些都很重要啊 当然 你也重要 嘿嘿嘿 既然钱那么重要 那咱们是不是回去 看铜钱啊 哎 这个提议不错 就回去看铜钱 不过用完午膳 你必须午休 不然你眼珠子都得掉下来 知道了 身体最重要嘛 两人回到别院 直接去了韩肖明的房间 两人并排盘膝坐在床上 开始盯着铜钱 迎西瑶没用多长时间 铜钱便开始轻微的晃动 半个时辰后 铜钱晃动的幅度开始变大 韩肖明面前的铜钱 也是纹丝未动 他这才知道 练精神力不是一般的困难 用完午膳 休息了一炷香的时间 韩肖明便敢 盐西瑶去午休 他则是继续回房间 练精神力 四师兄 该出来用碗膳了 小师妹 你进来吧 四师兄 你不是视钱财如粪土吗 怎么也掉钱眼里了 还不是跟你学的 不过你说的这个精神力 也太难了 盯了一整天 连动都没动一下 当然难了 我都练了几天了 才微微动一下 走吧 吃饭去 吃完饭继续练 本宫就不信 三天他还不动一下 等一下 你先躺下 我先给你递点眼药水 保护一下你的眼睛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眼睛都是红的 师傅 四师兄和我一样 掉钱眼里了 你要不要试试 丫头 你说话告诉卫士 你们看铜钱 有什么用啊 师傅 我们是练精神力 用精神力控制物体移动 将来若练成了 达到一定程度 精神力可以攻击敌人的大脑 还能用精神力 制装敌人 精神力 卫士曾经听说过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练 既然丫头知道 吃完饭 卫士和你们一起练 好 师傅 我已经练了三天 已经能让一枚铜钱晃动了 才三天就能让铜钱晃动 要不要这么变态呀 走走走 去吃饭啊 回事都有些等不及了 吃完饭 赶紧去练啊 吃完饭 师徒三人回到了韩肖明的房间 一起练起了精神力 直到此时 严新瑶和婴老头 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洗漱 四日一早 严新瑶来到薛中华的房间 给薛中华做检查 唉 师傅 你们还是回去练功吧 这手术得要不少时间 春兰他们帮我守着就行 你们都回去休息 手术做好了 我会通知你们 你们等在外面 会让我分心的 严小姐 我们能陪着薛老弟 一起进去吗 不能 手术不是闹着玩的 一点点细微的声音 都有可能影响到我 哪怕是呼吸重一点 都会影响我的判断 我不能冒这个险 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手术中出现任何意外 相信我 你们都回去 等着我的好消息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那好吧 我们都不愿意 薛老弟出现任何意外 那我们就不影响您了 春兰 你们四个一定不能分心 好好帮我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否则影响到手术 我为你们试问 是 主子 看着众人离开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那行 你来当我的助手 先去清点一下手术用具 看看还缺什么 宝宝已经清点过了 什么都不缺 那你帮我把手术服 背后的袋子系上 可以了 那行 先给他做个B超 确定一下肿瘤的详细位置 然后开始做手术 做了B超之后 阎西尧在薛中华的腹部 做了个记号 做好了一系列术前准备 各种仪器监测生命体征 然后开始手术 即使有了小精灵宝宝当助手 这台手术也做了差不多两个时辰 小精灵宝宝 手术室交给你收拾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宝宝知道你得赶快出去 不然就得暴露你的秘密了 你快出去吧 谢谢宝宝 对了 你的名字想好了吗 想好了 宝宝以后就叫星星 天上星亮晶晶 宝宝就是那颗最亮的星星 可以啊 那以后我就叫你星星宝宝了 我先出去了 你慢慢收拾 去吧 主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有些累 去通知楚公子他们 手术很成功 好的主子 联小姐 薛老弟他怎么样了 不用担心 手术很成功 这会儿应该要醒了 一起进去看看吧 二小姐 没能看您如何给薛公子治疗 真是太遗憾了 下次有这样的机会 能不能让属下和老陈一起跟着您学习学习啊 这一次还真不能让你们学习 因为薛公子的手术太过复杂 我不能有半点分析 你们在旁边只会影响到我的判断 你们要学习也只能从简单的手术开始学 有空我先给你们讲解讲解 什么是手术 多谢二小姐 不必客气 走吧 一起进去看看薛公子 二小姐 这些都有什么用啊 严锡尤一一讲解 陈大夫和严君一听得特别的认真 小师妹 这些东西 不会又是神秘人留给你的吧 对啊 不然你以为我自己能做呀 就在这时 薛中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薛公子 你现在可不能乱动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你就告诉我 鼻子 鼻子难受 你鼻子里插着胃管 自然会不舒服 但你千万不要乱动 等你身上的麻醉过了 还会感觉到伤口疼痛 但你必须忍耐 好 这个呢 就是从薛公子肝脏上 牵下来的肿瘤 薛公子现在虽然醒了 但还未度过危险期 接下来的十二个时辰 必须随时有人守着他 随时观察他的体温变化 十二个时辰之内 没有任何情况 薛公子才算度过危险期 二小姐 这事交给属下和老陈 需要做什么 您交代属下即可 您回去休息吧 不着急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我还不能离开 陈大夫和颜君一留下 其他人回去吧 薛公子现在需要休息 不要打扰他 小师妹 本宫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 快回去练功 你留在这里 也没什么用 帮不上什么忙 都回去吧 薛老弟 你好好休息 等晚上 哥几个再来看你 用完午膳 颜希尤想去练精神力 今天你不许练了 回去休息 我没事 才做一台手术 没这么累的 不行 你必须回去休息 丫头 练功 什么时候练都可以 但必须先休息好 听你四师兄的话 快回去休息 颜希尧还想再说什么 韩潇明霸道的 给他来了个公主抱 抱着他 便往房间内走去 快点休息 至少休息一个时辰 等你休息好了 再练功 你好霸道啊 谁让你不听话的 快点休息 师兄就在此陪着你 皇宫中 顾表哥 你现在心里头没有我 为何当初你不拒绝啊 本王为何要拒绝 是你自己愿意选择本王 你自己送上门 本王岂有拒绝的道理啊 你无耻 本王无耻 你又比本王好到哪里去 明知道 韩潇明有未婚妻 你还不是想嫁给他吗 知道他打女人 你才选的本王 你 现在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至好别整天想着外面的女人 你只是本王的未婚妻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本王想娶多少个女人 还得经过你的同意吗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真是瞎了眼了才会选择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娶侧妃纳契 我定然让你不得安宁 你可以试试看 是你让本王不得安宁 还是本王让你生不如死 你 你敢打我 我要去告诉姑奶奶 你别忘了 你的姑奶奶是本王的黄奶奶 是你和她亲 还是本王和她亲啊 你放开我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 韩萧綦说完 将萧梅儿打横抱起 丝毫不温柔地将她扔在床上 韩萧綦粗暴地撕破了萧梅儿的衣服 栖身压了上去 两久之后 当本王的女人 你最好给本王安分点 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 表哥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会乖乖听话的 韩萧綦嘴角勾起了一抹邪笑 她突然想起 严新瑶说 打是亲骂是爱 难道这女人要打了之后 才能够变得温柔 叶小姐 多谢您救了薛某一命 以后您就是薛母的主子 哎呀 别说什么主子不主子的 我说过 咱们是同伴 更是兄弟 不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我们四兄弟的主子 属下拜见主子 快起来 你们不必如此 我们四兄弟情同手足 当初张宝就承诺过的 若您治好薛老弟 我们四兄弟任您拆迁 如今您救了薛老弟 我们四兄弟心甘情愿地跟着您 严小姐 您就答应吧 好 我答应你们 快起来吧 谢主子 严小姐 言文忠在门外求见 他怎么来了 难道是想通了 愿意辞官归隐 让他去偏听 我这就过去 是 四位公子 先失陪一下 主子 您先去忙吧 姚儿 爹爹 向皇上请辞了 姚儿 爹爹以前 做了很多措施 最对不起的 就是你和你娘亲 爹爹不求你能原谅爹爹 只希望爹爹离开京城以后 你能帮忙召开一下 你年幼的弟弟妹妹 我没有义务帮你召开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你可以带走 包括你的两个小妾 但我不会养他们 你严府另外一半的家产 你也可以变卖带走 那些呢 足够你养活他们 但王氏母女 你不能带走 另外我每个月 给你十两银子做生活费 一年一百二十两 一年给你一次 你先回严府去 我找到合适的地方 会派人送你过去 姚儿放心 为父没有打算带走王氏母女 他们不配 燕文中回到了严府 给王氏写了一封修书 便开始准备变卖严府的家产 老爷 您不能这样啊 王家已经是落寞了 你休了前身 你让前身和敌儿 可怎么活呀 王氏 我会有今天 都是拜你所赐 从今往后 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爹儿是你的亲生骨肉 就算是他毁容了 你也不能不管他呀 哼 五年前 你给姚儿戴上 又黑又臭的人皮面具 不就是为了让我不管姚儿 任他自生自灭吗 王氏 若不是你设计挑唆 林氏和姚儿 都还会在我的身边 抬你进门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老爷 你别忘了 我皇子喜欢的是蝶儿 只要咱们想办法把蝶儿的脸治好 还愁以后没有好日子过吗 锐王喜欢蝶儿 我当初就是信了你的鬼话 才会冷落芙蓉和姚儿 皇上下旨 给瑞王与太后的亲戚赐婚了 爹儿算什么 连个妾都不是 爹爹 这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对不对 滚开 是不是真的 自己出去打听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王氏 今天你们母女 就给老子收拾东西滚出炎府 两天后 炎府就不存在了 老爷 老爷你不能这样 你让我和蝶儿去哪儿啊 老爷 老爷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求你不要丢下钱身与蝶儿啊 蝶儿 蝶儿可是您的亲苦肉 你会没地方去 你不是还有个姓张的表哥吗 蝶儿 应该是他的女儿吧 她是我的亲骨肉 你也不怕天上打雷 把你给劈死 别以为你瞒得密不透风 要不是前两天 你去找你那姓张的表哥 被我无意间发现 我还一直被你蒙在鼓里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让老子替别人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原本我不想说出来 毕竟丢的是我的颜面 既然你不知廉耻 我也只能让你死个明明白白 滚 立刻给老子滚出阎府 否则 老子杀了你们 王氏一听 他隐瞒了十几年的秘密 居然被颜文忠发现了 顾不上吃惊 赶紧拉着颜小蝶去收拾东西 他必须从颜府带着足够的钱才离开 颜文忠和王氏母女的对话 全都被韩潇明派来监视颜小蝶的暗卫听到 妈蛋了 你的野种居然欺负了原种这么多年 这是适可人输不可人 四十几 你陪我去扒了王氏母女的皮 一个野种 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欺负本宫的小师妹 简直活得不耐烦了 无尘 背马 是 两人很快就赶到了颜府 王氏母女正好被颜文忠 声拉硬拽地往门口托 王氏母女拿不到一分财产 自然是不愿意轻易离开颜府 爹爹放开他们 姚儿 你 你叫我爹爹了 是 我说过 只要你愿意放下全室 辞官归隐 我还愿意叫你一声爹爹 姚儿 这颜府 爹爹不打算变卖 这个宅子 留给你和你的母亲 爹爹会带着张氏和冯氏离开京城 你 好好照顾你母亲 不必了 我和我娘亲我地方住 你都带走 爹爹 你记住 平淡才是真 有好好过日子 好 好 爹爹听你的 这些年 爹爹错得离谱 你还愿意叫我一声爹爹 爹爹知足了 好了 你去旁歇着 这里交给我处理 我也该彻底解决 这些年 与王氏母女的恩怨了 姚儿 她不是你的姐姐 我知道 阎西遥 你 你想怎样 报仇 蝶儿 严小蝶 你还记得你在后山 你是怎么对我的吗 今天我会全部加倍地偿还给你 还有你啊 王氏 这些年你在严府作威作福 岂我年幼无知 如我母亲软弱可欺 今天 我同样加倍偿还给你 姚儿 妹妹 你就饶了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对不起你 求你 饶了我吧 姚儿 我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错了 我不敢那样对待你和你母亲 求你 求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你们哪来的脸向我求饶啊 这些年 你们让我和我娘亲 活得连狗都不熟 现在你们好意思求饶吗 哎呀 九殿下 哎九殿下 救命啊 韩潇明阴沉着一张脸 走到阎西遥的身边 接过阎西遥手里的红灵龙金鞭 王氏母女俩喜出望外 以为韩潇明救了他们 然而下一秒鞭子再一次狠狠地抽打在他们的身上 比阎西遥打得更重 仅仅是一鞭子 王氏母女双双吐血 直接昏死了过去 四师兄 你干嘛下那么重的手啊 我还没打够呢 你就把他们给打晕了 晕了拿水颇行 继续打 谁让他们那么可恶 本宫才没控制好力道 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死的 只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阎西遥 我都这样求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互想怎么样 只想报仇 当初在后山山顶 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就加倍还给你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 阎西遥 你会造报应的 你一定会不得好死 报应 你不觉得今天 就是你和你母亲的报应吗 韩小明却是扬起鞭子 再次抽象王氏母女 王氏母女被打得 如同两条蛆一样 在地上来回的滚动 嘴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来人 将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扔到乞丐窝 让他们自生自灭 是 你收拾东西 变卖你的家产 我会尽快派人送你离开京城 以后你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明白吗 好 我尽快收拾好 姚儿 为父不求别的 只希望你以后抽空 躲来看看爹爹 以后我会很忙 应该没时间去看你 但答应给你的生活费 我会一分也不少的给你 姚儿 你还是不肯原谅为父吗 五年 父亲 这五年我和娘亲是怎么过来的 你不知道吗 我说过 你愿意词官归隐 我还愿意叫你一声爹爹 这一声 我已经叫过了 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颜惜姚儿叫的那一声爹爹 只不过是替原主叫的 占了原主的身体 帮他报了仇 也替他了了心愿 以后就不欠原主的了 小师妹 你打算将他送到何处 送他到偏远的山村 以后我与他再无关系 我会一自信给他三十年的生活费 就当还他对我一到十岁的养育之恩 好 以后有师兄保护你 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了 四师兄 你知道我为何要给他银子 送他离开京城吗 你让他离开京城 是怕他将来去打扰你的母亲对吗 恭喜你答对了 我之前之所以说 让他辞官归隐就原谅他 其实我只是想让他主动离开京城 毕竟他留在京城 以后免不了要去打扰我娘亲 我可不想以后麻烦不断 那你还给他那么多银票 你不心疼啊 心疼啊 可是三千六百两 能换来娘亲安稳的生活 很值得呀 万一以后咱不在娘亲身边 他就遭扰娘亲怎么办 原来如此 这三千六百两 花的还真值 韩肖明为阎文忠挑选了一处偏远的山村 决定两天后 派暗卫将阎文忠送过去 回到别院 师徒三人又开始抓紧时间 练精神力了 小师妹 师父 动了 铜钱动了 没看见 你让铜钱再动一下 我看看 韩肖明集中精力 再次盯着铜钱 没多大一会儿 他的铜钱果真动了 只是动的幅度很小 与此同时 婴老头的铜钱 也是微微的动了一下 这精神力还真不是一般的难练 老夫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这都几天了才开始动 师父 咱们已经算快的了 加一枚铜钱继续练吧 行 臭小子 去加铜钱 四师兄 把我也加一枚 韩肖明和婴老头 震惊地看着颜西瑶 在家 就是三枚铜钱了呀 真是变态 三日后 颜文中带着两个小妾 和两个孩子 来到韩肖明的别院 与颜西瑶告别 颜西瑶 亲手给了颜文中 三千六百两的银票 这是我承诺给你的生活费 我想了一下 还是一次性给你三十年的生活费 毕竟以后我会很忙 怕忘了派人给你送去 姚儿 你 好了 既然都准备好了 就尽快离开吧 韩肖明叫来两名暗卫 让他们护送颜文中离开 颜文中机械地点了点头 接过那三千六百两的银票 失魂落魄地 带着两个小妾和孩子 跟着韩肖明的暗卫离开 本王是让你给本王端茶倒水 你聋了吗 哎呀表哥 你别生气嘛 人家让下人给你端来 亲自为你喝如何呀 韩肖琪起身 狠狠地一巴掌 扇在萧梅儿的脸上 还不去给本王倒水 表哥 我做错了什么呀 你为何要打我 短茶倒水难道不是下人 该做的事情吗 你给本王记住 你现在还不是瑞王妃 想在王府生活 就得伺候好本王 否则就给本王滚出王府 韩肖琪看他那一脸的委屈样 一把将他从地上拽起来 又是两个耳光扇了过去 打得萧梅儿脑袋是嗡嗡作响 韩肖琪则是将他拖进房间里头 又是一阵残暴的折磨 公子 你找谁啊 你是严父兴来的管家 本王找严大小姐 公子 您找错地方了 这个宅子已经被严家卖了 我家主子前天刚买的 这里已经不是严府了 那严家搬到何处去了 这个小的不清楚 不过小的听说 那严家的大小姐和他娘都毁容了 还被严家赶了出去 具体去了何处 小的也无从得知 什么 毁容 是的 不过小的也只是听说 没有亲眼见过 韩肖琪转身离开 听到严小蝶和王室都已经毁了容 他连派人寻找的心思都没有 一个毁容的女人找回来又有何用 小师妹 现在师兄已经不紧张了 你什么时候给师兄解读啊 明天 明天就给你解读 走吧 现在去做准备 好啊 需要些什么 需要一口大一点的过熬药 给你做药语排毒 另外让陈大夫和严君医来帮我打下手 没问题 本宫现在就去安排 次日一大早 严熙尧和韩肖明 一起用完早膳 两人手牵着手 来到治疗室 四师兄 把你的外套脱了 只留泻裤 趴到床上去 好 严熙尧吩咐陈大夫和严君医 给韩肖明推拿双腿 他则是挽起袖子 将双手搓热 开始给韩肖明推拿后背 四师兄 别紧张 你必须全身放松 先深呼吸 放松身体 韩肖明还是不受控制的 绷紧身体 可他仍然强忍着 将陈大夫和严君医踹飞的冲动 严熙尧无奈 只好让陈大夫和严君医放手 自己慢慢推拿 陈大夫 你们两个先出去 等会儿再进来配合我施针吧 四师兄 放松点 现在陈大夫他们已经出去了 韩肖明点头答应 可当严熙尧的小手 再次触碰到韩肖明的屁股 他还是不受控制的紧张了起来 四师兄 到底能不能放松啊 这个位置 能不能不推拿 全身推拿是为了刺激你的穴位 做进你的血液循环 这屁股上的穴位 还有好些个 你说能不能不推拿 那你再让本宫调整一下 来吧 本宫准备好了 四师兄 你要是再不放松 这多你就别解了 我马上进宫向皇上 请指解除婚约 这话相当的奏效 韩肖明立马将双腿放回到床上 努力调整放松身体 等全身都推拿了一遍 严西瑶额头上已经是微微见汗 接下来就是施针 严西瑶打开治疗室的门 让陈大夫和严军医都进来 吩咐他们用火烧针 太后娘娘驾到 你们主子呢 怎么不见她出来 回太后娘娘 主子在治疗室治病吗 什么 明儿怎么了 快带哀家去看看 太后娘娘 主子吩咐过 不许任何人去打扰她的 放肆 哀家只是去看看 则会打扰 前面带路 太后娘娘请恕罪 奴才正不能带您过去啊 大胆 你一个小小的管家 也敢忤逆太后娘娘 谁给你的胆子 太后娘娘恕罪 殿下真的不能被打扰 然而 太后抬头看到治疗室门口上方 烟雾缭绕 直接越过一众下人 带着宫女太监和侍卫 往治疗室的方向走去 为之拜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 都起来吧 把房门给哀家打开 太后娘娘恕嘴 主子吩咐 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她 放肆 哀家也不能进去吗 明儿到底在里面干什么 主子在解毒 解毒 明儿中毒了 中了什么毒 快把房门打开 哀家要进去看看 太后娘娘 您真的不能进去 放肆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来人 把这丫头拖下去 重打二十大板 严西遥把手里的金针 往桌上一扔 转身准备去开门 黄奶奶 你是想害死你的孙儿吗 太后一正 严西遥已经是将房门打开 住手 你是何人 我当然是大夫 在给您孙子解毒 太后娘娘 敢问我的手下身犯何罪 要被您惩罚 他顶撞哀家 难道不应该受罚吗 太后娘娘 您知道您刚才在此大呼小叫 差点害死您孙子吗 大胆 你竟敢如此与太后说话 严西遥上前两步 抬起脚 一脚将太后身边的太监 给踹飞了 气势陡然上涨 怒瞪着太后 太后娘娘 你想害死您孙子 我管不着 可别连累了我 刚才幸好我还没有给陛下逼毒 否则您这一捣乱 随便扎错一针 您孙子非死不可 黄奶奶 你知不知道您这一来捣乱 害死的可不仅仅是您的孙子 还有在场的所有人呢 敏儿 艾家只是想来看看你 和未来的孙媳妇 怎么害死你们呢 黄奶奶 边缘的管家应该告诉您了 您的孙儿正在解毒 不能被打扰 可您在干什么 孙儿要是死了 您觉得父皇能饶过他们吗 喳 宁儿 你怎会中毒 是谁给你下的毒 太后一脸的后怕 跑进治疗室 看到韩潇明整个背上 都是插满了不少的精针 腿都给下软了 孙儿中毒已经快一年了 上次与蛮夷开战 遭人暗算 深重寒毒 若还不能解毒 孙儿只能活一年半载 黄奶奶 您若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 您再这么闹下去 孙儿就真的要一命呜呼了 你 你快跟艾家进宫 让宫里的太医给你解毒 你在此 艾家不放心呀 黄奶奶 宫里的那些太医 医术连孙儿府上的府衣和颜军衣都不如 连孙儿的府衣 颜军衣都束手无策的毒 您觉得宫里的那些个庸医能解吗 九殿下 您这毒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可不想为了给您解毒 搭上我们主仆五人的性命 颜西瑶说完 伸手往韩肖明的背上一幅秀 金针全束被收进了手心里 黄奶奶 这回您满意了吧 整个武圣王朝 就只有小师妹 能解孙儿的寒毒 这些好了 您重新给孙儿 找个神医吧 小师妹 你说她是你的小师妹 就是那姓颜的丫头 你的未婚妻 颜西瑶扯了扯嘴角 这就被韩肖明给暴露了 韩肖明 你个蠢货 没错 就是她 好啊 姓颜的 明儿根本就没打你 你这全身都好好的 你居然敢骗哀家 你可知罪 来人 把姓颜的 给哀家拖下去 重打二十大板 真是个蛮横的老太太 死要面子 既然您这么爱面子 今天您就非道歉不可 不用您打 趁你自我了断行了吧 颜西瑶说完 捏着手里的金针 假装要刺向自己的脖子 韩肖明跳起来 一把抓住她的小手 黑着脸说道 黄奶奶 您闹够了没有 她可是阴老头最宠爱的 官门弟子 有阴老头和孙儿的三个师兄护着 别说您打了她 就算您不打 孙儿都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说不给孙儿解读 就能说到做到 您这是要孙儿等死吗 哀家身为太后 连处这个丫头的权力都没有吗 有 您高高在上 您说要处置谁 就处置谁 您不妨打她一些试试 看看这后果 您能不能承受 笑话 哀家就算打了她又如何 她还敢不给你解读 我看谁敢动老夫的小徒弟 明儿 你这寒族 还是让你的黄奶奶 另情高明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老夫的徒弟 姚儿丫头 咱们走 为时代你隐居山林 谁也找不到你 听老头 你敢 你看老夫敢不敢 放眼天下 能拦得住我鹰木枝的人 屈指可数 黄家军队 老夫还未看在眼里 明儿 你拦不住他吗 孙儿的武功 大部分是他教的 孙儿拜师六年 实际上 才跟他学了半年 您觉得孙儿能拦住吗 这 黄奶奶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你们当真解不了明儿身上的寒毒 太后娘娘 卑职无能 在严小姐出现之前 卑职与陈大夫已经用尽了办法 仍束手无策 杨儿丫头 还愣着措身呢 凑啊 是 徒儿遵命 黄奶奶 您不喜欢孙儿 您直说就好了 孙儿离开便是 孙儿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非要指孙儿于死地啊 哎呀 明儿 哀家怎会置你于死地呢 这炎丫头年纪轻轻的 她的医术 能比严峻医还高明 她医术不高明 能解孙儿身上的寒毒吗 她医术不高明 那您去帮孙儿找个医术更高明的神医 黄奶奶 孙儿还有半年可活 您抓紧时间去找吧 半年 这 太后赶紧追出治疗室 等等 严丫头 你不能走 严丫头 不知者不罪 哀家冲动了 你继续给明儿解毒吧 太后娘娘 臣女可不想死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不不不 你不会死 哀家这就出去 秦子帮你守在门口 不让任何人打扰 你就放心给明儿解毒吧 明儿 可是你的未婚夫啊 什么未婚夫啊 您不是要殿下和臣女解除婚约吗 这未婚夫说不定明天就不说 别瞎说 哀家不是说了吗 哀家没办法帮你解除婚约 您刚才还要打臣女二十大板呢 臣女凭什么要救您孙子啊 你可是明儿的未婚妻啊 这未婚妻的身份 谁要给谁 臣女不稀罕 要不是皇上硬要下旨赐婚 臣女如今早就隐居山林了 严丫头 是哀家糊涂了 你别跟哀家计较 哀家以后 不插手你和明儿的事了 你就给明儿继续解毒吧 太后娘娘 您能保证不再打臣女 臣女才敢出手 否则一旦出意外 神仙也救不了您的孙子 还有啊 您要是想让臣女与您孙子解除婚约 臣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臣女还真怕哪天被您孙子一脚踹飞 就您孙子那个仙人穷 靠近他都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谁爱又谁要 臣女啊 无福相受 严丫头 哀家这就回宫去 等你给明儿解了毒 就进宫来看看哀家 哀家向你保证 以后哀家绝不会为难你 太后娘娘 您先去休息一下 等臣女给师兄施针结束 臣女陪您来聊天如何 好 哀家去休息 等你 丫头 你又打什么坏主意了 师父 您不觉得太后他老人家只是闲得发慌 没事找事吗 嗯 是有点这种感觉 太后他老人家呀 其实就是孤独 虽然有一大群宫女太监陪着 但实际上 没有一个人能陪他老人家聊天解闷的 您说 徒儿要是将太后拿下 让太后他老人家也成为徒儿的坚强后盾 那感觉如何 那当然是大好事啊 哎 可太后就是个老顽固 你能将她拿下 其实太后还算不上是个老顽固 说白了 她就是个渴望亲情的可怜老太太 虽然是高高在上的太后 可儿孙都那么忙 都没空陪她 所以他才会不停的插手 儿孙的事情刷唇菜感 嗯 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为师支持你去拿下太后 那您帮我去准备一只鸡 等会儿啊 我亲自做一锅 十锅药扇鸡 给太后弄点尽心安神的食材 保证将她拿下 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太后 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呀 你就一锅药扇鸡 能搞定吗 能不能搞定 师师不就知道了 行 我也是谁就帮你去准备啊 多谢师父 行了行了 我快去给你四十锅解脱啊 我也是等着你回来做一锅神奇 严锡药回到治疗室 和韩潇明相识一笑 小师妹 黄奶奶没吓着你吧 我有那么若期吗 还能被太后吓着 你也太小看人了 快趴下 继续是这 韩潇明乖乖趴下 严锡药重新拿起精针消毒 一针针快速地扎在韩潇明的身上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韩潇明吐出一大口的黑血 准备药玉 是 四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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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自己运功逼毒 半个时辰后开始抛药玉 好 你快休息一下 四十锅 可以出来了 今天的治疗到此结束 明天继续 衣服给你放床上 我先出去等你啊 好 小师妹辛苦了 严丫头啊 哀家老糊涂了 不应该插手你和明儿的事情 哀家老了 你别跟哀家一般见识 太后娘娘 承你没放在心上 走 咱们去用膳 严丫头 既然你与明儿都定亲了 就跟明儿一样 叫哀家黄奶奶吧 好 黄奶奶 咱们去用膳 今天的午膳 可是臣女亲手为您准备的 你说什么 你亲手为哀家准备了午膳 对啊 是臣女亲手准备的 十锅药膳机 吃了对您的身体有好处 能改善您的睡眠 尽心安神 哎呀 丫头 你有心了 走 去尝尝你做的药膳机 黄奶奶 虽然向您保证 小师妹的十锅药膳机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今天你们两个小家伙 陪着哀家用午膳 哀家都不记得 有多久没有人 陪哀家用膳了 好香啊 丫头 这就是你亲手做的药膳机 对啊 臣女忙着给四师兄解毒 把鸡炖上去交给师父 他老人家看着了 这会儿应该可以吃了 这味道 闻着都舒服 让人食欲大增呀 只是 这锅 怎么看着奇奇怪怪的 太后 这锅 可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 带回来的 是瑶儿丫头 用石头削出来的 今天呢 您来可是有口福了 瑶儿丫头 你和明儿去准备碗筷 太后娘娘啊 不是我说你啊 您都一把年纪了 该好好一养天年了 不要老是想着掺和儿孙的事情 儿孙自有儿孙福 咱们这个年纪啊 该吃吃 该喝喝 管那么宽干嘛呀 您不觉得累吗 你老头 你说的对 以后啊 艾家再也不插手 他们的事情了 今天 艾家鲁莽了 差点害死明啊 您呀 知道就好啊 我可告诉您啊 您这个未来的孙媳妇 可不简单 不但医术高超 练武天赋 更是不比明儿那臭小的差呀 唱的又美 您要是把他们给拆散了 我另外那参个徒弟 立刻就把姚儿丫头抢走了 到时候呀 您后悔都没地方哭去 一老头 你就放心吧 以后艾家定把颜丫头 当亲孙女对待 这才对嘛 像姚儿丫头这么好的姑娘 您打着灯楼都找不着呀 要不是皇上英明 嫌下手为强 您以为姚儿丫头 还能是明儿那臭小子的未婚妻呀 你想都别想 别说我另外那三个徒弟 就是现在住在别院的梁东四公子 哪个不希望能娶到姚儿丫头 这么好的姑娘呀 太后被婴老头的话 说的是危机感十足 好险 差点就毁了孙子的美满姻缘了 就在这时 韩潇明和颜西瑶拿着碗筷和一些蔬菜 返回院子里 四人搬来四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将蔬菜放在桌子上 也不要向人伺候 就这么围着火炉开吃 黄奶奶 以后您要是有空就常来 臣女给你做更多的人间美味 陪您一起用膳 姚儿丫头 此言当真 你真的愿意陪哀家用膳 比珍珠的珍 应该经就好 以后有哀家在 谁也不能欺负哀家这个孙媳妇 盈儿 哀家决定了 明天哀家就搬过来 和你们一起住 你们放心 哀家不会打扰你们 只要你们能陪哀家用膳 韩潇明 阎西瑶和婴老头 不停的抽动嘴角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黄奶奶 这可不行 您要是不住宫里 父皇能放心吗 他有何不放心的 还假在你这里 必在皇宫都安全 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可能天天留在别院陪您 有时候一离开 就有可能是几个月 您自己留在别院 孙儿也不放心啊 您还是安心的住在宫里 我们有空就去接您过来小住 如何 那好吧 那这一次 哀家就住几天再回宫 不行 孙儿体内的毒还没有完全解除 这几天都没时间陪您 您今天必须回去 等孙儿的毒完全解了 再去接您 哀家 孙儿娘娘 您今天呢 也看到了啊 您看看 孙儿丫头 那成这样 都顾不上休息一下 还得忙着给您做药膳机 您呀 还是先回去 等明儿减了毒 孙儿丫头 孙儿丫头休息好 才有精神陪您 不是吗 我告诉您啊 过几天呀 孙儿丫头还要开一家石锅药膳机 到时候呀 接您出来 咱们啊 陪您一起去京城逛逛 多好呀 真的 孙儿丫头 你要开店 是真的 到时候还有的忙 不过可以带您去玩 好 哀家用完膳就回宫 丫头啊 你好好休息 等过几天 您可一定要来接哀家 孙儿丫丫 你就放心吧 我向您保证 过几天一定会去接您 您快尝尝 这药膳机好不好吃啊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哎呀 哀家从未吃过 如此美味的药膳机 用完午膳 师徒三人将太后 送到了别院门口 目送着太后离开 妖儿丫头啊 真有你 以后太后 还真能成为你的坚强后盾 那是 太后可是整个武圣王朝 全是最大的女人 我岂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啊 哎 小师妹啊 以后有黄奶奶替你撑腰 连本宫都不敢惹你了 没有黄奶奶撑腰 你就敢惹我吗 你惹一个试试 不敢不敢 之后的几天 一直都是早早的开始推拿 施针泡药浴解毒 直到第七天 韩潇明泡药浴的水 完全没有变色 体内的寒毒彻底解除 护臣 给本宫护法 不要任何人打扰 是 竹子 韩潇明 韩潇明只穿着裤衩 飞身从浴桶里 跳到床上 盘系而坐 开始内力突破 空气中游离的能量 如洪水爆发一般 疯狂的涌入韩潇明的身体 被韩潇明 吸数吸收 转换为内力 冲向瓶颈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韩潇明成功从旋即中起 突破到后期 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半个时辰后 韩潇明从旋即后期 突破到巅峰 突破还在继续 一个时辰后 韩潇明月即突破到 第级初期 才停了下来 你个小变态 居然又月即突破 第级初期 不错不错 老夫没看错人 收了两个变态徒弟 什么 第级初期 完了完了 我什么时候才打得过他 妖儿丫头 你为何总想着 能打得过你四师兄 师父 你又不是不知道 四师兄就是个危险人物 万一哪天他脚痒了 想踹我 我不得有能力自保 丫头 前几天还说 没有太后撑阳 你四师兄都不敢惹你 何况现在你还有那么多人给你撑腰 你觉得你四师兄 敢踹你吗 我羡慕一下下不行吗 他现在内力大涨 说不定他还真敢踹 不敢踹 把你踹跑了 本宫上哪找去 你个臭小子终于开脚了 不容易 不过你小子 怎么就一连突破了好几个层次 在中寒毒之前 徒儿就已经摸到了突破的瓶颈 只是中了寒毒之后 徒儿就一直用内力压制寒毒 没敢突破 没想到毒一几 就再也压制不住要突破的内力了 还有可能跟那株千年火灵之夜有关系 那可是极品啊 哦 原来如此 你小子还真是萤火的福啊 脱小师妹的福 要不是小师妹 别说内力大涨 解毒都成问题 你知道就好 你以后要是敢对我不好 我就研究点毒药 把你毒的半身不随 小师妹 你有那么多人给你撑腰 师兄敢对你不好吗 每次施针推拿 都把你累够呛 走 快去用膳 然后回去休息 明天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哎呀 明天你就知道了 走吧 用膳去 吃完饭 两人稍作收拾 换了身衣服 由吴臣驾着马车 往皇宫走去 韩潇明和闫熙遥 到达京城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议论纷纷 说是有人在京城郊外的树林中 发现了两具女尸 被野狗撕咬的 只剩下残枝断壁 和两颗面目全非的头颅 闫熙遥听到那些议论 脸上并没有多余的表情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这母女俩都是活该自找的 黄奶奶 您收拾几身换洗的衣服 跟我们去别院小住几日 不过您尽量收拾普通便装 穿便装啊 方便去逛街 哎呀 没有什么便装 黄奶奶 那就不必收拾了 这工装啊太繁琐 出去玩一点都不方便 咱们去京城的成衣店看看 实在不合适 咱们就去定做几身 以后带您出去玩就方便多了 好 都听你的 丫头 你等一下 还家有东西给你 太后说完 转身进了内饰 在出来时 手里抱着一个精致的首饰盒 太后的贴身宫女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这可是太后娘娘最宝贝的一套头面了 平时太后自己都舍不得带 只有宫宴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带一下 姚儿丫头 这个给你 你和明儿定妻 哀家还没送你什么见面礼 多谢黄奶奶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趁你不太喜欢戴首饰 哀家给你 你就拿着 不喜欢戴 也不能没有啊 别人有的 你也要有 多谢黄奶奶 那咱们走吧 去逛街 好 不过哀家记得 有一套肃进点的衣服 等哀家去换一下衣服就走 没问题 有苏经典的衣服更好 两人等了没多久 宫女就扶着换好了衣服的太后 从内室走了出来 你也快去换衣服呀 收拾两套变装 你这样子出去逛街可不行 宫女喜出望外 答应一声 一路小跑着去换了衣服 黄奶奶 从现在开始 咱们在街上 我和四师兄就叫你奶奶 你也不能自称哀家 免得暴露身份麻烦 好 叫奶奶好 那奴婢叫什么合适 叫老夫人 是 奶奶 您以前逛过街吗 没有 进宫之前 家中父母不让抛头露面 进宫之后 也没机会出来逛街 那这几天 我们就陪你好好逛逛 走 咱们去找成衣店 先给您买几套衣服 好 等会儿 去裁缝铺看看 奶奶亲自挑几匹布料 给你也订做几套衣服 谢谢奶奶 奶奶您真好 不过我有衣服穿 挑您的就行 别拒绝 怎么能只给奶奶买 不给你买呢 明儿 你说是吧 没错 师哥给你多做几套衣服了 四人来到一家成衣店 颜西瑶一眼看中 成衣店里的一套 红色紧衣长裙 质量和款式都还不错 老板 把那套红色的衣裙 取下来 给我们看看 嗯 不错 姚儿丫头啊 这套衣裙很适合你 质量也没得说 是真正的流光锦段 真好看 掌柜的 包起来吧 这套裙子我们要了 老板 这套衣裙还有吗 给本小姐也来上一套 这位小姐啊 非常抱歉啊 这套裙子是本店的镇店之宝 红衫流光裙 请此一套 什么 请此一套 那本小姐要了 多少银子啊 小姐啊 这套衣裙 已经被这几位客官买了 要不您重新选一套吧 您有没有搞错啊 你让本小姐重新挑一套 你怎么不让他们重新挑一套 这套衣裙 本小姐看上了 那就是本小姐的 你让他们重新挑一套去 韩潇明皱了皱眉头 右脚蠢蠢欲动 女人转头 挑衅的看了颜西瑶和韩潇明一眼 瞬间被韩潇明的天人之姿所吸引 女人便脸如翻书 瞬间换上了一副娇媚的表情来 缓步走向了韩潇明 近了 更近了 韩潇明抬一脚 偷了一脚 踹在了女人的肚子上 将女人踹飞了出去 老板 有鞋子吗 给我拿一双 有有有有 我这就去拿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踹本小姐 你可知道本小姐是谁 我们好怕怕 难不成你是公主 本小姐可是柳家的大小姐 你们给本小姐等着 本小姐定然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柳家什么来头 为父不仁的玩意儿 也敢再次嚣张跋扈 客官 您试试合不合脚 若不合适 我再去给您找 又要换鞋 什么臭毛病啊 买些不要钱啊 可是师兄踹的那个女人 鞋子脏了 女人猛的瞪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的盯着韩潇明 她突然想起来 传说中的冷面煞神 踹了女人就要换鞋 完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冷面煞神 无疑 完了完了 这得罪了大人物了呀 女人赶紧示意丫鬟 带着她溜走 可是刚有动作 太后快步 跑到了女人的面前来 把鞋子钱付了 再走 大窃也不敢出 赶紧掏出银子付了钱 连找铃都不敢要 就带着小丫鬟灰溜溜的逃走了 瑶儿丫头 这一下不用明儿花钱买鞋了 卧槽 还可以这样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你想没想到都没关系 反正这鞋子的钱都得留下出 严心尤欧听得莫名其妙 有些转不过弯了 晚上你就知道了 我明白了 瑶儿丫头 你明白什么了 奶奶 等会回去再告诉你 我们先挑衣服吧 瑶儿丫头 你刚才在乘衣铺说你 明白了什么 好奶奶 四师兄不是说 柳家为父不仁吗 既然柳家为父不仁 那咱们帮他们柳家 行善积德呗 那A家也明白了 宁儿 A家支持你 好好替那柳家 行善积德 看他们以后 还敢不敢嚣张跋扈 黄奶奶 你就放心吧 晚上啊 咱们就大干一场 A家 也可以去吗 您老人家去凑什么热闹啊 您不能去 老A家 在家里等你们的好消息 黄奶奶 晚上您是不能去 不过明天 有您能玩的事情啊 太后听得眼睛发亮 满脸的期待 薛公子 你的生意和京城柳家 可有来往 啊 没有来往 柳家几次 想着属下合作 但柳家名声太差 属下 就没有同意 没有生意来往最好 今晚 咱们去柳府一趟 替他们柳家 行善积德 这事属下擅长 九殿下 您为何突然要去柳家呀 柳家的大小姐 给小师妹抢衣服 太过嚣张跋扈 柳家为父不仁 本宫就想着 给他们点教训 有何 敢跟主子抢衣服 还为父不仁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这柳家 的确应该教训一下 书下听说 柳家对下人十分苛刻 甚至还经常 将他家的下人 活活打死 他家的伙计 有时候几个月 领不到一个铜板 不少人被他柳家逼得 投何自尽呢 这个柳家居然 如此歹毒 为何还能在京城立足 黄奶奶 柳家背后 应该有人撑腰 而且为柳家撑腰的人 应该在朝中 有着不低的职位 明儿 你派人去好好查查 把柳家背后的人物 给揪出来 哀家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 放心吧 孙儿会调查的 嗯 都吃饭吧 吃完饭 去忙你们的事情 众人边吃边聊 在火炉边 就制定了晚上的行动计划 颜西瑶将迷药 给了段凌峰 段凌峰接过迷药 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竹子 全都放倒了 哎哟 干得漂亮 动手 把值钱的全部带走 一个铜板都不要留下 好嘞 竹子 您就抢好吧 属下定不会让您失望 保证将柳家庄园 洗劫一空 姚儿丫头 累不累 有没有受伤啊 黄奶奶 我一点事都没有 也不累 咱们进去 看看收货有多少 哇塞 好东西 真不少啊 竹子 这是属下 特意给您找来的 和账本一起 藏在书房的暗格中 哇塞 好东西啊 一看就不是凡品 应该吃不少银子吧 是好东西 小师妹 这颗叶明珠你留着 你再挑几件 其他这些东西 明日送进国库去 不用挑了 都送国库去 行 乌尘 你带人将这些东西都装好 明日一早 送进国里去 是 让你挑你还不挑 A家给你挑几样 黄奶奶 真不用了 你要是喜欢 就自己留着吧 A家要这些做事 拿着都给你 以后你带A家出去玩 不还得花钱呀 小师妹 你还是留着吧 黄奶奶的眼光不差 这几样都是比较值钱的 你也得自己攒点家底 就如你所说 有钱才应急啊 就是 丫头快收起来 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多了 严西瑶只好将太后挑的东西收下 带着太后回房间休息 别院里 严西瑶早早的起来锻炼身体 这几天忙着给韩潇明解毒都没有时间锻炼 绕着整个别院跑了好几圈 又打了一套军体拳 才香焊淋漓的回去洗漱 竹子 你想不想去柳家庄园看一出好戏 什么好戏啊 嘿嘿 竹子 昨晚属下用猪皮胶 把柳家大小姐的头和枕头全都粘在一起 今天早上 属下想去看看 那柳家大小姐成什么样了 你说什么 他奶奶的 老夫昨晚只顾着拿财物 都忘了好好惩治一下这柳家人了 走走走 老夫也去看看你小子的杰作 四师兄 咱们去看好戏好不好 好 带你去看戏 哎 家可以去吗 哎 家也想去看看 太后娘娘 您要是想去 那草民带您去凑个热闹 那你们三个负责保护好黄奶奶 不得出一点差错 殿下放心 我们三兄弟一定保护好太后娘娘 嗯 那咱们走吧 七人赶到柳家庄园时 柳夫人和他的女儿刚拖着断腿 吃力的从黑暗的通道里爬出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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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娘 你在这里等着 你要去找找爹爹 站在围墙上的七个人 看到柳家大小姐那独特的造型 差点没忍住 笑出声来 爹 我的头和枕头都粘在了一起 娘的腿也摔断了 家里的下人全跑了 走吧 咱们回去了 这柳老爷这一摔啊 少说也得中风瘫痪 真是报应不爽 还有那柳大小姐 她的头除非用开水烫 才能将猪皮胶彻底烫掉 你小子 这么绝妙的东西都能想出来 不错不错 回去了 回到别院 韩肖明带上账本 带着颜西瑶和太后 一起坐上马车 往皇宫赶去 父皇 这是儿臣在柳家庄园 找到的账本 请您过目 辛苦了 就在宫里用武山吧 不了 儿臣回别院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好吧 照顾好你皇奶奶 父皇放心 儿臣知道该怎么做 母后啊 晚几天就回来 别耽误了明儿他们的正事 行了 海家知道 儿臣告退 回到别院 太后今天特别的兴奋 只因为韩肖明说了 今天有他可以玩的事情 四师兄 你说今天给我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再等等 应该快到了 到底什么快到了 石头 你不是要开石锅药扇机吗 我派出去寻找青石的人 今天回来了 应该快到了 哦耶 终于可以准备开店了 哦耶 什么玩意儿 姚儿丫头 哦耶 是何意啊 呃 就是 对了的意思 明儿 那今日 哀家能玩什么 削石头 把青石 削成锅 啊 削石头 哀家期待了一天 你就让哀家削石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后娘娘 削石头也挺好玩的 不行呀 等会儿 您试试 削石头 有个好玩的 黄奶奶 你想啊 一块石头 被您削成一口石锅 您觉得会没有意义吗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啊 你觉得哀家 像是能把石头削成锅的人吗 像 我觉得也像 竹子 您要的石头都找来了 好 去多叫些侍卫过来削石头 是 黄奶奶 走吧 咱们去削石头 太后被颜西瑶 半推半就的 拉到了前院 明儿 你确定哀家 能削得动这么大的石头 黄奶奶 您试试不就知道了 好吧 太后拿着匕首 在颜西瑶的面前蹲下 学着颜西瑶的样子 挥动匕首 用力的削下去 刷的一下 还真让她 削下了一小块 黑家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厉害了 连石头都能削下来 黄奶奶 孙儿给您的匕首 可不是普通的匕首 那可是能削铁如您的宝物 这个败家男人 这么好的匕首 居然拿给黄奶奶削石头玩 太后一脸真惊的 看着手里的匕首 顿时兴趣大增 吩咐管家 给她找来个小凳子 坐在凳子上 跟着一起削石头 黄奶奶 匕首还给孙儿 快去洗手 咱们去京城 看看店铺 颜西瑶看着 已经打扫干净的店铺 甚是满意 原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韩潇明已经准备了这么多 四师兄 谢谢你 说什么谢呢 你是我未来的黄子妃 我的就是你的 这个店 本就是我答应给你开的 你要管我一辈子的烦 不许反悔啊 上辈子没谈过恋爱 这辈子啊 一定要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嗯 那就一言为定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我管你一辈子的饭 嗯 一言为定 现在铺子已经准备好了 就差桌椅板凳和招聘伙计 咱们做的是石锅药扇机 桌子和普通饭馆的桌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招聘伙计的事情 我会安排人去做 但桌子我就不知道要什么样的 所以没有制版 这样吧 我把桌子的形状 画成设计图纸 咱们直接去找 做桌子的工匠 让工匠帮咱们做一批 可以 你尽管把图纸画好 咱们明天一早 去找工匠 好 他要找几个姑娘来 我亲自培训 而此时 好巧不巧 韩萧綦带着萧梅儿 从门口经过 萧梅儿抬头看向太后 趁着韩萧綦发愣之际 快步跑到太后面前 跪下哭球 姑奶奶救我 怎么才几天不见 这丫头就成这样了 梅儿 起来说话 姑奶奶 您救救我 我要与吴表哥 结出婚约 梅儿 老五是你自己选的 如今 你要和他解出婚约 那解出婚约之后 你是不是回萧家去 姑奶奶 我要重新选夫婿 吴表哥每天都打我 我受不了了 你已经是本王的人了 你还想选谁呀 梅儿 老五说的可是事实 姑奶奶 是吴表哥 你都已经是老五的人了 你还有脸让哀家 帮你解除婚约 你还有脸要重新选夫婿 你当哀家的孙儿是什么 我奶奶 不知廉耻的东西 婚约是真 你还想祸害 哀家其他孙儿 肖家 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还有你 齐儿 你真是好本事啊 还未成亲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打女人 有那个本事 为何不去镇守边关 啊 还是 你只有打女人的本事 哎呀 黄奶奶 打是亲骂是爱 虽然这不是跟九弟学的吗 您看他们 不是越打感情越好吗 严戏摇一听 差点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努力的憋着笑 这韩萧綦 还真是把打是亲骂是爱 演绎到了极致 你打人还有理了 唉 哀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混账孙子 丢尽了皇家的脸 韩萧明打人就理所当然 轮到孙儿就是混账 黄奶奶 您是不是太偏心了 哀家可没见到 明儿打摇二丫头 哀家只看到 明儿将摇二丫头 碰在手心里疼爱 就你 也好意思跟明儿比 哼 只有没本事的男人 才会打自己的未婚妻 五皇兄不会真以为 打是亲骂是爱吧 你说本王没本事 你也不过如此 你不也打了姚儿吗 我们是师兄妹 师兄帮我这个师妹提升实力 切磋武功 这不叫打女人 唉 我是真没想到 你的理解能力这么强啊 韩萧綦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他被韩萧明和颜辛尧当猴耍了 这丫头太机灵了 把哀家都骗得团团转 梅儿 老五是你自己选的 圣旨是皇帝下的 一想解除婚约 就自己去找皇帝 哀家 无能为力 若皇帝同意你解除婚约 哀家就派人送你回萧家 姑奶奶 我不退婚了 我愿意嫁给吴表哥 那就回去吧 既然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就尽快完婚 听到太后让他们尽快完婚 萧梅儿连太后也一起恨上了 萧梅儿没有在挣扎 跟着韩萧綦离开 吴表哥 你喜欢颜辛尧对吗 与你何干 他和九表哥如此耍你 难道你不想报复九表哥吗 我可以帮你得到颜辛尧 报复九表哥 怎么 到现在你还想着韩萧明 你觉得你一个被本王完胜的残花败柳 韩萧明还会要你吗 不 你误会了 我要报复九表哥和那个颜辛尧 他们不是很恩爱吗 如果那个颜辛尧成了你的女人 九表哥还能在你的面前嚣张吗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得到颜辛尧之后 不能娶她 我才是你的正妃 你想怎么做 吴表哥 咱们可以趁九表哥不在的时候 把姓严的绑来 给她喂下一点和欢伞 她还能不主动的向你投怀送抱吗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可她住在韩萧明的别院 想绑她 可没那么容易 吴表哥 她不是被封为郡主 皇上不是给她赐了郡主府了吗 咱们呢 就等她搬进郡主府 再动手也不迟啊 有道理 没看出来 你还有点脑子呀 行 本王就答应你 吴表哥 你以后能不能不打我呀 想让本王不打你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 哎呀 吴表哥 人家都是你的人了 表哥想要什么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 这还差不多 走 回王府 本王现在只想要你 讨厌了 现在可是在大街上 又是在大白天的 大白天又如何 咱们现在就回王府 看本王如何收拾你 想要让我认命 门都没有 烟熙妖 你给我等着 我定然要让你身败名利 韩潇明 你只能是我的男人 而这两个人 无耻的对话 全都被韩潇明的暗卫 听得清清楚楚 你呀 你这个小机灵鬼 连哀家都被你骗得团团转 黄奶奶 臣女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再说了 你要是真的把您的亲戚 指给四师兄 恐怕现在不死也残废了 就是啊 太后娘娘 您现在知道为何明儿不穿姚儿丫头了吧 明儿身上的寒吐 只有姚儿丫头能解 为了给明儿解毒呀 姚儿丫头可是冒着生命危险训练明儿呢 以前哀家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姚儿丫头啊 真是难为你了 太后娘娘 您那个亲戚 你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您还把它指给您的亲孙子 您不觉得个硬呀 我老头的话短啊 说话也直接 不会拐弯抹角 您啊 别和我一般见识 A家哪知道 她是这样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呀 要是早知道 A家也不会把她带回来 您现在知道也不晚了 以后呀 多提防着点 这个女人 可不会安分守己 黄奶奶 您也不必自责 您不觉得 她和瑞王很般配吗 竹子 属下身体已经大好 明日想回梁东一趟 将资产转移到京城 转至您的名下 还请竹子随我们四兄弟 回一趟梁东 去吧 师兄陪你去 等回来 咱们的店铺 也差不多可以开业了 明儿 你们要去梁东 可以带艾家一起去吗 带黄奶奶去吧 以后能带黄奶奶出门的机会不多 哎呀 还是艾家的孙媳妇懂事 明天要去梁东 不如咱们现在去新宅子 把设计图纸画出来 把工匠找好 颜西瑶瑶点头答应 艾儿姐姐 我都想你了 我也想你啊 你都好多天没来了呢 艾儿姐姐 你说话不算数 不是说好了你去报仇的时候 要叫上我的吗 结果你自己跑去报仇了 那是临时决定去的 就没叫你去了 说不定下次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啊 那个严小蝶不是死透了吗 还要找谁报仇啊 以后再告诉你 现在我还不确定 那个人会不会来找我麻烦 谁 谁敢找你的麻烦 走 咱们去后院打一场 切磋切磋 随时奉陪 云儿 瑶儿丫头累了一天了 你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黄奶奶 没事的 我们去切磋一下就回来 瑶儿姐姐 是不是那个萧梅儿 会来找你的麻烦 你怎么知道啊 哼 云儿姐姐 我又不傻 我也看得出来她的野心很大 之前她对九皇兄 可是势在逼得的 现在嘛 知道九皇兄没有打你 她肯定还是不会死心的 呦 没想到你看得如此通透啊 放心吧 我还没把她放在眼里 要不咱们想办法 好好教训教训她 不着急 等我从梁东城回来 她应该会主动来找我的 到时候啊 有她好看的 哎呀 瑶儿姐姐 你要去梁东城啊 那你带着我去好不好呀 我不敢答应你 你得先征求你皇兄的意见 只要他答应就没问题 哎呀 九皇兄肯定不会带着我去的 瑶儿姐姐 你就答应带我去吧 只要你答应了 九皇兄就一定会答应的 瑶儿姐姐 你最好了 哎呀 你就答应吧 带你去有什么好处啊 我帮你教训 小美啊 好啦 我带你去了 不过 要不要跟你父皇 禀报一下 那我现在就派人去禀告父皇 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我马上回来 韩潇晓云说完 一路烟就跑没影了 瑶儿姐姐啊 你多带两套衣服啊 我要穿你的衣服啊 没问题 你自己来挑 想穿哪套穿哪套 好 对了 瑶儿姐姐 父皇让我转告你 郡主府已经收拾妥当了 你想什么时候搬过去都可以 嗯 回来再搬吧 要不咱们办个乔情业会如何呀 还是算了吧 从梁东回来还有好多事要忙 没那个精力 瑶儿姐姐啊 你还要忙什么呀 我想要开一家石锅药扇机 现在已经订桌椅了 顿回来还有培训伙计 尽快开业 那我也来帮你吧 好呀 到时候宣传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宣传 你怎么宣传啊 到时候再跟你说 两人收拾好东西 韩潇云又拉着颜西瑶去后院 切磋武功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香汗淋漓 直到两人的内力都消耗一空 才停了下来 回到房间洗完澡 两个丫头又盘膝坐在床上练功 恢复消耗的内力 卯时刚至 颜西瑶周围空气队的能量 开始肆意波动 不停地往他的身体里钻 韩潇云同时练武之人 很快就察觉到能量波动异常 他睁开眼睛 默默地穿鞋下床 站在离颜西瑶稍微远一点的位置上 给颜西瑶护法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颜西瑶成功地从黄极初期 突破到了黄极中期 云儿 谢谢你 快过来休息吧 瑶瑶姐姐 你又突破了 恭喜你啊 只是突破了一个小层次 快休息吧 天快亮了 嗯 好 小仙女主爷 你的空间四楼解锁了 星星宝宝 四楼解锁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四楼的东西了 当然 而且俺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你的实力越强 空间就会跟着你的实力变化而升级 等你再突破一个大层次 你的空间就会变大哦 哇 这么牛掰 你没骗我吧 俺骗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加油哦 再突破一个小层次 你空间的地下车库就会解锁了 我去 还能解锁地下车库 那是当然 你地下车库里的车到时候都是可以用的了 哎呀 我的一个怪怪 幸福死了 更幸福的还在后面呢 加油练功哦 还有 别忘了给宝宝找能量助 OK 我努力 星星宝宝 你去四楼冰箱里帮我看看 我冰箱里的榴莲有没有坏点 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就是出任务之前 拨好还没来得及吃 就忙着出任务去了 那不会管 你放心好了 你这个空间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必担心保质期 永远都不会过期的 放进来是什么样 拿出去还是什么样 这是时间定格功能 谢谢星星宝宝 我继续练功了 羊儿姐姐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不睡觉了 我要练功 啊 那我也不睡觉了 我跟你一起练功 不然我很快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偏两后 羊儿姐姐 你这里怎么挂着三枚铜钱啊 挂着看呀 每天盯着看两个时辰 你不会是缺钱了吧 要不我给你拿点 不用 我不缺钱 看铜钱是为了练功 你也可以试试 尝试用你的意念力 让铜钱动起来 我不要 听了都很难 我可不想那么辛苦 分你 反正办法是告诉你了 你练不练是你的自由 去 快走啦 去用早膳啊 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玩了呢 嗯 那走吧 用完早膳 为了更快的赶到梁东城 严西瑶太后和韩潇云 坐一辆马车 薛中华一辆马车 其余人则是选择骑马 太后是最最激动的人 除了去静兴安 她还没有出过远门呢 一直用一只手 掀开马车窗口的帘子 往外看去 能出来玩 真好啊 感觉空气 都比皇宫里的清新不少 黄奶奶 出来外面 空气当然比皇宫里头 清新许多了 你在皇宫里头住了几十年 不觉得皇宫里头 乌烟瘴气的吗 你这孩子 你也在皇宫里长大 怎么能这样说呢 黄奶奶 如果皇宫里头不是乌烟瘴气的话 为何二皇兄和三皇兄会夭折啊 每个人都想要高高在上 都在为全世争的你死我活 为了全世不择手段 皇宫里头能不乌烟瘴气的吗 黄奶奶 假如有一天我和云儿反目成仇 你会帮谁啊 当然是帮你了 云儿以后可是要嫁人的 以后她就是别人家的媳妇 黄奶奶 那要是有一天 瑶儿姐姐和萧梅儿反目成仇 你会帮谁啊 别跟哀家提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帮她 她也配 那还不是您把她带回来的 哎呀 艾家年纪大了 眼花了 以后她怎么样 艾家都不会再管 以后咱们可以放心收拾你的小名了 停下 快停下 少帮主 小的有急事禀报 何事 启禀少帮主 前方小镇有埋伏 掌帮龙头隋长老 带人埋伏在前方 阻止您回梁东城 起来说话 你是如何得知隋长老要对付我的 回少帮主 小的打扫时 无意间听到隋长老吩咐他的手下 要在青年镇对您动手 让您永远消失 回不了梁东城 隋长老真是好算计 想让他儿子当上少帮主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即使让你消失 少帮主的位子 应该也落不到一个长老儿子的头上吧 殿下有所不知 属下的父亲就属下一个儿子 随长老的儿子在丐帮年轻一辈中 也算是年轻有为 若属下不幸遇难 丐帮有可能选他的儿子继位 原来如此 你有何打算 他想让属下永远消失 那属下 何不让他永远留在青年镇 回去重新提拔一名长棒龙头即可 还请殿下帮忙 帮忙亦不容辞 可况 丐帮将来 可是小师妹的势力 本宫可不允许 有这样狼子野心之人 留在小师妹的身边 随长老呆的多少人 埋伏在青年镇 一百多号人 他们想打少帮主 一个出其不意 所以人不是很多 九殿下 要不属下召集血影楼的人 前来支援 不必 此处距离梁东城 还有一天的路程 现在召集血影楼的人 也来不及 他想打我们一个出其不意 那本宫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都下马休息一下 咱们商量一下计划 众人下马 围在一起商量 严戏遥打开药箱 利用药箱盖子做遮挡 从空间里头取出一些药材 开始制作民药 那个随长老长什么样 裴振北如此这般的描述了一番 你可是随长老他们的埋伏地点 具体地点 小的不知 只都听到 他们要在清连镇埋伏 小的就提前到此 等着少帮主 师父 您老人家先行 找到这个随长老 先将其制服 擒贼先擒王 没问题 那个狗屁随长老 交给老夫 师父 这是一些谜药 您拿着 以备不时之需 来 那老夫就先走了 师父 注意安全 丫头 放心吧 来人 属下算 你们负责保护太后和石公主 到小镇上的客栈会合 是 黄奶奶 您和云儿 先在此休息半个时辰再出发 小黄兄 我想跟你们一起 云儿 别胡闹 你得保护黄奶奶 你的任务可不轻松啊 那好吧 你们小心点啊 薛公子现在还不宜动武 就跟黄奶奶一起吧 柱子 属下已经好了 没有任何问题 不行 我是大夫 你必须听我的 是 而此时 鹰老头已经是赶到了青莲镇 哎 随长老 属下要及时平报 何事 鹰老头掏出了颜西瑶给他的迷药 撒向随长老以及他的手下 快闭气 有民药 然而 还是慢了一步 民药已经是被他的手下吸入了鼻腔 他的手下感觉头晕眼花 很快便倒了下去 随长老大惊失色 正想通知其他手下呢 鹰老头身形一闪 便来到了随长老的面前 二话不说 出拳就打向了随长老的面门 哎呀 这么弱 还想谋权害命 哎呀你还真是一向天开 随长老 裴少帮主出现了 你是谁啊 老夫是你爷爷 鹰老头话音刚落 人已经是出现在了那人身边 那人转身想逃 却被鹰老头轻松的抓住 而此时 韩潇明等人已经是被随长老的其他手下 团团包围 裴公子 这些都是你丐帮的帮助 是否留活口啊 丐帮很快就是主子的势力 还是主子决定吧 一次不终 终身不用 既然他们选择 跟着随长老背叛丐帮 那就不必留着 动手吧 几人飞身下马 各自亮出了武器 和随长老的手下 缠斗在了一起 韩潇明对上两名身上背着五个布袋的 盖帮弟子一边打动 一边注意着颜细瑶这边 生怕他有什么危险 小帮主饶命啊 属下知错了 求您给属下一次改革自身的机会吧 在你决定跟着随长老背叛盖帮的那一刻 你就没资格求饶了 小帮主饶命啊 属下真的知错了 长帮主 求您不要杀我呀 就在这个时候 阴老头抓着昏迷不醒的随长老赶来 七代弟子见随长老被抓 心知大势已去 这回才真心实意的求饶起来 小帮主 小帮主饶命啊 属下也是迫不得已 是随长老逼属下这么做的呀 裴震北里都懒得理他 一掌拍在七代弟子的天灵盖上 直接送他去见历代的帮主 随长老的手下 见随长老被抓 早已是慌了手脚 不少人主动扔下武器投降 不愿意投降的 全都被就地处决 处理好现场 一行人前往客栈 没等多久 暗卫就将太后和韩潇云 安全的送到了客栈 云儿 你都不关心一下你九哥吗 关心他干嘛呀 他武功可比你高呢 走 吃饭去 我都快饿死了 吃完饭 安排好了太后休息 严新尧拉着韩潇云往外走 小师妹 咱们这是要去哪啊 去约会 四师兄 咱们家是未婚夫妻 从今年开始 咱们有空就去约会 如何 约会 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一起数星星 看月亮 一起散步 一起吃饭 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好 那咱们现在去做什么 不如你决定吧 韩潇云温柔一笑 主动地揽住了 颜西瑶的小蛮腰 运气轻功 往远处飞去 四师兄 四师兄 你别紧张啊 我 我不紧张 我只是激动 韩潇云温柔的眼珠子一转 双手 双手从韩潇云温柔的腰间放开 稳住了 吻住了 严西瑶的红唇 严西瑶 眨得眨眼睛 化被动为主动 搂住了 韩潇云的脖子 两久之后 四师兄 你说这个河里会不会有鱼啊 不知道 应该会有吧 要不咱们试试 能不能抓到两条 我想出烤鱼了 哇 四师兄 你用石城的功力 对着河里拍击着 他能不能把鱼给打出来 这儿能行吗 我也不知道 试试呗 那行 我试试 韩潇云开始运功 将全身的内力运至少掌 呼呼拍出两掌 哇 真的有鱼 用内力 真的可以把鱼给打出来 这些够了吗 不够 才六条 不够大活吃呢 再弄点 咱们回去客栈 烤鱼吃宵夜 你还要带回去 分给他们吃啊 对啊 吃东西人都才好吃 再说了 外面那么冷 前面烤火 后备凉 回去啊 客栈大伙一起吃烤鱼 多舒服啊 行 都依你 我再多弄几条鱼 两人回到客栈 帮我们把这些鱼 给处理干净 弄几个火盆来 好的好的 客官您稍等啊 小的很快就能处理好 明儿 你刚才说把鱼处理干净 我也是没听错吧 师傅 您没听错 快下来 咱们今晚烤鱼吃宵夜 朵子 是要吃宵夜了吗 快下来 咱们烤鱼吃宵夜 将火盆端到客栈大堂中 大伙一起动手 将鱼串在了竹条上 翻动着竹条 一边聊天 一边烤鱼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烤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把熟睡中的客人 都给馋醒了 大半夜的 哪来的香味 奶奶 您醒的正是时候 鱼刚烤熟 快下来吃 姚儿丫头 你们这大半夜的不睡觉 上哪儿 弄了那么多的鱼啊 去河里弄来的 您快尝尝 小心鱼刺 嗯 姚儿丫头 你这是什么鱼啊 怎会如此美味 就是普通的鱼 只是做法不同 味道也就不同 言语很关键的 原来如此 这鱼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了 小二 给我来十条烤鱼 这个客官 非常抱歉 本店没有烤鱼 同样是客栈的客人 我也和他们有烤鱼吃 你却说这个店没有烤鱼啊 这些烤鱼 都是这几位客官 自己弄来自己烤的 兄弟 你的烤鱼 能卖给我几条吗 不卖 别那么小气嘛 三条 三条行不行 不卖 你买不起 嘿 你瞧不起谁呢 别说三条 三十条我也买得起 你开个价 千金不卖 我送给你一条吧 但也仅仅只能送一条 我们自己都不够吃的 多谢姑娘 你真是太好了 不必客气 给你 多谢多谢 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萍水厢房 你不必问我的姓名 过了今晚 或许再无相见之日呢 好吧 我叫关博青 有缘咱们会再见 关博青礼貌的弯腰鞠躬 拿着烤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刚尝了一口 关博青就一脸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 他尝遍武圣王朝各个地方的特色美食 唯有颜西瑶送他的这条鱼最有特色 天刚亮 颜西瑶等人就收拾好东西 继续赶路 明儿 有一个人一直跟着咱们 徒儿知道 早就察觉到了 你们先走 为师去把这个尾巴清理掉 不用管他 此人身上没有杀意 先看看他到底有何目的 那行 为师先看看是何人 怎么是这个蝉猫小子呀 射魂宝盗 难道这小子是斗狂聂千云的传人 否则怎会有射魂宝盗 鹰老头嘴角勾起了一抹算计 身形一闪 以最快的速度追上了韩肖明 师父 是何人 昨晚要买鱼的那个小蝉猫 是他 对 为师还发现 他身上有射魂宝盗 我为师没猜错 他应该是刀狂聂千云的传人 原来是孽前辈的徒弟 那就不用管他了 那不行 你说要是那老小子的徒弟 成了老夫徒儿的首相 那老小子会不会直接气得可屁了 以孽前辈的性格 八成会被气得半死 妖儿丫头 你出来一下 我也是有话对你说 师父 您要说什么 丫头啊 昨晚那个小蝉猫一路跟踪咱们 他应该是刀狂聂千云的传人 聂千云那老小子 什么都想跟为师争个高下 你有没有办法将那小蝉猫收为手下 对付蝉猫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各种美式诱我 把他缠枯就行了 那你想办法把他收了 这回看聂千云那老小子 还敢不敢跟老夫比 没问题 中午啊 咱们开始美食诱惑 我保证让他自己送上门来 丫头 中午吃什么 师父 当时咱们就地取材 如果路过村庄 那就去买些鸡 没有的话 就打猎野味也不错 再走三十里 有一个村庄 到村子里去买些鸡 应该不是问题 那咱们中午吃叫花鸡 叫花鸡 对 我想陪公子对叫花鸡 应该不陌生吧 是不陌生 叫花鸡在盖榜可是一绝啊 宁前辈 叫花鸡叫花鸡 说白了 就是乞丐的鸡 需要些什么东西 等一下就准备 需要荷叶 但这个季节没有荷叶了 用宣纸也可以 剩下的就需要些佐料 不过不用担心 昨晚我从客栈后出 顺了一些 眼看午时将至 颜辛尧一行人 找了个有水源的地方停下 开始动手做叫花鸡 众人围着火堆 谈笑风生 而且声音故意说得很大 尤其是阴老头 一会儿说烤鱼 一会儿说石锅药扇鸡 把石锅药扇鸡的味道 夸得神乎其神 要人命啊 快馋哭了 师父 你没吃过的美食太多了 我还有好多好吃的 没做给您尝过 等回京城 徒儿做给您尝尝呀 好 还是小徒弟下水 丫头 你还会做什么好吃的啊 哎呦 可多了去了 什么石锂飘香大肘子 东坡肉辣子鸡 红烧狮子头啊 还有好多好多 说都说不过来 丫头啊 等回京城呀 你一定要做给围食尝尝 没问题 都做给您吃 丫头 这叫花鸡输了没有啊 差不多了 准备开吃 隐藏在暗处的观伯青 实在是受不了 叫花鸡香味的诱惑 从暗处走了出来 姑娘 我们还真是有缘 又见面了 哎 你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姑娘 你不记得我了 昨晚你还送给我一条鱼啊 哦 是你啊 还真巧啊 是挺巧的 不知姑娘要去往何处 顺路的话 能一起走吗 你要去哪啊 我要去凉东城 倒是同路 不过我们不熟 还是各走各的吧 别呀 一回生二回熟嘛 我一个人也挺无聊的 咱们就交个朋友 一起走吧 我不需要朋友 你还是自己走吧 别打扰我们用餐 那你们这个鸡能不能卖给我一只啊 哎 昨晚就拿走了一条鱼 害得老夫都没吃饱 今天这鸡啊 你给多少银子都不卖 一条鱼就害得您老人家吃不饱吗 太夸张了吧 臭小子 今天还想分走老夫的叫花鸡 你想都别想 我们又不是开饭馆的 你拿银子就能买啊 我们这个是自己人才能吃的 前辈 要怎样才能成为你们自己人 您就直说吧 老夫的小徒弟缺个手下 那不行 我要是成为您徒弟的手下 我师父他老人家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 哦 那就没办法了 你走吧 老夫的小徒弟长得那么漂亮 还是个神医 又是练武奇才 不说找不到手下 快走吧快走吧 别影响我们吃脚花鸡 行 你徒弟既然是神医 前段时间梁东四公子张榜寻一 为何不让你徒弟去啊 梁东四公子可是放出话来 只要治好薛公子的病 四位公子任其差遣呢 老夫的小徒弟不但去接绑 还把薛公子给治好了 所以老夫的小徒弟不愁找不到手下 你快走吧 前辈 不是晚辈不相信你 既然你徒弟治好了薛公子 那梁东四公子不就是你徒弟的手下了吗 梁东四公子人呢 我们都在此 你们说是就是啊 有何证据啊 梁东四公子各自拿出代表他们身份的物件来 光伯青瞪大了眼睛 仔细地看了又看 见鬼了 你们真的是梁东四公子 薛公子前辈的徒弟是如何治好你的 开膛破肚 手术滞留 主子说 就是把在下的肚子划开 将肿瘤切除 再将肚皮缝起来 呀呀 这是真的吗 人都被开膛破肚了 还能活 太惊悚了 薛公子 你的病 真的是好了 好了 在下现在 没有任何不适 全身都舒畅 我的娘呀 还真是神医呀 我可不是你娘啊 我还没成亲 可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儿子 别乱叫喊 臭小子 愣着干嘛呀 快走吧 老夫的徒弟不收干儿子 前辈 您不是说您徒弟缺个手下吗 晚辈正合适 你不怕你师父搬你的皮了 不怕 神医呀 谁不想当神医的属下 万一哪天他老人家生病了 不还得指望神医救他一命吗 属下拜见主子 你确定想好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想好了 不后悔 若家师知道我主子是神医 他不会反对的 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考虑 否则以后你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学不后悔 属下对天发誓 若后悔背叛主子 定遭天打雷劈 我怕你师父打断你的腿 再扒皮抽筋 不会的 谁不想结识个神医 以后多一道保命符 主子 您是不知道 属下的师父 可是很怕死的 那行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颜细瑶的下属 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当我丑话说在前头 倘若有朝一日 你背叛于我 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把你找出来 亲手解决 主子 您就放心吧 我关伯卿一言九鼎 背叛主子的事情 属下做不出来 小子 这可是你说的 要是你敢背叛老夫的徒弟 老夫亲手废了你 这位是你主子的未婚夫 也是老夫的徒弟 以后 他的话 你可以不听 但你主子的话 你必须当圣旨去执行 是 晚辈记住了 多谢主子 关伯卿满脸激动的 接过了叫花鸡 毫不客气的品尝起来 好吃 太好吃了 比昨晚的烤鱼还好吃 以后跟着我 还有更多好吃的东西等着你 主子 您是不知道 属下这鼻子太过灵敏 都是靠着鼻子找好吃的 哪有好吃的 就往哪走 你的鼻子有多灵敏啊 属下也说不上来 就比如这叫花鸡 用泥块裹着的时候 很多人都闻不到香味 但属下搁老远都能闻到 这么厉害 我给你做测试如何 没问题 您尽管测试 你闻闻他身上的味道 他躲起来 看你能不能找到 关伯卿凑近了韩肖明 深吸一口气 然后闭上了眼睛 可以了 主子 您让他藏起来吧 韩肖明看了颜西瑶一眼 运起轻功往侧面飞去 飞出一段距离 然后拐弯 连续转了几次弯 在一棵大树上 隐藏了起来 关伯卿睁开眼睛 顺着韩肖明 飞略的方向找去 严西瑶和鹰老头 跟在他的身后 师徒二人跟着 关伯卿左拐右拐 没多大一会儿 便找到了韩肖明 你练的什么功法 秀卑竟然如此灵敏 属大 属下这鼻子是天生的 属下练的是 加尸传的无极霹雳刀 天生的 这太牛了 走吧 回去吃酱花鸡 小子 聂千云那老小子 还没死吧 前辈 您认识加尸啊 认识 你背上的这把射魂宝盗 跟了那老小子几十年了 不知前辈如何称呼 江湖中人 叫老夫 鹰老头 您 您就是 鹰前辈 完了完了完了 这回不死也得残废啊 哎 怎么 一小子想反悔啊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计出 司马难追 怎么可能反悔啊 只是加尸 若知道晚辈给您的徒弟当首相 有可能把晚辈大谢八块 放心吧 有老夫给你撑腰 那个老小子 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就这么怕你师父啊 连鸡掉了都不知道 主子 属下是真的怕他老人家把属下给清蒸了 那我就把你师父给红烧了 你现在可是我的人 谁敢动你一下试试 主子 万一属下的师父发飙 您可一定要帮属下逃过这一劫啊 放心吧 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 咱们这么多人 还怕你师父不成啊 那属下就放心了 好了 吃鸡啊 吃完赶紧赶路 忙完还得赶回京城 臭小子 你可要靠服了啊 你家主子呀 准备在京城开一家十锅腰扇鸡 老夫保证 这辈子呀 你都没吃过那么美味的腰扇鸡啊 既然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啊 老夫给你引荐一下这位 这位是当今太后 草民拜见太后娘娘 起来吧 你能不能等老夫介绍完你在行李啊 别这么一惊一乍 行吧 这位姑娘是当今皇后的亲生女儿石公主韩潇云 这位是你主子的未婚夫皇后的亲儿子九殿下韩潇明 这位是你的主子啊 皇上清风的郑一平安平长郡主啊 以后有这样牛掰的主子到哪都能横着走 众人吃完了脚花鸡 细心的把火扑面继续赶路 直到夜幕降临才赶到了梁东城 四位家主 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们一起去京城发展 不知各位是否愿意 在下愿意 不过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改邦总舵想要移植京城 至少得先在京城找好落脚之处啊 父亲不必担心 孩儿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 咱们直接搬过去就行 至于梁东这边改成分舵即可 嗯 如此身好 那就直接搬到京城去 为父这就回去跟八大长老收拾东西 父亲 长邦龙头在青莲镇设下埋伏 想让孩儿永远回不了梁东城 如今已被孩儿拿下 已经把他带回去处置 这还了得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随长老居然敢对我的儿子都舍 哼 本事不大野心却不小 贝儿 不必带回去了 直接杀了便是 帮主不可 还是把他带回去当众处置 杀鸡儆猴 也给其他帮众一个交代 是 主子英明 四位家主 你们现在就回去 安排好家里 等你们安排好 咱们就动身回京 梁东的住宅全都保留 你们想回来的时候 随时都能回来看看 这里也是你们的家 主子 如今您才是该帮的主人 还请您一步该帮总舵 亲自主持 楚智随长老 好 那就走吧 闫西瑶一行人 跟着裴元良父子 去了丐帮总舵 各位丐帮元朗 小女子名叫闫西瑶 虽然我没有多大本事 可能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人不服 但我要说的是 不管你们服不服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主子 将随长老带上来 裴震北和中乐 将随长老压到了 闫西瑶的面前来 闫西瑶掏出解药 放在随长老的鼻子下 片刻之后 随长老悠悠转醒 帮主 您听属下解释呀 是少帮主 他在青莲镇袭击属下 想要杀了属下呀 你去青莲镇做什么 北儿为何要袭击你呀 属下去青莲镇办事 与少帮主偶遇 属下也不清楚 他为何要袭击属下呀 你胡说 帮主 小的亲耳听到随长老 要在青莲镇袭击少帮主 所以小的提前赶到青莲镇外 通知少帮主 才让少帮主有所防范 你是何人 你是丐帮的弟子吗 是谁让你来污蔑老夫的 他是丐帮负责打杂的弟子 老夫知道他 随长老 老夫想不明白 一个打杂的弟子为何要污蔑于你呀 你得罪过他吗 少帮主 老夫不知何处得罪了您 以至于您找个打杂的弟子 来污蔑老夫 随长老 我这段时间都不在梁东城 你说我找人污蔑你 难不成我有分身之术 我昨天才到青莲镇 而你却提前到青莲镇埋伏 你一遇何为 你以为谁都不知道吗 老夫是去青莲镇办事 何来埋伏 严西遥眼睛盯着随长老 一步步向他逼近 微弱的精神力 尝试攻击他的大脑 随长老只感觉脑袋嗡的一下 有一瞬间的空白 随长老 你不用狡辩了 你带去青莲镇的那一百来号人 全都招了 他们说全都是你指使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儿子 能当上少帮主 要不要我让他们来跟你对峙啊 不可能 他们绝不会背叛老夫 裴帮主 各位长老 你们都听到了吧 随长老 你还有何话说 臭丫头 老夫人在 你给我等着 十八年后 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会回来找你报仇的 执法长老何在 属下在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废了他们父子的武功 断旗双腿 永远赶出丐帮 帮主 祸不及妻儿 有啥要挂冲老夫来 伤了老夫的儿子 你就不怕遭天下人耻笑吗 随长老 你没听说过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有声吗 我今日若放过你儿子 不久的将来 就是你儿子对付我吗 你觉得我会放过他吗 祸不及妻儿 那也要看你妻儿的人品 你说对吗 随长老 据老夫观察 你儿子的野心 可不比你小 该帮可不能留个祸患在身边 随长老出招攻击颜细瑶 颜细瑶早已走 身子后退 同时按下手腕上 梨花飞针的发射按钮 羞羞羞的六支毒针 射向随长老的面门 距离太短 随长老闪身躲避 却只避开了三支毒针 另外三支刺进了随长老的肩膀 臭丫头 老夫跟你拼了 然而 毒针的毒性非常的霸道 随长老刚想运功出招 便感觉半边的身子失去了知觉 而裴元良和执法长老 也是出手将随长老按在了地上 执法长老一掌拍向随长老的丹田 将随长老的丹田震碎 随长老吐出一口鲜血 双眼无神的看了四周一眼 毒针的毒性彻底发作 两分钟不到 他便是瞪大眼睛 咽下最后一口气 爹 抱着随长老的尸体 痛哭流涕 随后 拔出随长老肩上的毒针 刺进了自己心脏的位置 来人 将这两个叛徒的尸体处理掉 陪帮主 现在掌棒龙头已死 需要重新选一个掌棒龙头 你觉得谁比较合适啊 主子 以往都是从八代弟子中选择 要不这次 还是您来选吧 行 那咱们就以最公平的方式 来竞争掌棒龙头 陪帮主 你去总舵 把所有帮众都叫来 咱们来个投票选举 好的 属下这就去办 处理好盖帮中的事宜之后 严西瑶让裴元良父子收拾行囊 直接去京城会合 一切准备就绪 几辆马车载着所有人 启程回京 众人到达第一次遇见 关伯卿的那个小镇 主子 属下明日想回去看看师父他老人家 可属下还是有些害怕 要不您陪属下去一趟吧 你还真是有趣 念千云那老小子 还能活寡了你不成啊 英前辈 师父他老人家说不定 真能把晚辈给活寡了 哎 行行行行 老父亲自陪你去一趟 啊 姚儿丫头明儿也一起去吧 好啊 托儿也正想见识见识 刀狂孽前辈呢 楚公子 今晚在此休息一晚 明日一早 你负责把人带到京城安顿 我们绕道去看望光伯卿的师父 咱们京城会合 是 主子 次日一早 韩肖明他们带上太后和石公主先行 赶往洛霞山 光伯卿师父的隐居之地 午时过后 韩肖明一行人来到了洛霞山 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庄 韩肖明将太后和石公主 安排在村庄里 留下暗卫保护两人 其余人呢 则是跟着光伯卿 登上洛霞山 在光伯卿的带领下 顺利通过层层机关 终于见到了和婴老头 年纪差不多的聂千云 你这个老不死的老小子 老夫还以为你睡地下去了呢 乔成你几十几年 没想到你还没死啊 哼 你死了老夫都不会死 老夫不想出去不行吗 你个老不死的来干什么呀 老夫这里不欢迎你 欢迎欢迎不欢迎 老夫已经来了 你弄怎么样啊 哼 来了 那就比试比试呗 想比什么 老夫风陪到底 老夫培养了一个徒弟 目前武功达到了玄机中期 哼 你有徒弟吗 现在是何级别啊 嘿嘿嘿嘿 老小子 你叫一个徒弟 还只能达到玄机中期 如此得瑟 哎呦 你笑死老夫了 哈哈哈哈 你什么意思呀 你有徒弟吗你 老夫有五个徒弟 三个徒弟达到玄机巅峰 一个达到地级初期 最小的一个玄武三个月达到黄机中期 老小子 你在老夫面前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怎么可能 老夫的徒弟天赋 已经算是不错了 老夫教导了八年 才达到玄机中期 你的徒弟 怎么可能比老夫的徒弟还 奶奶的 这两个小家伙 才是真正的恋悟奇才 骨骼轻奇 天赋极佳 天赋极佳呀 你们两个小家伙 可愿意拜老夫为师啊 不愿意 不愿意 为何呀 老夫可是江湖中 鼎鼎有名的刀狂聂千云 你们居然不愿意 因为我们有师父 而且你长得 也没有我们的师父可爱 岂有此理 你们的师父是谁啊 让他出来 跟老夫比一场 看谁的武功 更胜一筹 师父 聂前辈想跟您比一场 云一下如何呢 比就比 这老小子不是为师的对手 什么 这两个小家伙 都是你的徒弟啊 当然 不然他们怎么会和老夫一起来呢 哎呀 没天理呀 天赋这么好的两个小家伙 居然都是你的徒弟 老天带我不公啊 哎呀 老夫今天来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啊 哼 什么好消息啊 你的徒弟 如今是老夫这个宝贝小徒弟的 手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叶末之 你个老不死的 有种你再说一遍 你也才是老不死的 说一百遍那也是事实 你徒弟现在就是我那小徒弟的手下 小兔崽子 这老不死的说的 是不是真的 师父 是真的 不过 师父 您能不能听那徒儿把话说完 不能 你这个没出息的浑蛋小子 你当谁的手下不好 非得当阴木枝那个老不死的徒弟的手下 我先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小混蛋 师父 徒儿的主子是个神医 还是皇上清风的一平安平长郡主 又是酒店下的未来皇子妃 什么神医啊 你框谁呢 他才十五六岁 怎么可能是神医呢 还郡主 又是未来皇子妃的 你咋不说 他是未来皇后啊 祝祝他 救命啊 聂前辈 关博钦现在是我的手下 你要是敢打他 我就占了你这世外桃源般的隐居之地 你敢 四师兄 你不敢 别说一个隐居之地 凭了整座山都不是问题 聂前云后退一步 看清了韩肖明手上的令牌 有一瞬间的愣神 你 算你狠 臭小子 你认谁为主不好 非得认殷老托儿的徒弟 你是不是想尊心气死老夫啊 师父 刚开始托儿也不知道主子是殷前辈的徒弟啊 再说了 托儿认他为主可不吃亏 连梁东四公子都是主子的手下 四公子的家产全都转到了主子名下呢 梁东四公子是这个小丫头的手下 怎么可能呢 叶前辈 您看看这是什么 血影楼楼主 就你啊 对 就是我 盖帮也是我的了 梁东四公子还真是我的手下 想让老夫的徒弟做你的手下 也不是不可以 你和九殿下 必须摆老夫为师 那不行 我们已经有师父了 那老夫当你们的大师父 引老头儿是二师父 这样不冲突 哎 你个老不死的 你想得没 要手徒弟自己找去 别打老夫两个小徒弟的主意啊 叶慕之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啊 这两个小家伙摆老夫为师 咱们一起教导这两个小家伙 以后他们的成就才会更大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还想当大师父 你咋不上天呢 他们可都是已经拜老夫为师了 你半路跳出来还想当大师父 滚一边去 老夫不跟你找 老夫当二师父 行了吧 不行 我们有师父 不拜师 哎 这就怨不得老夫了 你呀 还是重新物色弟子去吧 小丫头 只要你愿意拜老夫为师 这颗能量珠 老夫就传给你 哦 原来这老家伙 还有这种好东西啊 嘿嘿 得给他忽悠过来才行 去 不就是能量珠吗 我也有 还比你这颗大 老夫有两颗 你要是拜老夫为师 老夫两颗能量珠都给你 我不要 反正我不拜师 那你想要怎么样才行吧 我可以跟你学功夫 可我不拜师 你徒弟是我的手下 你再说我为徒 我还得叫他一声师兄 洗不出乱套了 嗯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那怎么办呢 您和我的师父以兄弟相称 我可以叫您一声师叔 师叔教师子武功 是不是天经地义呢 嗯 有道理 可师叔和师父有何区别 你不是还得叫那臭小子师兄吗 那不一样 我称呼您师叔 是因为您和我师父同辈 跟关伯卿扒杆子打不扰 我没必要叫他师兄 嗯 有点道理啊 那行吧 你就叫师叔 多谢师叔 臭丫头 你又不当老夫的弟子 还想要老夫的能量珠 快还给老夫 您确定要还给您啊 废话 不当老夫的弟子 老夫凭什么给你能量珠啊 颜辛尧啸啪啪嘴 将能量珠扔给了聂谦云 哼 师父 咱们走吧 太后还等着咱们吃午饭呢 这么小气的聂前辈 我才不要叫他师叔 叫什么师叔啊 就这小气啪啦的死老头 他不配你叫一声师叔啊 你要能量珠 为师给你去找 咱不要他们 走啊 咱们回去 以后啊 再也不来这老不死的狗啊 你说什么 你这老不死的 居然说老夫小气 老夫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你就是小气 连两个能量珠都舍不得 还想要老夫的徒弟 叫你师叔 你做梦 你个老不死的 你以为能量珠 那么容易得到啊 你不小气 你都是给老夫两颗啊 老夫没有 弄到一颗都给摇尔牙 老夫可不像你一样 像人家叫你师叔 这两个能量珠都舍不得送 你是师父 老夫只是师叔 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啊 师父是场辈 师叔难道就不是了 看你那小气啪啦的样 有点能长辈的样子吗 哼 谁说老夫小气了 老夫现在就把这能量珠 送给这个小丫头 哼 你现在可以叫师叔了吧 不 不要叫师叔 叫聂叔叔 聂叔叔更亲 哼 多谢聂叔叔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陪太后娘娘吃饭 去 为何不去啊 快走快走 现在就去 我都等到一颗 居然全被煮的忽悠到手了 这两颗能量珠 可是师父他老人家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 我想要好久了 可他老人家就是舍不得给 还说等我突破地级的时候 给我一颗 现在半颗都没有了 叔叔好像没有师父亲吧 可两颗能量珠 就是没有我的份啊 真是适风日下 长得漂亮 又有天赋的女人 就是吃香 丫头啊 走 带叔叔去拜见一下太后娘娘 聂叔叔请 丫头 快带路吧 叔叔走后面就行 严西遥也没有多想 转身和韩小女影走在前面 聂千云是越想越生气 不自我关伯卿一顿 那心中的恶气也出不来啊 于是聂千云故意绕到关伯卿的背后 右手食指弯曲 砰的一声 给了关伯卿一个豹栗子 老夫 让你好好学武 你骗不停 就你现在这招武功修为 如何保护老夫的侄女啊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长天只想着吃吃喝喝 主子救命啊 哎呀 我可救不了你哦 聂叔叔是因为你的武功差才揍你 不是因为你认我为主 所以呢 我没有理由阻止聂叔叔教育你啊 师父 你要是打打我 我就把银钱被围尸 你说什么 你这个没出气的小兔崽子 你去拜那老不死的试试 老夫先打死你 都是自己人 不必多礼 老夫人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还望老夫人成全 但说无妨 老身若能做主 定当成全 老夫人 老夫人 在下 想承您的孙子为义子 不知老夫人 意下如何呀 好呀 你个老不死的 原来是想打这个外主意呀 你想的没 明儿 你可不能答应啊 是不能答应 徒儿有爹爹 这义父不合适 这事儿 老身不能做主 老身的孙子 已经长大了 他的事情 他自己拿主意 小家伙 你若认我这个义父 我这一身的本事 全都传授给你 啊 你前辈 多谢你的好意 但晚辈不需要 哎 老夫人 您就发个话 同意了吧 我这一身的本事 还指望有人继承呢 您的孙媳妇 都说了我的见面礼了 我的本事 可不比那阴老头差呀 老身真做不了主啊 而且老身答应他们了 不插手小辈的事情 你跟老身说 是真的没用 丫头啊 那你就认老夫为义父吧 你看老夫一把年纪了 乌儿乌女的 将来的家产都没个继承人 你当了我的干女儿 所有的家产 都由你来继承 如何 念前辈 你不是有徒弟吗 一个徒弟半个儿 徒弟也能继承您的家产呢 那不一样啊 徒弟是徒弟 女儿是女儿吧 念前辈 你有多少家产啊 给您的徒弟继承就好了 我现在不缺钱 再说了 你徒弟是我的手下 嘿嘿 他的就是我的了 哼 你要是不认我这个义父 将来老夫的家产 一样都不给那混蛋小子 不是 将你叔叔和义父 没有多大区别啊 都是长辈 区别大了 老夫就要女儿 哼 要女儿你自己商去 要不就抱养一个 为何你总是把主意 打到我们身上啊 因为你长得漂亮 又是恋物奇才 又是神医 我就想要一个 像你这样的女儿 有了女儿 就有女婿 这样 我就能放心的 将一身的本事 传给你们了 啊 算了算了 您就当我的二师傅吧 嘿嘿 殷老头 你听到了吧 丫头愿意叫老夫 二师傅了 哈哈哈哈 老夫又没笼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得瑟个什么劲啊 老夫高兴还不行吗 从今天起 老夫也是 这丫头的师傅了 哈哈哈哈 主的 那属下 是不是可以叫您 小师妹了 她是本宫的小师妹 你只能叫主子 叫主子就叫主子 你干嘛串人嘛 是不是一点风度都没 我说关伯庆 你还真是胆够肥的啊 还想当我的师兄 你就不怕我的四师兄 把你打成猪头啊 您不说属下还不觉得怕 您这一说 属下还真有些怕 你知道就好 对了 以后我就叫你关仔 你这名字 我叫着别扭 没问题 您是主子 您想怎么叫都可以 走吧 走吧 吃饭去 饿死了 吃完饭 聂千云还想邀请太后等人 去她的住所 被严西瑶拒绝了 二师傅 我们还有事情赶回京城 改天有空了 再来看您吧 好吧 那既然你们还有事情 那我就不多留你们了 等我回去把家里安顿好 我就去京城找你们 嗯 二师傅 您回去吧 我们也该取城回京了 严西瑶他们 在黄昏时分感到别怨 严西瑶回到自己的房间 舒舒服服的 泡了个热水澡 便盘膝坐在床上 小仙女主爷 你又弄到能量珠了吗 快给俺送进来吧 你那么着急干嘛 就不能等我研究研究吗 宝宝着急嘛 之前那一颗俺已经是吸收完了 现在急需补充能量 这样俺才能够更快的显现出尸体啊 俺可是你将来的得力助手啊 那也得等我研究完再给你啊 那好吧 你不能吸收能量珠里的能量哈 不然俺就没有能量供应了 知道了 说了给你就给你 别着急哈 对了 你还得给俺准备几套衣服 俺没有衣服穿 你这空间里都没有通装 好 明天去给你买 买多大的 对了 你什么时候能显现出尸体啊 快了快了 吸收完你手上那两颗能量珠 就能够显现出尸体了 行吧 我也不研究了 都给你 不过我现在想吃榴莲 你去给我拿 没问题了 马上给你 哇塞 好久没吃榴莲了 这味道上头啊 吃不成了 严西瑶只好把榴莲 重新送进空间里 起身开门 小师妹 你这屋里是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臭啊 四师兄 如果我与众不同 你会不会把我当妖怪给烧了 说什么傻话呢 即便你是真的妖怪 也是我韩潇明的未婚妻 我怎么可能伤害你啊 严西瑶有些感动 转身搂住韩潇明的脖子 将她的脑袋往下压 抬起小脑袋 送上了自己的红唇 严西瑶一定 搂着严西瑶的腰身 加深了这个味 四师兄 我有件事前要跟你说 你做好心理准备 同时得为我保密 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跟我你什么都可以说 四师兄 我手上这个手镯 是万年韩玉做成的 而且不是普通的手镯 这个手镯里面 有一个空间 可以存放很多东西 而且我之前 拿出的那些药 都是存在空间里的 这个空间里 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卫生院 也就是医馆 小师妹 这个手镯 你是怎么得到的 我以前买的 有一天晚上 我做梦梦到一个神仙 她说要送我一件绝世宝贝 再传我最顶级的医术 让我悬壶济世 我醒来之后 就发现我会医术了 而且还发现了 这个手镯空间 做梦梦的神仙 小师妹 这也太离谱了吧 嗯 我也觉得很离谱 可这就是事实啊 太不可思议了 你居然有这样的奇遇 是啊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这个空间里面 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不是这个时代能有的 我从那个神仙的口中得知 空间里的东西 来自千年之后的时代 这 这也太离奇了 你容我消化一下 小师妹 你不会是那个神仙派来 拯救这个世界的吧 等这个世界太平了 你就要离开了 是这样吗 或许是这样 不 你不能离开我 我不允许你离开 这辈子 我都要你留在我的身边 不 还有下辈子 下下辈子 你都要留在我的身边 等你二十岁 咱们就成亲 你刚才不是问我 房间里是什么味道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那是一种热带水果 叫榴莲 闻着臭 吃着呀 却格外香甜 水果还有这么臭的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颜辛尔点了点头 从空间里 把那盒榴莲取出来 小师妹 你确定 这是能吃的水果 怎么闻着味道 跟死一样 这就是榴莲的味道啊 闻着臭 吃起来很爽的 你尝尝 我不要 太臭了 谁受得了这个味道 真的 不信你尝一口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快拿开 太臭了 这是不懂小数 这么好的东西居然嫌臭 天哪 这未婚妻也太重口味了 连屎一样臭的东西都吃 颜辛尤看着韩潇明嫌弃的表情 心里头都快要笑抽了 咬了一口榴莲含在嘴里 拉开韩潇明的手 嘴巴凑上去 稳住韩潇明 就在韩潇明愣神之际 颜辛尤将嘴里的榴莲 用舌头送到韩潇明的嘴里 韩潇明无奈 只好憋着气 露出一脸便秘了的表情 将嘴里的榴莲硬生生的 给吞了下去 四师兄 今晚你必须把这一块给我出外 否则你就死定了 早知道就不来了 可是不来 又不会知道小师妹的秘密 不就是一块榴莲吗 又不是毒药 吃力又不会死 拼了 韩潇明接过榴莲 捏着鼻子咬了一口 闭着眼睛嚼了几下 下一秒 韩潇明睁开了眼睛 嘴里是香甜软糯的味道 没感觉有多臭啊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啊 怎么会如此神奇 吃在嘴里软糯香甜 没感觉有多臭 味道还不错啊 这就跟吃臭豆腐一样 闻着臭吃着香 这榴莲的营养啊 非常丰富 你说 要是让黄奶奶吃这把意儿 会是什么表情啊 要不明天让黄奶奶试试 没问题 我就说 我是从外地买来的 四师兄 榴莲吃完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小师妹 你能进入你的空间里吗 你带我去你的空间看看如何 可以带你去 但你必须保证 不告诉任何人 必要的时候 还得帮我打掩护 你就放心吧 你是我韩潇明的未婚妻 我不帮你帮谁啊 严西尧 严然一笑 拉着韩潇明 进了空间 那 这是大药房 各种药品齐全 有千年火灵芝吗 喂 你会不会聊天呢 我要是有千年火灵芝 还需要陪你去火灵山寻找吗 你不是说各种药品齐全吗 我说的是普通药材好吗 像火灵芝那样的极品 我上哪找去啊 上次那株千年火灵芝 不是还没用完吗 把它放进来不就有了 你没给我 我改掉吗 明日就给你 你看还需要什么 我让严军医给你弄来 那需要的可就多了 什么千年火灵芝 千年灵芝 千年雪莲 这些当然越多越好了 那些珍惜药材 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吗 还越多越好 那些极品药材 哪一样不是价值连城啊 真是个十足的小财迷 严西尧拉着韩潇明上了二楼 给韩潇明一一介绍 韩潇明直接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介绍完二楼介绍三楼 当严西尧打开一个房间 里面堆满了整箱的金银珠宝时 韩潇明看得眼睛都直了 严西尧一脸的尴尬 这是从柳家庄园带回来的 当时怕你把我当妖怪 所以没敢拿出来 不用拿 就放这里当做你的私房钱了 严西尧笑得一脸幸福 带着韩潇明上了四楼 首先打开武器库的门 小师妹 这些黑漆漆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是热武器 比刀剑厉害千倍不止的热武器 有枪有炸弹 威力相当大 那些炸弹的随便几十颗 就能把二师傅的落霞山给炸平 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我告诉你啊 以后别惹我伤心 否则呢 我能把整个圣武王朝给炸没了 真是捡到宝了 幸好小师妹跟韩潇明退婚了 否则的话 韩潇明想要夺取皇位 有小师妹在 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小师妹 我何其幸运 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未婚妻 答应我 这辈子都不离开我 你若不离我便不弃 但我不会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丈夫 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除了你 这可女人都休想靠近我三尺 当然 母后 黄奶奶和云儿除外 那 这可是你说的 你若食言 我定让你毁不当初 我说的 两人出了武器库 最后来到严西瑶的两居室套房 韩潇明再次被里面的装饰 惊得无以复加 房间里的东西 他一样都没见过 严西瑶一一给他介绍 不得不说 韩潇明的接受能力非常强大 强大到出乎了严西瑶的意料 没过多久 他也就接受了严西瑶的所有秘密 小师妹 你的这个空间 不可告诉任何人 连师傅都不能说 明白吗 嗯 我知道 只要你和我知道 必要的时候 你还得帮我打掩护 没问题 这是应该的 咱们出去吧 不要让人起义 好 严西瑶拉着韩潇明出了空间 四师兄 应该回去休息了 不 我留在这里 陪你一起练功 韩潇明说完 掏出早已拴好的铜钱 挂在墙上 返回严西瑶的床上 盘戏而坐 开始练精神力 严西瑶也跟着 潘西坐在床上 盯着铜钱 很快进入了状态 两人练到了后半夜 严西瑶收工 倒在床上 沉沉地睡去 韩潇明随之收工 看着身边熟睡的严西瑶 掀开被子 合一躺在严西瑶的身边 四日醒来 严西瑶睁开眼睛 猛然发现不对劲 自己的小脑袋 靠在韩潇明的臂弯里 别动 再躺一会儿 我去 你还上瘾了 现在都日上三干了 该起床了 别着急起床嘛 让我再抱一会儿 不行 快起来 咱们给黄奶奶送榴莲去 看看黄奶奶是什么反应 好 我也想看看 黄奶奶是何反应 春兰已经是候在门口 见颜西瑶打开房门 端着水便进入了房间 可当她看到房间里的韩潇明 吓得差点将水盆打翻在地 啊 九九九天下 手下再去打盆水来 春兰说完将水盆放下 一溜烟跑出了房间 与夏竹撞了个正着 夏竹刚想开口说话呢 就被春兰眼疾手快的捂住嘴巴 往远处拖去 杨二丫头 快过来 一起聊天 黄奶奶 我们给您送点水果过来 这两人 谁拉裤子里了 嗯 九九兄 是你放屁了还是拉裤子里了 怎么那么臭啊 你才拉裤子里了呢 怎么说话呢 本来就是嘛 你们一来就臭气熏天呢 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臭啊 黄奶奶 那是一种水果的味道 闻着臭 吃着可香甜了 姚儿丫头 你就别跟哀家开玩笑了 什么水果能臭成这样 都臭了 还能吃吗 当然能吃了 这个水果叫榴莲 就是这个味道 鼻子闻到啊 是有点受不了 嘿嘿 哎呀 姚儿丫头 你们还是拿走吧 哎呀 哀家可受不了这个味道 哎呀 姚儿姐姐 你快拿走 太臭了 这可是我从很远的地方 突然买来的 一般人可吃不着 你们确定不看看是什么 快拿走 快拿走 哎呀 艾家实在受不了了 黄奶奶 你和云儿要是把这些榴莲吃了 今天我带你去逛街如何 不去 不去不去 这东西是人吃的吗 你就别开玩笑了 要不 你吃一个 给艾家看看 黄奶奶 孙儿吃给您看 嗯 嗯 这黄秀 这你也能吃得下去 你口味可真重 韩潇明将咬过的榴莲放下 给颜西瑶使了个眼色 颜西瑶闪身来到了 韩潇云的身边 直接点了韩潇云的穴道 嗯 云儿姐姐 你 你想干什么 云儿 姐姐为你吃一口啊 喵喵喵 不要啊 云儿姐姐 你放过我吧 打死我 我也不吃这东西 太后一看 这情况不妙 站起身 撒腿就跑 黄奶奶 您还是吃点吧 孙儿保证您吃了还想吃 哎呀 哀家不吃 打死都不吃 臭死了 要吃你自己吃 韩潇明出手 点了太后的穴道 将太后抱回到椅子上坐下 抓起一块榴莲 就往太后的嘴里塞 云儿 你就咬一口嘛 只要你吃下去 我保证放开你 否则我就只能来硬的了 云儿姐姐 你醒醒好吗 你放了我吧 我受不了这个味道 颜希瑶趁着 韩潇明说话之际 直接弄了一块 塞进韩潇明的嘴里 不能浪费 这玩意儿很贵的 你要是敢吐出来 我就跟你绝交 绝交啊 这还了得 要是真绝交了 就不能够跟着 瑶儿姐姐到处去玩了 算了 大不了等会儿 多竖几遍口嘛 韩潇明一脸变腻的表情 闭着眼睛 嚣了几下 嘴里头香甜软糯的味道 瞬间充斥了口腔 这也太好吃了吧 啊 瑶儿姐姐 这 这个东西 怎么这么好吃啊 我都告诉你了 这榴莲闻着臭 吃着可香甜了 这会香腺了吧 信了信了 你快放开我 我要吃上一大块 颜希瑶解开了 韩潇明的穴道 看向太后 黄奶奶 您确定不吃啊 黄奶奶 您不吃可别后悔 我们自己吃 嗯 嗯 好吃 真好吃 眼看着盘子里 只剩下最后一块榴莲了 就在韩潇明伸手 想要去拿的时候 太后眼急手快地 抢了过来 嗯 黄奶奶 您不是不吃吗 可别浪费了 快给我吧 你已经吃了一块了 这一块就不能留给爱家尝尝 哎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臭啊 太后嚼了几下 瞬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香甜 天下还有如此神奇的水果 闻着那么臭 吃在嘴里却相当好吃 黄奶奶 您不吃快给我吧 我还没吃够呢 谁说爱家不吃 你已经吃了一块了 别那么贪得无厌 这一块是爱家的 嗯 真的很好吃 爱家还是第一次 吃这么奇怪的东西 闻着那么臭 吃着却很是香甜 九皇兄 还有吗 我还想吃 没了 想吃下次再托人去买 我明天要搬去郡主府 咱们的烧烤价已经做好了 明天过去吃自助烧烤 咱们今天呢就开始准备 明天 这么快 就明天 咱们就叫上自己人 好好热闹热闹就行 那好吧 搬过去也只是个形式 你想住哪都行 妖儿姐姐 我和您一起准备 举皇兄派人去邀请其他皇兄 父皇母后要不要叫上啊 当然要叫 反正又不要请多少人 父皇母后难得出宫放松放松 趁这个时候 让他们也好好放松一下 可是梁东四公子他们都会来 皇上和皇后子啊 不会太拘束 不会 你尽管放心 父皇母后都很好相处的 那咱们开始行动吧 我们现在就去采购需要的东西 太好了 走走走 买东西去咯 艾家也要去 妖儿丫头 您可是答应了 带艾家去逛街的 当然带您去了 走 咱们现在就去买东西 艾家现在可是有亲身体会的 自己动手做事 真的很有意义呢 那是当然 比起一来神手饭来张口 可有意义多了 妖儿丫头总能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我现在可是非常期待明日的自主烧烤 艾家也期待 妖儿丫头弄的东西都很好吃 你是不知道 今天早上明儿和妖儿丫头给艾家弄了一种叫榴莲的水果 那味道呀实在是臭不可闻 可奇怪的是吃起来却香甜可口 你没见过吧 哎呀这世上有这么奇怪的水果吗 听都没听说过呀 有啊 艾家今天早上才吃过 以前艾家也不信 现在亲自尝过就不得不信了 闻着臭 吃着香 那不是臭豆腐吗 臭豆腐 臭豆腐 艾家还没吃过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呀 要不下午我带您去尝尝 榴莲那么臭 吃起来都那么香甜 那臭豆腐会不会也是一样呢 好 下午你带艾家去尝尝 嘿嘿嘿 太后娘娘 我保证您一吃就上瘾 不过您什么时候也弄点那个什么榴莲来给我尝尝 艾家也不知道明儿是从哪买来的 不过下次明儿再买回来 艾家给您留一块 师傅 托儿给您留了一块 下午弄好了 回去拿给您吃 嘿嘿 我就说嘛 我的小徒弟有好吃的 肯定得给我老人家留点 老夫没白疼你 嘿嘿嘿 瞧你说的 艾儿丫头什么时候不想着你 是是是 艾儿丫头最孝顺 赶快笑 小弯回去 尝尝榴莲 嘿嘿嘿 别忘了你说的 带艾家去尝尝臭豆腐 哎呀忘不了 艾老头 你确定 这玩意儿好吃 当然确定了 不然干嘛带您来 还不错 四叔兄 你尝尝 还不错 小师妹 你说怎么会如此神奇 这闻着臭臭的东西 也会如此美味 这叫臭中有提香 不过这东西不能吃太多 挤挤馋就行了 为什么 臭豆腐是经过发酵的 吃太多对身体有害 那我先尝尝 真好吃 艾儿姐姐 我算是发现了 您简直太会吃了 什么好吃的都吃过 其实还是看个人口味 有很多人吃不惯 这些重口味的东西 但我就喜欢 我还喜欢吃辣的 那种辣的全是冒汗才过瘾 那什么时候 你弄点辣的来尝尝 明天就可以 不过我担心你吃不了 你能吃 我肯定也能吃 未必哦 明天试过才知道 太后看着几个人吃得那么香 也尝试着吃了一点 紧紧一口 便爱上了臭豆腐的味道 几人吃够了 才返回别院 艾儿丫头 快去把你留给为师的榴莲拿来 给为师盛着 行 您等一下 我这就去拿 婴老头老远的就闻到了臭臭的味道 跟臭豆腐的臭味完全不同 不过 婴老头可是没有像太后他们那样 一脸的嫌弃 反而是一脸的期待 嗯 果然闻着臭 吃着隔板香点 好东西啊 因老头吃的赞不绝口 把太后和韩潇云馋得直咽口水 祖孙俩都还没吃够呢 嘿嘿 原来太后和公主 也会爱上纵口味的东西啊 哼哼哼哼 不知道皇上和皇后 会不会也喜欢这些呢 嘿嘿 小师妹 你在想什么呢 四师兄 你说皇上和皇后 会不会也被我拉下水 从此喜欢上榴莲和臭豆腐 明天咱们可以试试 把几个皇兄都拉下水 不过榴莲就留着你自己吃 明日记得去买臭豆腐 没问题 严心摇正盘膝坐在床上 练着精神力 如今他的铜钱 已经是增加到四美 难度相当的大 一个半时辰后 严心摇指感觉 眉心如针扎一般的疼痛 疼得他冷汗直流 而他并没有因此停下 反而紧盯着铜钱 继续尝试 疼痛越来越激烈 甚至感觉整个脑子都要炸开了 小师妹 你怎么了 哪不舒服 四师兄 我没事 是我的精神力突破了 突破了 什么感觉 刚开始头痛欲裂 突破之后 感觉浑身舒坦 我现在甚至感觉视力和听力 都比从前好了很多 要不咱们出去试试 好 师兄陪你去试试 两人走出房间 丫头 你没事吧 师父 我没事 只是刚才精神力突破了 现在出来试试而已 你没事就好 吓死我老人家了 什么 你精神力突破了 对啊 刚刚突破了 变态啊 我老人家现在都还没能让三枚桶钱动起来 你居然突破了 没天理啊 你快试试 精神力突破有什么好处啊 颜细瑶往远处看去 虽然是黑印 但他依然将远处的一草一木 看得非常的清楚 闭上眼睛 利用精神力的话 他能够看清方圆三丈的东西 甚至连树上哪儿躲藏着一只鸟 都能够看得清 我的个乖乖 原来精神力这么好用啊 太好了师父 我的精神力能覆盖方圆三丈了 方圆三丈之内 连地上有个小虫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哎 小虫 你试试 用精神力把这两枚铜钱拿走 颜细瑶点头 眼睛盯着两枚铜钱 精神力破体而出 包裹着两枚铜钱 直接将两枚铜钱 利用精神力 取到自己的手里 很轻松 太容易了 韩小明可不管鹰老头和四大暗影在场 直接抱起颜细瑶 飞身来到了院子里 兴奋地抱着颜细瑶转着圈圈 鹰老头和四大暗影 背着一波狗粮撑的直呼受不了 赶紧拾去的各自散去 哎 快点下 哎 要晕了 哎呀 快放开了 被人看得多不好意思啊 看到又如何 我抱自己的未婚妻 谁敢说什么 韩小明说完 直接给颜细瑶来了个公主抱 将颜细瑶抱进了房间 小师妹 薪子要加多少铜钱 我去给你加上 不过今晚你练内力了 练一个时辰就休息啊 直接加师妹 明天继续练 哎呀 糟了 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其实我空间里还有个小精灵宝宝 只是现在还没有显现出实体 他让我今天给他买几身衣服 我给忘了 什么精灵宝宝 就是我这个手镯孕育出来的小精灵啊 过一段时间 等他显现出实体 你就能看见他了 手镯还能孕育精灵宝宝 这简直不要太利器 不过 小师妹做个梦都能梦见神仙 还得到手镯空间 这个绝世宝贝 似乎手镯能孕育精灵宝宝 也不足为奇啊 哎 这个未婚妻 简直像个谜一样 不好好看清点 说不定哪天就变成神仙飞走了 小师妹 我现在可以见见这个精灵宝宝吗 得看看他有多大 才好买衣服啊 不是我不让你看 而是你现在根本就看不到他 他还没有显现出实体 还是透明的 那你能看到他吗 以前不能 现在不确定 此话怎讲 现在有精神力 但还不强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看到他 你可以试试啊 也对 我试试 颜希瑶闭上眼睛 右手抚摸在手镯上 精神力瞬间渗透进了手镯之中 可还没找到小星宝 颜希瑶的精神力 就被反弹了回来 小仙女主爷 你不要偷看人家了 人家现在没穿衣服和裤子 让你给他买衣服你不买 真是的 还想偷看人家光屁股 谁想看你那长不大的小豆芽 我只是试一下 能不能用精神力看到你而已 不用试了 你现在能看到俺了 但你没有给俺买衣服 你不能偷看 会长真眼的 哦 我今天忘了 明天我一定给你买 那等俺穿上衣服你再看 不然俺会害羞的了 那好吧 他不让我看 没穿衣服 我的精神力被他给挡回来了 那明天我陪你去买 买多大的 买两三岁孩子能穿的就行 那你现在练内力 明天还有的忙 啪 颜西瑶盘息而坐 闭上眼睛 开始运转魅力 韩潇明看了颜西瑶一眼 盯着铜钱 开始练精神力 次日一早 颜西瑶被韩潇明的早安文给吻醒 迷迷糊糊的 睁开了眼睛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不必多礼 又不是在宫里 都起来吧 谢皇上 父皇 母后 金玉姚儿姐姐要弄自助烧烤 昨天我和皇奶奶还去吃着臭豆腐 可香了 看把你馋的 臭豆腐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闻着臭吃着却很香的豆腐 闻着臭却吃着香 有如此神奇的豆腐吗 闻着臭的东西还能吃吗 你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吧 哀家也吃了 闻着臭吃着香的东西 可不止臭豆腐 还有榴莲 可惜呀 你们没口福 榴莲吃完了 榴莲 榴莲又是什么呀 榴莲是一种水果 闻着特别臭 可吃起来却是格外的香甜 母后 云儿 你们等会儿还是回宫找太医看看 一定是身体出了问题 这世上臭了的东西怎么还能吃呢 就宫里那些太医医术 能跟瑶儿丫头比吗 那榴莲和臭豆腐 都是瑶儿丫头弄给挨家吃的 对啊 今天瑶儿丫头还准备了臭豆腐 你要是不信 你可别吃 对啊 宫里那些太医的医术 可没法跟瑶儿丫头相提并论 母后和云儿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瑶儿丫头恐怕早就给他们治好了 皇上 皇奶奶和云儿的身体都没问题 榴莲和臭豆腐确实是闻着臭 吃着香 不过呢 还得看个人会不会吃 就在这时 韩小明带着灵士来到了门口 哎 都是一家人 不必多礼 父皇 母后 快进去坐 咱们今天可是有口福了 小师妹给大家准备了自助烧烤 听你们老说什么自助烧烤 自助烧烤是什么呀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儿臣也是第一次吃 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自助烧烤呢 就是自己烤东西自己吃 自给自足 原来如此 听起来很有意义吗 皇上 您和皇后娘娘先坐一会儿 很快就可以吃了 严西尤带着四大暗影 开始拿着肉串 教他们如何烤 虽说是自助烧烤 但严西尤做的不是烧烤桌 只能自己动手先烤一些出来 给皇上和皇后他们 其他的就可以让大伙自己烤了 嗯 不错呀 这肉还能这样吃 很有创意吗 嗯 确实不错 很好吃嘛 以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味 哎 我要尝尝辣的这辣 姚儿姐姐说 辣的才过瘾呢 哎 姚儿 你站太多了 我怕你受不了啊 这个很辣的 没事没事 我就试一下 那也不行 我给你重新拿一串 沾一点点试试 那好吧 嗯 好辣好辣 哎 辣死人了 太后拿着肉串 正想往辣碟里头站呢 吓得赶紧缩回了手 啊 都告诉你很辣了 你还不信 来 快喝点菊花茶 有这么辣吗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试试就试试 韩小明拿起一串肉串 在辣碟里头 稍微的站了一点点 送进嘴里 下一秒 眉头微微皱起 辣的他不停地吸着冷气 怎么样 是不是很刺激啊 太刺激了 刺激着受不了 辣 过瘾 这么辣还蘸了那么多啊 你都说得了啊 我能说得了呀 我觉得这样才过瘾 以前吃的都挺清淡的 怎么现在 突然能吃这么辣了 哎呀 都怪我之前 没能保护好女儿 让她吃了那么多的苦 这得受多大的刺激 才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呀 夜幕降临 一顿自助烧烤 也是接近了尾声 送走皇上和皇后 下人们开始收拾残局 严戏遥给薛中华复查身体 竹子 属下感觉恢复得很好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嗯 不可大意 我曾经跟你说过 手术后有复发转移的风险 如今你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从明年开始 你搬到郡主府 我要开始给你安排药育了 药育之后呢 还得配合针灸 增强你的体质 防止复发转移 是 多谢竹子 哎呀 可我就不必客气了 你们四个都将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 虽然呢 还是你们管理 但你们记住 那些钱财你们可以随意使用 不必跟我报呗 竹子 这不合适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以后咱们呀 还要赚更多的钱 钱财乃身外之物 花出去就能赚回来 不过 没必要花的就不能浪费 是竹子 石锅药膳系的店铺 能不能交给属下去打理 我本就打算交给你打理 你打理呀 我更放心 竹子 那属下做什么 你们现在就有事可做 不知陷阱 若我猜的没错 这两天就会有麻烦上门 嘿嘿 竹子放心 属下定让来人 有来无回 那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把人抓住 先自己玩玩 别闹出人命就行 我得抓紧时间练功呢 诶 竹子 为何不能杀了 皇上的儿子你敢杀吗 咱教训一顿就算了 杀了我可保不住你了 那行 属下定让他永远记住教训 嘿嘿 你想干嘛 属下还有些猪皮胶 嘿嘿嘿 嘿嘿 给他做个海胆头造型 保证他永生难忘 小师妹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啊 阎西尧凑近韩肖明的耳边 说了一遍整韩肖奇的计划 还有那个肖美儿 不过最好别在郡主府弄 不然不好跟父皇交代 这样吧 咱们先下手围墙 今往光顾瑞王府 压压个佩的 属下去准备猪皮胶 再准备两个麻袋 你准备麻袋干嘛 他人是帮你捞财去啊 你忘了他是干什么的了 嘿嘿 要得就这么干 嘿嘿 哈哈 别笑傻了 快去准备迷药 晚上带你去玩 小女子遵命 左眼皮跳跳 好是要来到 不是要生乖呀呀 就是要把材料 左眼皮跳跳 那吉祥的语招 就算什么都没有呀 也让我 入夜 小师妹 你用精神力 将米药撒进去 看我的 阎西尧掏出米药来打开 精神力瞬间破体而出 将米药包裹 缓缓地送进瑞王府 在瑞王府的上空 洒了一圈 成了 等一会儿就能进去了 这是如何做到的 太神奇了 嘿嘿 竹子 您这一招太厉害了 能不能交交属下 可以啊 等回去就交你们 竹子 您太好了 您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竹子 知道就好 以后好好为你竹子办事 属下明白 可以动手了 咱们进去吧 竹子 属下打头阵 严西尧拿出一把剪刀 递给了段凌峰 那 给你剪刀 头发不要剪太短 也不要留太长 不然不好看哦 属下明白 几人运起轻功 飞身进了瑞王府 小师妹 等我先拿一些 不怎么好的装麻袋 里 其他的 全都收进你的空间里 以后 就是你的私房间 嘿嘿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快动手 跟韩小琪可不能客气 严西尧闭上眼睛 将库房里剩下的东西 全都收进了空间里 小师妹 要是咱们多遇到几个挑衅的人 能不能将你的空间填满 不可能的 我的空间可以随着我的实力 变强而变大 以后都不知道 这空间到底能有多大呢 除非塞一些没有的东西进去 没用的东西放进去干嘛 你的空间 只能放一些值钱的东西 改天把别院的库房 搬到你的空间里去 即便是段凌峰那样的神偷光顾 也偷不到咱们的东西 你就那么放心 将所有的财产交给我保管 你就不怕我卷款潜逃 不怕 以后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咱们永远都不分开 颜希瑶转身 伸手搂住韩潇明的脖子 身上甜甜的一碗 韩潇明一正 伸手搂住了颜希瑶 此刻韩潇明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心爱的女人越是宠乱 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看来以后 还得对心爱的小师妹更好 走吧 咱们去前院 跟师父他们会合 明天带你来看好戏 明儿 你就拿那么点啊 你还想给你那无良的五皇兄留一些啊 师父 徒儿就找到这些 其他的不知道韩潇琪藏在了何处啊 堂堂瑞王才这么点财产 不可能啊 手下再去找找 可不能留给那对狗男女 不用找了 可能是没有藏在王府 回去吧 他奶奶的 堂堂瑞王府居然穷得叮当响 杀之前的玩意儿都没有 一日 小师妹 该起床了 咱们快收拾一下 去看热闹 严西瑶一个轱辘从床上爬起来 昨晚没看到韩潇琪和萧梅儿的发型 今早可是不能够错过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黄奶奶 我们这是要去跑步锻炼身体 哎 营儿姐姐 我也想去 你就别去了 在家陪着黄奶奶 你们都去跑步了 哀家怎么办 黄奶奶 等我们跑回来 我教您打一套太体拳 对身体很好的 哀家都这把年纪了 还能打拳 嗯 一百岁都能打 别说您这么年轻 看上去啊 一点也不像当奶奶的人 行吧 你们快去快回 哀家等你回来 黄奶奶 那我们先走了 跑一圈就回来 韩潇明说完 拉着严西瑶就开始跑了起来 韩潇云立马跟上 出了院子 韩潇明和严西瑶加快速度 韩潇云拼命的追赶 拐了个弯之后 韩潇明和严西瑶才停下脚步 两人相识一笑 韩潇云姐姐 我们不是出来跑步的吗 怎么用轻功了呀 不是真的跑步 是去看热闹 嗯 什么热闹 等会你就知道了 不过您可不能告诉黄奶奶 好 我保证不告诉黄奶奶 三人到达瑞王府附近 找了个事先叫好的地方 打算隐藏起来 竹子 殿下 过来这边呀 三人隐藏好没多久 瑞王府里就传来两声 惊天地气鬼神的惨叫声 你 你的头发 你的脸 你的脸 王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请问本王 本王问谁去啊 王爷 王爷不好了 王府遭贼了 库房被洗击一宫啊 什么 你先去叫几个丫鬟进来 本王这边遇到点麻烦 是 门口的下人 却把王府的丫鬟都叫来 全让韩潇琪叫进了房间 愣着作事 还不快想办法 把梅儿和本王分开 丫鬟们赶紧上前来查看 其中一名丫鬟 看出了将两个人 粘在一起的 是木匠师傅 用来做家具用的猪皮胶 王 王爷 这 这是猪皮胶 只能用开水才能烫开 别无他法 还不快去弄开水 王爷 可是 可是什么 快去 是 没过多久 丫鬟们端着两锅开水 拎着两个火炉 返回韩潇琪的房间 韩潇琪和萧美儿 看着两锅滚烫的开水 却是没有勇气 吩咐丫鬟 给他们将猪皮胶烫开 其中一名小丫鬟 还算是机灵 找来两块毛巾 用开水打湿了 往萧美儿的蟹裤上擦去 哪怕只是毛巾弄湿 也还是烫得他 哇哇大叫 等小丫鬟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两人的蟹裤烫开 两人肚皮以下的皮肤 火辣辣的疼 让丫鬟先退出去 两人把蟹裤脱了 拿外套套在身上 下半身已经是开始起泡 裤子都不敢穿 来神 拿剪刀 来给本王剪头发 王爷 您的头上全是猪皮胶 剪刀根本就剪不掉 到底是哪个混蛋干的 来人 说现在 请昨晚职守的侍卫 全都拖出去看了 派人给本王去查 昨晚是何人害本王 查不出来 本王为你们试问 王爷 昨晚职守的侍卫 全都中了毒 还请王爷开恩呢 什么 全都中毒 是 到底是何人与本王过不去 赶快给本王去查 查不出来你们都不用回来了 是 快走快走 老夫憋不住了 奶奶的 要憋出内伤了 几人闪身离开 飞出了好远 才停了下来 抱着肚子 狂笑不止 这对狗男女 应该很长时间 不敢出来见人了 那猪皮胶 被我全涂在头皮上 想拿掉 应该得全遍秃头 以后恐怕 都不会再长头发了 那是他们活该 敢打小师妹的主意 没杀了他们就不错了 嗯 走吧 回去了 我可是答应了黄奶奶 教她打太极拳的 众人开始跑步往回走 一边跑 严新瑶一边将练精神力的方法 传给了梁东四公子和关伯青 如意绣房 灵士刚来到绣房门口 一道陌生的身影 映入了眼帘 冯蓉 天奇哥 是你吗 徐天奇 灵士青梅竹马的邻居 从小和灵士一起长大 对灵士照顾有加 比灵士大上四岁 芙蓉 是我 我回来了 天奇哥 咱们有二十一年未见了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咱们找个地方 好好聊聊吧 好 去附近的茶馆喝杯茶 好好聊聊 天奇哥 这些年 你都去了哪儿 啊 跟父母离开京城后 在屈南城安顿了下来 这些年都在屈南 芙蓉 这么些年 我一直都在打探你的消息 知道你过得不好 我多少次想要不顾一切的来找你 可想到你有家事 有孩子 只好强忍着不来打扰你 怕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和困扰 直到前段时间 得知你与阎门中合理 我才下定决心 安排好家里的事情来找你 芙蓉 跟我走吧 跟我去屈南生活 让我来找我来照顾你 天奇哥 我不能跟你走 我的女儿在京城 我要陪在女儿的身边 芙蓉 我等了你二十一年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 不要急着拒绝我 好吗 天奇哥 我只是个成了亲 又合理了的女人 不值得你这么做 你应该找个清清白白的姑娘 共度余生 合理了又如何呀 我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只要陪我共度余生的人是你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就在这时 韩潇明和颜西瑶赶到了茶楼 这就是娘亲的青梅竹马 天奇哥 你不在意 可我在意 我的女儿也会在意 她如今是皇上清风的 一品安品长郡主 又是酒店下的未婚妻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 被人说闲话 芙蓉 只要你跟我离开京城 就不会有人知道啊 天奇哥 我不是一个人 我有女儿 我怎么能离开我的女儿呢 以前我没有保护海瑶儿 让她受尽委屈 如今 我只想好好地陪在她的身边保护她 不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难道你要为了你的女儿 牺牲你下半辈子的幸福吗 为了瑶儿 哪怕是要牺牲我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天奇哥 谢谢你的好意 可错过就是错过了 这辈子 这辈子我不可能跟你走 若有来世 我再清清白白地嫁给你 芙蓉 不要 我等了你二十一年 好不容易等到你河里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天奇哥 不要逼我好吗 我真的不能跟你走 天奇哥 你回去吧 我要回修房了 芙蓉 你为何不肯给我一次机会 小师妹 你想怎么做 四师兄 娘亲他不容易 过去的十几年 可以说从未感受过被爱的滋味 这个男人虽然我不认识 可我看得出来 他对娘亲一片痴心 我也能看出来 娘亲的心里有他 我想帮帮他们 嗯 一对苦命鸳鸯 错过了那么多年 那就帮帮他们吧 只要你母亲能接受他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韩潇明拉着芫蓉 进了茶楼 静止上了雅间 别着急走 我们想跟你谈谈 不知两位是何有意啊 我是芫蓉 林芙蓉是我的娘亲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酒殿下 叔叔请坐 咱们好好聊聊 叔叔 你能跟我说说 你和我娘亲的事情吗 我和你的娘亲 从小一起长大 言歇尧听着许天琪 讲述着娘亲和他 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 也才彻底的清楚 许天琪到底有多么的痴情 许叔叔 你是否愿意搬回京城去住 当然愿意 只要能守护在他身边 我在哪儿都愿意 那你先回曲南 把曲南的生意处理好 再回来京城 其实我已经全都处理好了 我将原来的宅子也赎了回来 父母也一起来到京城了 这个时辰 应该去林芙串门了 许叔叔 不是想带我娘去曲南吗 是 不过想在哪儿生活 由你的娘亲决定 曲南的宅子 我还留着 做了两手准备 许叔叔 我不反对你和我娘亲在一起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若辜负我娘亲 后果你承受不起 等了他那么多年 我怎么舍得伤他分毫呀 可你娘亲根本就不接受我呀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该怎么追就怎么追 我会去找娘亲谈谈 至于娘亲能不能接受你 还得看你的恒心 好 我知道该这么做了 妖儿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娘亲 再落一滴泪 那我就放心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你自己加油 好 许天奇信心满满的回答 离开茶楼 颜西瑶和韩潇明 去了如意绣房 娘亲 既然放不下 那就勇敢的去追求 属于您的幸福 羊儿 你 娘亲 我都知道了 我已见过那个许叔叔 我看得出来 他很在意您 其实您不必过虑太多 只要您幸福 我什么都不会在意 羊儿 无论你在不在意 我都不会接受任何男人 娘亲有你就够了 娘亲 女儿不会勉强您做任何决定 要不要接受您自己考虑 至于外人怎么想 怎么看 怎么说 女儿都不会在意 林夫人 你只要遵从你的内心去选择即可 其余的事情你不必担心 一切由我去解决 姚儿 娘亲会自己考虑 你快去忙你的吧 哦对了 还有两三天就过年了 你去备些年货 咱们娘儿俩好好过个年 林夫人 你就别操心了 过年宫里要举行宫宴 你们都得进宫去过年的 那也要准备呀 府里还有那么多下人 他们也要过年呀 娘亲 您就不用操心了 这些事情我会去办的 那你们快去忙吧 严西咬点头 和韩潇宁出了绣房 两人一路闲逛着 回到了郡主府 哎呀 杨儿丫头 本宫给你送些年货过来 年三十记得带上你母亲 进宫来参加宫宴啊 多谢皇后娘娘 臣女还准备 今天去买年货呢 你们刚才急匆匆的跑出去 是出了什么事吗 皇奶奶 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娘亲以前的 一个邻居回来了 我们去看看而已 一个邻居 对 我母亲儿时的玩伴 只不过这个邻居 对林夫人一往情深 等了林夫人二十一年 这么说 这个邻居是想回来 找林夫人再续前远 就是这样 若本宫没有猜错的话 林夫人肯定是拒绝的 我只能尊重母亲的选择 无论她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我都会支持她 姚儿丫头啊 你母亲是不会接受的 她得为你和她自己的名声着想 不过本宫倒是觉得 这事儿应该找皇上说说 毕竟林夫人还年轻着呢 能够遇到一个一心一意 对她好的男人 真的是很不容易 错过了 真的是很可惜啊 何离了再成亲 真的会被人说闲话 这点是真的很麻烦 姚儿丫头可是要嫁进皇家的人 林夫人不接受 是为姚儿丫头的名声考虑 真的不容易啊 母后 要不您去找皇上说说 让她颁布一道律法 凡是和离或者是丧偶的人 都可以再次成亲 也让天下的百姓 感受到皇恩浩荡 你自己不会去说呀 你们是夫妻 吹吹枕边风不就可以了 非得让哀家处命 你是不是 就想让哀家回宫去 母后啊 您可是皇上的娘 您说话 可比我这个媳妇管用的多了 再说了 过年您不回宫啊 您可别给哀家戴高帽子 后宫不得参政 以哀家看 谁说都不如名而去说 那林夫人 可是她未来岳母 黄奶奶 孙儿本就打算去找父皇说此事 可没打算让您参政啊 这还差不多 就算是哀家 也不能换了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让哀家 去撮合林夫人和她的邻居 这事儿 哀家倒是可以去凑凑热闹 黄奶奶 您还别说 这种事情 您出面比谁都合适 是吧 那哀家 可是有事情可做了 殷老头 太后娘娘 您找草民 有何事吩咐啊 你陪哀家 去找姚儿丫头的母亲 去促成一段美好姻缘 如何呀 太后娘娘 草民和林夫人年纪相差太大 可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草民都快鼓息了 不考虑这事 你想哪儿去了 你都这把年纪了 你愿意 哀家还不愿意呢 那林夫人年纪轻轻的 一颗好白菜 可不能让你这头老猪给拱了 哀家是要你陪哀家 去撮合林夫人和他的邻居 草民要自知之明啊 草民陪您去便是 您快去换身衣服 咱们马上出发 换什么衣服 哀家昨天没带衣服过来 下午你陪哀家回别院去拿 黄奶奶 没必要这么着急 我觉得还是要留点时间 给我娘亲好好考虑考虑 丫头啊 哀家必须得出面 把话挑明 否则你母亲不会考虑的 哪个母亲 不是为儿女考虑 而为自己考虑的 黄奶奶您懂得可真多 哀家是太后 但也是一位母亲 哀儿丫头 你可真是让本宫刮目相看啊 才短短几日 就让太后她老人家 变得通情达理了 黄奶奶本来就通情达理啊 只是被闷在宫里 闷坏了 只要给她足够的陪伴 她就会变成一个 最伟大的母亲和奶奶 嗯 还是本宫的儿媳妇聪明董事啊 丫头啊 看看还缺什么 本宫再派人去买 多谢皇后娘娘 臣女什么都不缺 卑职拜见皇后娘娘 不必多礼 都起来吧 你们这是 回皇后娘娘 这是卑职 今早去置办的年货 送走皇后 严新瑶还想和韩肖明 一起去准备新宅子 和别院的年货 竹子 属下已经全部准备好 派人送过去了 我什么都不用准备了 是的 您什么都不用操心 那我和废物有何区别啊 竹子 这些小事 本就是属下应该去操心的 您要是什么事都操心了 那属下们和废物 又有何区别呢 好吧 三日后 也就是年三十 韩肖明带着颜西瑶和灵士 盛装出席 瑶儿丫头 你的母亲太倔强了 哀家苦口婆心劝了她两天 嘴巴都快起泡了 她就是不松口啊 黄奶奶 您不能操之过急啊 娘亲才合理三个月 她没有那么快接受的 您应该给她一点时间 让她有个接受的过程 不是 真是的 哀家都出面了 她还这么倔强 一点面子都不给哀家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而是我的母亲 可能还没从上一段婚姻的阴影里走出来 咱们要多给她一些时间 改天去找那个许叔叔聊聊 让她用行动 将我母亲的心结打开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嘛 那行 那行 改日 梅儿梅儿在一名小丫鬟的搀扶下 以诡异的姿势走了进来 梅儿 你这是怎么回事 姑奶奶 梅儿的头发没了 身上也被烫得全是水泡 什么 头发没了 身上被烫得全是水泡 怎么回事 萧梅儿哭哭啼啼的 把自己和韩萧綦 被人用猪皮胶给恶整了的事情 说了一遍 你们到底得罪了何人 为何会被人用猪皮胶 给黏了一身 姑奶奶 我们没有得罪任何人 没得罪人 能被人用猪皮胶粘住吗 谁信你啊 突然 太后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 在柳家庄园看到的一幕 那个柳家大小姐的头 就是被严细瑶的下属 用猪皮胶给粘在了枕头上 会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要是那个小家伙干的 姚儿丫头不可能不知道 把你头上的东西拿了 让哀家瞧瞧 萧梅儿的头上 一根头发都不剩 都成这个鬼样子了 你还进宫做事 也不怕被人笑话吗 过奶奶 我 行了 滚回去 好好休养 别出来 有事都查不出来 我只让姚儿丫头给你医治 你脑子抽风了吧 你觉得姚儿丫头会心甘情愿给你医治吗 父皇 父皇 难道他还能抗治不成 他是不能抗治 但他可以不治好你 他怎么敢 有名而护着 你说他敢不敢啊 可是父皇 儿臣还是不想去求他 不想去求他 就自己找大夫医治 滚出皇宫去 继续派人去查 再查不出来 就自己去请梅儿 或者是明儿帮你查 朕没空管你那些破事 父皇 滚 没有的东西 儿臣告退 灰溜溜的出了皇上的御书房 一眼就看到萧梅儿正在不远处等着他呢 韩萧綦走过去 对着萧梅儿就是两个大耳瓜子 打得萧梅儿一脸的懵逼 吴表哥 你为何要打我啊 都怪你 你这个健身扫把兴 从父皇死亡到现在就没有一天输信过 如今成了这个鬼样子 父皇连功宴都不让本王参加 都怪你 吴表哥 这怎么能怪我呢 一定是延细摇那个贱人干的 我刚才 在姑奶奶的寝宫见到他了 你才是贱人 不许你污蔑姚啊 你有何证据证明是姚儿干的 你 吴表哥 你为何如此护着他呀 难道你还对他抱有希望吗 是又如何 你再敢说他半句不是 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 吴表哥 我是没有证据 可是自从我来到京城 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 会不会是咱们的计划 被延细摇知道了 提前报复咱们的 行了 先去本王的母妃那边 这个时辰进宫的人太多 现在出宫只会自取其辱 齐儿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母妃 儿臣被人算计了 头上身上都被人涂了住屁脚 什么 何人如此大胆 儿臣不止还未查出来 但儿臣怀疑是老酒干的 可恶 韩小明 你给我等着 我对付不了你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巨主吗 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宫宴也正式开始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太后娘娘驾到 恭迎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千千岁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千千岁 免礼平身 谢皇上 众人落纵 随着歌舞入场 宫宴正式开始 严慎尔看了一眼那些扭扭捏捏的舞蹈 完全提不起兴趣来 直接埋头打吃 皇上 这些歌舞都看腻了 品妾倒是有个提议 不如 今年提前让这些京城贵女都轮流上台 展示一下她们的才艺如何呀 嗯 这个提议不错 就按荣飞说的吧 有哪位千金先上来表演呢 文武大臣的女儿们 开始跃跃欲试 第一个上台的是太傅府千金杜若平 雅儿姐姐 没想到这个太傅之女 琵琶弹的还真是不赖呢 嗯 需要两把刷子 雅儿姐姐 那你打算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没打算表演啊 雅儿姐姐 你恐怕是逃不过去咯 我要是不想表演 难不成还有人 拿刀架在我脖子上 逼迫我不成 还真有可能 你就顾着吃 都没有注意到那个荣飞 一直眼神不慎的盯着你看呢 我看到了 但我还没把她放在眼里 她想要为难我 那我就让她颜面尽失 那你想怎么做啊 我给她唱个歌呗 什么歌啊 三个和尚没水喝 嗯 有这首歌吗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我自己编的 你当然没听过了 原创作者 对不住了 我就胡说八道 你别跟我较真啊 皇上 凭借以前可是听说过 原家的二小姐 琴琴书画样样精通 不如接下来请颜二小姐 给大家表演个才艺如何呀 瑶儿丫头 琴琴书画样样精通 这不是扯淡吗 京城谁人不知 以前的阎西瑶 就是个一无是处的黑姑娘 啥也不会 这摆明了 就是故意针对 皇上 既然容飞娘娘 这么想看臣女表演才艺 那么臣女呢 就送容飞娘娘一首歌吧 容飞娘娘 臣女这首歌 叫三个和尚没水喝 送给你 一个呀和尚呀 跳呀么跳水喝 嘿嘿 跳呀么跳水喝 一一跳呀么跳水喝 两个和尚呀 太呀么泰水喝 嘿嘿 丫头啊 那老五好歹也是朕大儿子 你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朕留啊 幸好文武大臣 还不知道朕那个不成绩的儿子没头发 我天 严小姐这是把在座的人都当成傻子吗 这也叫唱歌 请问容飞娘娘 臣女把谁当傻子了 刚开始臣女就说了 臣女这首歌是送给你的 你 这也配叫做才艺吗 真是丢人现眼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水平 本宫可不敢让你表演 容飞娘娘 臣女就奇了怪了 臣女这好好的坐着 你非要臣女表演 表演完了你又嫌弃 臣女哪得罪你了吗 严小姐 本宫可是听说你情奇书画样样精通 才会让你表演 上大伙开开眼界 谁知道 你的才艺简直连本宫的丫头都不如 那不知容飞娘娘的丫头都会些什么才艺 要不臣女再唱一首歌 容飞娘娘让你的丫头出来伴舞 你的丫头呢 要是能跟上 臣女就认输 当众给你磕头赔罪如何 行 本宫就让你心服口服 春桃 去换衣服 别给本宫丢脸 是 那要是臣女赢了又当如何呢 哼 你要是赢了 本宫娘家给本宫的传家宝玉如意 就赏给你 嗯 口说无凭 还请容飞娘娘把玉如意取出来吧 哼 怎么 有皇上和太后作证 你还怕本宫耍赖不成 丫头 你尽管表演 朕给你作证 你赢了 朕亲自把玉如意要来给你 是 多谢皇上 趁着这个空档 颜西瑶给自己换了一把古琴 你准备好了吗 奴婢准备好了 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 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 猫上你只好 自然倒霉活该 拽拽的样子 你真的心太坏 你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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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 你越说越离谱 我越听越糊涂 你好毒 你好毒 你好嘟嘟嘟嘟嘟 颜西瑶一开口 荣飞的贴身宫女 蒙逼加三集 这是什么曲子呀 听都没有听过 想跳舞又踩不到点 荣飞听得差点都要吐了 气得头顶直冒青烟 我说算你恨 善用无辜的眼神 谎话说了两次 我就当真 我说算我笨 软步隆动的耳根 只为一时的气氛 搞一肚子的气氛 耶 一看到你 我就想到过去 就立刻让我学 冲到脑子里去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哦 你跟别人喝起火来酸鸡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表演猜疑 我会活得好好 真的没关系 你真是没什么良心 把我就这样起立 这什么歌 这一连串的棒吧歌 把所有的人都给听得懵圈了 荣飞娘娘再次两眼一翻 直接晕死了过去 女儿就应该如此 谁也不能欺负 呀 荣飞娘娘 你这是怎么了 众人闻伤看去 这才发现 荣飞已经是晕了过去 还想欺负本宫的儿媳妇 气死你活该呀 本宫的儿媳妇 是那么好欺负的 让你欺负挨家的孙媳妇 最好是直接气死得了 免得丢人现眼 卢太医何在啊 卫臣在 皇上连说话都懒得说 直接用手指了指 示意卢太医上前来诊之 卢太医上前来把脉 没多大一会儿 卢太医开口 欺贫皇上 荣飞娘娘没什么大碍 只是急火攻心 受不了刺激晕过去而已 调养一下便没事了 就这点嫉妒 还想跟瑶儿丫头 坚持丢人 皇后啊 你派两个人 送荣飞回寝宫 是 把荣飞送回寝宫吧 是 公演继续 有哪位前景 愿意上台表演呢 瑶儿姐姐 你太厉害了 真没想到 你居然还能够用唱歌的方式 把荣飞气得半死呢 嘿嘿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敢针对我 就得受得出刺激 的确是刺激 你唱的那个歌真的好特别 要不然你教教我吧 下次要是有人敢欺负我的话 我也能够唱歌 把人给气死 可以啊 等回去就加了你 瑶儿姐姐 你唱的那歌叫什么名字啊 我可是一连唱了三首歌 第一首叫你好毒 第二首叫算你狠 第三首叫金箍棒 哦 原来如此啊 我说怎么一下子变一个调呢 我都要写 没问题 我全部教你 你这贱人 本宫怎么就留了你这样的废物在身边 本宫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尽了 让你来伴舞 你站在那一动不动的 一个动作都没有 你是不是故意让本宫丢脸的 燕西瑶那个贱人 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说 娘娘 奴婢从未听过那样的曲子 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伴舞 你还敢狡辩 你就一个动作都跳不出来吗 奴婢该死 实在踩不到点 奴婢以前学的那些舞蹈 完全凑不上去 你确实该死 本宫不得丢了脸 还说了家传的欲如意 来人呐 奴才在 把他拖出去 重大三十大板 是 娘娘 娘娘饶命了 娘娘饶了奴婢吧 院子里头 传来了板子落在身上的声音 春桃满脸死灰 眼底是无尽的恨意 他咬紧牙关 硬生生的忍着疼痛 不吭声 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溜个板子之后 春桃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心里呐喊 荣飞 你不得好死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娘娘 春桃已经咽气了 死了就死了 他死不足惜 把他的尸体处理了 别让人发现 是 公宴上 之后的表演都十分顺利 不少京城贵女表演结束 都会看向韩潇明 他们兄弟几人 一脸期待的 希望能够被这几兄弟的其中一个看上 妖儿丫头 你虽然已经赢了荣飞的玉如意 但你的表演很精彩 上黄金百两 你可满意呀 谢皇上恩典 臣女非常满意 满意的不得了 好 今晚宫宴到此结束 都回家过年去吧 哈哈哈哈 年三十 几个皇子都要留在皇宫 而严西瑶和灵士 自然被皇上留下 宫宴结束 才到皇上一家人 吃团圆饭的时候 一大家子人来到御膳房落座 包括荣飞 韩潇琪 和萧梅尔都在 他妈的 怎么就没人告诉我 宫宴结束才是正餐啊 一百零八道 我妈蛋的 本姑娘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 妖儿姐姐 在宫宴上我就告诉你了 让你少吃点 你还说你在听呢 现在后悔了吧 你说了吗 我怎么没听到 我对父皇发誓 我真的说了 我就不明白了 宫宴结束还要吃年夜饭 为何宫宴上 还要上那么多菜 武生朝的宫宴都是这样的 年年如此 那些饭菜都是给来参加宫宴的大臣 以及家俊准备的 谁知道你一看到吃的 就跟饿死鬼附身一样 他妈太疼了 一百零八道菜 只能看去不能吃 是什么感觉 你当时干嘛不把我筷子抢了 妖儿姐姐 你觉得我敢吗 我怕九皇兄把我一脚踹飞 好吧 赢了 正式开饭 严心咬只是象征性的 尝了几道菜 便不再动筷子了 哎呀 妖儿丫头 怎么不吃呀 皇后娘娘 臣你吃把了 吃完了年夜饭 荣飞和韩萧綦 萧梅儿 告辞回宫 妖儿丫头 那老五 好歹是朕的儿子 你也真是的 好歹给朕留点面子呀 你当众唱什么和尚歌吗 那儿臣也是您的儿子 小师妹是您未来的儿媳妇 荣飞怎么就不给您留点面子呢 事实证明 您的面子不值钱 你个臭小子 现在知道护着丫头了 还敢跟朕顶嘴 妖儿丫头就唱和尚歌 怎么了 要不是那荣飞自取侵辱 妖儿丫头会上去唱歌吗 气死她活该 就是 臣妾的儿媳妇 可不是谁都能够欺负的 她荣飞要是再敢针对我们家妖儿 臣妾可不会轻易地饶了她 真也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妖儿丫头被欺负不是啊 只是真看这丫头呀 满脸自信 相信她能自己应付 所以真才没出手 没想到 未来的九弟妹还真是多才多艺 不但做的东西好吃 连唱歌也无人能及 还把荣飞直接气晕过去 说到吃的 我这个大哥又抢起那美味的 石锅药扇机了 什么石锅药扇机啊 朕怎么没听说过 父皇 那是九弟妹研究出来的美食 用石头做的锅来炖鸡 加入各种的药材 既美味又养生 丫头 什么时候弄给朕尝尝啊 皇上 过几天石锅药扇机 店不开业 您直接去店里吃 顺便给臣女蓬蓬肠 好 朕亲自去给你捧尝 我下次你可得给朕留点面子 是 臣女遵命 你这鬼丫头 鬼精鬼精的 母后 你也不看看 她是谁的未婚妻啊 臭小子 就知道往你自己的脸上贴金呢 那是人家灵夫人教导有方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皇后娘娘 您说的臣妇都羞愧了 瑶儿以前可不是这样 臣妇没能保护好她 让她受尽委屈 经历了生死 才有如今的改变 哎呀 灵夫人又何必自责呢 瑶儿丫头这样很好 不会被欺负 本宫啊 就是喜欢这样的儿媳妇 丫头 你的店铺打算合适开业啊 还没定呢 那就等过两日 朕让青天尽 给看看 挑个好日子开业 如何呀 哎 那就太好了 多谢皇上 哎 都是一家人 不必言谢 朕还等着你这丫头 改口叫父皇呢 皇上 臣妇还想弄 你都急急了 还小呀 不小了 皇上有所不知 女孩子的身体要十八岁 这二十岁才会发育成熟 过早的成亲生子 对身体影响很大的 哦 还有这说法呀 那就别那么早成亲 你是大夫 你想什么时候成亲生子 你说了算 真不勉强你 臣妇说的继续属实 朕还想着给云儿 物色个驸马呢 看来此事不着急 还是再等几年吧 多谢父皇 儿臣可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看把你给高兴的 以后呀 多跟着你的羊儿姐姐 学点本事 以后才不会受人欺负 是 儿臣记住了 一日大清早 严西瑶带着太后 皇后 韩潇云和林氏 去郡主府玩 刚出门就听到 有人在哼唱 你好毒 哈哈哈哈 我这盖死的魅力 实在是无法抵挡啊 哈哈 小儿姐姐 你这魅力的确是大 要不然咱们唱着歌出宫吧 没问题 我记得 心好我仍然 有一点宫里在 预备 开始 心好我仍然 有一点宫里在 几个人呢 一边唱着歌 一边往宫门口走 母后 今天是大年初一 要不然咱们去寺庙 烧香祈福如何呀 对对对 云儿说的对 今天是初一 咱们就去寺院 烧香祈福 不行 咱们没带着侍卫出来 可不能够随便乱跑 万一遇到了危险 可如何是好啊 皇后娘娘 安全问题 您不必担心 臣女的师傅 和二师傅都在府上 还有梁东四公子 他们伸手都不差 想去就去 绝对安全 草民 拜见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 不必多礼 快起来 谢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 有草民和孽老弟在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您老头在江湖上的名号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我刀狂 也并非浪得虚名 那本宫就放心了 既然母后想去寺院 那就准备准备 一起出发吧 老头 你们去准备 为师去通知梁东四公子 太后 皇后 和公主 一起出门 安全才是大问题 为师让楚浩天那小子 安排一些人手 暗中保护 如此甚好 咱们这是出去游玩 开心最重要 刚才身边的人就四公子 四大暗影 棺材 其他的人全部都安装 保护就行 没问题 为师去安排 你们这是要去何处啊 你回来的正好 我们要去寺院祈福 你派人护送我们吧 母后 小师妹安排的人 已经足够保护你们的安全了 不过 儿臣也要跟你们一起去 多两个人保护你们 众人坐上马车 男女各一亮 往城门口驶去 奇怪 这些人哼的什么呀 什么毒毒毒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徒儿告诉你 这可是小师妹 在工业上唱的歌 哎呀 他奶奶的 又错过了 老夫怎么就没有 亲眼目睹丫头的 青菜表演呢 臭小子 你 把这课唱给为师听听 徒儿不会吵 你媳妇都会吵 你不会学学吗 真是的 你呀 要懂得 富唱富随 那是本工能学会的吗 看你那样也学不会 还是让老夫的小徒弟 唱给老夫听 哎呀 妖儿丫头 你 到后面来 严西瑶听到 婴老头在叫他 立马钻出马车来 飞身来到 韩小明他们的马车上 哎呀 丫头啊 听说你昨晚在 公宴上唱歌了 现在大街上 到处都能听到 毒毒毒的 那就是你唱的 对啊 就是我唱的 那个荣飞老师 针对我 我实在是气不过 就直接唱几首歌 把他给气晕了 唱歌还能把人气晕啊 哎 你唱给温神听听 我昨晚唱了四首歌 第一个叫三个和尚 第二首叫你好毒 第三首呢 叫算你狠 第四首叫金箍棒 你要听哪一首啊 万你就直接 一首一首的唱 让温神听听 你是怎么把荣飞气晕的 嗯 那好吧 我先唱三个和尚 一个呀和尚呀 跳要么跳水喝 哈哈哈哈 哎 你老爹 你是不知道啊 那荣飞的儿子 和未来儿媳妇呀 都被我们弄得 没有一根头发 姚二丫头唱三个和尚 不就是讽刺 荣飞的儿子 儿媳妇是光头吗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姚二这丫头 脑子好使 唱歌都能讽刺人呐 竹子 您这才是骂人的最高境界 难怪您唱个歌 都能把荣飞气个半死 没气死他就不错了 你家竹子不但把人气晕了 还把荣飞家传的 玉如意给赢来了 哎呀 还是得老夫的宝贝小徒弟 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也是老夫的徒弟 我一边去 你还什么都没教过姚二丫头 回来就教 把老夫的所有本事 都交给姚二丫头 一路欢声笑语 一个时辰后 众人到达了佛光寺 颜希瑶前世 从来不烧香拜佛的 今天陪着太后和皇后 颜希瑶就算是不情愿 也得跟着做做样子 可跪在佛像前的那一刻 颜希瑶还是忍不住 在心里祈祷 希望在现代的父母 身体健康 一生平安 小师妹 想什么呢 怎么看你心情不太好啊 哼 我在想 过年你怎么不给我发红包呢 什么是发红包啊 发红包就是给压岁钱啊 哦 就是要给你钱的意思啊 嗯 你可以这么理解 韩肖明二话不说 从怀里掏出一打的银票 直接递给颜希瑶 别远库房里的东西 都在我空间里 你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私房钱啊 这是幽明宫半年的盈利 前天才送了的 幽明宫还有盈利啊 靠什么盈利啊 啊 对啊 我都不知道你的幽明宫在哪 幽明宫在五阳城 靠压镖和其他一些小生意来盈利 怎么会在五阳城 幽明宫原本不是我的 15岁那年 我救了一位前辈 那位前辈临死之前 把幽明宫传给了我 幽明宫原本是个杀手组织 我接手后 就转成正道门派了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是你创办的 从杀手组织 转成正道门派 费了不少心血吧 有师父他老人家帮忙 倒也不是很费力 现在基本上 是大师兄他们帮我管理 有时间去你的幽明宫看看 过几天带你去 好啊 咱们去走走吧 好奶奶他们应该没那么快 嗯 走吧 一路边走边聊 两人都沉浸在这 难得的安静祥和之中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两人还没有打算返回 突然 一宁黑衣白发的蒙面人 以闪电般的速度 从两人的后方飞来 蒙面人的速度太快 两人都还来不及反应 严西瑶就被蒙面人给抓住 蒙面人抓着严西瑶 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往前飞掠 小师妹 女儿 丫头呢 师父 小师妹被一个白发黑衣 蒙面人抓走了 那人速度极快 托儿实在是追不上 不过 托儿觉得那人的身形 有些熟悉 可又想不出来 谁是白头发 蒙心 不想不管他是谁 找到丫头才说 丫头的安危最重要 这边 几人跟在关博青的身后 一路追踪 严西瑶被点了穴道 无法动态 蒙面人死死地抓住他 如果他选择进入空间 就会将蒙面人也带进空间里面去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尝试着用精神力攻击蒙面人 他集中精力 精神力瞬间破体而出 直接攻击蒙面人的大脑 对于严西瑶的精神力攻击 蒙面人毫无防备 只感觉脑袋一疼 差点从半空中栽下去 严西瑶见精神力攻击有效 便继续集中精神力 用自己那微弱的精神力 攻击蒙面人的大脑 三次攻击之后 严西瑶的精神力消耗一哭 整个人疲惫不堪 浑身无力 我尝你爷爷个辣子 这精神力消耗一空之后 感觉人都快挂了 虚弱得连个孩子都能轻易地把我杀死 看了以后 不能轻易将精神力消耗一空 复作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精神力弱了一些 但他的攻击 还是对蒙面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只得停下来稍作休息 他清楚 以自己的速度 韩潇明一时半会儿的追不上来 一炷香的时间后 蒙面人抓着严西瑶 继续往深山里飞掠 听吧 怎么办 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拖延时间的呀 小仙女主爷 你怎么了 新宝 你家主人我遇到危险了 现在被坏人劫持 精神力也消耗一空 你能不能帮我 想办法拖延这个坏人的速度 什么 全有人敢挤持你 你全身放松 俺来救你 小仙宝说完 等严西瑶全身放松 他的精神力 瞬间就冲进了严西瑶的大脑 控制着精神力 攻向蒙面人 小仙宝乘胜追击 再次用精神力 攻击蒙面人的大脑 蒙面人疼得 眼冒惊心 放开严西瑶 双手抱着脑袋 在地上打滚 感应到严西瑶的身体 挣脱蒙面人的控制 小仙宝一拧一动 瞬间将严西瑶拉进空间里 得救了 小仙宝 你在哪啊 卧槽 还是通明的 只能看到衣服 看不到人呢 你现在的精神力 小好以空 只能看到俺的衣服 不过俺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为何不开口说话呀 新宝 你没事吧 我被人点了哑学 没办法开口啊 俺没事 只是消耗的太大了 现在俺也没有办法 帮你解开穴道了 那怎么办 我未来老公找不到我 会着急的 俺也没有办法了 为了救你 俺的精神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没办法帮你把你的未来老公也拉进来 你放心了 你的穴道应该在十二个时辰之后会自动解开的 到时候你再出去找你的未来老公吗 我看未必 那个蒙面人的点穴手法很是独特 估计不会自动解开 那你只能等俺的精神力恢复 然后再想办法帮你解穴了 你恢复精神力需要多久啊 有能量珠最少也得十二个时辰 要是没有能量珠的话 少说也得四十八个时辰 小仙女主爷 不要习气了 赶快趁着这个时间 赶紧恢复你消耗的精神力 虽然穴道被点 但是不影响你恢复的哟 好吧 只能这样了 而空间外 等鹰老头他们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黑衣白发蒙面人 在不停地用脑袋撞着树 鹰老头一把抓住蒙面人怒吼 人呐 老夫的小徒弟呐 八皇叔 八皇叔 你不是被分配到西北荒漠之地了吗 为何会出现在此啊 本宫的小师妹呢 你把她怎么样了 你的小师妹 是你的未婚妻吧 本王把她杀了 想找她去影曹地虎 或许你还能见她一面 哈哈哈哈 说 老夫的小徒弟在哪里 本王把她杀了 有本事 自己去找她的尸体呀 主子身上的气味 到此处就消失了 现在属下也没有办法找到主子 韩肖明一正 立马想到 颜西瑶的手镯空间 她一定是躲进空间里头了 八皇叔 八皇叔 本宫的小师妹没有死 你杀不了她的 只是她已经逃跑了 对吗 我她娘的也想知道那个女人去哪了 难不成这个女人有隐身术 还是要顿地说 本王要杀的人 你觉得她还能活吗 要不是本王究极复发 就你们这几个人 本王还不放在眼里 你为何要抓本王的小师妹 你那么在乎她 本王当然要抓她 不但要抓她 还要抓你的母后 你的妹妹 还有你皇奶奶 这样才能逼迫你那混蛋父皇退位 让贤 可惜你那未婚妻不听话 本王只好杀了她 师父 你带他们先回去 团儿怕母后他们遇到危险 我留下来 寻找小师妹 你一个人怎么找呀 让姓关这小子留下来帮你 为时在前皇后他们遇到危险 先回去看看 不 你们都回去 八皇叔绝对有同党 关仔不是说了吗 他现在也没办法找到小师妹 你们快走 团儿留下寻找即可 殿下 让属下留下来 一起寻找主子 不行 现在本宫的母后他们 容不得半分闪失 你们都回去 可是 没有可是 相信本宫 本宫一定会找到小师妹的 你们不走 本宫的小师妹如何出来 是 找到丫头就赶紧回来 我们在寺院等你们 好 几人一走 韩肖明紧张地四处打量 期待着 颜西瑶能够出现在她的面前 可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还是不见颜西瑶出现 英老头他们回到了佛光寺 果然见到聂千云正带着梁东四公子 和血影楼的人 与韩天云的黑衣蒙面人血战呢 英老头拎着韩天云飞身上了屋里 一把掐住了韩天云的脖子 都给我住手 否则老夫就让他人头落地 打斗中的人 抬头看了英老头一眼 却是没有停手 反而打得更凶了 英老头见韩天云一脸的得意 他吃笑一声 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 运足功力 点向韩天云的弃海穴 内力顺着手指 进入了韩天云的丹田 将韩天云的丹田直接震碎 金老头废了韩天云 将他扔到一边 飞身下了屋顶 迅速地加入了团战 韩潇明一直等在原地 不敢离开 可是等了那么久 还不见颜细瑶出来 这让他的心里头十分的不安 难道小师妹没有躲进空间 可是韩天云的表情已经说明 小师妹并没有被带给杀死 可如果小师妹躲进空间里 为何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小师妹 到底在哪儿 小师妹 小师妹 你在哪儿啊 姚儿 你别吓我 你可出来啊 佛光四妹 鹰老头他们 已经是把韩天云的人 消灭得差不多了 鹰老头心里挂念着颜细瑶 打算对韩天云逼供 让他说出颜细瑶的下落 可他刚飞身上了屋顶 有人比他快了一步 只见一个全身黑衣黑色披风 浑身散发着阴冷邪恶气息的女人 一把抓住韩天云 对着鹰老头轻飘飘地拍出一掌 抱着韩天云往西面飞掠而去 两三个呼吸间 便彻底的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好强的功力啊 奶奶的失算了 早知道就一张批了名儿 那个霸王处 确实很强 我们两个老家伙 联手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可惜人被救走了 老夫也不确定啊 但这个人的功夫不简单 总感觉不是武林正派的功夫 还是阴冷邪恶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老头你看 他奶奶的 这是什么邪功 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幸好老夫躲得快 否则老夫恐怕不是 变黑那么简单了 没错 这女人什么来头 看上去三十出头 怎么会如此厉害 老夫也不清楚 等回去好好查一下 真是个警惕啊 人都被救走了 咱们耽误至极 先去找丫头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两个老家伙 恐怕不能去了 万一那个女人再回来 皇后她们就有大危险了 让你徒弟和四个丫头去找吧 咱们负责把皇后她们送回宫去 再回来 太后看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韩肖明和颜西瑶 明儿和瑶儿丫头呢 丫头失踪了 现在下落不明 什么 瑶儿丫头失踪了 明儿已经去找了 太后娘娘皇后娘娘 为了你们的安全 草民和聂老弟先护送你们回宫 再回来寻找丫头 不行 神多力量大 现在大家一起去寻找瑶儿丫头 皇后娘娘 明儿的八皇叔 刚刚被一个女人救走了 那个女人的武功深不可测 况且丫头失踪的地方离子弟很远 您和太后真去不了 你说什么 明儿的八皇叔 没错 她不是八年前造反被发配西北荒漠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明儿不可能认错人 嗯 那我们就先回宫吧 殷前辈 属下召集丐帮的帮众前来一起寻找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何会被废了一身的武功 那些人应该不是你的对手 尊主 我当时头痛顽疾发作 才会落入他们的手里 而且此次发作一场梦恋 我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不可能 你的头痛顽疾不是每月十五月圆之夜 才会发作的吗 怎会提前半月发作 我也不清楚 他们居然废了你的武功 那怎定然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修复你的丹田 只是需要几年的时间 天语 现在不是行动的好时机 先回西北荒漠 等本尊修复你的丹田 再回来将整个皇室一网打尽 为报你今日之仇 你放心 那个位置 本尊一定帮你拿到 到时候你可别忘了 只能有本尊一个皇后 村主您放心 除了您 谁都没资格进入后宫 走吧 回千圣教 本尊帮你修复丹田 山林中 韩潇明一直没有停下寻找 关伯卿和四大暗影 与韩潇明会合后 也开始分头寻找 杨儿 杨儿 你在哪儿 师父 韩潇明说完 转身 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遇到寒天陨的地方 杨儿 你到底在哪儿 你说过 我若不离 你便不弃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京城 皇宫中 早知道他如此不安分 朕当初就不应该顾及兄弟之情 直接杀了他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杨儿丫头 扶大命大 不会有事的 朕且相信杨儿丫头 能化险为夷 韩天陨那个畜生 现在何处 朕立刻派人去杀了他 被人救走了 硬老头说 他已是废了韩天陨的武功了 只是废了他的武功 太便宜了 感动朕的儿媳妇 朕有朝一日 一定亲手了解了他 皇上 朕且还是很担心啊 要不然 你再派上一些人 一起去寻找吧 朕也有这个打算 可硬老头走得太急 朕也不知道具体位置啊 那就算了 梁东四公子的人马 全都去寻找了 朕且还是去母后的佛堂 跟母后一起为姚儿丫头 和明儿祈福吧 就这样干等着 臣妾这心里 也不是个滋味 嗯 去吧 菩萨保佑姚儿丫头 一定要平安无事 保佑明儿把姚儿丫头 毫发无声地带回来 太后扭头 看了皇后一眼 继续祈祷 到了晚膳时分 皇后才将太后扶起来 母后 先去用晚膳吧 哀家没胃口 姚儿丫头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哀家哪有心思用膳呀 母后 再没胃口 你要吃上一点 否则等到姚儿回来 你的身体垮了可怎么办呢 林夫人知道这事了吗 还不知道呢 幸好今日林夫人没去 早早的去了林府 否则她要是知道姚儿出了事 肯定是受不了这个打击的 先别告诉她 唉 早知道今日 哀家就不提 去寺院祈福了 母后 这也不怪你 走吧 去用膳 用完了膳 臣妾陪着您一起为他们祈福 哀家实在没胃口 你去吧 别打扰哀家 云儿 去用膳 母后 阿臣没胃口 阿臣要等着姚儿姐姐回来一起用膳 皇后无奈 只好继续跪下来祈祷 她也没胃口 晚上 山林中 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满脸的凝重 手里拿着干粮 都没有心思咬一口 找了一整天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师父 韩天宇在哪 我要去杀了他 魏师啊 废了他的武功 可他被一个女人给救走了 那女人啊 实力太强 可能魏师和念老头联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什么 您为何不早点告诉托儿 告诉你有用吗 现在找丫头要紧啊 魏师不向你分心 会不会是那个女人 接走了摇二 然后返回来就 韩天宇 不太可能 如果是那个女人啊 以她的实力 同时带走两个人 完全不是问题 那摇二丫头到底在哪里 一天了 盖着的地方都找了 根本就找不到啊 连薄青都闻不到 摇二身上的味道 难不成姚儿丫头 还能凭空消失 凭空消失 姚儿真的能 她能进入空间 可是 这都一天了 她要是躲进空间里 应该早就出来了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让她没办法 从空间里出来 方圆百里都找遍了 除非她被人带走 否则不可能活不见人 死不见世 但如果她被人带走 关伯青不可能 闻不到她残留的味道 那么 就只剩一个可能 姚儿一定在空间里 或许是她受了伤 或者是什么特殊原因 让她出不了空间 一定是这样 师父 你们回去吧 姚儿会没事的 你们都回去 我留在这里等姚儿 你说什么糊涂话呀 要等大家一起等 万一你再出什么事 你让为事怎么办啊 小师妹很有可能 就在空间里 万一不在呢 算了 不管她在不在空间里 只要她平安无事 哪怕暴露了她的空间 也在所不息 大不了 我带着她远走高飞 淡出所有人的视线 好吧 休息一下 大家继续寻找 休息了约莫一刻钟 大伙又开始再次寻找 韩潇明则是眼神呆滞的 等在原地 姚儿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你答应过我不离开的 你到底在哪儿 姚儿 你回来好不好 此日 韩潇明坐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 等了一夜 也没有运功驱寒 此刻的她 已经被冻得 浑身冰冷 没有一丝的温度 而空间里的颜西瑶 精神力 已经是完全恢复 天哪 原来小星宝长得这么可爱啊 好想抱着她偷偷亲上一口啊 这都一天过去了 不知道韩潇明会急成什么样 她应该能猜到我在空间里 可是这么长时间不出去 她会不会怀疑我捐款前逃了 怎么办呢 什么都做不了 小星宝 快想办法帮我解开穴道啊 我快被娘憋死了 别急 俺这就想办法 小星宝强大的精神力 破体而出 点向严西瑶身上 几处被封住的穴位 扑扑的几声轻响 严西瑶身上被封住的穴道 顺利的解开了 哎呀我擦 你噎噎个辣子鸡的 终于能动了 这十二个时辰 哎呀疼得 我的腰都要断了 快去洗白脸 吃点东西 一天滴水 我已经饿惨了吧 还吃什么东西啊 我消失了十二个时辰 外面估计已经大乱了 星宝 我先出去了啊 我俩老公恐怕要急疯了 那我先帮你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你别一出去就把人给吓死了 嗯快点 星宝精神力瞬间扩散出去 感应到附近只有韩潇明一个人 他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直接用精神力包裹着颜西瑶 将他送出空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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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儿 你终于回来了 你吓死我了 嗯 四师兄 我的腰快被你勒一顿 要流皮血了 我给你看看 没事 死不了 让我抱抱你 哎别闹了 你流了很多血 快让我看看 有一点些死不了 你怎么才出来啊 我都要怀疑你被野兽吃了 你知道吗 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你 这附近的山都快踏平了 我也想早点出来啊 可我被那个蒙面人点了穴道 动都动不了 万一我冒然出来 遇到其他人我怎么解释啊 或者旁边没人 我躺地上等着野兽把我吃了呀 你是怎么进空间的 我自己也能进去 不过这次 是小精灵宝宝把我拉进去的 为了救我 小精灵消耗了太多精神力 攻击蒙面人 等把我弄进去 他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 只能等他的精神力恢复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乖啦 我这不是出来了吗 快放开 我帮你止血 新宝 你搞什么啊 这么粗鲁啊 把我为了老公 都砸得流鼻血了 流点鼻血又不会死 你不会治疗吗 真是的 俺要不把他弄伤 他怎么跟别人交代在哪找到你的呀 随便编个谎话不就行了 你就是瞎操心 还那么粗鲁 太过分了 俺可是为了你也好 你消失十二个时辰 突然出现 总得让你未来老公找个合适的借口吧 真是狗腰鲁动兵 不是好人心啊你 你不把他砸烧 我们也能找到借口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把你扔进他的怀抱 气死你 你个小坏蛋 懒得理你 气死我了 四师兄 你知道我有空间 如果我凭空消失 那就是躲进空间里了 你只要耐心等着就行 下次不要自己吓自己 知道吗 嗯 不过 你消失十二个时辰 没被你吓傻就不错了 那么多人担心你 漫山遍野的找你 都被你吓死了 那你想好没有 怎么解释我突然出现啊 你那时候告诉我 你的医术是一个神秘人教的 那你这次 也是被神秘人救走的 万一师父他们不信呢 他们爱心不信 反正我亲眼所见 神秘人还以为我是坏人 把我给打伤了 鼻子还流着血呢 那你快通知师父 让他们回来 师父 瑶尔回来了 死丫头 你你你你你 你吓死老夫了 师父 对不起 让您担心了 哎呀 死丫头 你下次玩失踪 能不能给大伙留个提示啊 这一天一夜 大伙不吃不喝的找你 都快疯了 师父 瑶尔当时 被寒天云点了穴道 被一个神秘人救走 没办法给咱们留线索 刚才那个神秘人 把瑶尔送回来 还以为 涂尔是要害瑶尔的坏人 都把涂尔打伤了 您看 鼻气还没干呢 什么神秘人 什么来头 老夫要好好谢谢他 徒儿也不知道 那神秘人是个来头 他蒙着面 把瑶尔送回来就走了 走了 你你你 你有没有感谢人家呀 当然感谢了 这还用您说 你你你你个臭小子 我也是不是怕你一激动 该忘了吗 丫头回来就好 丫头 有没有受伤啊 二师傅 我没有受伤 你看 好发无伤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竹子 竹子 大家都起来 快起来 地上粮别跪着了 竹子 这一天一夜 您去哪了 有没有受伤 我没有受伤 我被一个神秘人救走了 他帮我解了穴道 才把我送回来 你们快起来啊 你们这是干嘛 快起来啊 竹子 以后不管您去哪 请您把我们几个都带在身边 好 带上你们 你们快起来 我答应你们 韩小明却是嘴角不停地抽搐 以后不管走到哪 这几个人都跟着 那他还怎么跟摇耳独处啊 还能够随时亲亲抱抱吗 简直就是乱谈起嘛 咱们快回去吧 再不回去 黄奶奶和母后他们都要急疯了 丫头 我们看到的时候 看到韩天允不停地用头撞树 他是被救你的神秘人打伤的吗 对 就是被神秘人打伤的 韩天允是什么身份啊 他是我的八皇叔 八年前因为起病造反 被父皇发配到西北荒墨 没想到如今却出现在此 他想劫持你和黄奶奶他们 来要挟父皇退位让仙 这是除草不除根 春风吹有声 必找机会将他彻底解决才行 恐怕没那么容易 韩天允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可他还是被一个女人救走 那个女人身上一身邪功 身不可测 恐怕韩天允与念老头联手 都不是那个女人的对手啊 看来以后要加紧练功 特别是精神力 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没错 或许精神力是咱们的杀手剑 从今日开始加强练习精神力 将来对上那个女人 或许能派上大用场 精神力 这玩意儿听都没听说过 有什么用啊 精神力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攻击敌人大脑 实不相瞒 那个韩天允就被我用精神力攻击过 只可惜我的精神力还太弱 没能给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丫头 回去后 我把我一身的本事都传给你和明儿 你告诉我那个精神力怎么练 那个女人是个禁敌 不容小觑啊 好 一个多时辰后 韩潇明和颜西瑶换了身衣服进宫 快走 去私宁宫 你皇奶奶他们从昨天到现在啊 在佛堂里不吃不喝的为你们祈福 怎么全都劝不动 颜西瑶一听 直接运起清宫 往私宁宫飞去 韩潇明 紧随其后 皇上嘴角抽搐 朕也担心了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现在双腿发软 你们就这么把朕给扔下了 这是其有此理 这就不重要了吗 太后娘娘 回来了 回来了 九殿下和安平长郡主回来了 佛堂里的三个女人听到了贴身宫女的声音 扭头往门外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韩潇明和颜西瑶 太后笑了 笑得很是慈爱 可下一秒 眼珠子一翻 直接晕死了过去 皇奶奶 你们终于回来了 皇后说完 几乎是和韩潇明一起晕了过去 皇后娘娘 鱼儿 别激动 再晕过去 我可就要生气了 把这个喝了 好甜啊 姚儿姐姐 这是糖水吗 对 先喝点糖水 严西瑶说完 继续去掐皇后的人中学 皇后醒来 严西瑶赶紧让皇后 把葡萄糖喝了 转身去掐太后 把太后弄醒之后 严西瑶将葡萄糖 喂给了太后喝下 皇上也在这个时候赶来了 严西瑶看了皇上一眼 见皇上脸色不太好 赶紧上前来 给皇上把脉 搞什么玩意儿吗 你竟然想集体绝食自杀吗 先去弄点粥来 饿了这么久 先喝点粥才能吃别的 是 我奶奶 皇后娘娘 你们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呢 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你出事 爱家哪儿还有胃口吃东西啊 幸好老天保佑 你平安无事地回来 啊 皇奶奶 我可是祸害一千年的人 没那么容易死的 您要相信我能化险为夷 下次必须好好吃饭 不然您身体垮了 我可不带你出去玩了 好好好 爱家以后一定好好吃饭 把身体养好 皇后娘娘 您也一样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好好吃饭 不然容易老得快 您可是后宫之主 可不能被别人给比下去 您看 你们这么一晕倒 把臣女和四师兄 吓个半死 您要是身体出个什么问题 您让我们怎么办呢 哎呦 好 本宫以后啊 一定好好吃饭 不让你们担心 严新瑶狠狠地 瞪了韩潇云一眼 韩潇云立马就怂了 哎呦 二姐姐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按时吃饭 你爱吃不吃 以后发育不良 长得没胸没屁股 到时候嫁不出去 我看你怎么办 哎呦 姚儿姐姐 人家知道错了啦 你坐哪了 我不应该任性 应该好好吃饭 更应该劝皇奶奶 和母后按时吃饭 这还差不多 再有下次 看我还管不管你 饿死算了 严新瑶看向皇上 皇上眉头瞬间皱起 丫头啊 你不会还想对朕说教吧 这么多人看着呢 多少给朕留点面子呀 皇上 你也要先喝点粥再吃别的 否则您胃受不了 啊 姚儿丫头有心了 吃完饭 韩潇云和严新瑶着急出宫 太后要跟着一起 被严新瑶拒绝 皇奶奶 你得在皇宫里待几天 这两天我们会很忙 没空出去玩 过两天陈女再来接你 你们要忙什么呀 是不是店铺开业的事 不是 我们要跟二师傅学武功 将来要对付一个很强的敌人 好 既然你们要学功夫 哀家就不去给你们添乱了 只有你们变得更强 才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们 姚儿姐姐 我要跟你们一起学功夫 不然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只能够藏起来 等着别人来保护我 行 你跟我们一起去 三人赶到郡主府 稍微休息了一下 聂天云便开始传授三人内功心法 四大暗影和梁东四公子 也在一旁仔细的听着 聂千云也不在意 那个女人如此变态 严夕遥身边的人变强 对严夕遥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聂千云当然不会吝啬 将口诀传授给几人 几人在后院盘戏而坐 很快投入到练功中去 四个时辰后 严夕遥触摸到突破瓶颈 却被她强行压制下来 将所有的内力 全部都压制在丹田之中 到了晚上 严夕遥直接用一吊铜钱 来练精神力 韩潇明没心处 传来针扎般的疼痛 韩潇明疼得冷汗直流 但她知道 那是精神力即将突破 坚持一下 集中精力 千万不要松懈 两久之后 韩潇明只感觉 脑袋中轰的一声 疼痛完全消失 精神力成功突破 瑶尔 我的精神力终于突破了 现在感觉耳聪目鸣 精神十足呢 恭喜四师兄 丫头 老夫的精神力突破了 丫头 我也是突破了 师父 四师兄 四师兄 也突破了 好 这这太好了 咱们出去试试 走 师徒三人出了房间 纵身跃上屋底 韩潇明和婴老头 闭上眼睛 精神力破体而出 方圆三丈内的一切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哎呀 他奶奶的 这精神力啊 着实不好练 都这么久了 才突破那么一点点 师父 你就知足吧 能突破就不错了 知足 你小子知足 老夫可不知足 就走你八皇叔的 那个变态 可不好对付 咱们还得 加强练功才行 师父 我的内力也要突破了 不过被我强行压制下去 我想明日去深山里突破 深山里的能量 会更加浓郁 好 明日突破之前 你记得服用一颗能量果 内力越到后期 突破就越是困难 好 我记住了 走吧 回去休息 明日一早进山 四日 卯食刚至 严锡尧和韩潇明 就起床洗漱 打开房门时 婴老头和聂千云 已经是等在了门口 四人运足了清宫 出了京城 往深山里飞绿 天亮时 四人赶到一处 毫无人烟的 深山老林之中 严锡尧在一棵 参天古树下 盘膝而坐 取出一棵 能量果浮下 开始吸收 空气中游离的能量 一刻钟后 严锡尧浮下的能量果 仿佛在他的体内 像是炸开了一般 精纯的能量 游走在他的四肢百骸 丹田里的内力 越来越多 严锡尧只感觉 丹田都快要撑炸了 才引导着丹田里的内力 冲向平静 可就在这时 一头体型超大的花斑豹 逐渐靠近四人 或许是空气中的能量波动 引起了这头花斑豹的注意 宁儿 把剑给我 你负责保护丫头 为时和聂老头对付这畜生 好 婴老头和聂千云飞升而起 迎向了花斑豹 战斗一触即发 婴老哥 小心了 这畜生不简单 你看他的额头 好家伙 这畜生也是成精的 丫头又能得到一颗能量猪了 的确有能量猪 但这畜生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 也得对付 可不能让这畜生打扰到丫头突破 婴老头说完 内力灌入长剑之中 剑身散起了一道耀眼的荧光 似向花斑豹的右眼 两人一兽展开了厮杀 一个半时辰后 严锡尧成功突破到旋即初起 这才停了下来 妖儿 快走 去看看师父他们 发生什么事了 有一托特别大的花斑豹 袭击咱们 师父和二师父 去对付了 看来在深山里突破 一点也不安全 什么 特别大 有多大 跟上次遇到的野猪 差不多大 我里个贵贵 成精的 快头 有好东西 当两人找到鹰老头和孽老头 见两人直接躺在花斑豹的肚子上 师父 你们受伤了 一点小伤不碍事 只是被这畜生抓破了点皮 明儿 我也是没力气了 你把这畜生的脑袋给劈开 把能量珠取了 韩肖明拿起一旁的长剑 开始取能量珠 严西瑶则是忙着 给两位师父包扎伤口 姚儿 给你 多谢四师兄 嘿嘿 又得到一颗能量珠了 哼 谢他干嘛呀 这畜生 可是我和你师父干掉的 啊师父 谢您和师父 当然不能嘴上说谢了 回去给您二老 炖一锅 十锅药扇机 表示感谢如何 哼 算你有良心 老夫早就听到 那个阴老头夸得天花乱坠的了 可惜还没尝过 回去就给您做 师父 您先休息一下 我和四师兄去附近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快去快去 仔细找找 找什么好东西啊 能量珠都取了 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啊 啊师父 这么大的家伙 有可能是天才地宝的 守护兽 您以前有两个能量珠 难道 您没有发现天才地宝吗 什么玩意儿 天才地宝 我去探姥姥的 溃死了 快快快 你们快去找找 老夫和阴老头 抓紧恢复一些内力 找到了 老夫带你们去发现 守护兽的地方 看看 还能不能找到天才地宝 二师父 您居然不知道天才地宝 那您是怎么知道能量珠的 我就看那两个畜生的脑门鼓鼓的 好奇是什么玩意儿 就给劈开了 才发现能量珠的 当时还差点被老夫扔了 亏 真的亏死了 妖儿 咱们快去找吧 找到了就直接去二师父 发现是狐兽的地方 寻找看看 只能这样了 走吧 两人仔仔细细地寻找了一大圈 终于在一处能量比较浓郁 又比较隐秘的地方 找到一棵 比人膝盖高一点的小树 别摘 还没成熟 摘着就废了 那怎么办 等问问新宝 移植到空间里面 看看能不能成熟 新宝 天才地宝的能量果 还没成熟 如果移植到空间里 能成熟吗 能啊 你空间刚才升级了 能量充足 完全能够成熟 升级了 那就是说地下车库解锁了 还不止呢 不但解锁了地下车库 你以前所在的那个部队的超市都出现了 空间扩大了好多 你有空自己进来看看就知道了 什么超市都出现了 这么扭 那是当然 等你实力再突破 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的 努力练功吧 部队超市啊 只穿用品一音俱全 简直不要太耍 好 我等会儿进来看看 我先把天才地宝挖了 移植到空间里去 行 你快点 还有个惊喜呢 什么惊喜啊 等你进来就知道了 还卖关子 四师兄 可以移植到空间 能成熟 等到两人把树苗挖起来 颜新瑶直接将树苗送进空间 然后拉着韩潇明的手进入空间 新宝 你居然显现出尸体了 四师兄 他就是小精灵宝宝 叫他新宝就可以了 新宝 我叫韩潇明 潇天 多谢你救的妖儿 不用谢俺 他可是俺的小仙女主音 俺可不能够让他出事 帅哥 你长得还蛮帅的耶 配得上俺的主音 主音 你快带你未来老公去逛逛空间 超市里的东西随便吃 不急 我先找地方把那个小树苗栽起来 这种事情不用你操心了 俺去种 新宝 你可不能把能量果给偷吃了 不给俺吃 小气鬼 那可是我提升实力用的 将来要对付一个非常变态的女人 要是我实力不够 被人杀了怎么办 好吧 那就留给你了 这个给你 能量珠 俺接下来这个 你放心 你的能量果 俺一定会帮你照看好的 以后再发现能量果树 你直接移植到空间里 空间里可是比外面成熟的早呢 姚儿 别院的院子里还有一颗 等回去 把内科也移植进来 好 姚儿 未来老公是何意啊 就是未来夫君的意思 那未来的妻子 那未来的妻子又叫什么 老婆 哦 还有这么奇怪的称呼啊 我也觉得奇怪 小心把告诉我的 四师兄 我带你去超市逛逛 什么是超市啊 超市就相当于卖杂货的商铺 原来如此 严西瑶 带着韩潇明 往超市走去 进入超市的那一刻 韩潇明震惊的 说不出话来 四师兄 想吃什么随便拿 韩潇明 从货架上 拿了一个面包 下一秒 被拿掉的面包 自动补齐 这可是把韩潇明 吓得不轻 难不成是闹鬼了 拿掉的东西 居然还能自动找出来 姚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这个空间的 一大功能 只要是这个空间里的东西 除了钱财和粮食 拿掉了还能复制出来 姚儿 你实话告诉我 星宝说你是小仙女 你真的是仙女下法吗 不然怎么可能 有这么新奇的东西 还有这么逆甜的功能 我是现代灵魂穿越而来 如果将真相告诉韩潇明 可能真的会吓到她 既然她怀疑我是仙女下法 不如就将错就错 我拥有这些东西 在这个时代 跟仙女也差不多了 嗯 是 我就是仙女下法 原来的颜西瑶 被颜小蝶杀了 上天见她死得太惨 太可怜 就怕我下法 帮她讨回公道 替她孝顺父母 我不管你是仙女还是谁 这辈子 你都不能离开我 不会不会 天上的神仙派我下凡 可是给了我一百年的时间 一百年后 我才可以返回天庭 逛完了超市 严西瑶又带着韩潇明 去了地下车库 这是什么玩意儿 感觉太霸气了 这两辆是汽车 这个呢是摩托车 这个是自行车 就跟马车一样 可以在路上跑 只是不需要马儿拉着 一个人操控就行 不用马儿拉怎么走 太奇怪了 加油啊 这个原理太复杂 以后我有空再跟你讲解 好吧 那个是什么 太离奇了 姚儿 你让我消化一下 这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你慢慢消化 等你消化完了 找机会我会让你消化热武器 等以后对上那个变态女人 或许用得上 好 姚儿 咱们先出去吧 我怕师父他们等急了 嗯 走吧 哎 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天才地宝 师父 我们来迟了一步 能量果树 都被人挖了 什么 被人挖了 太可惜了 是挺可惜的 我们赶快动身 去二师父发现守护树的地方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没错 快走快走 被人挖了就太可惜了 先回郡主府 咱们起码赶去 回到郡主府吃了点东西 四人决定立马动身 主子 您可是答应了我们几个 出门要把我们带在身边的 就是 主子 您可不能冒险 还是把我们带上吧 行 带上你们 把云儿也叫上 咱们来个集训 丫头 什么集训啊 这样吧 两位师父和段凌峰比试一下 你们谁的轻功最好 等轻了山 轻功最好的人追着我们打 训练轻功 这也行啊 丫头 你别开玩笑了 殷前辈 主子说得非常可行 晚辈小时候 就被段家的老祖宗追着满山跑 属下不敢说轻功天下第一 但跑功绝对天下第一 什么跑功天下第一 您前辈 轻功消耗内力 晚辈的内力自然没办法跟前辈您比 但要是不用轻功在地上跑 他晚辈感人第二 没人感人第一 不管是轻功还是跑功 在斗不过敌人的时候 能保住命就是好功夫 师父 不如今日就练跑功 嘿嘿 有道理 斗不过敌人的时候 咱们不能应聘 保住命才是关键 行 今日就练跑功 也别骑马了 直接跑着去 丫头啊 落霞山深处的药材挺多的 只是比较危险 既然大家都着急提升实力 那倒是个不错的历练之地 不如此次顺便去看看如何 好 等找到天才地堡 就去落霞山深处历练 三个时辰后 众人又累又饿 几乎要虚脱了 几人找了个地方休息 躺在地上 连手指头也不想动一下 大家还是到树上去休息吧 万一来了一群野兽 咱们现在恐怕没精力对付 那倒是不必 大伙都没消耗什么内力 运功调戏一下 能缓起疲劳 多打起精神来 赶紧运功 突然 一只通皮雪白 只有拳头大小 像个小毛球 浑身毛茸茸的小家伙 逐渐靠近颜西瑶 四日醒来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哇 下雪了 卧槽 什么鬼东西 小家伙嗖的一声 小身体如同一道光闪过 直接跳到了 颜西瑶的肩膀上 瑶儿 你别动 我来抓住她 你别动 这小家伙好像很怕你 她应该不会伤害我 你怎么知道 她不会伤害你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小家伙在我的袖子里待了一夜 今天早上是从我的袖子里滚出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 跟个老鼠差不多打 我也不知道 从未见过 诶 两位师傅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我一时也没见过 小家伙 你是谁啊 为什么钻到我的袖子里啊 小家伙 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 这能怪我吗 我又不懂兽鱼 也看不懂你的爪子鱼 真是的 你想跟着我就跟着我 不想跟着我就回家去吧 小家伙突然想起了什么 小眼睛一亮 跳起来指着阎西瑶背后的方向 吱吱地叫了两声 小家伙嗖的一下就窜了出去 这小家伙啥意思 要我跟他走的意思吗 师傅 这小家伙的意思 应该是让瑶儿跟他走 你们在此稍作休息 准备点吃的 我们跟上去看看 去吧 小心点啊 嗯 瑶儿 走 跟上去看看 好 韩潇明和阎西瑶跟上小家伙 往山林身处飞掠 这小家伙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啊 这地方连一条路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 只能跟上去看看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小家伙才在一处山崖下停了下来 小家伙吱吱地叫了两声 纵身往山崖峭壁上撞去 喂 小家伙 你别想不开啊 你长得还蛮可爱的 大不了我养你啊 严西瑶大喊 正准备去救小家伙 我早 奇怪 我还以为你不想活了 把我们带到这里为你收尸呢 严西瑶和韩潇明 这地方实在是太美了 不知哪位高人在此隐居 咱们冒昧前来 不知会不会打扰高人清修啊 小家伙吱吱地叫了两声 速度快如闪电 往木屋跑去 严西瑶和韩潇明 对视了一眼 赶紧跟上 抱歉 老人家 我们无意闯入这里 是这个家伙带我们来的 打扰您清修了 瑶儿 老人家已经离世了 毛茸茸的小家伙 跳到一旁的四方桌上 用他的小嘴巴 叼起一张纸 睡严西瑶看 原来江湖传言 有药神婆婆是真的 老人家居然就是二十多年前 明镇江湖的药神婆婆 她的药千金难求 十八年前 药神婆婆突然在江湖中 销声匿迹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何处 没想到今日咱们有缘 能在此处见到 只可惜她老人家已经离世 是有点可惜 不过我真是幸运 居然被小团子选为主人 还能继承药神谷 你确实够幸运的 这些医术和药材 你要不要收进空间里啊 不说保持原样就好 此处离京城也不远 咱们以后可以常来 也好 我发财了 这个简直是世外桃源 四师兄 咱们以后来此处居住养老 将木屋拆了重建 再把没有开垢出来的荒地 开垢出来 可以种蔬菜水果 也可以继续种药材 简直太完美了 没问题 你喜欢在哪里就在哪里 都依你 咱们回去吧 去买一副上等的棺木 然后再回来 安葬药神婆婆 她将整个药神骨都送给了我 我要厚葬她老人家 好 咱们赶快回去 先安葬药神前辈 再去寻找天才地宝 药神前辈如此大恩 必须先让她老人家入土为安 天才地宝 什么时候去寻找都可以 药神前辈 您再忍耐一下 晚辈去给您买上等的棺木 再回来安葬您的遗体 小团子 您跟我走吧 我现在就回京城 买了上等棺木 再回来安葬婆婆 两人带着小团子 远路返回 一个时辰后 与婴老头他们会合 你们这是去了何处啊 依据就是一早上 这到午饭时间了 师父 小团子带我们去了药神谷 我们见到了药神婆婆的遗体 药神婆婆还将药神谷送给了徒儿 什么药神婆婆 你们真的见到了 在哪儿啊 快带卫生去看看 师父 咱们先返回京城 买一幅上等棺木再回来 一起去安葬药神前辈 那就先返回京城买棺木 天才地宝虽然重要 可眼下 安葬药神婆婆更为重要 你们赶快吃点东西 咱们远路返回 边走边吃吧 吃完再跑回去 众人赶到京城时 已是傍晚时分 你们这是怎么 被人追杀了 你看老夫像是被人追杀吗 我们这是集体练跑功呢 练跑功 这是闹到哪一出啊 谁闹了 这可是保命功夫 你们回来得正好啊 赶紧去京城的寿菜坡 订一副上等棺木 明天早上就要 敬棺木 谁死了 敬棺木是为了安葬药神婆婆 哎呀快去快去 有什么问题晚上再问 哎呀疼奶奶的 哎呀老夫的腿都快跑断了 晚上 严细瑶将药神谷的事情 跟三位师兄说了一遍 次日一大早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药神谷 一路走好 将药神婆婆安葬之后 已是傍晚 随便弄了点吃的 大伙儿便在木屋中 盘膝练功 次日一早 吃了点东西 到药神婆婆的坟墓前 拜别了药神婆婆 便准备离开 同一时间 闷在宫里头无聊的太后 带着一大群 乔装打扮的侍卫 出了皇宫 那个严细瑶还真是不要脸呢 他弟和他娘都合理了 他也跟瑞王解除了婚约 结果才几个月 就被赐婚给九殿下了 恐怕是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否则九殿下 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呀 谁说不是 那九殿下是何等人物 是他一个小小的 颜细瑶 可以肖想的吗 你们是没有进宫参加公宴 本小姐可是亲眼所见 那颜细瑶在公宴上 公然挑衅荣妃娘娘 还直接把荣妃娘娘 气晕过去了呢 真是个没教养女人 在皇宫还敢如此嚣张 不知道事后啊 有没有被九殿下一脚拆飞 这几个女人 居然敢编排 埃家的孙媳妇 简直太可恶了 太后娘娘 属下既就把他们几个抓过来 任您处置 不用抓 你们把他们给埃家围起来 埃家今儿个 为瑶尔丫头出气 啊 啊什么啊呀 快去 给埃家围起来 一个都别放跑了 是 快 把那几个女人围起来 侍卫呼啦啦的一下子 就把几个在八卦的女人 给围在了中间 你们是什么人 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围堵本小姐 哼 哪里来的死老太婆啊 瞎了你的狗野 连公布上述的千金也敢围 这女 拜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千岁千岁 千千岁 什么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受罪 你说 阿家是什么 太后娘娘饶命 名女什么也没说 怎么 刚才骂阿家 瞎了狗眼 现在又当阿家是笼子吗 太后娘娘恕罪 饶了名女这一次吧 恕罪 你敢编排阿家的孙媳妇 还敢骂阿家 现在你让阿家恕罪 阿家凭什么宽恕你的罪 啊 还有你们 阿家的孙媳妇 是你们能编排的吗 一群整天无所事事的长蛇妇 太后是越想越生气 抬脚 一脚踹在了福家千金的胸口 将福家千金踹得人羊马翻 来人 手下在 他们不是喜欢嚼舌根吗 给阿家长嘴 牙齿什么时候掉了 什么时候停手 是 侍卫头领大手一挥 几个侍卫立马上前 背着几个女人的人 啪啪啪啪的一顿狂冲 行了 停手吧 把他们全都押进宫 让皇上处置 是 带走 母后啊 您不是去绣坊 找林夫人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哼 阿家给你送几个罪犯进来 你看着处置 什么罪犯啊 所犯何罪啊 带头之人 是公布尚书的千金 真是气死哀家了 哎呀 母后息怒啊 怎么回事 您慢慢说 太后让侍卫把几个女人压到皇上的面前来 把这些女人如何编排阎西遥 如何骂自己一个字不漏的复述给了皇上 来人 奴才在 却把公布尚书给朕叫回来 把这些女人的父母都给朕找来 朕倒是要问问他们是如何教儿女的 是 奴才遵旨 皇儿 这事儿 这事儿交给你处置 哀家要去找林夫人 嗯 什么 您还要出宫啊 哀家当然要出宫了 不然怎么能听到这些女人在背后议论谣啊 哎呀好吧好吧 您自己小心点啊 哀家知道 刚来到绣房门口 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围着灵石转 忙前忙后嘘寒问暖 哪里来的登徒子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纠缠林夫人 把她押进大牢 等候皇上处置 太后娘娘 您误会了 她不是什么登徒子 她是臣妇的邻居 邻居怎么了 邻居就能纠缠你了 你可是一品告命夫人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纠缠的 太后娘娘 她 她就是许天琪 和臣妇 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哦 原来是她呀 误会 误会 哀家还以为是哪个登徒子敢纠缠你呢 草明拜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 起来吧 林夫人 你忙你的 哀家 哀家 哀家和许公子 聊聊 许公子 随哀家走一趟吧 陪哀家 去喝杯茶 您可愿意 草明皇口 太后娘娘请 太后娘娘 这 别担心 别担心 哀家不会对她怎么样 就是找她陪哀家喝茶 摇儿没空 哀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忙你的去 等喝完茶 哀家把她给你完好无损地送回来 徐天启 你给哀家跪下 你实话告诉哀家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林氏 是 草明对天发誓 草明是真心喜欢芙蓉 心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 这些年 你当真未娶 草明 心细芙蓉 从未娶其 你起来吧 坐下 喝茶 是 哀家 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敢骗哀家 让林氏嫁给你 只是当妾 或者是续嫌 哀家 哀家定住你 九族 草明不敢 林氏不愿意 接受你的原因 你应该知道 你得用心 呵护 让他迈过心里的那道坎儿 至于 至于怎么做 你自己应该清楚 是 草明知道 草明知道该怎么做 绝不会放弃 那就好 你只要用心去打动他 哎呀 父亲 说 哎呀 哎呀 他会接受 你的 绣房里的 林氏 见太后和许天琪 迟迟未归 也开始魂不守舍 提心吊胆起来 一直等到 绣房快打烊了 太后和许天琪 才有说有笑的出现 林夫人 哀家该回宫了 让这小子送你回去 改日哀家再来看你 恭送太后娘娘 行了 少来这些虚礼 都回去吧 画面一转 跑了两天 终于是到达聂千云 发现守护兽的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了 当初就是在这附近 发现的黑熊 大家小心 别理得太远 说不定还会出现另一个守护兽呢 果不其然 严西遥话音刚落 远处的草丛中就有了动静 哇塞 好漂亮的狐狸啊 是火狐 大家小心了 守护兽可不好对付 我不想杀了这只狐狸 我想把他带回去 守护兽神谷 这主意不错 那就把他抓住 带回去 看守兽神谷 那要如何驯化 先抓住了再说 总有办法驯化的 大伙刚想动手 严西遥袖子里的小团子 突然窜出来 跳上严西遥的肩膀 毛发倒树 虎虎看到了小团子 眼里满是恐惧 一步步的往后退 小团子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对吗 小团子点了点头 小爪子不停的作忆 那你能和火狐沟通吗 小团子猛的点头 可是把严西遥给乐坏了 那你赶紧告诉他 只要他愿意跟我走 我们不会伤害他 只想把他带回去守护药神谷 转头看着火狐 吱吱的怪叫 两只小前爪 还在不停的比划 虎虎看了小团子一眼 突然对着严西遥 前腿弯曲 像是行跪拜礼一样 小团子 你这是干嘛呢 小团子跳到虎虎的背上 摆出了一副 威风凛凛的模样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才是老大 虎虎只能是他的小弟 行了 以后你就是老大 让火狐带我们去找天才地宝吧 火狐看了严西遥一眼 转身不紧不慢地带着路 这小团子似乎不简单呢 连手不瘦都怕他 有机会好好查查资料 看看这小家伙是什么品种的 在火狐的带领下 大伙不费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那株天才地宝 主子 让属下来 这点小事 您不用亲自动手 哎呀 此处能量浓郁啊 大家赶快趁此机会练功啊 春兰 你们赶快去练功 武功那么弱 以后怎么保护你们的种子 都去练功 本宫给你们护法 这个 交给本宫来吧 去练功吧 我可还指望你们保护呢 等所有人都进入了练功状态 韩潇明和严西遥对视一眼 相视而笑 严西遥闭上眼睛 精神力破体而出 仔细寻找附近有没有与这株天才地宝相似的植物 四师兄 你先挖 我去那边挖一株兰花 好 快去快回 韩潇明弄了一些野草 将兰花包起来 严西遥则是把那株植物送进空间 交代小星宝种植 四师兄 你给他们护法 我带小团子去逛逛 好 你小心点 小团子 走吧 带我去找药材 哇塞 小团子 真有你的 好大一株核手屋啊 目测有两千年了 发财了 让开让开 我来挖 小团子 这个鲜菜可不能给你们吃 要等洗干净之后才能吃 你要做个爱干净的小团子 你不用求我 求我也不给你吃 等我挖出来洗干净 你才可以吃 你先去找别的药材 找到不许偷吃 你要是敢偷吃 我去把你送回药神谷 以后都不带你出来了 小团子一脸的失望 永远的瞪了严西遥一眼 跳上火壶的背 指挥着火壶去别的地方寻找药材 丫头呢 带小团子找药材去了 师父 您先给大伙护发 托尔担心他遇到危险 去找找他 行 你快去吧 姚儿 你在挖什么 都挖那么大的坑了 挖核手屋 这株核手屋啊 可是极品 快两千年了 好大的 你快来帮忙 累死我了 你出来休息一下 我来吧 你小心点 别弄坏了 放心吧 韩肖明接过严西遥手里的匕首 开始挖了起来 速度不慢 却也是小心翼翼 还没等到两人将核手屋挖出来 大伙儿已经是在光伯青的带领之下 找来了 大伙儿一看到那么大的核手屋 震惊的张大了嘴巴 全都拔出匕首上前来帮忙 老夫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核手屋呀 他奶奶呢 这么大的核手屋 不知道能不能增强功力呀 能 这核手屋能量很是精准 普通人吃了 能强身健体 连年益寿 练武之人吃了 就能增强功力 等回去啊 我就弄给大家吃 好 好东西呀 哎呀 看来这深山老林中 宝贝还真不傻 那是当然啊 咱们之后的历练都去深山老林中 不但武功能突飞猛进 还能得到不少好东西呢 行 就去深山老林 丫头 你和明儿去一边休息一下 咱们那么多人 很快就能完整的挖出来 啊 师父你们挖着 托儿陪瑶儿跟小团子去逛逛 去吧 你们要是能再找到一棵这么大的核手屋 就回来告诉大家 让大家一起去挖 师父 你以为这千年核手屋那么好找呀 五十年才能长到拳头那么大 再找这么大的 哪有那么容易呀 嘿嘿 比这个小点也行啊 嘿嘿嘿 师父 我还有一个办法 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成仙都不成问题 什么办法 睡觉呀 梦里什么都有 要什么有什么 嘿嘿 臭丫头 敢拿为师小姐是吗 师父 突然开玩笑的 我们走了 快快 被他们一笑 走了好一会儿 韩小明才开口 杨儿 核手屋看起来是没办法送进空间里了 这么多人看着 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的 我有办法 到时候你配合我就行 嗯 说说说你的计划 说说你的计划 颜希瑶将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 韩小明听的眼睛发亮 两人逛了一会儿 估摸着时间已经是差不多了 才远路返回 哎呀 这么大的核手屋要如何带走呢 轮流背着跑吗 不用 谁都不用背 师父 您信不信 我能直接把核手屋变到药神谷去 你当为师傻呀 怎么可能的事啊 哼 师父 要不我现在就给你变个戏法如何 什么戏法呀 你别装神弄鬼了行吗 我可没装神弄鬼 我给大家表演个大便活人吧 谁来做个示范 我来 可以 那就你来吧 颜希瑶开始装神弄鬼 先对着天空拜了三拜 嘴里头念叨 乌拉乌拉 小仙女下凡尘 请观音菩萨赐我超能力 各位看好了 不要眨眼睛 表演开始 他把右手伸进袖子里 从空间里取出一条床单 各位看清楚了 别眨眼睛 三二一 乌拉乌拉 小仙女下凡尘 观音菩萨赐我超能力 别 人呐 丫头 你死是凶人呐 别找了 你们是找不到的 看我这里 我把它给变出来 众人眼睛一眨不眨的 看着颜希瑶手里的床单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颜希瑶床单一抖 瞬间将韩萧明从空间里头拉出来 然后收起床单 韩萧明蹲在原地 这是神啊 这别出来了 明儿 你刚才去哪了 师父 徒儿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 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见 柱子 您是怎么做的呢 您教教属下呗 嗯 这个恐怕教不会 我可是仙女下凡 不是普通人 能请观音菩萨赐我超能力 你能吗 不能 那就教不会了 不是我不教你 而是教了你也学不会 观音菩萨不赐给你超能力 你是做不到的 不教就不教呗 还找借口 幼儿丫头 你再变一次 给我看看 颜希瑶顾忌重施 又来一次 可大伙还是什么都看不明白 也听不懂 丫头 为师还是不信 你这玩的也太离奇了 再来一次 这一次你把和首屋变走 为师还就不信了 明儿可以配合你 和首屋可不能 看清楚了 真的别走了 没了 这怎么可能 那么大的和首屋 快变出来 万一弄丢了 损失可就大了 丢不了 师父 徒儿说过 可以把和首屋 变到药神谷去 这回您信了吧 不信 除非你能把威士 也变到药神谷去 看看 再变回来 师父 把您变到药神谷 是没问题 但徒儿不能保证 把您变回来 观音观音菩萨 把超能力拿走 您只能在药神谷 等着我们回去 您确定要徒儿 把您变到药神谷去吗 丫头 你确定 和首屋已经 被你变到药神谷去了 当然确定了 不信您可以跑回去看看 我现在超能力还在 不过要是变回来 再送回去 就不一定了 超能力维持不了多久的 iro章